张元还在360度无死角地吹彩虹屁,然而裴谦喝着咖啡,一句话也莫听进去。 他很费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带着唐一书到仓库那边,效果算得上是立竿见影,该出故障的电脑都出故障了,也确实拖慢了组装的进度。 但是,内存长期火这个事情是什么情况? 这光环效果总不能影响到国外吧? 赔千百思不得其解。 严格来说,发生的这些事情确实都不算什么好事,但也确实给赔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看起来,大杀器也得慎用啊。 一个没搞好,就误伤了自己。 反正现在伤害已经造成了,关键是接下来,这钱怎么花? 继续囤货? 恐怕不太行。 现在,ROF装机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 经过元旦的这波不涨价促销,他的知名度和品牌认可度只会变得更高。 之前的例子已经证明,现在很多顾客已经接受了ROF有一定的品牌溢价。 也就是说,即使是一直维持原本的定价,ROF整机的销量也绝对不会骤降。 而且,因为原本就保留着一定的利润空间,所以赚钱这件事情几乎是一定的。 在囤货,万一哪天显卡再来一波暴涨,那岂不是要了裴总的命? 看起来,疯狂囤货这种事情也并不靠谱啊。 裴总算是花钱买了的大教训,要不把这笔钱花到其他产业去。 但是转念一想,就把这个点给否了。 裴迁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谁污染,谁治理,谁赚钱,谁花掉。 他反思了一下,之前就是因为没有坚持这一原则,所以才四处起火,按都按不住。 很多项目本身没问题,亏得好好的,但是跟其他的项目一联动,那就很可能出大问题。 所以,ROF挣来的这笔钱,还是应该留给张员,让他自己想办法花出去。 裴迁考虑片刻,说道,ROF装机业务赚的钱,不要上交,你自己想办法花掉。 张员一愣,啊?裴总,这一大笔钱不上交吗?这合适吗? 裴迁表示呵呵,当然合适。 你自己挣来的钱,你自己花掉。 张员赶忙摆手,不不不,裴总,这些钱都是在你的英明指导下挣来的。 裴迁?你看看这人,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 裴迁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地纠结? 你先说说,这笔钱你打算花在哪? 张员陷入沉思。 他现在掌管的业务主要就是墨鱼网咖和ROF装机。 当然,墨鱼外卖作为墨鱼网咖的衍生业务,也渐渐地由他负责。 与此同时,这些业务都跟逆风物流关系密切。 逆风物流的负责人是吕明亮,深受裴迁的其中。 事实上,逆风物流到现在为止,确实一直都是纯亏。 全靠腾达集团其他业务的输血,才能持续运转下去。 这充分证明了,陪总对吕明亮一贯以来的信任是正确的。 当然,对陪欠而言,准确地来说这应该不算书写,而应该算是排毒。 如果没有逆风物流的话,陪总说不定早就毒发身亡了。 张员思考片刻,说道,陪总,我想了一下,ROF这个品牌目前在荆州已经算是彻底站稳脚跟了。 网店呢,也打出了一定的知名度。 墨语网咖的业务,目前也算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荆州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高端网咖品牌。 依我看,我们差不多也该继续扩张了,把墨语网咖的模式给带到其他的城市去。 陪欠心中默默叹息,果然,还是绕不开这个问题。 之前,李总就曾经提出过这个疑问,为时磨不到其他城市去开分店, 赚更多的钱。 原因很简单,陪总就怕开到其他城市再继续赚钱啊。 但是现在,他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已经有点拖不下去了。 墨语网咖和ROF装机业务既然赚钱了,赚的还不少,为时磨不继续扩张了。 这说不通啊。 所以,这分店迟早要开,关键问题是往哪里开,怎么开? 赔钱想了想,问道,那一你看,墨语网咖的分店应该开在哪? 张元不假思索,我觉得应该开到大城市去,帝都、摩都或者阳城这种超一线城市。 那边年轻人多,人口稠密。 而且大家的消费水平高,对这种高端网咖的模式肯定更加认可。 到了那边,更容易打开市场。 甚至包括墨语网咖的配套业务,比如墨语外卖,也一样能吃得开。 赔钱沉默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所以肯定不能这么干。 他思索片刻,说道, 我的意见恰恰相反。 我准备把下一个目标定在临城。 张元一愣,临城? 临城市是汉东省最穷的一个市。 知名的贫困县道口县就在临城市。 去这磨穷的地方开墨语网咖。 能有多少顾客? 赔钱继续说道, 而且,这次要扩张的不仅仅是墨语网咖。 所有依附于墨语网咖的配套设施,要一起搬过去。 看着张元困惑的表情, 赔钱不由地微微一笑。 对于开墨语网咖分店这个事情, 他并不迫切。 他更希望能再多开一些逆风驿站。 但是,逆风驿站基本上已经遍布荆州, 打开地图就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网点, 几乎都快没地方下脚了。 想要再开,只能开到其他城市去了。 但是,只在其他城市开逆风驿站, 却不开墨语网咖。 这未免太奇怪了一些, 容易被人怀疑。 要搞的话, 肯定的一起搞, 才好掩人耳目。 而且, 墨语网咖相比于逆风驿站而言, 还有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 前期投入比较大。 不管是店铺租金, 还是装修, 购置电脑的费用, 都是一大笔开销。 哪怕以后渐渐盈利, 但要收回前期的巨大投入, 那都是比较长久的一个事情了。 至少不会, 是在这个结算周期。 如果选址再稍微考虑一下, 不要复制荆州市的失败经验, 让这些店一直亏损下去呢。 那就更好了。 所以, 赔谦考虑再三, 选择了汉东省最穷的一个市, 也就是临城市。 穷, 意味着当地居民的消费水平不高, 像摸鱼网咖这种消费比较高的网咖, 自然就不容易吃得开。 而像摸鱼外卖着种花里胡哨的外卖, 肯定就更卖不出去了。 而像逆风物流的这种稳定发挥, 稳赔不赚的项目, 肯定还是继续赔。 总之, 要选, 就选穷一点的地方。 至于为食膜, 赔谦不打算解释, 反正这些人会自己脑补的。 赔谦继续说道, 我的打算是, 把目前的这些实体行业, 以及依附于实体行业的配套产业, 全都搬过去。 一个开在核心商圈的摸鱼网咖2.0, 搭配上三个开再次一等商圈的摸鱼网咖1.0, 搭配上摸鱼外卖, 再在周围搭配上20个逆风驿站, 以及为ROF装机准备的一个大仓库, 和开在摸鱼网咖周围的四个配货点。 所有这些东西, 同时筹备, 一次全都开好。 张元一脸震惊, 裴总, 这投入可不小啊。 凌晨的租金虽然比荆州要便宜很多, 但想要把这一整套搞下来, 前期没有个千万左右的投入也不太可能。 裴谦默默叹息, 我也不想这样的。 谁让你的装机业务赚了这么多呢? 我这不是得抓紧花出去, 省得结算周期到的时候, 手忙脚乱花不过来吗? 裴谦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点钱不算什么, 不够的话, 你再炒我要。 而且, 二十个逆风驿站只是暂时的, 以后肯定还要再继续开, 争取早日把逆风驿站像铺满荆州一样, 也铺满凌晨。 你要明确一个宗旨, 自己挣了钱, 自己想办法解决, 努力地花出去。 自己亏了钱, 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我给你兜底。 张元本来以为裴总在说客套话, 但仔细端详, 却觉得裴总的眼神十分诚恳。 裴总, 我真是太感动了。 张元的感激之情, 一时之间有些无以言表。 裴谦赶忙一抬手, 示意他打住。 好了, 不用多说,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裴谦看到网咖门口排的长队, 就气不打一处来。 张元赶忙说道, 好的裴总, 您慢走, 祝您新年快乐。 裴谦? 不好意思, 我的新年, 一点都不快乐。 1月4日, 周二, 上午11点, 裴谦还是如往常一样, 悠然地来到公司, 而其他人, 早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可能因为是劫后上班第一天, 所以大家看起来都很忙碌的样子。 李雅达, 他们这个旅游小分队, 已经回来了。 裴谦看到了李雅达和包序, 不知道为时魔, 总觉得从他们脸上, 看不到太多旅游归来的回味和喜悦, 反倒是, 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 裴谦不由得有些纳闷, 米国这魔不好玩吗? 不过他也没多问, 因为裴谦也是一个比较宅的人, 不愿意出门到处跑, 也不关心米国到底好不好玩, 反正也不打算去。 来到办公室, 裴谦首先查看了一下未读消息。 有一条张元发来的信息, 说他和吕明亮今天已经出发前往凌晨考察, 算上前期选址, 装修, 招聘等等一系列环节, 这一整套全都搞完, 至少也得二月中旬了。 裴谦觉得这个时间点卡得不错, 如果再稍微延迟一些就更好了。 最好是赶在结算前一周多的时间点把这些网咖, 驿站之类的全都开起来, 既花出去了一大笔钱, 又不会在这个周期内赚太多钱。 至于下个周期, 下个周期再说, 实在不行, 就在找个比较穷的试开一些分店, 如此无限循环下去。 1月5日, 周三, 陈康拓和好穷两个人坐在墨语网卡的咖啡区, 一人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正在快速敲打键盘。 两个人看起来都是纹丝泉勇的样子, 指尖一刻不停, 只是偶尔整理思路的时候, 才有时间停下来, 拿起桌上的咖啡喝一口。 他们两个在做鬼屋的方案。 在米国的这段时间, 众人的经历如同梦幻, 只不过是噩梦。 乌山周立精神病院, 是一家废弃的医院的旧址, 也被称作全世界最恐怖的鬼屋。 在这五天时间里, 旅游小分队少量多次地, 把这个鬼屋完完整整地体验了一遍。 其中的辛酸, 简直是难以言表。 印象太深了, 感悟太多了, 甚至近几天每天晚上做梦的时候, 还经常能够获得一些新的胆悟, 重温一些已经模糊的记忆。 所以, 回到荆州之后, 陈康拓和郝琼两个人, 闻思全勇, 迫不及待地, 把自己游览的经验写出来, 用到自己负责鬼屋项目。 但, 不是照搬照抄, 而是批判吸收。 昨天写了一整天, 今天又写了一上午, 在这种高效的工作模式之下, 基础的方案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来, 我们对一下吧。 陈康拓提议道, 两个人把笔记本上写好的文档, 发给对方。 从回来到现在, 两个人并没有进行太多的交流, 主要是为了避免彼此之间的想法, 互相干扰。 两个人各出一份方案, 经过充分讨论之后, 二者的方案结合起来, 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当然, 两人的方案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裴总曾经提出过的, 关于鬼屋建设的大方向。 裴总的意见, 肯定是最核心的标准, 不能违背。 让胆子大的人无处花钱, 让胆子小的人忘却步, 这是裴总的原话。 而在陈康拓和郝穷两个人, 经过标准流程, 进行阅读理解之后, 大致总结出, 以下两个关键点。 开三个项目, 恐怖程度循序渐进。 通过折扣和退票, 向胆子大的人少收费, 向胆子小的人多收费。 这样一来, 既可以保证鬼屋的口碑, 又能保证鬼屋的盈利, 同时兼顾了不同的客户群体。 只是, 两个人对于具体要做什么样的项目, 一直都没有太好的想法, 所以才需要到一些成功的鬼屋中去取材。 现在, 素材有了, 惊吓也有了, 关键看具体的方案了。 两个人浏览完了对方的方案。 陈康拓有些意外, 看起来,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共识的, 也许是因为, 我们都在游戏行业工作过, 所以习惯用游戏的思维解决问题。 好穷点点头? 嗯, 可能是吧? 两个人的方案, 有几个点不由自主地想到一起去了。 第一个项目, 恐怖程度不高, 适合多人社交游戏。 陈康拓的想法, 是做成比较经典的恐怖密室逃脱, 而好穷的想法, 是把Be Quiet的游戏, 玩法改一改, 做成真人版的Be Quiet。 当然, 两个人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太好的想法, 只是有了一个简单的大方向。 第二个项目, 恐怖程度适中, 用于像第三个项目的过渡, 基本上都是单人游戏。 这个项目的场地可以很小, 但恐怖效果一定不会差, 通过了这个项目的人, 才有资格去挑战第三个项目。 两个人在这个项目上的看法一致, 都是将几平米, 十几平米的狭窄空间, 用作单人体验。 只不过, 好穷额外提出一点, 可以用集装箱来做。 集装箱内部装饰为各种场景, 下方安装滑轮, 这样就可以保证几个不同的项目随时调整, 让玩家猜不到, 自己到底要体验哪个项目。 第三个项目, 恐怖程度最高, 致力于害原众人在乌山精神病院里的经历。 但是, 两个人给出的方案, 都和乌山精神病院的套路不太一样。 目前大部分的鬼屋, 在节奏的把握上, 都不是那么完美。 国内的一些小型鬼屋, 基本上就是一条路线, 从头走到尾, 中途想离开, 也没有额外的出口,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 不过好在这种比较简单的鬼屋中, 也不会有工作人员互动, 惊吓也莫那么强烈, 几乎所有人都是能走完全程的。 而更大一些的鬼屋, 流程更长, 惊吓程度更高, 就要留好足够多的安全出口。 游客一旦坚持, 不下去了, 随时可以从安全出口离开。 当然, 也要安装足够多的监控, 实时观察游客的状态。 像乌山精神病院这种的超大型鬼屋, 自然要安排更多的安全出口, 还要有工作人员随时待命, 把坚持不下去的游客给领出去。 但是两个人在游览了这座鬼屋之后, 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 这鬼屋一般人都坚持不下去, 太浪费了。 事实上, 众人去的第一天, 挑战鬼屋并不顺利。 包续和好穷两个人, 坚持了还不到十分钟就败退了。 时间最长的是林婉和李亚达, 在里面坚持了二十多分钟。 当然, 李亚达完全是被林婉强行拖着, 才坚持了这磨酒, 否则他可能刚一进去, 就打退堂鼓了。 根据众人的观察, 这种反应并不是个例。 大部分游客买了票之后, 在排队等候区刚刚看完了渲染气氛的短片, 就被吓得不轻, 刚进门磨多久, 就顶不住了。 陈康拓和好穷一致认为, 这很可惜。 费尽心血, 做了这抹恐怖的一个鬼屋, 却在进门之前, 劝退了一多半的游客, 未免太浪费了。 俗话说, 猪得养肥了再杀。 就像游戏一样, 做了一款受苦的游戏, 有人在第一关就被劝退, 这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一多半的人都在第一关就被劝退, 那只能说, 难度设置有问题。 难度应该是循序渐进的, 就算让玩家们受苦, 也要掌握好度, 不能真的把他们给虐跑了。 如果自家鬼屋, 也无脑照搬乌山精神病院的这个套路, 那只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无人问津。 因为乌山精神病院, 作为全世界最恐怖的鬼屋, 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客流量有保证。 而自家的鬼屋, 建在荆州成交, 本身就没石磨名气, 暂时也不可能吸引全世界的游客来玩。 如果门槛太高, 肯定收不回成本。 所以, 每一个游客都很重要。 陈康拓和好穷, 各自想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好穷的方案是, 卖可以多次进入的票, 同时, 把初期的恐怖程度, 刻意掉低。 在初期的流程安排一些比较好玩, 但恐怖程度不那么高的环节, 先想办法把游客给留下来。 同时, 每张票都可以多次进入, 票价可以定高一些, 这样就相当于给游客一定的缓冲时间, 可以平复一下心情之后, 再进入挑战。 好穷他们在美国就是这模作的。 事实上, 第一次非常恐怖, 根本不记得自己玩了什么, 整个人都处于完全猛逼的状态。 但之后再进, 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之后, 鬼屋才变得有意思起来。 但是正常游客, 不可能再排一次队, 再掏一次门票钱, 第二次遭罪, 自然也就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所以, 好穷认为可以直接把门票设置成多次进入的。 这样一来, 哪怕一些游客被暂时吓退, 由于门票还允许再次进入, 那么隔了一段时间, 他的心态平复了, 就会来玩第二次。 这样一来, 就可以收获一批回头客。 而陈康拓的方案是, 把鬼屋设计为一个环状的路线, 正中央是安全屋。 每个小阶段通过之后, 玩家都可以进入安全屋休息, 用于调整自己的情绪。 像乌山精神病院那样, 一口气在鬼屋里逛一个多小时, 大部分人都是顶不住的。 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不可能浏览完这个鬼屋的全程。 这可以说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所以, 陈康拓觉得可以采用一些游戏中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恐怖游戏中都有存档点、 安全屋之类的设定, 就是为了让玩家一直高度紧绷的精神能够获得休息, 缓解一下紧张情绪之后, 再继续推进之后的流程。 所以, 陈康拓觉得可以把安全屋的机制加入到鬼屋中, 让玩家可以在游玩过程中不断掉整心态, 不要被轻易吓退。 两个人的方案虽然各异, 但并不冲突, 完全可以共存。 好穷看完了陈康拓的方案, 稍显担忧。 这样安排, 会不会让我们的鬼屋很快就被通关? 如果游客能够一次就通关, 肯定就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吧。 陈康拓摇了摇头, 我觉得, 鬼屋的终极目的并不是要把游客吓得无法通关。 如果游客在第一关就被吓退了, 你之后的流程做得再好, 再恐怖, 又有什么意义? 让游客能够完完全程, 自然有很多机会被他们造成惊吓。 事实上, 不管游客有没有完完鬼屋的全程, 他们大概率是不会再进入同一个鬼屋了。 如果大部分游客都在刚开始就被吓退了, 那他们对鬼屋的评价肯定不会很高, 不利于打出口碑。 其他新游客看到评价, 说这鬼屋一开头, 就把人吓跑了, 多半也会被劝退。 既然如此, 想办法让游客能多玩一会儿, 循序渐进, 给他们留下一些深刻印象和念想, 更有利于我们打出口碑, 拉拢新游客。 好穷想了想, 点点头, 嗯, 是这磨个道理。 那我们接下来, 是应该先跟裴总会报一下进度, 还是先出各个项目的详细方案? 陈康拓说道, 全部的详细方案, 肯定没办法, 一下子全都出来。 第一个和第三个项目, 都属于比较难设计的项目, 占用场地大, 玩法复杂, 需要从长记忆。 对于这两个大项目, 我们先大致留出场地, 一边招人, 一边慢慢搞。 第二个项目, 是由许多个小项目组成的, 相对简单, 好做一些, 我们先把第二个项目给大致敲定, 然后把整份方案给裴总看一看。 裴总点头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工了。 第二个项目建设过程中, 我们再慢慢考虑第一个和第三个项目。 1月6日, 周四, 自习室里, 裴谦看着正在认真复习的马羊, 不由地发出一声哀叹。 为神魔, 马羊这个混子, 都可以心无旁骛地复习。 而我却完全看不下去, 已经快要进入考试周, 眼瞅着这个学期又要结束了。 裴谦已经给自己立下了, 要靠自己的力量, 及格的flag。 然而真的事件, 起来却发现, 好像有点难。 他本来想把马羊一起喊来自习室, 获得一点点学习的氛围。 然而, 马羊确实找到了学习的氛围, 复习得非常起劲, 裴谦却兴致全无。 在自习室里坐着, 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突然, 裴谦的手机一震, 收到一条信息。 裴总, 鬼屋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 您什么时候方便? 我想汇报一下。 裴谦看着这条陈康拓发来的信息, 一声叹息。 唉, 这真不是我不想学习。 工作繁忙啊。 这应该叫什么? 术欲静而讽不止, 裴总欲学习而员工不让。 莫办法莫办法。 他看了看表,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 于是回复到, 十一点到我办公室。 此时, 陈康拓已经到了神华好景, 他已经跑了一趟十六层, 发现裴总不在, 所以才发了这条信息。 既然跟裴总约好了十一点, 那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做。 所以陈康拓打算到十七层串的门, 看看李亚达和包续他们怎么样了。 来到十七层, 陈康拓发现这边的工作热情相当高涨, 所有人都很忙碌。 看到陈康拓来了, 不少人跟他打招呼。 和李亚达寒暄了几句之后, 陈康拓问起了Gog的开发情况。 毕竟陈康拓之前, 也是负责这游戏的成员之一。 李亚达说道, 进度还算顺利。 之前《圆梦创投》那边, 提了很多的修改意见, 我们只改了一小部分, 但效果出乎意料的不错。 从墨语网咖的玩家反馈来看, 大部分玩家对这种更容易上手的简易游戏模式, 更加欢迎。 所以, 最近在忙着把剩下的内容, 也全都陆续修改掉。 可惜的是, 《圆梦创投》那边, 很快也会有新任务了。 所以, 没办法再试玩游戏, 提出更多修改建议。 不过, 贺德胜说他差不多已经把能想到的建议, 都已经提完了。 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 继续按照这些建议, 修改游戏的基础玩法, 制作更多角色, 调整游戏平衡性。 新招聘的这批人, 天赋都不错, 制作游戏上手很快, 整个项目的开发效率, 明显提升了不少。 陈康拓跟腾达游戏部门的众人闲聊了一阵, 看了看时间, 往楼下走去, 准备向裴总汇报。 办公室内, 裴千帆看着陈康拓刚刚上交的鬼屋初步规划方案。 鬼屋的名字定为经济旅社。 按照陈康拓的说法, 其这个名字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 鬼屋中没有鬼怪, 也不宣扬迷信, 所以不会出现鬼之类的字眼。 其次, 希望游客可以多次来这里体验, 旅社其实就是旅馆的意思。 最后, 也是因为鬼屋中的基础场景是旅店主题的。 之后虽然会有一些更加吓人的场景, 但也都是从旅店主题衍生出来的。 仅仅看到这个名字, 裴千币没有很特别的想法。 虽说旅店也算是恐怖题材中的常见情景, 但相比于墓地、 精神病院、 地府等场景, 相对还算是不那么常见了。 可以说题材较为新颖, 也可以说惊吓程度不够。 总之, 具体看怎么去做了, 裴千继续往下看。 经济旅社有三个大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是多人互动项目, 第三个项目是非常吓人的传统恐怖物流程。 这两个项目都只有几个大概的点子, 并没有具体的方案。 而第二个项目作为过度项目, 倒是已经写了一些具体的方案。 目前规划了六个小项目, 全都很简单, 只需要几平米到十几平米的小场地就可以完成每次仅限一人。 这些小场地的布景都在集装箱内, 集装箱下方有轮子, 可以移动, 会定期打乱顺序。 这样玩家每次进入的项目都是随机的。 陪迁依次看过这些小项目。 第一个小项目, 浴室。 不仅是非常狭窄的浴室, 里面有镜子、 洗脸池、 马桶、 浴缸等等, 布局与常规的浴室类似。 只不过整个场景都会做旧, 灯光昏黄、 洗脸池、 镜子、 浴缸都是脏兮兮的, 大概很久没有擦洗。 浴室角落的阴影处, 彷復有暗红色的凝固血迹。 游客独自一人进入浴室, 必须按照事先的要求完成一系列步骤。 全部完成, 则视为挑战成功, 有任何一步没有完成, 都视为挑战失败。 首先, 游客要反锁浴室门, 从旁边拿起一只红色蜡烛, 然后关掉浴室的灯, 而后点燃蜡烛, 借助蜡烛的光来到洗脸池的镜子前, 将蜡烛放置在镜子前, 放置洗漱用品的平台上, 也就是在自己和镜子的中间。 双手蒙住眼睛, 保持三秒钟以上, 而后看向镜子。 在此之后, 打开水龙头洗手。 之后, 躺进浴缸里, 双手蒙住眼睛,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移开双手, 坚持三分钟。 浴缸旁边会有一个生锈的计时器, 按下之后, 就会发出咔哒咔哒的表针转动声。 三分钟之后, 转动声停止。 此时从浴缸中站起来, 离开房间, 挑战完成。 看似简单, 但在这个过程中, 会有一系列随机发生的意外事件。 比如, 在关灯时, 昏暗的灯光会剧烈地闪烁机下, 然后发出啪的一声响, 好像灯泡破裂了一样。 在双手蒙住眼睛三秒钟, 看向镜子的时候, 镜中有可能会突然出现一副皮肉被撕裂的脸孔, 或者一对红色的眼睛, 或者镜子出现裂痕, 渗出鲜血。 在洗手的时候, 原本的清水, 有可能会突然变成黑色或者血红色, 里面可能还混杂着一些血肉模糊的碎块道具。 而在游客躺到浴缸中之后, 浴室中也会发生一系列的事件, 比如,原本坏掉的灯突然再度亮起, 水龙头自动打开发出水声, 马桶冲水, 门被打开, 有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声走入浴室, 甚至是拉开了浴帘, 凑到游客身前。 总之, 这些都是由工作人员随机决定的, 统一操控。 游客每次进入, 体验都会有所不同。 同时, 这里面有许多隐藏摄像头, 可以随时获知游客的状态, 那面镜子也是特制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面镜子, 实则是一块显示屏, 不仅可以显示出血红的眼睛, 或者流血之类的效果, 还可以营造出镜中的自己突然消失等效果。 第二个小项目, 窗边。 不仅是狭窄的旅设走廊, 进入后, 同样需要先自己降门反锁。 走廊有四扇窗, 每一扇窗的状态都有细微差别。 第一扇窗已经完全破损, 敞开着, 在夜风吹拂的作用之下, 没有了玻璃的窗框, 会时不时地撞向墙壁, 发出声音, 窗帘也时常被吹得乱飘。 风声中, 还时不时夹杂着未知怪物的嘶吼声。 当然, 这个场景是集装箱内的布景, 窗外的部分仍在集装箱内漆黑一片。 而微风吹拂的效果, 和怪物的嘶吼声, 都是人为之造出来的。 第二扇窗看起来有了一些裂痕, 上面还有几个清晰的血手印, 彭扶曾经有人用沾满血迹的手不断拍打。 第三扇窗的窗帘, 微微拉着。 第四扇窗没有窗帘, 外面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到。 游客需要背对着第四扇窗站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移动, 不能回头, 不能发出声音, 坚持五分钟之后, 挑战成功。 在这期间内, 这几扇窗都有可能发生一些随机事件。 比如, 第一扇窗的怪物嘶吼声可能会突然增强, 彭扶随时会跳进来。 第二扇窗外, 突然有人一边用力拍打着窗子的玻璃, 一边喊救命, 声音凄惨。 但几秒钟之后, 他的惨叫就越来越远, 彭扶被某种恐怖的怪物给拖走了。 第三扇窗可能会突然被撞开, 一只怪物的大手伸进来猛抓, 四处乱拍, 将走廊中的某个假人道具给一把抓走。 第四扇窗, 也就是游客背对站立的这扇窗, 也有可能传来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声, 指甲划过玻璃的声音等等。 此外, 还会有巨大的阴影从窗外经过, 隐约能听到沉重的脚步声, 铁链拖地声, 怪物低吼声等等。 在计时器停止之后, 游客就可以离开窗边, 打开被自己反锁的门之后离开。 但此时游客原本站立的第四扇窗会突然打开, 一个巨大的怪物探头进来, 张开散发着腥臭气味的血盆大口不断咬合, 同时发出吼叫声。 当然, 通关标准是游客只要在计时器计时的三分钟内没有移动, 回头发出声音就可以。 最后这一幕完全是节目效果, 不影响通关判定。 之后的小项目还有电视机、 楼梯、 天花板、 床底。 这些小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们本身都不是那重传统一以上的恐怖步景, 不像墓地、 地幅、 停尸房之类刺激程度特别高的场景。 而且, 这些场景中也没有很夸张的恐怖元素, 像惊心扮鬼的工作人员, 非常复杂的机关, 非常精致恐怖的道具等等, 一概没有。 更多的是, 通过一种心理作用来达成恐怖效果。 再往下, 就是经济旅社的收费政策, 但很显然, 陈康拓也没太想好收费的具体额度, 只是简单写了一下, 允许游客一次购票, 多次游玩。 裴谦看着这方案, 陷入沉思。 按理说, 第一个和第三个大项目, 应该是会比较出彩的, 但偏偏陈康拓目前还没太想好具体的方案, 只有个大致的思路。 这怎么点拨他? 第二个大项目倒是有具体的方案, 但总是给裴谦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要单看第二个大项目, 对那些胆子很大, 寻求刺激的人来说, 可能有点不够。 而对于那些胆子很小的人来说, 同样非常吓人, 不敢尝试。 而且, 流程比较短, 玩法相对单调, 还仅限一个人玩。 看起来, 像是失败概率很高的样子, 还真没食膜可以改动的余地。 裴谦考虑片刻, 既然具体的方案, 没食膜可改动的地方, 那就在收费上面, 做一点文章吧。 如果可以的话, 赔迁倒是宁愿让鬼屋免费, 但那样的话, 系统是肯定不会允许的。 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降低价格, 但降到系统允许的最低价格之后, 想要进一步地减少收入, 就得靠定价策略了。 赔迁还是要贯彻自己之前的宗旨, 让胆子大的人无处花钱, 让胆子小的人万而却步。 其实这句话的本意, 就是让那些真正赶进鬼屋的人花不了多少钱, 然后再把胆子小的人吓退, 让他们莫机会掏钱。 所以, 赔迁考虑一番, 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定价策略。 不同的项目分别定价, 不同的人也分别定价。 第一个项目, 恐怖程度最低, 玩法最丰富, 应该是最受大众欢迎的项目。 所以, 这个项目定价越低越好, 因为寿众最广, 最适合众富游玩, 票价高一点, 低一点都会有很多人来玩, 所以, 定低一点, 能少挣钱。 第三个项目最恐怖, 而且投入最大, 在系统的监督下, 即使想定低票价, 肯定也低不到哪去。 既然如此, 赔迁打算反其道而行之, 定个高票价。 这样一来, 恐怖加高票价, 会对一般人产生双重劝退效果。 为了防止花钱又受罪, 胆小的人肯定不会进去。 至于那些胆子比较大的人, 可以考虑根据他们的游戏进度, 给他们返还门票钱。 比如, 将整个流程分为九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安全屋, 每通关一个, 票钱退还10%, 全部通关就相当于一折游玩。 只花十块钱, 就可以游览鬼屋全城。 再根据陈康拓一次买票, 多次游玩的想法, 让每个人买一张票之后, 可以进入三次。 只要这位游客可以在三次之内通过整个鬼屋, 就不需要第二次买票挑战。 这样一来, 票价表面上看起来很高, 可第三个项目依旧挣不到什么钱。 至于第二个项目, 赔钱想了想, 也订低价, 就比第一个项目稍微贵一点点就行了。 想到这里, 赔钱对陈康拓说道, 不同的项目分别订价。 第一个项目, 十块钱。 第二个项目, 可以抽取多个项目随机体验, 每多抽取一个, 加十五块钱。 给每个人准备分备记录仪, 完成任务且没有叫出太大声音, 档钱小项目免费。 第三个项目, 每次体验一百块钱, 一共有三次入场体验机会。 第二次, 第三次, 可以从离开的地方继续体验, 根据最后一次抵达的进度, 返还门票钱。 如果通关的话, 就返还全部的钱。 然后可以出一个连票, 比如二百块钱随便完。 差不多就是这样, 一些细节, 你们再推敲一下吧。 听赔钱说完, 陈康拓的眼神亮了起来。 明白了, 赔总, 这个定价策略, 跟我想的完全一样。 赔钱? 啥意思啊? 他有点猛, 感觉这剧本跟自己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 之前他点拨其他人后, 对方往往是困惑, 不解, 迷茫。 但陈康拓怎么一副早就料到了的样子? 而且还这魔激动? 定价策略跟他想的完全一样, 是什么意思? 他也是这魔想的。 难不成陈康拓去了经济旅社项目之后, 开窍了? 跟得上自己的脑回路了? 赔钱感觉有点迷茫, 但是这种事情也莫法多问, 于是摆了摆手, 把陈康拓打发走了。 裴谦扎默着味道, 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奇怪, 明明是一个必然亏损的项目, 马上就要开始烧钱了, 我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呢? 下午, 裴谦睡醒了, 准备到圆梦创头那边跑一趟。 其他的项目都还在研发之中, 暂时也没石膜比较重要的消息。 除了电影那边的进度, 让裴谦稍感意外。 因为剧本本身的内容并不算多, 单纯拍摄的话, 应该已经完成了才对。 但是, 到现在, 完全没有看到, 要杀青的迹象。 可能是拍摄不太顺利, 所以单的了。 嗯, 有这种可能。 朱小策导演之前拍的毕竟都是短片, 没有导演这种正规院线电影的经验, 踩一些坑也是难以避免的。 裴谦也莫太在意, 反正他拍电影又不用赶荡期, 随便什么时候上映都一样, 只要赶在结算前随便上映一下就可以了。 而圆梦创头那边, 裴谦又给他们挤出了一笔钱, 这次是三百万。 跟之前的两千万比起来, 钱不算多, 但投一些小项目是绰绰有余了。 更何况裴谦也想清楚了, 投资这种事情得循序渐进, 千万不要想着一口吃个胖子。 否则, 那两千万的投资就是前车之鉴。 还是得慢慢来, 先积累一些失败的投资经验, 然后再徐徐徒之。 而且, 这次是裴谦亲自上手, 一定得给老马立一个好榜样。 否则, 后患无穷。 也不知道老马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地看计划书, 有没有找到什么足够不靠谱的项目。 裴谦正琢磨着, 圆梦创头到了。 这次没有再传来马总先走的高喊和敲击键盘, 鼠标的声音, 整个公司的氛围突然就从网吧, 变成了正经的办公区。 贺德胜等人都在各忙各的, 有的在翻看计划书, 有的在做报表, 看起来非常的专业。 老马找来的这批人并不纯粹是陪玩, 严格来说, 他们是投资行业里游戏玩得好的新人。 就像贺德胜一样在投资行业工作, 而游戏是一个比较擅长的业余爱好。 看到这一幕, 裴谦感到非常的不适应。 好像大家还是继续玩游戏, 比较让人安心啊。 这认真工作的样子, 还真挺吓人的。 不过一想到大家只要玩游戏, 就会给高跟那边提意见, 裴谦觉得还是算了。 唉, 进退两难。 还是赶紧想办法随便投个什么项目吧。 马阳此时正坐在大会议桌旁边, 手里拿着一大堆的投资计划书, 一份一份地挨个浏览。 只不过, 从他浏览的速度来看, 估计顶多也就看看标题和第一页。 看到这里, 裴谦松了口气, 兄弟还是靠得住的。 怎么样, 有什么有梦想? 值得投资的项目吗? 裴谦在马阳旁边坐下。 贺德胜等人也赶忙过来, 在会议桌旁边坐好。 这可是裴总亲自传授投资经验, 随便听到一句, 那可都是受用无穷啊。 肯定得认真听。 马阳非常骄傲地说道, 谦哥, 找到一份。 就一份? 裴谦有点失望, 一共这摩多计划书, 就找到一份有梦想的。 除了马阳手上拿着的一摞投资计划书之外, 桌上还有一摞。 裴谦随手拿起, 翻了翻,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投资还真是个技术活啊。 这些计划书, 他倒是勉强能看懂, 但问题在于, 看起来都有些太靠谱了吧。 就像一般的投资人很难准确分辨具体哪个项目会赚钱一样, 赔钱也很难准确分辨具体哪个项目会赔钱。 因为凡是创业, 寻求投资的, 基本上都会选一些看起来确实有前景的项目。 即使那些骗投资人钱的项目, 肯定也会把计划书做得特别高大上, 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吹得天花乱坠。 假项目, 就得比真项目做得更真。 否则, 怎么骗投资人的钱?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的计划书看起来都很靠谱。 即使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注定失败, 他们的计划书做得也都是看起来有很大可能成功的样子。 赔钱没有这种慧眼, 无法分辨, 只好乖乖地接过马阳筛选出来的那份。 刚一拿到手上, 赔钱就震惊了。 好轻, 别的计划书内容都很多, 但这份就只有一页。 不仅如此, 计划书的格式也完全不对, 全是错误, 内容也非常简单。 这个项目叫做共享电话亭, 想要的投资金额也不多, 仅仅二十万而已。 赔钱不由的有些小激动, 他在这份计划书上看到了梦想。 马阳还在筛选其他的计划书, 赔钱一抬手, 示意他打住, 其他的先不考虑了, 我们先把这个项目给投了。 马阳非常听话地放下其他的计划书, 说道, 签哥, 真投这个, 这个项目确实充满梦想, 所以我才把它给单独挑出来。 但是, 他能挣着钱吗? 赔钱和赫一笑, 这不是废话吗? 能挣着钱我还投他, 但是话肯定是不能这么说的。 会议桌边的众人, 包括贺德胜, 也都是一脸的震惊。 他们早就看到了这个共享电话亭的投资计划书, 但全都把它当成了笑话。 共享电话亭, 扫码打电话, 那不是脱裤子放批吗? 我要是手机能扫码, 还用得着去电话亭打电话? 而且, 这玩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啊。 以前街头有那魔多的公用电话亭, 现在根本摸人用了。 唯石魔? 时代变了。 现在人手一台手机, 谁还用电话亭打电话啊?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 结果, 就这魔一个项目, 裴总顶多看了十秒钟, 就决定投钱。 看到众人疑惑不解的眼神, 裴谦微微一笑。 你们都不看好这个项目。 众人纷纷点头, 裴谦又看了看马阳。 你也不看好这个项目。 马阳点点头, 又摇摇头。 谦哥, 只要是你看好的项目, 绝对没问题。 肯定能赚钱。 裴谦脸一黑。 这老马, 说的明明是好话。 我听了, 怎么一点都不高兴了。 绝对能赚钱。 好端端的, 你可别咒我啊。 裴谦轻壳两声, 记住, 所有人都看好的风投, 那不叫风投, 那叫众筹。 风险投资, 就是投那些看起来不靠谱的项目, 投那些大家都觉得成不了的项目。 没有风险, 那还叫什么风险投资? 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所有人都看好的项目, 不叫风投, 叫众筹。 嗯, 裴总的这句话还是一样的颠覆常识, 但却非常发人深省, 而且蕴含着相当深刻的哲学思想。 围绕在会议桌旁边的众人, 都在思索裴总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虽然觉得很有道理, 但总感觉, 哪里, 好像有些不对。 裴谦翻着手上这可怜巴巴的一页纸, 努力地想在上面找到更多的成功因素。 但失败了。 这份投资计划书上的内容, 突出一个天马行空。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叫张旺。 虽然这份投资计划书上, 没有任何的照片或者个人资料, 但裴谦还是忍不住地, 挠不出了一个喜剧形象。 在这份投资计划书中, 一多半的篇幅, 都是在大谈特谈共享电话亭项目的美好前景。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手机几乎成为每个人的标配。 然而, 作为城市公共服务标志之一的公用电话亭, 却已经很少有人在使用。 长期闲置, 荒废, 甚至迎来被拆除的恶运。 不得不说, 这是文化传承的断档, 是珍贵记忆的消失, 是时代发展的正统, 是每一位市民共同的损失。 看到这里, 裴谦忍不住地想做出一个老人, 地铁, 手机点GPG的表情, 但毕竟众目睽睽之下, 还是凭借着自己良好的演技给绷住了。 我的目标, 就是让公用电话亭在互联网思维的滋养下, 重新焕发新生。 共享电话亭将在延续公用电话亭职能的基础上, 用艺术重塑公众的审美, 用情怀唤起公众的回忆, 用便利改变公众的生活, 用行为艺术向全社会彰显品牌价值。 裴谦不由地感慨, 这小牌笔句用得还挺熟练, 这语文水平至少也得是初中两年级。 后边基本上都是一些云山雾罩的车孤路话, 反正对于这个项目具体的方案一概没有, 就只有一个干巴巴的数字, 预算20万。 计划书的最后有联系方式, 手机号。 裴谦把计划书递给赫德胜, 打个电话, 问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过来谈一谈项目。 赫德胜记下这个人的电话号码, 到旁边拨了一个电话。 片刻之后, 赫德胜回来了, 裴总, 他说稍等片刻, 他正在赶来, 大约十分钟就能到。 裴谦? 这模块吗? 其实我本来只是, 想先约个时间, 以后再面谈来着。 不过转念一想, 这事也很正常。 原梦创头目前借的这些投资计划书, 基本上都是荆州当地的项目, 这个张旺估计就住在荆州, 很可能离原梦创头不远。 合理推测, 张旺多半没食膜正经职业, 估计其他的投资公司, 根本对他这份计划书根本里都不会理, 所以他的档期应该挺宽松的。 随教随道很正常, 他要是有事, 那才不太正常。 既然十分钟, 那就等等吧。 裴谦掏出手机, 随便刷了刷网页。 而贺德胜等人, 则是抓紧时间传阅这份投资计划书, 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研读。 虽说这份计划书从各方面看起来都相当不靠谱, 但它肯定有某个点打动了裴总。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找到这个点, 是不是就可以读懂一点点裴总投资的思路了? 虽然这只是一笔二十万的小生意, 仅仅相当于上一笔投资的百分之一, 但俗话, 说现微知着, 说不定就是这种小生意, 才更好揣摩裴总投资之道的精髓呢。 会议桌旁边的众人, 一个个都眉头紧锁, 在怀疑和自我怀疑之间, 不断摇摆。 没过多久, 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我来了, 我来谈项目了。 裴谦抬头一看, 只现一个身形健壮的肌肉男从外面闯了进来。 现在已经是一月份了, 外面天气转冷, 常年零下激度, 但这个肌肉男只穿了一件相当敷衍的黑色外套和牛仔裤, 精神很好, 完全看不出了。 外套, 牛仔裤和运动鞋都不是什么名贵的牌子, 但全都浅浅浸浸, 看起来应该是洗得很勤。 没有帽子、 围巾、 口罩、 手套之类的零碎, 即使是穿着外套和牛仔裤, 也能看出来这哥们块头实在不小, 就像是一个小山。 比较引人注目的, 是他那一头飘逸的长发, 相当随意地扎了个马尾在脑后, 前面几柳头发随风飘扬, 颇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 只不过, 这种先锋盗骨的感觉和他的身材实在是无法匹配。 裴谦一时沉默了。 这个张望, 跟自己想象中的形象有着非常巨大的差距。 他想过很多骗子或者傻子的形象, 但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一个肌肉壮汉。 要说这是一位保镖, 也完全不会有任何人怀疑。 马阳在裴谦耳边小声说道, 看这样子, 有可能是一路跑过来的。 裴谦也发现了, 张望头上泛着细密的汗珠, 脸色泛红, 还微微有些喘气。 短时间的剧烈运动应该不是这种反应, 多半是长跑或者骑自行车。 这大冷天的, 长跑和骑自行车都是相当迷惑的行为。 会议桌旁的气氛一时之间有些安静, 估计这种场面, 大家也都从未见过。 张望也有些手足无措, 降低了嗓门又重负了一遍。 我是来谈向目的。 裴谦猛地站起身来, 招呼其他人, 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杯茶! 来, 张先生你请坐。 裴谦抬手示意张望在常会一桌对面的空位上坐下。 旁边有人递上一杯热茶, 张望伸手接过, 连声感谢。 裴谦说道, 不着急, 慢慢喝。 一路过来辛苦了, 先顺顺气, 项目的事情咱们可以慢慢谈。 张望吹了吹, 一口气吞吞吞吞吞吞, 把一杯茶水全都喝完, 看向对面一直和自己搭话的这位年轻人。 显然, 这位就是自己的投资人了, 只是不知道要怎么称呼。 贺德盛感忙介绍, 这位是裴总, 腾达集团总裁, 这位是马总, 圆梦创投的CEO。 张望很激动, 裴总, 马总, 非常感谢您二位能给我这个机会。 接下来, 我就给二位好好说一下我的项目, 共享雨伞。 我们时常遇到这样的困扰, 下雨天出门, 却没有带伞。 去路边买一把, 不仅贵, 质量还不好。 裴千? 他一抬手, 示意张望赶紧打住。 停停停, 你的项目是什么? 张望一愣, 共享雨伞啊。 会议桌旁边的所有人, 头上都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裴千轻渴两声, 但是你这个计划书上写的, 是共享电话亭。 张望愣了一下, 随即有些尴尬的一笑。 对对对, 贡献电话亭也是我的项目。 不好意思裴总, 我的点子太多了, 都记杂了。 裴总, 不知道您对我的共享雨伞项目, 有没有兴趣呢? 要不要一起投资呢? 马阳的眼神中, 兴趣盎然。 低声说道, 谦哥, 这个项目, 好像比电话亭靠谱爱。 裴千脸一黑, 共享雨伞。 听起来这模靠谱的项目, 我怎么可能会投? 啊, 靠不靠谱不好说, 但至少这玩意有用。 有用, 那就意味着有风险。 裴千摇了摇头, 共享雨伞暂时没兴趣, 还是说说共享电话亭吧。 好的, 裴总, 张旺并没有太多失落的情绪, 共享电话亭源自于我对公用电话亭的怀念。 裴千有预感, 他要开始无意义地长篇大论了, 敢忙一抬手, 示意他打住。 好了好了, 项目的详情就不用介绍了。 你的投资计划书上面已经写得非常详细了。 贺德剩下一时地看了一眼投资计划书, 这一页纸也叫非常详细。 裴千继续说道, 我就简单地问你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你也尽可能简单, 直接地回答我, 好吗? 张旺点点头, 莫问题裴总。 裴千, 你要二十万投资, 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 张旺胸有成竹地回答, 裴总, 我是算出来的。 我打算投入二十个共享电话亭, 每个亭子造价一万块。 亭子高两米四, 马口铁材质, 喷素高温烤漆, 金雕复古门拉手, 木质装饰底板, 做工烤灸, 造型优美。 亭子本身的价格在五千块左右。 除此之外, 亭子里的其他成本, 也得再留出五千块的富裕。 所以, 加起来一共是二十万。 张旺说完了, 充满期待地看向裴千。 裴千想了想, 那不行, 一共二十万, 一下子就全都投进去。 做项目, 手上没有应急资金, 怎么能行? 这样, 我给你五十万。 你再好好想想还能给这电话亭加点什么东西, 实在不行。 你就把这亭子, 给我里里外外重新定制。 张旺大喜过旺, 好的裴总。 莫问题。 裴千又想到一点, 说道, 对了, 这个亭子啊, 一定得做成好装, 好拆的, 我就这磨一点要求。 张旺考虑了一下, 点点头, 好的, 虽然我觉得这一点没实磨必要, 但既然裴总你发话了, 我肯定完成。 裴千对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就是希望这亭子做得好拆一点。 等项目失败之后, 这些亭子能够比较顺利地拆除, 卖废铁, 不制造城市垃圾。 毕竟裴总的目标, 就只是为了亏点钱, 不能给城市制造负担, 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话说回来, 裴千此时才注意到, 即使是如此不靠谱的项目, 系统竟然也没有发出警告。 难道是因为区区50万, 在系统眼中已经不算钱了? 毕竟, 系统都已经允许了500万的慈善额度。 裴千不由的感慨, 系统啊系统, 看来你还是不懂防微杜剑的道理。 很多个50万, 也是可以积少成多的吗? 不管怎么说, 先败出去个50万, 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美好明天拍摄现场。 卡! 好, 这条过了。 大家辛苦了, 休息一下, 稍后咱们就正式开始拍广告了呀。 朱小策导演话音刚落, 现场立刻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不少人都是如释重负。 到目前为止, 电影的主体部分已经全部拍摄完毕了。 虽然在拍摄初期有一点点小问题, 但在裴总的指导和片场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 这些问题很快就被克服了。 尤其是陆之瑶等几位主演的配合越来越默契, 对手戏越来越精彩。 刚开始的时候, 经常需要补拍, 后来往往是两三条就过了。 而且, 这两三条还都非常精彩, 让朱小策都觉得有些难以抉择。 难以抉择, 就先不抉择, 后期剪辑再抉择。 所以, 常规的拍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 很多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后边就只剩拍广告了。 而广告, 说白了, 就只是电影中的一个背景板而已。 大部分人都本能地觉得, 这玩意不用像拍正片那么上心, 随便搞搞就完事了。 但朱小策显然不正我认为。 他手上拿着厚厚一打广告策划书, 正在给负责广告拍摄的演员们认真讲解。 拍广告的这批人, 也都是重新选角的。 原本广告怎么拍是莫确定的, 朱小策还曾有过让各大品牌植入广告, 自己提供广告片的想法。 只不过这个想法给裴总给否了, 所以最终敲定下来, 广告自己拍, 而且不能涉及任何现实中存在的公司、 商标或者产品。 敲定下来之后, 朱小策就开始安排人四处选角。 因为这些广告会作为背景, 在电影中播放, 所以, 片中曾经出现过的主演, 肯定是不能再参演的。 片中的许多角色都是平民, 在电影的背景中, 莫资格拍这种广告。 为独张祖庭饰演的评委, 陆志尧饰演的男主角, 活起来之后的, 可以稍微拍几条广告。 还有最后, 被评委推上去代替男主角的那个年轻女人, 也可以拍几条广告。 除了这些个例之外, 其他的广告就都得另选新人, 必须是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新面孔才可以。 在规划广告的过程中, 朱小策导演也费了不少的心血, 所以才搞出这魔后的一打广告策划书。 首先, 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虽然拍的是广告, 在电影中只能当背景, 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它和电影本身同样重要, 甚至在某重意义上来说, 还要更加重要。 首先, 广告起到的是一种暗示串联的作用。 电影中会用广告串联起一部分的故事情节。 比如, 在男女主角参加选秀活动之前, 他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 就经常看到评委的代言和广告。 这让观众提前陷到评委这个角色, 并暗示评委是个非常有钱, 也非常有影响力的成功人士。 在男主角活起来之后, 会播放一些男主拍的广告, 而且可以是很多种不同的产品, 用来暗示他的一夜爆火。 而在男主角身败名列之后, 他躺在床上, 电视上播放着顶替他的那个女孩的广告, 也暗示了在他被暗算之后, 评委马上就推了一个新人上位, 开启了一种循环。 其次, 广告可以用来影射现在人们比较关心的大数据和隐私泄露等问题。 我们会拍摄很多重品类的广告, 这些广告会和男主角的经历直接相关。 比如, 男主角刚刚喝了一罐啤酒, 屏幕上就会给他推送炸鸡广告或者红酒广告。 男主角刚刚看电视节目亏了一大笔钱, 广告就会为他推送借贷业务。 而当男主角赚了一大笔钱的时候, 则会为他推送各重理财产品、 保险、 奢侈品等等。 我们把这些品类分散到电影的全程, 随着男主角的生活不断变化, 他所看到的广告也在不断变化。 一方面可以烘托气氛, 另一方面也可以隐喻, 讽刺大数据和隐私泄露的问题。 最后, 广告可以强化科幻元素, 是一种对未来世界文化生活的猜想。 就像裴总说的, 我们要把广告拍得足够一石流, 足够炫酷, 用上一些未来的元素, 让观众们看得一头雾水, 这样就可以不断地暗示观众, 这里是未来世界。 这些广告可以让他们很好地感受到未来世界的特征, 更有利于他们沉浸在这个世界观里。 朱小策环顾众人, 然后转向其中一个演员。 好, 看起来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接下来的这条广告, 是一份外卖的广告。 广告的内容也非常简单, 一个无人机挂着外卖, 飞过城市。 只不过这个无人机上面找着火, 就像一个大火球一样飞过城市的夜空。 然后你就打开门, 伸出手借过外卖, 打开里面精美的餐盒, 发现里面精美的牛排, 就像是刚烤好一样, 还冒着热气。 然后下一条是外卖和手机的联动广告。 无人机来取了外卖, 但是无人机的显示屏上提示, 说距离太远, 电量不足, 无法配送。 这时候, 给一个地图的特写, 一闪而过。 这个外卖要跨越沙漠, 穿越海洋, 到另一个城市。 这时候外卖餐厅的老板, 随手拿下自己的手机, 用连接线接上无人机为他供电, 然后这个无人机就飞走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无人机穿越沙漠, 穿越海洋, 期间经历大沙暴, 暴风雨, 以及各种热烈天气。 最后, 还是你打开门, 这时候无人机开始返城, 飞回去之后, 餐厅老板把手机拿下来, 发现上面还剩30%的电量。 朱小策给演员们讲解这广告的内容。 在订广告内容的时候, 他可是死掉了不少的脑细胞。 有一部分的一时流广告很好办, 反正随便让演员们 穿着未来服装摆几个pose, 拍几个莫名其妙的镜头, 再加点特效就行了。 但是, 光有一时流的广告, 也不够啊。 哪怕未来世界再怎么发展, 广告这东西应该都会保持一定的多样性。 所以, 朱小策就随便想了寄个其他风格的广告, 作为调剂。 与此同时, 具体要做哪些产品的广告, 也让朱小策感到非常头疼。 因为至少得给这些广告做logo, 做广告词吧。 logo, 如果做得不走心, 很容易被观众吐槽, 造成出戏。 那样的话, 自己拍广告的意义不就没有了吗? 所以, logo必须的做得足够好, 就跟真的商业广告一样。 可这摩多广告, 全靠朱小策一个人想, 就是累死也不可能啊。 这摩多的logo, 全都自己从零开始设计, 这难度未免也太高了。 所以, 朱小策和黄思博一商量, 还是求助于兄弟部门吧。 让墨鱼外卖, 搞个外卖的logo, 用墨鱼外卖的logo模改一番, 再让, Auto科技出一个不用的手机, logo, 不要让观众们有既视感就可以了。 总之, 在很多部门的群策群力之下, 这些logo, 总算是看上去像那魔回事了。 虽说都是魔改的品牌, 但朱小策还是叮嘱了机具, 让各个部门把自己魔改的品牌认领了一下, 提前注册。 倒不是指望着, 这部电影能有什么宣传效果, 主要是怕有人注册这些商标, 跑过来碰瓷, 提前抢注掉, 可以省掉这些麻烦。 朱小策估计着, 这些广告数量虽然不少, 但大部分时间都很短, 大概再有个两周时间, 差不多就能拍完了。 到时候, 才算是真正的为, 这部电影注入了灵魂。 腾达游戏部门, 软光剑尝出了一口气, 好的, 那么第一批英雄的概念设计和原话, 就已经全部搞定了。 李亚达拍着手, 大佬辛苦了。 这段时间, 软光剑一直在给Dog的英雄, 做各种概念设计和原话, 经常在荆州和魔都两个地方来回跑。 不过, 游戏开发和原话设计, 是两份平行进行的工作, 互相之间并不影响。 软光剑的工作, 就是根据腾达游戏部门买来的这些IP角色进行在塑造, 或者是创造一些独具特色的原创角色, 比如正义守护者莫迪斯特。 总体来说, 这并不算是一份非常繁重的工作, 毕竟不是全部原创, 里面大部分都是根据现有的形象改一改。 只要充分理解这个角色的特征, 在经典形象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动, 总比完全从零开始原创要容易很多。 所以, 原话的设计工作, 其实是比游戏的开发进度要快很多的, 游戏距离正式上线, 甚至公开测试, 还有一些遥远, 但原话已经全都完成了。 李亚达问道, 那大佬,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要不要跟裴总说一下, 庆祝原话完工? 软光剑赶忙摇头, 不不不, 不用了。 裴总工作繁忙, 这种小事, 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再说了, 荆州的游乐园我都玩过一个遍了, 也没试摹其他的刺激项目了。 我这几天打算稍微休息休息, 在荆州当地转一转, 说不定再找点新的事情做。 李亚达想了想, 说道, 对了, 腾达还有另外一个游戏部门, 叫商洋游戏, 也就是热血战歌那个项目, 你知道吧? 软光剑点点头, 知道, 不过, 我对于热血战歌那个风格的美术, 没石磨感觉。 李亚达, 所以才需要大佬, 你去提升一下这家公司的美术水平啊。 你放心, 我们都是裴总手下, 都不缺钱的。 软光剑有些犹豫, 两个项目, 对我来说, 可能有点分身乏术。 李亚达摆了摆手, 没关系的, 他们的美术资源已经出来不少了。 大佬, 你就去稍微看看, 点拨点拨就行, 主要是指导一下, 不需要亲自上手。 软光剑想了想, 点点头, 也行。 那我可以过去看看, 随便提点意见。 1月7日, 周五, 商洋游戏。 欢迎大佬力临指导。 软光剑刚一走进办公区, 就看到两边的商洋游戏员工们, 家道欢迎, 热烈鼓掌。 临晚更夜之周, 王小斌三个人站在最前面, 满脸都写着求贤若可四个大字。 软光剑有点受宠若惊, 赶忙说道, 别别别, 千万别这么客气。 我就是在那边的工作忙完了, 过来随便串串门。 你们不用管我, 不要耽误你们工作。 临晚微笑道, 不不不, 软大佬, 你太谦虚了。 作为裴总最倚重的原画师, 可以说是你的美术赋予了腾达游戏的灵魂。 腾达游戏的销量这魔高,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你的功劳。 你和裴总, 可以说是最佳搭档。 现在来商洋游戏, 哪怕只是随便指点指点, 肯定也能让我们受益匪浅啊。 来, 请坐, 这是专门给你预留好的工位。 商洋游戏永远欢迎你。 众人把软光建领到一个单独的工位上。 这个工位是刚刚腾出来的, 就在夜之舟的旁边, 王小兵的鞋对面。 软光建在工位上坐下, 把随身携带的手绘板拿出来。 你们这工位, 腾达标配啊。 他来到商洋游戏, 有一种回到腾达的感觉。 办公环境太像了。 不管是宽敞的办公场地, 宽广的办公桌, 舒服的人提供学椅, 还是高配电脑和双屏显示器, 跟腾达完全是同一标准。 林丸点点头, 是的, 商洋游戏虽然是腾达游戏的子公司, 但实际上不分彼此。 裴总队所有的员工, 向来是一视同仁, 从不区分三六九等。 这边的办公环境, 其实刚搬过来末几个月, 是按照腾达游戏的标准, 来重新布置的。 这种布置, 似乎比较容易激发员工们的工作热情。 激发员工们的工作热情? 嗯, 确实, 在这种舒服的地方工作, 确实跟那些憋屈, 狭窄的工位上工作, 感觉很不相同。 软光剑一边听领晚届少商洋游戏的情况, 一边打开办公电脑, 还挺好, 从腾达游戏到商洋游戏, 无缝衔接, 办公环境非常熟悉, 完全不需要多余的时间来示意。 这个就是我们正在研发的游戏, Be Quiet, 是一款恐怖题材的游戏, 大佬, 你可以随便玩一下, 提提意见。 临完指了指桌面上的游戏图标。 到目前为止, Be Quiet已经研发到了第二个大版本, 进度已然过去一多半。 只是距离真正的上线发售, 还有一定的距离。 单纯的功能开发是很快的, 但一款游戏要熬到正式发售, 还要对各种玩法和细节进行反复的微调, 修复大量的Bob, 后期这些细微之处的工作, 同样不容忽视。 一听到恐怖题材, 软光剑脸色一变, 连忙摆手, 恐怖游戏。 不行不行, 我这个人最怕恐怖题材的东西了。 早知道, 你们现在开发的项目, 是恐怖游戏, 我就不过来了。 像什么, 午夜电话, 一重, 电锯狂人, 鬼隐森森, 复活之夜, 零闪, 鬼魂石鹿, 怨咒。 这些我看完了, 都吓得要死的。 零碗整个人尬住, 头上缓缓地飘出一个问号。 啊? 最怕恐怖题材, 结果这些经典的恐怖电影, 一个没落下, 全都看过。 零碗一时之间,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 他想了想, 说道, 末世, 我们的游戏, 现在, 还在研发阶段, 一点都不恐怖的。 一点都不恐怖。 软光剑说着, 勉为其难地点开了。 Be quiet的图标, 那我就勉强稍微玩一下吧。 零碗点点头, 好的, 您慢慢体验, 有什么意见的话, 跟我说也行, 跟夜之舟说也行。 软光剑戴起耳机, 很快进入到游戏中。 零碗偷偷地拉过夜之舟, 低声叮嘱道, 看好大佬, 他说自己胆子小, 千万别把他给吓着了。 随时关注, 明白吗? 夜之舟点点头, 放心吧, 交给我。 俩人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旁边的软光剑啊的一下, 发出一声不大不小的惊叫。 进入游戏的时候, 屏幕上是一个动态的游戏场景。 疯人村落中, 夜幕笼罩, 淡蓝色的诡异火焰燃烧着, 映照出一个牙齿和眼睛都布满血丝的疯人村民。 此时, 他正在淡蓝色的诡异火焰旁边挥舞着砍刀, 劈砍着什么东西? 光线很暗, 隐约能看到劈砍的东西在不断地溅出暗红色的血迹。 在载入完毕时, 整个场景会突然地暗下去一些, 而一直在淡蓝色火焰旁边劈砍某物的疯人村民, 则是会突然起身走出屏幕之外。 而后, 在玩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 这个疯人村民的脸会突然从屏幕右侧探出头来, 超近距离地出现在玩家的视野中发出一阵病态的张狂的凝笑, 而后手中带血的柴刀对着镜头猛地砍下。 伴随着尖叫声, 屏幕上会迅速被鲜血覆盖, 然后出现游戏的标题, 之后才正式进入游戏。 软光剑刚才就是被这一幕给吓到了, 整个人差点一蹦, 从座位上跳起来。 叶之舟赶忙说道, 没事吧? 软光剑点点头, 没事漠视, 啊, 刚进游戏没多久, 又被场景里面一个突然窜过去的小老鼠给吓了一小跳。 叶之舟? 突然对软大佬能否顺利体验完游戏全程 并提出相应的美术修改意见产生了怀疑。 他想了想, 建议道, 大佬, 要不你还是直接看美术资源吧, 包括原画, 建模这些, 直接看这些, 惊吓程度应该还好。 软光剑摇了摇头, 那肯定不行。 从概念到原画, 再到建模, 场景, 每一个步骤, 概念都会有所改变。 比如, 从原画到建模, 原画师的思想会被曲解一部分, 而建模师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 哪怕再怎么努力, 这种情况也很难完全避免。 所以, 得看到游戏中实际的场景, 我才能感受到整个美术氛围中不太和谐的地方, 并做出针对性的修改。 你放心吧, 我还行, 还行。 看着大佬被连下两次孩, 如此坚持着要体验游戏, 叶之舟不由得有些感动。 看看, 什么叫做职业精神? 大佬明明就对恐怖题材很敏感, 此时却在为了让游戏变得更好, 而努力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 这种精神, 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没过多久, 软光剑的一惊一炸, 就充斥了商阳游戏的办公区, 就连在总监办公室的林婉, 都能隐约听到。 只是, 众人确丝毫没有任何偷笑的想法, 反而对软光剑更加敬佩。 都吓成这样了, 还在坚持, 这是真爱啊! 只能说, 大佬的成功不是偶然, 而是一种必然, 仅仅是这种百折不挠的毅力,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而坐在软光剑旁边的叶之舟, 则是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小骄傲的情绪。 我们游戏, 恐怖效果这么好呢? 其实之前叶之舟对于这游戏的恐怖效果到底如何, 根本没底。 这是商阳游戏第一次做恐怖游戏, 设计组的众人虽然也突击完了很长时间的恐怖游戏, 林婉等人也到鬼屋取材, 但经验上终究还是有些不足。 而且, 这游戏的主要玩法是联网的, 靠的是人吓人, 而不是用设定好流程, 机关来吓人。 可现在游戏根本没开始测试, 里面没有玩家, 全都是 AI, 这吓人程度, 肯定要打个折扣。 再加上尚未完全到位的美术资源, 尚未特别完善的游戏玩法和一些小bug, 叶之舟觉得这游戏的完成度还远远不够。 可现在, 竟然能把软光剑下成这样, 是不是说明这游戏对普通人来说, 恐怖效果还不错? 正想着, 软光剑退出游戏, 摘下了耳机。 叶之舟刚想安慰一番, 却发现, 软光剑脸色红润, 气色绝佳, 甚至整个人都显得有些亢奋。 叶之舟? 这个情况, 是他没想到的。 这还是刚才被一只老鼠, 就吓得叫了一声的那个人吗? 软光剑态度诚恳地说道, 林总监默骗我, 这游戏, 还真是一点都不恐怖。 叶之舟? 什么情况? 刚才被吓得呲哇乱叫的, 不是大佬你吗? 叶之舟隐约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对, 软大佬对于恐怖的定义和表现, 好像并不统一。 玩之前, 不行啊, 我很害怕恐怖题材的。 玩的过程中, 吓得乱叫。 玩之后, 嗯, 确实不怎么吓人。 而且, 给人的感觉是, 他并不是在嘴硬, 反而是发自真心的想法。 叶之舟赶忙拿出小本子。 那大佬, 你说说你的看法。 软光剑的精神状态很好, 完全不像是刚刚受过惊吓的样子, 反而还有些小兴奋。 我觉得, 这游戏的玩法, 差不多到位了。 但是呢, 就是缺少那众对细节和氛围的营造。 就是通过这些小的细节, 增加恐怖的气氛, 让玩家更容易获得代入感。 恐怖这种题材, 怎么能做好? 关键就是看细节。 就比如说, 游戏开头那一幕, 我就特别喜欢。 我一般会用自己尖叫的分倍数和频率, 来判断一个恐怖题材是否优秀。 显然游戏开头那一幕, 就很不错。 但是呢, 光是这种内容, 还是有点少。 一些小的方面, 就墨太照顾到。 就比如说, 可以增加一个设定, 当恐怖的东西靠近的时候, 玩家就会听到, 自己心跳的音效。 而且距离越近, 心跳的频率就越快。 这种看似简单的音效, 对氛围的烘托会, 非常有用。 再比如, 画风可不是越阴暗越好, 能见度太低却实惠加剧玩家的紧张, 但始终在这种能见度过低的环境下玩, 玩家会觉得很压抑,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就想退出游戏休息。 所以, 限制玩家视野有个度, 既不能太亮, 也不能太暗, 说可能说不清楚, 我给你找张图, 你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再比如, 就是一些小细节。 现在游戏中, 虽然也有一些吓人的机制, 但是都比较大, 缺乏小的机制。 什么是小的机制呢? 就比如很奇怪的风吹草动, 桌上的物体缓慢移动, 某块玻璃上, 不经意间出现了一个斜手印。 这种小的吓人机制, 可能有一部分人看不到, 但是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看到了之后, 效果可能会比那些突然蹦出来的怪物, 还要更吓人。 这种也不难做, 关键是, 要有耐心。 软光剑说个不停, 叶之舟飞快地在小本子上记录。 叶之舟在记录的同时, 脑海中就只有一个想法。 这叫比较害怕恐怖题材。 软大佬对自己的认知, 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他也就只是在体验恐怖游戏的时候, 经常尖叫而已。 可实际上, 对恐怖题材的耐受程度, 比一般人要强太多了。 一个多小时后, 叶之舟看着自己写了好几页意见的小本子, 还有软光剑发过来的各种不同风格的场景原话, 一时语色。 叶之舟看向神采意义的软光剑。 大佬, 你确定, 你很害怕恐怖题材? 软光剑点点头。 是啊, 我很害怕呀。 叶之舟一时无语。 那你搜集的这些恐怖题材原话, 是怎么回事? 软光剑, 工作需要。 叶之舟又问道, 那你为时魔会懂这魔多吓人的小细节, 对这种恐怖的心理把握得这魔到位? 软光剑, 看恐怖片多了, 被吓得多了, 自然就记住了呀。 叶之舟更加困惑了。 不是, 胆小, 但是又看了很多恐怖片, 这不矛盾吗? 软光剑摇了摇头, 不矛盾啊, 我确实胆小, 但是也不妨爱我看恐怖片啊。 就像一个没有幽默感, 从来不会笑的人, 经常看喜剧片一样, 矛盾吗? 叶之舟? 眉毛病, 非常的合情合理。 叶之舟心中感慨, 看来每一位真正的大佬, 都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奇妙怪品。 叶之舟莫太在意这个, 就算软大佬自称狠胆小, 但实际上非常热衷恐怖题材又如何? 这是好事啊。 没必要纠结于此。 当务之急事, 赶紧把软光剑提出的这些意见汇总一下, 形成文档, 然后加到下一个版本的开发计划中去。 想到这里, 叶之舟打开电脑, 赶忙把软光剑提出的修改意见, 形成文档, 加入即将到来的下一个版本的开发计划中。 距离由细预定的发售日期, 就只剩近两个月了。 中间还有七天的春节长假, 开发时间还是挺紧张的。 裴总三令五身不得加班, 春节期间想要加班一小时, 都是奢望, 只能现在抓紧时间赶工了。 而软光剑则是翻找出, Be Quiet的美术资源文档, 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 提出修改意见。 而他提出修改意见, 最大的优势在于, 如果对方无法通过文字, 准确理解修改原图, 软光剑就可以直接画出来。 如果对方觉得太难了不想改, 并且委婉地表达了你心理善啊的态度, 那抹软光剑就真的自己上了。 看着认真工作的软光剑, 叶之舟不由地感慨。 大佬就是大佬, 随便点拨一番, 就能让游戏的品质再上一个台阶。 而这种堪称点识成金的手法, 还只在裴总身上看到过。 当然, 裴总的境界还是更高一点, 因为软光剑大佬, 还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改动措施,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而裴总往往只需要一句话, 甚至一个简单的词语。 要不怎么说裴总和软大佬是最佳搭档呢? 大佬之间的合作, 往往就是这模型有灵犀。 叶之舟心悦成福, 继续整理新版本, 开发文档去了。 下午, 圆梦创头。 贺德胜看了看手上的效果图, 又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张望。 你, 管这玩意叫电话亭? 张望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裴总给的预算太高了, 我改着改着, 才发现有点偏离主题。 不过尽可放心, 裴总本来也没要求共享电话亭 必须是什么样子的。 我这无非就是尺寸大了点, 多加了点东西, 共享电话亭的本质还是莫变的。 贺德胜又仔细看了看后边的拆解图, 整个电话亭都是你设计的。 你这效率是有点高啊。 张望谦虚道, 其实就是拿之前末世干做的那些 玩意随便改了改, 莫费多大的事情。 我在附近县城老家那边 有一个工作间, 这只是个初步的雏形, 几个小时就能做好。 贺德胜沉默许久, 挤出两个字, 牛逼。 他手上拿着的, 是共享电话亭的实物图和拆解图。 和之前说的不太一样, 毕竟赔总给, 加了预算。 这电话亭的设计方案, 自然也要相应调整。 高2.2米, 占地面积大约2平米, 比印象中的那些电话亭要明显大很多, 足以坐下两个人还比较宽敞。 从拆解图上来看, 这个共享电话亭确实是容易安装, 也容易拆的。 每一根骨架之间都不是汗死的, 只要卸下周围的几块钢化玻璃, 再一次拆下所有骨架, 可以比较轻松地拖走。 拆装的关键部位可以枷锁。 当然, 这只是张望在自己的工作间离岛腾出来的样品, 要为托厂家进行生产的话, 肯定不管是从材料、 强度、 造价、 细节等各个方面重新考虑。 但至少, 样品已经有了, 只是没能运过来。 食物图的电话亭里,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富有详细的解释。 比如, 这里面有一个柜台, 桌面上有一台小型的咖啡饮料机, 点唱机, 三口充电器, 无线WiFi, 书架, 扭蛋机, 旁边有两个折叠座椅。 电话亭的内部还有小型滚动显示屏, 显示屏上的内容透过玻璃, 外面的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然, 作为共享电话亭, 电话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电话亭的右侧靠上的位置, 有一个漂亮的复古电话, 转盘拨号, 金黑配色, 看起来很帅气。 显然, 这个电话的情怀意义大于实用价值。 更离谱的是, 桌面下面还有东西? 贺德胜有些疑惑, AED? 这是什么? 张旺回答道, 自动体外出颤移, 是一种医疗用具。 贺德胜有些疑惑, 这应该挺贵的吧? 而且, 电话亭里放这东西, 是不是有点突兀? 张旺笑了笑, 还行, 不到两万。 不会突兀, 因为还有其他的医疗用具呢? 比如能测体质的体重秤, 还有血压剂。 贺德胜, 钱够? 张旺点点头, 够啊。 原本我打算是做那种传统的电话亭, 造价也就五千块左右, 但是裴总既然价钱了, 那肯定的升级啊。 现在的尺寸和材料, 差不多一台造价一万出头, 再加上里面除了AED之外的其他各种设备和安装费用, 大概一万八。 场地的月租金大约五百到一千, 这样算下来, 前期投入四万块, 足够了。 裴总给了五十万, 我算了算, 投入十个共享电话亭, 然后用剩下的十万块钱和平时的收入做后续的维护费用。 贺德胜突然感觉意识到一个问题, 等等, 场地月租金五百到一千, 这磨高? 张望点点头, 当然, 我问过荆州鸡的大商场, 都有这种预留的位置, 便宜的五百, 像环宇天街那种比较贵的, 一千左右也能拿下, 毕竟就只是占用两平米多点的地方。 贺德胜眨了眨眼, 稍显茫然, 不是立在马路边上, 张望一乐, 立在马路边上, 马路边上车来车往的, 谁用啊? 一共就十台, 二十台的, 肯定是立在人流量大的商场里呀。 贺德胜很无语, 怎么感觉反而被张望在智商上鄙视了? 这剧本有点不对啊。 贺德胜又翻了翻, 后边文化内涵这一栏, 为时模式空着的。 张望说道, 这个还没太想好, 主要是没预算了。 我原本打算, 在这个电话亭上单独流出一面, 找个艺术家, 画个后现代的画, 稍微装饰一下。 每个电话亭都做一个独特的主题, 可以让大家合影留念的那种。 然后再给每个电话亭设计一种不同的签章放在里面, 来完的人就可以盖章留念。 但是, 一不小心预算定高了, 墨前请艺术家了。 贺德胜想了想, 你把十台那个什么AED给去掉, 不就有二十万了吗? 张望猛摇头? 那不行, AED是必须不能撤的, 这是共享电话亭的心脏和灵魂。 贺德胜? 他也不是很懂张望的脑回路, 但是考虑到, 这毕竟是张望的项目, 肯定还是以张望的考量为主。 仔细考虑一番, 突然觉得, 这项目好像变得不那么离谱了。 最开始的时候, 贺德胜一听说是电话亭, 就下意识地以为电话亭肯定开在大马路边上。 而且看张望这个智商, 贺德胜也丝毫不怀疑他会这魔感。 结果, 张望压根没打算把这玩意开在大马路边上啊。 想想也是, 以前的电话亭都在大马路边上, 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刚需, 到路边打电话比较方便, 但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这个需求早就已经没了。 既然现在的共享电话亭只是一个文化符号, 同时兼具了一些其他的功能, 肯定是要开到人流量很大的地方去。 贺德胜不由的心中纳闷, 奇怪, 看起来突然像个画风正常的项目了。 明明是个脑子正常的人, 怎么写的计划书这么不靠谱呢? 难不称裴总早就看出来这个项目实际上很靠谱, 有成功的潜力, 所以才立刻拍板投钱。 嗯, 这种可能性很大。 贺德盛点头说道, 行, 我这就安排人去联系厂家, 抓紧时间生产。 艺术家的事, 我也给你留意着, 要是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帮忙的, 你尽管开口。 虽然张望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 但他就只是一个人, 而且也不熟悉各种事宜。 既然是圆梦创投要投资的项目, 贺德盛他们也莫其他的工作, 随手帮一把也是理所当然的。 1月9日, 周日, 一个看起来稍显奇怪的电话亭, 在环宇天街商场的顶楼立了起来。 这一层主要是电影院, 也有一些抓娃娃机, 奶茶店等等。 这个稍显奇怪的电话亭, 就立在前往电影院必经之路的墙边, 从扶梯上来之后, 很容易就能看到。 电话亭四面都是透明玻璃, 隔音效果不错, 上方有专门的换气口, 确保在里面待一两个小时, 也不会憋闷。 电话亭靠外的这一面, 玻璃两边的金属框架, 比其他地方都要宽, 看起来像是一种特意留白的效果。 这是张望预想中留给艺术家发挥的地方。 而另外的两个侧面, 左边的侧面相对赋予科技感, 透过玻璃能够看到一块电子显示屏, 上面有一张海报。 海报的内容是共享电话亭广告为招商。 右边的侧面则是刻意地装饰, 成了较为的电话亭风格。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造型复古的电话。 除此之外, 透过玻璃也可以看到里面的桌面上有一些东西, 比如桌面上的饮水机、 WiFi、三口充电器、 书架等等。 因为尚未准备充分, 所以规划中的点唱机、 饮料机等等还没来得及搬进来。 很快, 有不少人都围了上来。 这是什么? 上次来好像还没有呢? 这个广告牌上不是写了吗? 共享电话亭广告为招商? 噗, 啥玩意? 共享电话亭? 哈哈哈哈, 笑死了! 这磨沙雕的项目, 赶紧合影留念。 很快, 不少来环宇天街逛街的人, 就在电话亭外面纷纷拍照, 在朋友圈发图吐槽。 也有很多人尝试着探索, 这个电话亭到底能干什么? 这是荆州第一台, 也是唯一一台共享电话亭。 它是张旺这几天在自己老家工作间里赶工出来的第一台原型机。 从厂家那边订购的第一批产品还没交货。 为了更快地看到这个共享电话亭的效果, 张旺决定把自己做的这个原型机给搬过来, 先是试水。 搬的过程中找了个搬家公司, 安装还挺方便的, 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环宇天街作为荆州市的核心商圈之一, 人流量肯定是能够保证的, 这也算是一次试验, 看看大家对这个新鲜事物到底能不能接受。 很快, 有一对情侣掏出手击扫了一下电话亭门上的二维码。 卧槽, 这魔柜? 男生有点猛逼。 扫码之后, 上面出现一个相当简陋的页面, 这显然是临时赶工做出来的, 有这个共享电话亭的收费标准。 电话亭内的所有项目都是捆绑使用的, 15分钟计费一次, 每15分钟10块钱。 这可是墨语网咖上网一小时的价格。 可以使用社交账号或者手机号快速登录, 但使用的话, 必须先付钱, 因为共享电话亭并没有考虑收取用户的押金。 付款之后, 电话亭的门会自动打开, 用户进入电话亭并关上门之后, 里面的充电口、 Wi-Fi等才会通电并可以正常使用, 即时也就开始了。 到时间后, 如果顾客没有续费时间, 那摩电话亭里面的设备自动断电, 无法再使用。 顾客离开电话亭并关门, 检测到电话亭内无人后, 门会自动上锁。 可以说, 初期的功能是很简陋的, 只是勉强完成了共享电话亭的基础功能, 使用的过程谈不上很方便。 而且, 也有很多漏洞可以钻, 比如, 有些人赖着不走的话, 可以一直坐在里面和免费热水, 只要他们脸皮够厚的话。 不仅如此, 还有很大一部分的项目是缺失的, 比如饮料机, 点唱机, AED, 体重称等等, 暂时都还没有。 饮料机是因为暂时还无法解决使用的问题, 如果让顾客无限序杯的话, 肯定陪成狗, 但如果限制每个用户只能免费赠送两杯的话, 就要采购特殊的饮料机, 所以, 暂时只能用免费热水代替。 点唱机则是需要跟一些唱歌, App谈合作, 设备也需要同意采购。 至于AED, 同样需要采购, 短时间之内无法交货。 不过张望认为, 这毕竟是一个研发中的项目, 以后还可以慢慢完善, 慢慢提高。 先把递给站上, 跟大家混个脸书。 这些各种各样的功能, 以后再慢慢往里塞。 第一对尝试扫码的情侣, 在共享电话亭外面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了, 没有付款进入。 主要原因是, 觉得自己并没有进入这里的刚需, 且价格有点贵。 相比这个狭窄, 逼着的玻璃盒子, 他们更愿意找个咖啡店, 或者甜品店, 花钱买两杯饮料, 坐着休息。 围着电话亭拍照的人挺多, 但真正扫码付款的, 暂时一个都没有。 拍了几张照片之后, 原本聚集着看热闹的人散了不少, 他们有的到附近的奶茶店去买饮料去了, 有的走进了电影院。 这时, 又有一对情侣来到共享电话亭前。 女生看到那个电话眼前一亮, 咦? 那个电话看起来很棒的样子, 快, 我要扫码进去, 你快给我拍照。 女生很干脆地扫码进入, 站在电话亭里面拿起挂着的复古电话, 摆了几个pose。 男生则是在外面一脸不情愿, 但又无可奈何地举起手机, 咔咔拍照。 好了, 拍完了。 男生也进入电话亭, 把手机上的照片给女生看。 嗯, 你的拍照技术还是有待提高, 算了, 就这样吧。 女生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些照片, 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共享电话亭内部。 看起来稍显简陋, 不过看起来还是很结实的。 书架上有畅销小说, 漫画, 有免费的纸杯, 热水免费。 女生环顾完了所有的项目, 沉默片刻, 合着我花了十块钱, 就只是摆拍了几张照片, 坐着休息了一会儿, 喝了两杯热水, 血亏啊。 男生默默地从书架上拿起一本漫画, 就当是智商睡了。 女生, 你是在说我智商不行? 共享电话亭斜对面, 一家甜品店里, 张旺和赫德胜两个人一边喝着饮料, 一边时刻关注着共享电话亭那边的动向。 从上午商场开门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倒是引发了不少人的围观, 但真正付费的, 就只有那个摆拍的女生。 赫德盛青轻叹了口气, 所以我之前就建议你, 还是不要着急, 还是等共享电话亭的各个功能, 全都做完善了, 艺术设计也到位了, 再搬到大商场。 你这样把一个半成品搬过来, 用户会买账, 那才奇怪了。 毕竟现在看来, 这个电话亭的性价比太差了, 进去之后, 就只能坐着看看漫画, 喝点免费的热水。 而且十五分钟就要十块钱, 一小时收费四十块, 这钱都够在墨鱼网咖上网四个小时了。 最关键的饮料机, 点唱机等等, 都还没有。 张望目光坚定, 莫关系, 等共享电话亭的各种配套设备, 全都安置好以后, 大家会理解这个定价的。 所以, 艺术家的是怎么样了? 我比较关心这个。 赫德盛摇了摇头, 我打听了, 莫找到很合适的。 毕竟荆州又不像帝都摩都这种城市, 有那摩多大牛。 不过, 我觉得, 裴总应该有办法。 腾达的主意, 毕竟是做游戏, 肯定能联络到一些知名画师。 但是, 我们已经快把预算花光了, 再让裴总掏钱里找艺术家, 会不会引起裴总的反感。 张望坚定地说道, 那我来跟裴总说。 我相信, 裴总会理解的。 赫德盛沉默片刻。 嗯, 也是。 你只要把计划内电话亭的终极形态, 跟裴总说一下。 我相信裴总会理解的。 张望摇了摇头, 那不行, 我是个诚实的人, 这项目现在是什么样子, 肯定要如实汇报。 裴总这么信任我, 我怎么可能忽悠他? 我相信, 裴总一定会欣赏我的诚实。 欣赏你的诚实, 多么天真的想法。 赫德盛福啊, 行吧。 如果是在付费资本, 你这个样子, 肯定是要不来钱的。 但是, 裴总向来独具慧眼, 说不定会网开一面。 赫德盛本来想给张望一些忠告, 但是转念一想, 自己有什么资格给人家忠告? 自己连裴总投资知道的万分之一, 都还莫学会。 而张望毕竟已经做出了一个让裴总, 不首肯的项目。 随便吧, 管不了这个。 赫德盛换了个话题, 负责生产电话亭的厂家, K歌APP, 饮料机厂家等等, 都已经给我回信了。 钱到位了, 问题应该不大, 第一批AED除颤仪, 也已经在路上了。 张望点点头, 除此之外, 这个APP还得再完善一下。 总之, 等艺术家到位, 等采购的那些东西也都到了, 就可以宣布共享电话亭正式开始运营了。 我先给裴总打个电话, 而后, 他与其平静, 一五一时地把电话亭目前的情况给汇报了一遍。 电话那边, 裴千听说张望把电话亭开在商场里了, 吓出一身冷汗。 但随即, 他又放心了不少。 按照张望的说法, 他改造了电话亭的结构, 做得更大了, 并且放在了商场里。 只是到目前为止, 他摆了一上午, 就只有一个女生为了摆拍而扫码, 赚了十五块钱。 而这电话亭的前期投入是四万左右, 广场地租金一个月就得进一千块。 当然, 张望也简单提了一句, 说自己正在努力改善顾客们的消费体验, 相信很快就能见效。 最后, 张望总算是进入正题, 希望裴总可以帮忙找一个艺术家, 在共享电话亭的正面作画, 给这个电话亭增加一点点艺术气息。 听到这里, 裴签发现共享电话亭的前景, 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好啊。 按照裴签员本以为的, 投入一万不到, 摆在马路边的想法, 这一个电话亭摆上小半年, 顶多也就亏个一万多块钱。 最后拆掉卖废铁, 卖玻璃, 说不定还能收回点成本。 但是按现在的搞法, 要是摆上小半年, 那就妥妥地能亏五万左右啊。 一个电话亭就亏着魔多, 那要是一百个呢? 想到这里, 裴签感到精神一震, 差点就要拍板, 直接拨给张望五百万, 让他去搞一百个电话亭, 可尽造。 但是转念一想, 理智又战胜了情感。 张望说的正在努力改善顾客们的消费体验, 相信很快就能见效。 虽然听起来, 很像是一句客套话, 一句敷衍领导的骗钱之词, 非常不值得相信, 但裴签却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因为他有不少员工都说过类似的话。 而且, 其中几乎所有都兑现了。 想到这里, 裴签果断控制住了内心中的魔鬼, 觉得还是不能轻信员工的一面之词。 你把共享电话亭现在的照片拍一张, 发给我。 片刻之后, 照片到了。 裴签看了一下, 发现这电话亭看起来挺大, 细看却很简陋。 而且, 里面就一张桌, 两个可以折到墙上的折叠椅, 书架上放着几本孤零零的书, 还有一个看起来相当简陋的饮水机。 有个别的人在围观, 但显然, 他们都没有兴趣进入。 没骗我, 真正磨冷清。 果然没看错人, 这磨诚实的员工, 不多现了。 裴签很高兴, 既然说了要艺术家, 那肯定得想办法满足啊。 正好, 软光剑就在荆州。 裴签考虑了一下, 让软光剑过去给画一幅大油画, 高两米的那种, 按照他的现在的报价, 给个五万块钱不过分吧。 而且, 这画画得再好, 大家顶多也就是在外面拍照留念, 围观一下, 对这个共享电话亭的收入, 也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嗯? 如果一个电话亭五万, 十个电话亭, 岂不是五十万? 这是个好主意啊。 裴签本来觉得, 这是挺扯的, 但是分析了一下就发现, 这明明就是个意外之喜, 一个很好的花钱口子。 让软光剑画二十个电话亭, 瞬间就是一百万花出去了。 就算软光剑非要按友情价来结算, 那怎么也得五十万吧? 就是不知道大佬的身体能不能顶得住, 反正裴总的钱是完全没问题。 想到这里, 裴签立刻说道, 可以, 艺术家的事情我来解决。 另外, 再给你投五十万, 原定的二十个电话亭, 一个都不能少。 挂了电话之后, 裴签找出了软光剑的电话号码, 不过在打过去之前, 裴签先是心血来潮的, 在签度里搜索了一下共享电话亭这个关键词。 很快有了不少的搜索结果,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荆州当地人的贴码, 论坛和微博。 今天还真有天才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创业点子, 共享电话亭。 扫码之后, 就可以进去打电话。 神经病啊, 有手机扫码, 用手机打电话不好吗? 笑死了, 我还合影了, 感觉是一次行为艺术。 照片, 这个破电话亭倒是挺大, 但是怎么感觉像是手工搞出来的呢? 这真是工业生产的产物吗? 细节有点不考骄啊。 这是, 付费坐牢, 还隔着玻璃, 让人观看。 裴签扫了一眼, 心里更踏实了。 看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既然这个电话亭这模不被看好, 这模不赚钱, 那就让软光剑去多画几个, 把这电话亭搞成一个纯工艺的文化符号。 嗯, 美滋滋。 想到这里, 裴签拨通了软光剑的电话。 1月10日, 星期一, 软光剑暂时安顿好了商洋游戏那边的工作, 给商洋游戏的美术团队和外包美术团队提完了修改意见。 这才到附近的美术用具室常买好了画笔, 颜料等等必备的材料赶往环宇添接。 因为是周一, 所以商场的人流量会少一些。 不过即使如此, 也还是有不少人在共享电话亭旁边拍照。 大概是昨天共享电话亭的这个沙雕消息流传出去之后, 很多人慕名而来。 软光剑刚从扶梯上来, 就看到一个身材剑术流着长发的肌肉男迎了上来。 大师! 你好你好! 大师好年轻啊! 跟想象中的有很大差距。 张旺早就在等着了, 看到提着各种绘画用具的软光剑, 立刻就确定了这就是裴总请来的艺术家。 只不过从外观上看, 软光剑并没有像张旺想象中的那些艺术家一样, 留长发, 续胡子, 也没有耳环。 耳钉, 纹身之类的装饰, 看起来干净利落, 跟一个普通学生没什么区别。 倒是张旺自己长发飘飘, 反而更加符合一般人认为的艺术家形象。 软光剑看了看共享电话亭, 跟照片上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只是亲眼所见, 感官上会觉得更大一些。 等软光剑上下打量完了电话亭, 张旺有些期待地问道, 大师, 这样一幅画, 大概需要画多久? 软光剑想了想, 这不能一概论。 绘画是个创造性的工作, 时间差异很大。 如果是一幅简单的油画, 要画的东西提前就已经够撕好了, 画师的手法又比较熟练, 那可能十来个小时就能画完。 但是, 如果是大师画一幅高水准的油画, 可能一年、三年、五年尚不封顶。 这里面包含了取材、创作、修改等时间是没有上限的。 张旺赶忙说道, 三年五年, 那肯定不用, 随便画画就行。 大师, 画太好了, 我还担心有人偷呢。 毕竟这电话亭是可拆解的。 不过有大商场的保安帮忙看着, 这种可能性很小就是了。 害怕。 张旺讲了个冷笑话, 软光剑并没有很好地get到他的笑点。 不过至少清楚了一点, 就是, 这幅画肯定不需要画得那么精细, 不用把它当成一个最顶尖的艺术品来看待。 但是, 肯定也不能画得太凑合, 毕竟裴总出手阔绰, 又是知己好友, 怎么能坑裴总呢? 软光剑想了想, 听说, 这只是第一个, 一共要画二十个电话亭。 张旺点点头, 对, 那些还在投产。 软光剑端详着电话亭可工作画区域的尺寸, 问道, 画什么题材? 有想法吗? 张旺猛摇头, 吐出一个莫主键, 没有。 全看大师, 您想画神魔了。 软光剑仔细考虑一番, 嗯, 要画二十幅, 而且每一幅的工作量都不小。 毕竟这幅画高近两米, 工作量至少也得是一般油画的三到四倍。 就算可以用我自己的风格来画, 不必那么讲究细节, 这一幅画完成, 怎么也得三四天。 而且, 这还是在我对于要画的东西特别熟悉, 特别熟练的前提下。 何况这个电话亭是裴总投的项目, 画的题材多多少少还得跟裴总的公司有点关系吧。 这样考虑的话, 符合的题材好像并不多。 有了, 软光剑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可以画Gawg的英雄原画啊。 正好, 第一批Gawg的英雄有二十多个, 而且, 他们的原画都已经完成了。 这些原画的造型和设计都是软光剑来完成的, 经过了反复的修改, 再画一遍, 也是轻车熟路。 而且, 这些原画属于腾达的新游戏, 这电话亭也是裴总投资的产业, 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英雄原画, 相比传统油画题材来说, 对来商场消费的年轻人也更亲切, 更感兴趣。 软光剑越想越觉得合适。 唯一要改动的地方, 是原画具体的表现形式。 原本Gawg的原画是非常详细, 具象的, 因为建模师需要按照原画去创建游戏模型, 如果一些地方画得模糊了, 建模师就只能脑补细节了。 但是, 在这里的话, 可以看成是概念图, 宣传图一类的东西, 可以更加富裕艺术性一些。 软光剑考虑用自己的风格, 用厚图技法, 一方面可以模糊掉那些细节, 节省时间, 另一方面也能增强这幅画的艺术性, 更容易博人眼球。 想到这里, 软光剑准备开工, 至于第一幅原画应该画Gawg中的哪个英雄? 还用考虑吗? 办公室里, 赔钱打了个哈欠, 距离结算, 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同期进行的项目很多, 不过到下周, 电影应该能正式杀青, 月底之前粗简版就能搞出来了。 Gawg按照目前的进度, 差不多也可以在月底的时候上一个内测版本试试水了。 鬼屋那边, 全搞完肯定是不可能的, 最大的两个项目, 说不定这次结算之前都不一定能搞得定。 但是第二个大项目的那些小项目, 这个月底应该能搞出一两个来。 到时候, 先让软光剑去体验一下, 杀一杀他的锐气。 总之, 赔钱看了看日程表, 这周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 比较清闲的一周了, 得赶紧, 抓紧时间看看书, 复习复习。 万一到时候, 老马靠自己的能力, 及格了。 而裴总却还要靠课金及格, 岂不是很摸面子。 再看看学妹小堂, 人家每天来上班, 除了蝉使为食照顾猫之外, 就一直坐在宫卫安安静静地看书, 想必拿到奖学金, 是首到勤来的事情。 裴千不由地感慨, 哎, 要是能花钱顾别人替我学习就好了。 只能说, 知识无价呀。 裴千感慨之间, 发现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赶忙翻开笔记, 开始复习。 看了不到一个小时, 外面有人敲门。 裴千抬头一看, 是马一群, 有什么事吗? 被打断了学习的裴总, 有点小不爽, 不过也知道, 马一群不常来, 来了肯定是有正事, 所以也没多说神魔。 马一群说道, 是这样的, 裴总。 终点中文网这段时间, 又赚了一笔钱。 裴千? 你们能不能总是偷偷摸摸地, 一言不合的就挣钱? 让我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不行吗? 裴千本来以为这周, 能稍微清闲一下, 结果又横生枝节。 终点中文网从创立到现在, 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 现在已经扭亏为盈了。 从最开始, 提高权勤价格, 保障底层携手权益, 到后来对中层作者进行补贴, 让他们能获得和精品作者同级别的收入。 再到之后, 和回头试案进行联动, 统一腾达账号, 把腾达游戏的玩家大量导流到网站中。 经过这段时间的经营, 网站的流量已经起来了, 虽然整体的网站规模和头部作者的收入仍旧无法相提并论, 但至少中低层作者过得还算滋润。 于是, 挣到的钱要怎么花, 就成了一个问题。 不要上交, 自己花掉就行。 裴千本着谁污染, 谁治理, 谁挣钱, 谁花掉的原则, 对马一群的汇报做出了不纳摩走心的批示。 啊, 好的裴总。 马一群就知道裴总多半会是这个反应, 不过裴总怎么说是一回事, 他怎么做是一回事。 就算知道裴总多半会让网站把这笔钱投入到网站建设, 这个请示的过程也还是不能省的。 毕竟, 这跟网站搞联动活动不一样, 涉及到一笔资金。 如果是像之前一样的和回头是按的联动活动, 马一群作为网站的负责人, 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 因为花不了多少钱。 等一下, 马一群刚想转身离开, 又被裴总给叫住了。 裴千随口问了一句, 你打算把这笔钱花在哪? 本来是不打算过问这些事情的, 但是裴千突然意识到, 好像不过问不行, 让马一群自己去敞开了花钱, 谁能保证他一定会把钱花在没用的地方。 所以, 裴千决定多问两句。 马一群微笑道, 裴总, 我考虑过了。 现在, 我们网站队中低层作者的吸引力很不错, 而且也吸纳了一些腾达游戏的忠实玩家, 游戏频道的热度很高, 形成了一种圈地自萌的效果。 我觉得, 目前的关键, 还是缺少顶尖作者。 所以, 我考虑拿着笔钱去挖几个对线状不太满意的顶层作者, 尤其是一些冷门分类, 有实力又不太受重视的那种作者。 大神可能不好挖到, 但那些月入三五万, 又难以成为大神的作者, 只要舍得花钱, 应该还是能挖到几个的。 裴千陷入沉默, 听起来非常靠谱的样子。 如果能够有针对性的挖几个潜力作者, 选一本数据最好的书, 再用全网资源给疯狂推, 说不定还真能让终点中文网更进一步。 想到这里, 裴千轻壳两声, 说道, 不妥。 真正的大神是靠实打实的硬实力, 是靠好的作品凝聚读者, 而不是指望着用网站资源硬堆出来。 从外站挖作者, 肯定要给高价买断, 对作者而言, 水土不服, 读者群体的变化, 不一定能延续之前的人气。 而对网站而言, 高价买断的性价比很差, 利益也很难保证。 如果签了买断, 又要求输的数据达标, 那就有点耍流氓了, 从道义上来说, 其实站不住脚。 对作者来说, 吸引力也就不大了。 总之, 这种做法不能说错, 只是不太符合中典中文网的发展方向。 依我看, 这笔钱不如继续花在中层和底层作者身上。 想造神, 可以从自己的作者群体中挖掘吗? 何必非得去外站挖? 继续花在中层和底层作者身上, 马一群稍赶困惑和迷茫。 在他看来, 终点中文网给中层, 底层作者的福利已经够好了, 基本上已经跟无限中文网这种大战持平。 但是, 中层, 底层作者给网站带来的收益, 却很难进一步提升了。 因为写作是一种文艺创作, 本身就是非常主观的事情。 有些作者, 写了十年也依旧写不出爆款。 而有些大神, 随便写个百万字, 立刻就抓住了网文的精髓, 问鼎至高。 所以, 关键还是得看人。 就算网站费尽心力去挖掘, 培养, 可作者积数在这摆着, 出大神等于买彩票。 如果挖掘的人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又该怎么办? 相较而言, 显然还是直接从其他网站挖人更加可靠一些。 但既然裴总已经说了, 那马一群也只好听从。 好的裴总, 我这就去办。 上楼, 回到终点中文网, 马一群在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 开始思考, 具体要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裴总的指导方针已经确定了, 就是这笔钱不能用来挖人, 只能继续花在网站的中低层作者身上。 当然, 标准是统一的, 网站的高层作者肯定也能享受到这项福利。 但对于高层作者来说, 终点中文网还莫发展到能运作版权的阶段, 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订阅, 这种福利对它们来说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不会成为什么决定因素。 马一群考虑了一下, 对于中低层作者, 无限中文网给了的福利, 比如全情, 终点中文网也都给了, 而且标准比无限中文网还要更高一点。 要继续给福利, 肯定是在那些其他网文网站都舍不得给的福利方面下功夫了。 而且, 说是给中低层作者的福利, 肯定还是主要考虑中层作者。 因为底层作者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根本考虑不过来。 有些人心血来潮, 申请了个笔名, 写了几千个字, 也能勉强是底层作者。 如果要考虑给这众人福利的话, 那网站就变成了慈善机构了, 赚再多钱也不够花, 毕竟这是纯赔本的买卖。 关键是中层作者。 他们从底层脱眼出, 证明了他们有持续创作的毅力和能力, 相对靠谱, 不会突然放读者, 放网站的鸽子,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 再加上一点点时运, 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不定就能成长为顶层作者。 所以, 这笔钱还是得花在他们身上。 马一群陷入深思。 所以, 对于这些中层作者来说, 除了稿费, 读者, 知名度, 这些无线中文网也能给的东西之外, 他们最需求的是什么? 是, 保障, 职业发展规划和引导, 轻度的社交关系, 以及, 更有规律,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样一来, 这份保障就只能给到一部分人身上, 要经过严格的筛选。 马一群觉得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开始写方案。 裴总说得对, 跟无线中文网拼钱, 是拼不过的。 就算能挖来一些作者, 终究也不是个长远之计。 因为无线中文网的读者群体广, 作者技术大, 造学能力比终点中文网高出太多。 所以, 不管再怎么考虑, 中层作者的发展前景方面, 无线中文网都是碾压终点中文网的。 那么, 想要吸引更多的中层作者, 就要扬长弊短, 不要去太在意稿费。 读者, 曝光度, 这些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方面, 而是要在大家看不到的方面下功夫。 比如, 最基础的生活保障。 作者没有基础工资, 没有无险一金, 并且每一本书是否成功都是充满风险的。 中层作者的收入也许不算低, 但对抗风险能力却远远无法, 和收入匹配。 自己交无险一金不是不行, 但你得把公司那份也一起交上, 相当于交两份钱。 又比如, 职业发展规划和引导。 大部分作者, 基本上都是被放养的, 作者多, 编辑少。 很多中层作者, 一年也跟编辑说不上几句话。 当然, 很多尽职尽责的编辑会和作者讨论写作方面的问题, 但僧多周少的现状决定了这只能是小部分作者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所以很多作者才会见作者群, 在群里互相交流心得, 共同成长。 相较于一般公司那种老代新的模式, 网文行业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引导, 基本上可以说是趋近于零, 全靠作者自己开悟。 还有,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网文作者属于自由职业, 有很多自由职业的通病, 就是生活不规律。 而生活不规律会直接带来身体上的影响, 比如颈椎、 腰椎疾病或者高血压、 肥胖等问题。 猝死的新闻也时有发生。 毕竟要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自制力只是一方面的因素。 每个人的自制力都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环境。 很多人在家里就只想着玩, 效率全无。 而到公司, 到学校自习室, 效率就会提升, 这就是环境带来的影响。 从这一点上来说, 那些更新多的全职作者, 在其他方面的自制力不好说, 但在工作这方面的自制力, 肯定是很降的。 所以, 马一群考虑许久, 最终决定。 终点中文网, 要半个班。 不是那种只讲理论的学习班, 而是一个给中层作者提供保障, 提供职业规划和引导,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的体验班。 马一群的初步规划是, 以作者自愿报名加网站, 编辑筛选的方式, 从终点中文网目前的中层作者中, 选出30人。 这是第一批, 先试验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给他们报销费用, 来到荆州之后, 吃住都是统一安排, 反正吃有墨鱼外卖, 房租也花不了多少钱。 给这些人发3000基础工资, 并以此为标准, 缴纳无险一金。 在住处附近找个写字楼, 租30个比较便宜的工位, 要求他们每天按照腾达的工作时间, 打卡上下班。 除此之外, 定期召开一些讨论会, 经验分享会, 让一些成绩好的作者, 讲讲经验心得。 每一个作者要开新书, 或者写到剧情关键点无法推进时, 可以跟其他的作者稍微探讨一下, 充分听取意见。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这些作者的关系不像是同事, 更像是同学和朋友。 当然, 并不是所有作者都对这样一个体验班感兴趣。 很多作者, 尤其是年长一些, 经验丰富一些的作者, 对于底薪, 搬到荆州管吃管住, 和其他作者像上下班一样的写作, 不感兴趣。 他们会觉得, 网文是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的优势, 就是在家不用出门。 你让我去荆州上班, 那不是开倒车了吗? 对于这种作者, 显然也不会抢求。 所以, 这个学习班主要还是面向那些年轻, 没有成家的作者。 这些作者有冲劲, 潜力巨大, 进步很快, 但自我管理一时较差, 有一定的社交需求和职业发展诉求。 这个学习班, 先开一个月试试水, 看看效果如何。 如果确实有效果, 纳摩之后再扩大规模, 延长时间。 送走了马一群, 裴谦又看了不到半个小时的笔记。 爹。 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 裴谦拿起来一看, 是林大厨发来的。 裴总, 市里好像新开了一家高档餐厅, 看样子是冲着明云私厨来的。 叫明府家宴, 也是走的高端餐厅路线。 好像就是这两天开起来的, 明云私厨最近的预约, 能够感觉出来明显变少了。 怎么办? 看到这条信息, 裴谦愣了一下。 明府家宴? 对标明云私厨的高端餐厅。 难不成是李总他们投资开的那个? 裴谦想起来了, 上个月的时候, 李总确实提过这个事情, 说他和薛哲斌, 王鹏三个人一直定不到明云私厨的位子。 非常痛苦, 所以想跟裴谦合作, 开个无名餐厅的连锁店, 但是裴谦拒绝了。 于是, 这三个人, 只能自己倒过着开店了。 算算时间, 这是应该是李时跟裴谦正式说明之前, 就已经在筹备了。 这两天才, 刚刚开业。 裴谦给林大厨回复, 知道了。 然后拨通了李时的电话。 李总, 明府家宴, 是不是你们开的高档餐厅? 电话那边, 李时笑道, 是啊, 裴总。 怎么? 你嘴上说着不在乎, 实际上一直关注着呢? 裴谦? 我一直关注着个鬼。 要不是林大厨给我发消息? 我还不知道, 你们的高档餐厅都开始正式营业了。 裴谦也懒得说什么了? 这是越描越黑, 干脆植入正题。 李总, 我不是说等你的餐馆开业之后, 我去吃第一顿吗? 你怎么都不通知一声。 李时咳嗽两声, 嗨嗨, 裴总, 实在不好意思, 最近有点忙, 一忙起来就容易忘事。 而且, 我还以为你就是随便说说呢。 我的错, 这样, 你哪天过来吃饭, 我让餐厅给你打七折。 算是给补偿了。 七折? 不是免单。 这李总也是够抠的。 不过裴谦转念一想, 就算李总真的给了免单, 自己也不能接受啊。 七折就七折吧。 行, 那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晚上给我留好位置, 我包场。 裴谦相当随意。 包, 包场? 尽管。 电话那边, 李时铭显愣了一下, 呃, 今晚包场有点困难, 晚上七点已经有不少人预约了。 我不吃七点之后的, 我四点中到, 五点多就能吃完。 你们收拾收拾, 就迎接下一波客人, 不耽误。 你们那菜品食材够吗? 裴谦看了看表, 现在时间是下午三点四十。 明府家宴距离这里不算很远, 打车的话二十分钟差不多就能到。 李时沉默许久, 个别的食材可能不够, 不过大部分都够的。 行, 裴总你要是真能现在, 来那当然好, 欢迎啊。 裴谦, 行, 过会儿见。 挂了电话, 裴谦立刻起身, 把笔记收起来。 学习什么学习? 吃饭去了? 四点中到, 吃到五点多, 这个时间刚刚好, 不耽误大家的下班回家休息。 收拾完了笔记, 裴谦走出办公室。 大家把手头的工作, 全都放下吧。 咱们四点到市里的明府家宴去聚餐, 定位已经发到群里了, 公司的车能拉一部分, 其他的人, 你们自由组队打车吧, 发票留好。 裴谦说完了, 众人的反响却是平平。 好云以首扶额, 深感头痛。 裴总又来打扰大家工作了。 看了看表, 这才三点多钟, 下午的工作, 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啊。 周末不能加班, 很多工作本来就做不过来, 结果裴总还总是喜欢想方设法地 缩短大家的工作时间, 今天缩短一个小时, 明天再缩两个小时。 长此以往, 这工作可咋办? 虽说大家现在上班之后, 就着急忙慌地开始工作, 一分钟都不敢耽误, 但还是架不住裴总心血来潮的, 就要搞活动。 就比如现在, 完全没有任何预期。 所以, 很多人来不及回应, 只是越发快速, 使劲地敲打着键盘, 彭腹在泄愤。 裴谦微微皱眉, 这些人, 思想很成问题。 虽然我们隔三差五的就聚餐, 但这也不是你们卖力工作的借口啊。 吃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裴谦倾咳两声, 限时五分钟保存文件, 五分钟之后, 到楼下集合。 小唐, 五分钟后你, 准时拉扎。 唐一说赶忙站起来, 啊, 好的。 众人, 一阵手忙脚乱地保存文件。 四点钟, 众人陆陆续续地来到明府家宴。 这家高档仓馆的位置, 不算是在荆州的核心商圈, 但也差不太多。 在环宇天街附近, 但莫在环宇天街里头, 大概是因为商场里找不到这么大的地方。 这是一座三层的独栋小楼, 外面被装修成了古香古色的国风韵味, 红砖灰瓦, 看起来还挺像回事。 裴谦来到明府家宴里面, 发现李总已经到了。 裴总, 欢迎欢迎, 李总别来无恙。 两个人打过招呼, 寒暄一阵。 李总看着裴谦身后跟着的一大群人, 大家快请进吧, 裴总包场, 随便坐。 看到裴总带来了这么多人, 李氏还是很感动的。 虽然给打了个七折, 这顿饭基本上不赚, 但裴总作为好朋友来捧场, 这本身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李氏本来以为裴总说捧场就是几句客套话而已。 毕竟在商言商, 这名府家宴一开, 跟无名餐厅就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了。 裴总嘴上说着捧场, 谁知道心里怎么想。 但是现在一看, 竟然把公司聚餐都安排过来了, 这可不是简单的捧场, 这是真够意思啊。 要聚餐的话, 明云私厨不是更好摩。 李氏心里有数, 明府家宴就算能碾压荆州其他的餐厅, 跟明云私厨比起来还是个弟弟。 裴总来这吃饭, 也算是屈尊了, 这是给了多大的面子。 所以, 李氏赶紧叮嘱店长和服务生殷勤招待, 千万不能怠慢。 落座之后, 裴千四下打量。 别说, 这装修还是挺用心的, 看得出来下了大功夫, 花了不少钱。 桌椅, 餐具, 装饰等等, 全都透着一种古香古色, 很有品质感。 但是, 裴千翻了翻菜单, 这里只提供中餐, 不如明云私厨那边丰富。 仔细一想很好理解。 这是因为, 两家餐厅说是都做高端餐饮, 实际上选择的路线却不同。 李氏和王鹏他们非常清楚, 要开高端餐饮, 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无名餐厅合作。 因为无名餐厅的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大家也都比较接受。 哪怕裴总那边不出钱不出人, 只出个名头, 也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裴总拒绝了, 自然就只能自己搞了。 完全照搬无名餐厅的模式? 恐怕不靠谱。 因为照搬无名餐厅的模式, 很容易背上一个山寨的骂名。 而这样的骂名, 对于一个高端定位的餐厅来说, 是非常致命的。 一旦口碑崩盘, 骂声四起, 有钱人都不认可这个品牌了, 那高端路线就彻底完了。 李时和王鹏不傻, 不可能干这种事。 所以, 只能是走常规的高端餐饮路线。 开在人流比较多, 交通便利的闹市区, 场地很大, 不用像无名餐厅那样, 动不动就得提前预约。 当然, 自然也就不能在每次吃饭前 都换包间的布置, 吃饭的环境 也就没办法做得那抹烤酒。 好处在于地方够大, 大部分菜品, 也都可以尝呗。 没明云私厨那么高端, 但菜品的价格 也相应地下调了一些。 在预约不到明云私厨位置的时候, 来这边吃一下, 总比天鹅湖餐厅那边 更高档一些。 很快, 一道道菜品端了上来。 在路上的时候, 裴谦已经提前朝礼总要了菜单, 并安排给新助理点菜。 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 到这里直接开吃, 省得耽误下班。 对于菜品, 裴谦没食膜要求, 就是希望能多点一些硬菜。 硬菜, 往往意味着比较贵。 裴谦倒是不在乎, 这顿饭具体吃些什么, 毕竟再好的东西, 在明云私厨都已经吃过了, 这次来, 主要是为了能多花点钱。 来, 大家抓紧时间吃, 吃完, 回去休息了。 裴谦第一个洞快, 闷头开吃, 这样就不会有任何多余的环节。 李时微笑着来到裴谦的桌边, 怎么样裴总, 口味悬河心意吧。 裴谦点点头, 含混不清地说道, 嗯, 还可以。 他是个不太擅长说谎的人, 这顿菜, 要是跟明云私厨相比, 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 不过比天鹅湖餐厅的话, 还是要好一些的。 但是天鹅湖餐厅有个优势, 就是那边基本上都是自助餐, 海鲜很多, 总体来说比这边要实惠不少。 但这对裴谦来说, 反而是个减分项。 对于这的菜品水平到底如何, 李时也心中有数。 裴总天天吃无名餐厅, 还能对这边的菜品, 给出一个还可以的评价, 已经是相当给面子了。 唐一书也跟行政组的众人坐在一起, 有些拘谨地, 一点一点地夹着菜, 小口小口地吃着。 李时来到后厨, 想给大家稍微加油打气一番。 结果还没进入后厨, 就听到里面传来乒乒乓乓的一串脆响。 哎哟, 摔死我了, 地太滑了, 赶紧把碎片扫一扫。 李时依皱眉, 刚刚进入后厨, 就看到满地都是盘子的碎片, 有两个员工正在手忙脚乱地拿着扫帚清扫。 李时人有点晕, 这什么情况? 一个服务生赶忙鞠躬道歉, 对不起, 李总, 地太滑了, 我一不小心就摔了一跤, 把几个刚收回来的脏盘子给打碎了。 李时有些无语, 他看了看, 后厨的地上恰好有一滩水,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确实很容易打花。 没关系, 抓紧收拾好。 往好处想, 这也算是找出了一个安全隐患。 明天上午, 你们抓紧时间去买防滑剂, 防滑垫。 李时话音刚落, 就看到旁边的炒锅呼得一下子烧了起来。 这显然不是某种高端的厨艺技巧, 而是厨师失误了。 快快快, 灭火器! 旁边有人手忙脚乱地递过来灭火器, 火势很快灭掉了, 但是一锅菜全烧坏了, 只能倒掉, 换锅重做。 李时黑着脸, 灭火器的位置离得太远了, 这也是个隐患。 虽说确实发现了许多安全隐患, 但也确实很淡疼啊。 李时有些无奈, 小声嘀咕着, 难不成是因为开业的时候, 莫看黄道吉日? 别人家的餐厅, 怎么好像就没这些问题呢? 淡定, 淡定, 这应该只是偶然现象。 当天晚上, 十点多, 送走了最后一波客人, 明府家宴的店长还在指挥着服务生们收拾残局。 李时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 感到由衷递心泪。 今天是开业第二天, 正是最重要的时候。 然而, 状况频出, 虽然都不是什么重大的安全隐患, 无非就是摔了几个碟子, 烧糊了一锅菜之类的, 但却大大拖慢了上菜的速度。 有好几桌客人等得上菜时间太久, 非常不满, 店长亲自出面, 好话说尽又给打了折, 这才总算是挽回了一些。 但是, 这些人回去之后会如何评价自家餐厅, 可就难说了。 裴总包场的时候倒是还好, 因为吃得比较早, 而且提前就预定了菜单, 所以, 等裴总等人赶到的时候, 已经有一批菜品做好了, 后面个别菜品上的慢, 他们也都没感觉出来。 等到了晚上, 其他客人来吃的时候, 这状况就暴露无遗。 礼食有点郁闷, 开个餐厅而已, 有这么难吗? 我这店里的安全标准, 跟那些普通的餐厅比起来, 已经算是很高了。 怎么还是闹出了这么多事? 但是, 这也怪不得别人, 因为所谓的安全隐患, 就是, 有一定概率会出事。 就比如, 地上不小心撒了一滩水, 有时候走过去就没事, 有时候走过去, 就会恰好滑倒, 把本来要上的菜给撒一地。 只能说, 还是安全意识不够强啊。 李氏有些惆怅, 越发觉得, 裴总的明云私厨真不简单。 环境考究, 上菜时间把握得极为准确, 服务无微不至。 这高端餐饮, 还真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啊。 也不知道, 裴总在明云私厨那边下了多大的功夫, 才能做到现在的程度。 1月12日, 星期三, 裴谦在办公室里, 查看最新一次的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结果。 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 几乎每周都会进行。 只不过, 因为入职的新员工很多, 办理入职的时间也各不相同, 所以拖到现在, 还有一批员工莫能成功转正。 这里面有不少人都是, 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再无法通过, 就只能拿补偿走人了。 精神状态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虽说腾达给的补偿很多, 虽说走人之后, 明年还可以再考。 但, 在腾达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 谁还舍得走? 适用期期间, 虽然这些新员工没有真正的参与工作, 都是在学习, 但看到其他人的工作状态, 看到腾达到点下班, 和各种五花八门的福利, 大部分人都对在这里上班, 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 所以, 最后一次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 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裴签翻了翻结果, 惊讶地发现, 通过率竟然又明显提升了。 只剩最后一次机会的员工, 全都通过了。 这次测试的整体通过率, 已经达到了七成以上。 按照这样的情况, 这批招进来的新员工, 几乎没有人会被辞退。 什么情况? 谢提了? 不能够啊。 裴签稍显疑惑地检查了一下, 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的题库。 这题库里的每一道题都是他亲自出的, 各种选项都充满了迷惑性, 每次测试都是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而且答案的顺序还随机变化。 制作这个程序的网站工作人员谢提, 应该不至于这种裴总明令禁止的事情上, 默认敢明目张胆地搞鬼, 谢提的可能性很低。 裴签不确定网站的制作人员有没有留后门, 但如果他留了, 而裴总发现题目泄露, 那唯一的怀疑目标就是他, 这几乎等同于自曝。 裴签觉得自己的员工应该不至于蠢到这个程度。 但, 这个测试的通过几率确实是明显提升了。 裴签回忆着相关的一些蛛丝马迹。 嗯, 最开始的时候测试通过率很低, 后来逐渐提升。 新成员私下里肯定会有所交流, 但这种交流应该不至于影响这么大, 毕竟提库是完全随机的, 只是死机硬背而不能准确地领会腾达精神, 一样不可能通过。 也就是说, 新员工私下交流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大部分新员工都已经掌握了腾达精神的实质。 而且, 仔细回想起来, 最近公司的加班现象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不仅仅是这些新员工对腾达精神的领悟力提升了, 就连老员工的思想水平好像也有了不错的提高。 难道说, 这个测试题一出就立竿见影地改善了公司风气, 完美达成了我原本的预期目标? 陪签思来想去, 好像也就只有这一个合理的解释。 否则, 为什么连老员工们加班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 最近各部门上报的加班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 甚至有一些部门连续两周零加班, 已经快让裴总高兴地想给他们发奖杯了。 等等, 发奖杯? 好像是个好主意。 裴签立刻给人力资源部的好运发了条信息。 从这周开始, 我们要搞一个零加班大赛。 每周统计一下, 没有任何加班的部门可以获得本周零加班的记录, 每月评选一次, 获得零加班记录最多的部门将可以获得一个奖杯, 部门可以获得额外的五万块钱奖金。 注意, 零加班的意思是, 不管是晚上还是周末,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司, 都不能有任何加班的迹象。 包括非工作时间, 不能有任何的文档上传记录。 像逆风物流这种轮班制的工作岗位, 要按照实际工作日来定。 你们人力资源部和行政部门一起监督, 也互相监督。 发现有可疑迹象, 立刻上报我, 取消本周零加班的资格。 如果多个部门同时完成了四次本周零加班, 那就由人数最多的部门获奖, 只是下次评选时, 莫获过奖的部门优先获奖。 每个月五万块钱不多, 因为这是系统允许的最高额度。 为什么这次有点抠门呢? 大概是系统觉得, 裴迁为了零加班这种事情, 发奖金有点不是很说得过去吧。 但这也不重要, 因为这是一项荣誉, 奖金只是附带的。 只要有奖杯, 有奖金, 裴总还亲自做出嘉奖, 这些部门自然会动力十足地去争夺这个奖项。 这样一来, 其他部门才会从善如流, 才会形成良性竞争。 好运很快回复, 好的裴总, 立刻去办。 环宇添街商场。 共享电话亭周围, 已经围了一大批的围观群众。 软光剑正在认真地围这幅画, 填补最后的细节。 两天多的时间过去, 这幅画硬算是基本完工了, 再修补个半天左右时间, 就算彻底交工。 这是一幅厚图风格非常突出的正义守护者莫蒂斯特的原画。 画中的莫蒂斯特身形健硕, 目光坚毅, 宽厚的臂膀旁扶在守护着所有人, 虽然后背上被插满了各种武器, 却也依旧面无巨色, 百折不挠。 软光剑已经在这里画了两天多, 这段时间内,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众人眼瞅着电话亭上光秃秃的一面被颜料填满, 出现了风格突出, 霸气十足的一幅画, 全都感慨万分。 这画的是个什么? 好帅啊! 这位是真大佬啊, 画得又快又好, 我已经等不及画完了去拍照了。 我在网上找了半天, 也莫找到类似的形象。 难不成这是原创的? 看起来很像游戏原画, 可能是某个新游戏, 用这个电话亭招商, 打的广告。 我感觉这电话亭最多再有一周就要拆了, 要打广告, 挂海报展板之类的, 不是更好。 哪有直接画出来牛逼? 就是, 用海报展板, 那叫彩印, 宣传, 现在这个, 叫绘画, 叫艺术。 众人议论纷纷, 毕竟向艺术家当众作画这种事情, 可是不多见。 软光剑又抹上一笔, 站得稍远看了看, 满意地微微点头, 觉得效果不错。 这画大体算是完成了, 下午再补一补细节, 就算彻底完工。 差不多可以先休息休息了。 张望立刻递来一杯饮料, 大师辛苦了。 软光剑也莫客气, 伸手接过。 你这亭子设计得也不错, 这画画上去之后, 跟电话亭竟然还很大。 张望笑了笑, 主要还是大师画得好。 对了大师, 我还想着在亭子里放一枚签章, 圆的或者方的都行, 这个你看, 软光剑立刻领会, 这个好说。 回头我给你画一个原始图案, 你拿着这张图去找人刻一下就行了, 很快的。 至于画什么, 这也好说, 就把这个英雄的线条简化一下, 然后配上英雄的名字和电话亭的编号就可以了。 下午四点, 刚考完一门的赔签, 有些心力交瘁地走出考场。 心累啊。 虽然是开卷考试, 答案都在书上, 但是翻了半天, 愣是翻不到。 最后只能是凭借着超高的手速, 把一些自认为有关联的内容, 全都抄到了卷子上, 抄得满满的。 及格应该是莫问题的, 但想要考高分那是不可能的。 陪迁不由地哀叹一声, 大意了。 虽然早就知道是开卷考试, 考前也看了书, 但考试还是手忙脚乱。 因为画重点的那节课, 他正好有失默取。 这门考完之后, 后面还有好几门是开卷考试。 而从老马那里借来的那门避卷考试的笔迹, 陪迁到现在也就才看了小一半。 陪迁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 然而, 再看旁边的老马, 完全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整个一个精神小伙, 完全不像是才刚考完试。 陪迁推测, 有可能是因为马阳确实考得很好, 也有可能是他自我感觉良好。 后者的概率可能更大一些。 陪迁考虑到, 之后还有两三门开卷考试, 自己都莫赶上画重点, 决定跟老马去圆梦创投一趟。 因为老马最近工作学习两不误, 把课本和笔记都放在圆梦创投那边了。 陪迁觉得, 自己剩下的几门开卷考试, 应该还可以抢救一下。 来到圆梦创投, 陪迁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 马阳去拿笔记和课本了。 陪迁从咖啡机接了一杯咖啡, 一边喝着, 一边下意识地私下看了看。 突然, 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怎么人少了许多? 连贺得胜都不在。 看了看时间, 这才下午四点多, 这还没到下班的时间呢。 陪迁先是有些困惑, 随机内心一阵小激动。 难道贺得胜他们这批人知道今天马总考试, 领导多半不爱公司, 偷偷早退了? 开溜了? 看看, 这就是兄弟带出来的队伍, 靠谱啊。 陪迁恨不得把这些人树立成正面典型, 在全公司通报表扬。 陪迁正想着, 贺得胜这些人回来了。 陪迁? 贺得胜一进门, 就看到了陪迁, 赶忙过来打招呼。 陪总, 您在呢? 陪迁有些疑惑。 你们干食魔去了? 如果是早退的话, 就算有人通风报信, 也不可能这么快赶回来。 难道这只是个巧合? 他们就只是出门上了个厕所? 也不对啊, 上厕所怎么还这么多人一起出动? 贺得胜微笑着回答道, 哦, 荆州城郊的厂子已经按照共享电话亭的样品, 做出来了一批现成的产品, 我去验收去了。 陪迁更加疑惑。 嗯? 这不是你们应该负责的工作吧? 贺得胜笑了笑, 确实不是, 陪总。 但是, 共享电话亭毕竟是圆梦创投的项目嘛。 张望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们就是随手帮一把。 主要, 我们现在上班也没什么事情做, 举手之劳而已。 贺得胜说的是大实话, 之前他们上班的时候, 工作之余还能陪马总打游戏, 但是现在马总说了, 认真工作不打游戏了。 这些人平时顶多也就筛选一下计划书, 工作量完全不饱和, 所以就顺便帮张望处理一下共享电话亭这个项目的事情。 陪迁? 想差了。 本以为这群人思想觉悟这么高, 都学会早退了, 结果根本不是啊。 这群人干完了自己的工作也就算了, 还帮忙干别人的工作。 这种思想绝对要不得。 张望这个人, 共享电话亭这个项目本来挺靠谱的, 看起来是稳赔的样子。 如果贺得胜这群人去给他帮忙, 万一闹出点幺蛾子来, 那怎么办? 陪迁沉默片刻。 这样, 你们不是工作量不饱和吗? 我有个新的项目要交给你们。 共享学吧。 听到这四个字, 贺得胜明显一乐。 啊? 又共享? 贺得胜人有点晕。 之前张望提出了一个共享电话亭的设计, 贺得胜觉得就够离谱了。 但是那玩意, 好歹还有个实体。 而且,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贺得胜发现不靠谱只是表象。 实际上, 这个电话亭还是有搞头的。 但是这次, 共享学吧。 学吧怎么共享? 买卖人口, 那可是犯法的。 裴迁笑了笑, 对贺得胜的反应早有预料。 为了给贺得胜和圆梦创投的众人找点活干, 裴总已经等不及下一个项目了。 都太靠谱了。 所以, 这次裴迁受到启发, 灵机移动, 想出一个新的点子。 共享是个好东西啊。 裴迁仔细回忆, 其实共享的这些玩意, 大部分都是在卖穴头, 真正能赚钱的, 其实墨击个, 就是个尾风口。 当然, 话虽正魔说, 但裴迁现在, 也不敢做共享单车这个项目。 毕竟有很多项目, 一旦和共享挂钩, 看起来还是很靠谱的。 站在风口要收回, 真被资本给吹起来,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裴迁结合自身诉求, 想出了一个非常不靠谱的项目, 共享学吧。 其实说白了, 就是花钱找人得自己补课。 之前裴迁复习得很痛苦, 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要是能花钱雇人替自己学习, 那就好了。 当然, 这不可能, 学习没有捷径可走, 也正因为此, 知识才是无价的, 才没有被有前人给垄断。 但, 这不代表这重现状完全不能改善。 看着贺德胜迷茫的表情, 裴迁轻咳两声, 共享学霸, 其实就是共享知识。 我们的模式很简单, 就是做一个APP, 建立一个学霸和学渣之间, 互相沟通交流的平台。 在每一个城市, 都有很多的学霸, 和更多的学渣。 学渣们希望获得知识, 能够有人对自己进行辅导。 而很多学霸, 都有助人为乐, 为人讲题的天性。 当然, 如果能顺便, 有一点点经济上的补偿, 那就更好了。 听到这里, 贺德胜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裴总, 您是要做一个家教平台。 好像吗? 目前教育行业可以说是朝阳产业,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 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 从小学到高中, 有很多家常都愿意为孩子找家教, 只是却没有一个公正, 方便的平台, 只能靠熟人介绍。 我们推出这个APP, 将很好地解决这一痛点。 我彭扶看到了一个估值实意的教育软件, 正在冉冉升起。 裴谦? 家教平台? 不不不, 不是那么回事啊? 怎么同样的说法? 到你嘴里就这膜靠谱了呢? 裴谦有点慌, 敢忙纠正? 不。 你理解错了, 准确地说不是家教平台。 我们的核心是共享, 共享明白吗? 收费肯定不可能像家教那膜高,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半公益性质的项目。 而且, 我们这个项目的覆盖面, 会比家教的覆盖面更广。 赫德胜思考一番, 点点头, 明白了。 不仅仅是一个家教平台, 还是一个线上题库。 一些有明确答案的题目, 根本不需要学霸上门。 我们只要做好题库, 让用互搜一下就能搜到原题病, 获得详细解答。 这样覆盖面就更宽了。 裴谦? 他彭腹有点明白, 为时模自己为什么做一个项目, 就成功一个项目了。 今天赫德胜在他面前近距离表演了一下, 正常人是如何敌话的? 荡着面曲解裴总的话, 这还行。 裴谦黑着脸, 差点就想把这个危险的家伙给当场开除。 但是想了想, 还是淡定一些, 毕竟这种事情已经经历的太多。 事先敌话总比事后敌话要好。 裴谦仔细想了想, 决定换一种表述方式。 平心而论, 裴谦完全不觉得共享电话亭和共享学霸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尤其是共享学霸, 这个项目要是能成, 应该早就有人做了才对。 在赔谦记忆中, 共享经济最火的那段时间, 也没听说过有类似的EPIC稿程, 足以说明这个模式有天然缺陷。 最大的问题在于市场没那么大, 而学霸们也没那么闲。 人家学霸每天学习那模忙, 能抽出时间来做一下家教已经很不错了。 怎么可能大老远地跑去给陌生人讲题, 就赚那点小钱。 要知道, 家教的开价都是很高的, 少数富裕家庭才舍得请。 一般家庭即使想给孩子辅导功课, 多半也都是报复导班。 总之, 在赔谦看来, 这个项目有太多无从解决的硬伤。 想到这里, 赔谦压低声音对赫德胜说道, 实话说, 这个项目的失败几率很大很大。 所以, 即使失败了, 你也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就当是做公益事业了, 明白吗? 赫德胜一愣, 裴总这是什么意思? 在赫德胜印象中, 裴总投资, 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 稳, 准, 狠, 斜。 裴总往往能够在一些看起来非常不靠谱的项目上看到投资的机会, 而一旦看中, 就会毫不犹豫地大笔追投。 事实也证明了, 裴总看中的项目, 都赚了。 但是现在, 这项目还八字磨一撇呢, 维神魔裴总就提前暗示, 说这项目的失败几率很大。 难道这个项目, 连裴总也不看好? 可是, 裴总不看好这个项目, 维神魔还要投呢? 真当公益事业来做了? 不能啊, 裴总要是想做公益事业, 直接去做慈善不就行了? 何必都这个圈子? 赫德胜陷入了困惑之中。 他觉得, 裴总这个反常的行为, 背后必有深意。 突然,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裴总这好像, 是在暗示啊。 暗示这个项目有硬伤, 最终肯定会失败。 裴总高瞻远瞩, 这个判断多半是正确的。 既然如此, 我作为一个投资者, 该做些什么呢? 想办法在高点套现离场。 赫德胜瞬间心领神会, 点头说道, 我明白了, 裴总。 他没有明说, 因为这种事情不能明说。 就像裴总此时也只是在暗示, 不可能真的把话说得那抹直白。 裴谦有些将信将疑地试探了一句, 你真明白了。 赫德胜呵呵一笑, 裴总你放心,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这模简单的一句话, 需要什么理解能力? 裴谦对这句话深有共鸣。 是啊, 我说的话, 三岁小孩都能听得懂, 需要什么理解能力? 那为什么其他人就总是理解错呢? 真是的, 看到赫德胜这磨上道, 裴谦稍赶, 放心了一些。 既然如此, 你们就别跟着张望去折腾共享电话亭了, 专心做共享学霸的项目。 对了, 共享学霸这个名字, 有点不妥。 我觉得, 叫学霸快来APP比较合适。 裴谦很担心, 共享这个概念, 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投资机构给盯上, 当成风口给热炒, 那就麻烦了。 改叫学霸快来, 名字上透着三分不正经, 应该不会有其他的, 投资机构跟过来瞎掺和吧。 终点中文网。 经过两天时间的安排, 学习班第一批学员的名单, 已经敲定了, 前期准备工作也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 马一群让现在的主编朱星安 去联络网站的中上层作者, 让他们自主报名, 然后网站筛选后, 最终出了这份名单。 从名单上来看, 第一期培训班的作者, 年龄普遍年轻, 都是25岁以内。 这一方面是因为, 年长一些的作者, 往往都已经成家立业, 家里事情很多, 不太可能独自一人跑来荆州,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网站在挑选的时候, 可以多挑了一些比较年轻的作者。 有底薪, 有五险一惊, 能和其他作者面积, 对于这些作者而言, 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1月13日, 周四, 环宇天街商场, 张旺吭哧吭哧地, 把带来的所有东西, 全都塞到共享电话亭里, 然后挨个安装好。 在软光键给电话亭化皮肤的这段时间里, 其他的工作, 也一点没耽误。 这多亏了贺德胜等人的帮助。 虽说贺德胜他们, 很快就有了新任务。 但好在电话亭这边的事情, 已经忙得差不多了。 现在, 电话亭里的大部分东西都已惊奇了, 包括咖啡饮料机, 点唱机, 扭蛋机, 体重秤, AED等等, 全都有了。 这些东西, 全都是固定在电话亭里的, 搬不走。 这里是大商场, 不管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 还是饮品店的店员, 都能随时看到电话亭的情况。 张旺跟商场的, 工作人员打过招呼, 这些人都可以帮忙照看。 而且, 电话亭和电影院门口都有监控录像, 如果有人故意搞破坏的话, 分分钟就要被带住。 这些设备, 基本上都经过了简单的改装。 就以饮料机为例, 张旺采购的, 是商用多功能饮料机, 支持扫码和投币。 机器还有自动落杯功能, 可以自动清洁, 没有纸杯和水的话, 机器会有提示。 张旺跟商场的, 工作人员打好招呼, 定期更换纸杯, 纯净水桶, 清洁机器, 打扫卫生等等。 这一整套, 流程下来, 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客户扫码进入之后, 点唱机可以随意使用, 但饮料机只能接两倍, 之后就得扫码或者投币。 扭蛋机也是同理, 想扭的话, 就额外掏钱。 除此之外, 还有主题是, 正义守护者莫蒂斯特的签章, 放在右手边, 就在那个复古电话的下面。 全都收拾完毕之后, 张旺满意地点点头。 哼, 这才是共享电话厅的完全体。 整个电话厅里面, 全都被塞得满满的, 从上网下看分别式电话, 小型滚动显示屏, 饮料机, 点唱机, 扭蛋机, 三口充电器, 无线WiFi, 点唱机, 折叠座椅, AED, 体重秤, 血压剂。 总之, 布局非常合理, 基本没有多余的空间浪费, 又不会让顾客觉得拥挤。 张旺检查了一遍, 里面的所有设备都安排妥当, 可以正常运作, 这才关上门。 正面的壁画上, 正义守护者莫蒂斯特一脸自信的样子, 彭扶在暗示, 这个共享电话亭一定能成功。 张旺非常满意, 共享电话亭总算是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供用户们体验了。 安排完毕之后, 张旺来到旁边的奶茶店, 点了一杯喝的, 一边喝一边观察共享电话亭的情况。 之前在软光剑画画的时候, 电话亭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气, 现在电话亭正式完工了, 立刻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来拍照留念了。 别说, 大家还都挺有素质, 所有人非常自觉地排好队, 挨个过去, 跟电话亭外面画的莫蒂斯特合影。 在这个过程中, 也有人本来是打算凑热闹的, 可透过玻璃看到电话亭里面各种新的配件, 突然就燃起了好奇心。 里面好像多了很多东西啊。 那好像是个饮料机, 是免费的吗? 十块钱进去饮料, 随便喝你想啥呢? 肯定额外花钱啊。 还有扭蛋机, 那还有俩麦克风。 啥意思? 这里头能唱歌? 折叠座椅下边那个东西是啥? 没见过呀? 感觉比以前的东西丰富很多了。 大家请让让, 我想进去看一看。 唉, 这排队呢? 分两队啊, 排的都不是一个东西。 你们拍照, 我们进去体验, 互不耽误。 那我这既想拍照, 又想体验的咋办? 众人喧闹了一阵, 很快就分出两列。 一列是准备在外面跟莫蒂斯特的画合影的, 另一列则是排队等着进入电话亭里面体验的。 之前没人进电话亭, 是因为这电话亭里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没石膜可体验的。 但是现在东西多了, 外面也多了原话, 逼格提升之后, 愿意进去的人就多了。 人都是看脸的, 对电话亭也不例外。 最先进入的依旧是一对情侣。 毕竟这种地方, 自己一个人进去会相当奇怪, 不仅孤独, 而且还会被外面的人围观。 两个人进入之后, 开开心心地把门关好, 然后把窗帘拉上。 与此同时, 外面的人也看到那块小显示屏上出现了剩余时间, 15分钟。 这样一来, 排队的人大概就能知道还有多久才能轮到自己。 当然, 这个功能目前也还有缺陷, 比如, 只能知道目前在电话亭里的人还有多久才出来, 却不能准确地知道整个队列的预估时间是多少。 张望默默地记下了这一点, 准备之后, 推出一个排队曲号或者队列时间预估之类的功能。 电话亭里, 这对情侣开始好奇地探索这片小天地。 咦, 送两杯饮料, 可以选冷饮, 也可以选热饮, 还能免费唱歌。 哇, 这磨一算, 15分钟只要10块钱, 超值啊。 还有扭蛋, 可惜扭蛋不免费。 想什么呢, 扭蛋再免费, 商家亏死了。 唱一首。 能行吗? 有点羞耻。 没事, 外面商场的声音一点都传不进来, 说明隔音挺好的。 15分钟10块钱的定价刚开始看起来虚高, 但多了这魔多新功能之后, 一下子就不高了, 甚至很划算。 而对于张望来说, 依旧还是有得赚的。 饮料只送一次, 顾客在这里面唱15分钟送两杯, 唱一个小时也送两十杯。 如果他们渴了, 就会再买饮料。 而且, 饮料机里的饮料成本并不高, 就拿热饮来说, 1000克速溶咖啡或奶茶原料, 差不多可以做250毫升的热饮50杯, 每一杯成本也就五毛钱。 而且, 购买原料越多越便宜, 成本更低。 即使算进去水费, 电费等等, 一杯饮料卖两块钱, 也同样有得赚。 当然, 口味就别强求了。 更何况, 扭蛋还能额外再赚点。 两个人拿起桌上的麦克风, 在旁边找到了一个, 装着免费的麦克风化桶套的小箱子。 进入之后, 免费送两个, 再使用, 就得收费了。 伴奏的旋律响起, 两个人唱了起来。 电话亭外面, 还在排队的众人隐约听到, 里面传来了微弱的音乐声。 啊? 真唱起来了? 这, 吃得唱多久啊? 卧槽, 他们又续费了, 剩余时间变成半小时了。 走了走了, 这特摩得等多久。 眼瞅着这对进去的情侣, 就要开始持久战了。 显示屏上的剩余时间, 直接就是半个小时起步。 很多原本想排队体验一下的人都放弃了, 各自散去。 不过, 在旁边饮品店, 坐着的张旺, 看到这一幕, 心里却是瞬间踏实了。 如果进去的人都是很快就出来了, 那反而不妙, 说明电话亭对他们吸引力不够。 但现在, 第一对情侣, 就要在里面直接唱半个小时。 这说明, 共享电话亭的模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剩下的电话亭很快就可以生产完毕, 到时候投入到荆州的各大商场。 这就是一颗颗收益长久的摇钱术啊。 等20台共享电话亭全都立好了, 赚的钱收回了成本, 就第一时间向裴总会报这个好消息。 下午, 一辆从荆州机场开往神华豪景办公楼的出租车上。 一个年轻人在手机上打开作家后台APP, 创建了一个新章节, 然后非常熟练地在标题位置打上请假条三个字。 因前往荆州参加终点中文网主办的第一届网络作者学习班, 请假一天, 望周知。 另外, 求票! 一气呵成地打完之后, 年轻人收起手机, 随意地透过出租车的车窗, 欣赏一番荆州的风景。 几分钟后, 他再度拿出手机, 打开终点中文网的APP, 查看这一张下面的读者留言。 擦! 还以为更新了。 鸽子精又请假了。 你自己叔叔这个月请了几次假了? 这字幕明明还不到下午三点呢。 你晚上马字不行? 不错, 有进步, 之前的几次都是同学结婚, 也不知道为啥你同学结婚都感到一块了。 这次的理由找得不错, 再接再厉。 平凡请假, 烂尾先照。 说, 这本是不是又要烂尾了? 靠, 不要啊, 我才刚追上进度。 你这本书才写了六十万字, 才是个孩子啊。 请假求票, 厚颜无耻。 看到这张票了没有, 撕了, 撕了都不给你。 看着读者们义愤填膺的评论, 年轻人微微一笑, 已经是习以为常。 崔耿, 终点中文网这次的作者学习班成员之一, 笔名拼命马字的触手怪, 然而这个笔名却是完美的讽刺。 平时稳定义更瘦, 断更请假看心情, 每次请假, 必定会厚颜无耻地求票。 而且写了两三本书都烂尾, 可以说是声名远播。 但偏偏他每次开书时的点子都特别好, 前期节奏把握完美, 引人入胜。 读者们虽然每次都骂, 但还是只能无可奈何地看下去。 崔耿默默地叹了口气, 哎, 我这次说的是真话, 真是来参加学习班了, 大家怎么就是不信呢? 网文作者有勤奋的, 有咸鱼的, 而崔耿属于那种特别咸鱼的, 因为他没有动力。 在他大学毕业那年, 第一次感受到现实世界的物质压力, 于是, 无所事事的他决定写网文谋生。 结果刚写了半年, 家里拆迁了。 崔耿浪了一段时间, 再次感觉到空虚, 于是他决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这次一定要好好写完一本书, 一书封神。 结果, 家里另外的机套房又拆迁了。 崔耿时常感慨, 人生啊, 就是这魔的造化弄人。 你说说, 这谁还有心情写书啊? 于是, 崔耿现在的状态就是一切随缘。 这次来荆州, 他是抱着旅游的目的来的。 他也不知道, 学习班到底是要学习什么, 但一听说有底心还包吃包住, 就立刻报名了。 没想到, 还真就选上了。 估计是因为终点, 中文网成绩好的作者, 确实不多吧。 崔耿最早, 其实是在无限中文网写的, 结果烂尾之名, 不仅读者知道, 编辑都知道了, 每次一开书, 就有很多老读者跟过来吐口水。 无奈之下, 不差钱的崔耿爵订换的平台, 重新开始放飞自我。 于是, 就因差阳错地来到了 对中层作者相对友好的 终点中文网。 听说荆州当地好玩的地方, 还是挺多的。 正好, 这次可以借口, 参加学习班, 好好地在荆州玩鸡天。 我这有正当理由的请假, 读者总不能说什么了吧。 我这是取材, 而且, 写书可是个脑力劳动, 多玩一下, 保持头脑清醒, 和心情愉悦, 有助于写出更好的内容。 大家肯定会理解的。 正琢磨着, 神话好景到了。 崔耿下了车, 直接乘坐电梯 来到终点中文网的编辑部。 有人热情接待了他, 并把他领到了会客室。 没过多久, 马一群来到会客室, 两个人开始闲聊。 在闲聊中, 崔耿才知道, 自己竟然是学习班里, 第一个到荆州的作者, 这让他感到有点意外。 转念一想, 确实是, 昨天才刚收到邀请, 今天就已经赶到了, 确实挺快。 主要原因还是, 他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请假理由, 所以才如此积极。 聊了一会儿, 马一群拿来一份协议。 这是这次网文学习班的协议, 每个人都要签的。 这里面的一些细节, 你再仔细看一看, 确定没有问题就签字。 这里面会对你们稍微有一点要求, 不过你放心, 都是很基础的要求, 不会很过分的。 崔耿一愣, 嗯? 还有协议呢? 搞得还挺正式。 崔耿粗略地扫了一眼, 这份协议, 主要是规定了, 这次学习班的一些权利和义务。 对网站方而言, 需要给作者, 提供底薪, 无险一金, 工作环境, 住宿, 吃饭等等便利条件, 不仅是对于底薪和无险一金的金额有明确规定, 对住宿和吃饭的标准也有明确的说明。 除此之外, 每周还会有大约十小时, 也就是两个下午的时间用于组织一些集体活动。 而对于作者而言, 唯一需要遵守的条款就是完全服从网站的日常流程安排, 否则网站可以无条件解约, 收回之前承诺的所有福利。 下面还有学习班的详细流程安排。 让崔耿比较在意的一点是, 流程上规定了所有作者有明确的作息时间, 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要在工位上进行工作, 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午饭和休息时间。 崔耿对于其他的方面都很满意, 唯独对于这个工作时间稍微有点犹豫。 作为一个每天有效工作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鸽子巾, 竟然需要在工位上每天工作八小时。 这恐怕有些难度。 他很担心, 万一自己完不成工作目标, 结果网站方直接把所有福利都给取消, 那岂不是很尴尬? 崔耿提出自己的疑问。 马总, 这个条款是说, 每天必须工作满八小时就可以了是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 比如必须写购四千字, 马一群摇了摇头, 没有字数的要求。 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每个作者可能都会有卡文, 写不出来的时候, 所以对于字数我们并不会有硬性规定。 崔耿长出了一口气, 没有字数要求, 那就好说了。 反正到时候上上网, 摸摸鱼, 随便钱点啥, 一天八小时也很快就会过去了。 这里管吃管住, 定期还会让大家在荆州当地旅游放松, 还能和其他作者一起花天酒地, 吹牛划水, 而代价仅仅是换了的地方上网而已。 说不定, 这边给提供的电脑, 还比自家电脑配置高呢。 总之, 非常划算。 崔耿翻了一下, 没有在这份协议上, 发现任何坑人的地方, 放心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好的, 那稍后我安排人把你带到住处。 为了让大家能有一个清闲, 安静的环境, 我们把大家安排在城郊的一个宾馆, 工作地点就在宾馆不兴五分钟就能到的地方。 你放心, 虽说是城郊, 但居住条件等个方面, 肯定都不会差。 马一群收起协议, 崔耿点点头, 没问题。 反正大家都是操汉子, 对居住条件也没那么高的要求。 住的地方偏一点就偏一点吧, 反正大部分坐着都很宅, 不愿意出门, 这都不教室。 1月14日, 周五, 上午8点半, 手机闹钟响起, 把崔耿给吵醒了。 他本能地按掉闹钟继续睡。 崔哥, 差不多该起了, 你昨晚说让我早上喊你一声的。 旁边有个声音说道, 崔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睁眼翻身坐起。 现在他不是在家, 而是在酒店了。 昨天, 他已经和其他的一些作者, 入住了网站给安排的酒店。 酒店的环境不错, 虽然是在城郊, 但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三星级了。 房间宽敞, 干净整洁, 该有的必需品都有。 住的是两人间, 跟崔耿同住的, 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多的新人作者, 一口一个崔哥, 对他相当尊敬。 我马上就好。 崔耿帆升起床, 光速刷牙洗脸, 五分钟之后, 已然穿戴整齐玩世。 两个人到酒店吃过早餐, 一起到附近的工作地点。 昨天下午和晚上, 学习班的所有作者, 都已经陆陆续续地赶到了, 一个都不少。 大家都是终点中文网的作者, 基本上都早有耳闻, 互相客套了一番。 朱兴安也已经到了, 带着大家到平时马自的工作地点。 网站给准备的工作地点, 就在附近的一座写字楼。 正经地租了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 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排排工位。 机械键盘, 大屏显示器, 宽敞的办公桌上, 还有钢笔和记事本, 大概是方便某些作者, 整理思路用得。 除此之外, 房间中还有一个常会议桌, 旁边有个零食区, 除了各种零食之外, 还有一个胶囊咖啡机。 总之, 这条件相比于一般的公司来说, 已经算是相当优渥了。 朱兴安看着众人各自找位置坐下。 好了, 时间差不多到了, 大家可以在工位上休息休息, 喝杯咖啡, 开始构思了。 我的工位, 就在靠门的这个位置。 大家写书的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疑惑的地方, 可以直接来问我。 另外, 每小时都会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到时候会响铃, 大家自觉站起来活动活动, 眺望一下窗外, 缓解疲劳。 崔耿特意找了个靠角落, 离朱兴安最远的工位坐下。 这里可以形成完美的死角, 让朱兴安观察不到自己在做什么。 总之, 只要摸鱼摸过八小时, 中间随便抽出两三个小时来写点, 对付过去就行了。 崔耿按下电脑的开机键, 轻轻地敲了敲键盘, 发出清脆的哒哒声, 十分悦耳。 显示器的品质也不错, 分辨率很高, 而且貌似掉到了防蓝光模式, 看起来很柔和, 相比于一般的显示器而言, 会比较不伤眼睛。 桌面高度是标准高度, 椅子和显示器的高度, 可以随意调节。 人体工学椅坐着非常舒服, 靠背完美贴合背部曲线, 扶手恰好和桌面大致持平, 手肘90度弯曲, 正好可以把小臂搭在扶手上, 手掌放在键盘的掌托, 打起自来相当舒适, 毫不费力。 至于鼠标, 耳机等, 虽然和马子的关系不大, 但同样, 也都是很棒的配件, 比崔耿在家里用的配件都要好。 电脑的配置不清楚, 但上面有个很酷炫的标, 似乎是字母ROF。 既然是台式机, 肯定得有个还过得去的独险吧。 玩大型游戏, 应该是莫问题的。 就算玩不了游戏, 这大屏追个剧, 岂不美哉? 噼里啪啦。 房间里, 已经响起了清脆的打字声。 很快, 这种打字声就快速蔓延, 变成了一片机械键盘狂欢的海洋。 如果安静的房间中, 只有一个人用机械键盘, 尤其是轻轴机械键盘打字, 那就跟在室内吸烟一样, 别人就都别想集中精力工作了。 但是, 如果整个房间中的所有人都在用机械键盘高强度打字, 那就相当于一群烟民聚在一起抽烟, 完全不存在互相打扰的问题, 反而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 让所有人都乐在气中。 不过, 对于只想摸鱼的催梗来说, 这种声音就有点困扰了。 妈的, 这才刚坐下不到一分钟呢, 灵胆就来了。 这还是人吗? 算了算了, 往好处想。 这摩托键盘打字声掩护, 我摸鱼也不会被发现的。 这是头戴式耳机, 隔音效果应该还不错。 总之, 先看看电脑配置。 卧槽。 电脑的配置显然不错, 开机很快。 崔梗坐在最里面的位置, 又先去拿了零食, 接了咖啡才开机, 所以比其他人开机慢了一些。 开机之后, 崔梗本来打算看一看电脑配置和网速情况, 再决定要下载哪一款游戏, 或者干脆追个剧。 结果才刚刚开机, 还没来得及移动鼠标, 就看见电脑上的码字软件自动打开并全屏显示, 进入锁定状态。 崔梗。 他人有点晕, 下意识地按Alt加F4, 莫反应。 要按下Ctrl加Alt加Delete, 还是莫反应。 这种码字软件都有类似的小黑屋功能, 打开之后, 在完成一定量的字数或者导计时结束之前, 这台电脑什么都干不了, 就只能码字。 而这台电脑的设定更绝, 开机之后, 就自动打开码字软件, 关机重启之后, 也还是继续自动打开。 没有目标字数, 也没有现实。 也就是说, 除非技术人员过来, 否则根本无法取消小黑屋状态。 当然, 这种网站一般会留一个千度的接口, 方便作者们查资料, 但也仅限于查资料了, 连播放视频都做不到。 崔梗似乎有些明白, 为时莫有些作者, 能够拿模块的进入状态了。 不码字, 也根本干不了别的呀。 崔梗简直要吐血, 这磨大的屏幕, 这磨高配置的电脑, 结果就只能拿来马字, 这可太浪费了。 他尝试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 因为他知道, 自己能想到的这些办法, 马字软件的程序员肯定也都想到了, 绝对会把所有路都堵死的。 小黑屋一开, 就别再想那些歪门邪道了。 周围全都是机械键盘, 劈啪打字的声音, 然而崔梗感觉, 就像是刚刚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的囚犯, 心都凉了。 崔梗的脑筋飞快转动, 思考着此时的处境。 突然, 他想到, 一个好主意。 主编! 我有段情节, 需要看一下某个电影的片段。 怎么办? 崔梗心中不由得洋洋自得, 多么正经的理由。 作为一个网文作者, 需要经常地从电影和游戏中取材, 这合情合理吧。 很多内容, 需要一边看着电影的画面一边写, 还有一些内容, 需要亲自去玩一下某款游戏, 才能写出效果。 可这台电脑, 只能搜索最基本的资料, 根本无法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 此时提出这种要求, 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也算是为其他作者着想吧。 崔梗也没有更过分的要求了, 只要能让我的电脑正常播放视频, 让我能追个剧, 看的电影, 就心满意足了。 朱星安推了推眼镜, 似乎对此早有准备, 他指了指自己旁边一台空着的电脑, 需要取材的, 可以用这台电脑。 崔梗! 那台电脑, 就在朱星安的电脑旁边, 所有人一抬头, 都能看到电脑屏幕, 可以说是众目睽睽之下。 之前崔梗就注意到了, 这房间中却时空着一台电脑, 但那时候, 他以为是多余的电脑, 也莫多想。 现在才明白, 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去那台电脑上确实可以看电影, 玩游戏, 但这也就意味着, 要在主编和所有其他作者眼皮子底下进行操作。 追剧? 想太多了, 被这魔多人盯着。 你好意思自己独霸这台电脑追剧, 看电影, 这可是所有作者共用的, 其他人也要用它来收集素材呢。 崔梗本来想说, 就这一台电脑不够用, 希望朱星安再给多余两台。 但是转念一想, 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不行, 因为八九成的资料, 都可以在自己电脑上查询。 马字软件的小黑屋状态, 也自带千度搜索引擎和网页浏览器, 只不过不能播放视频, 下载软件, 一些网站和论坛也都被屏蔽了, 比如无线中文网, 终点中文网, 贴吧, 微博之类的。 所以, 想要在小黑屋里看小说, 或者逛论坛完一整天, 也是不可能的。 光是这个搜索功能, 就可以解决八九成的取材需求。 而个别的情况下, 想要在电影中取材, 也只需要在朱星安旁边的那台电脑上下载电影, 并拖动进度条看一下需要看的那一段,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而且, 这台电脑作为共用资源, 一般人也不好意思长时间占用, 大家的使用效率都会很高。 所以, 共用这一台电脑是摸问题的, 不会耽误事。 可对于本质是想摸鱼的催梗来说, 这事就非常痛苦了。 他默默地坐下, 回忆起之前签的那个协议。 怪不得协议上只约定了工作时间, 完全没有约定产出的字数呢。 马一群的意思很明确。 你卡文卡一天, 一个字都默写出来, 默关系, 我们不管。 只要你能对着小黑污蔑, 必思过一整天不崩溃就可以了。 崔耿很无语。 上当了, 被套路了。 崔耿本能地想走, 撕毁和约顶多, 也就是不能再享受那些福利, 又没有违约金。 这样被关一个月, 这可太难顶了。 但是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妥。 大老远地跑来荆州, 就因为这个原因, 就灰溜溜地跑回去。 到时候, 这个消息在自己朋友, 其他作者, 自己的读者群中传开了, 大家会怎么看? 学习班其他的作者, 都在认真码字, 就只有我第一天就做了逃兵。 好说不好听啊。 权衡利弊之后, 崔耿稍微冷静了下来, 决定还是先稍安勿躁, 就算要走, 也得向止性地坚持两天。 而且, 昨天请假, 今天也还莫更新, 确实应该稍微更个一两张, 敷衍一下读者们了。 考虑再三, 崔耿轻轻叹了口气, 非常无奈地, 准备开始码字。 办公室里, 裴谦一边翻着笔记, 一边考虑最近的工作。 共享电话亭那边, 这两天尾托生产的电话亭应该都能交货了, 会在荆州的各大商场陆续立起。 等周末过后, 裴谦打算去各大商场稍微走访一下, 看看这些电话亭的情况。 虽然从上次的情况来看, 这玩意完全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谁知道会不会突然闲鱼翻身呢? 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共享学霸的话, 已经安排喝得胜去半了。 现在有不少专门制作教育类软件的公司, 去随便联系一家, 让他们帮忙先做个简单的APP出来, 应该不会很麻烦。 但,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APP花不了多少钱。 裴谦打算到时候多花点钱搞宣传, 打广告, 发传单, 在适当地发点红包补贴一下, 轻轻松松就能烧掉不少钱。 还有就是, 不知道李总搞的那个名副家宴, 情况如何了? 裴谦现在特别希望, 这个高档餐厅能快点打出名趟, 有效地分流一些明云私厨的顾客, 让明云私厨不要再那么挣钱了。 裴谦和李总有互相之间的联系方式, 但之前裴谦一直懒得联系, 所以, 两个人有限的几次见面, 全都是在摸鱼网咖偶遇。 但这次, 裴谦忍不住地想给李时打个电话。 很快, 电话拨通了。 喂, 李总, 没事摸事, 就是打个电话随便聊聊。 哎对了, 我想问问, 明府家宴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太火了, 所以最近很忙啊? 裴谦怦度真诚, 满怀期待。 电话那边传来李时无奈而又疲惫的声音。 裴总啊, 你就别闹开涮了。 你消息这摩灵通, 这种事情会不知道。 开业第二天就状况频出, 第一批客人有很多不满意的。 虽然也打折了也免单了, 但终究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 这几天, 只能说是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吧。 裴谦一愣, 状况频出, 不能够吧? 李总他们请的, 应该都是有经验的大厨。 就算做不到明云私厨的程度, 应该也不会状况频出啊。 突然, 裴谦想到一件事情, 上次聚餐, 把小汤也带去了。 那时候, 大家开开心心吃饭, 莫注意到, 有什么奇怪的影响。 所以裴谦本能地忽略了这件事情。 现在看来, 影响都发生在后厨了。 这是闹的。 裴谦突然感觉, 自己很对不起李总。 说好的事去给他捧场地来着, 一不小心, 误伤了。 裴谦赶忙问道, 影响不严重吧? 电话那头, 李总礼貌地笑了笑, 算不上严重, 都是一些小问题。 餐厅的品质在这摆着, 裴本事不至于, 但短期内, 也不可能活起来了。 话说回来, 不开餐厅, 真不知道, 这里面竟然有这魔多的门道。 我本来以为开高端餐厅, 只要钱够了就行。 现在才知道, 说想得太简单了。 裴总你之前一直表现的云淡风轻, 彭扶开高端餐厅, 是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看来这, 都是烟雾谈, 障眼法呀。 裴谦? 我干啥了? 这一口黑锅就扣下来了? 开明云私厨的时候, 确实莫怎么管啊。 反正莫名其妙地就火了, 我也很无辜啊。 怎么搞得, 好像我误导了你一样。 裴谦想了想, 说道, 李总, 稍安勿躁。 我觉得, 开高端餐厅这是个技术活, 需要一定的经验鸡肋。 民府家宴啊, 就是相对的缺少一点点鸡肋。 这都是暂时的, 肯定都会好起来的。 这样, 下周我再包个厂, 照顾照顾你们的生意。 裴谦想了想, 也没有太好的补偿办法。 总不能告诉李总, 说民府家宴那边开局不顺, 全都是因为我的一个员工吧。 玄学这重东西, 怎么能拿到台面上讨论呢? 也只能是带着自己的员工, 多去吃鸡肚, 稍微补偿一下了。 当然, 这次肯定不能再带小糖了, 万一名府家宴倒了, 对裴总也没有任何好处。 也不能带着周聚餐过的这些人, 同一个部门频繁聚餐, 系统那说不过去。 这次换一个部门, 比如换飞黄工作室, 或者逆风物流。 这就是公司人多的好处了, 可以不同部门轮换着吃。 裴谦不由地发散思维, 如果以后能发展到 三十多个部门, 本着一个公司每月聚餐一次的原则, 岂不是可以每天都去吃大餐? 嗯, 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电话那边的李总沉默片刻, 这才有些感慨地说道, 谢谢你, 裴总, 之前你不跟我们合作开餐厅, 我对你还有一点点小的误解。 现在我明白了, 生意是生意, 私人交情是私人交情, 裴总分得很轻啊。 总之, 这份情意, 我一定记着, 以后有机会, 一定好好回报。 裴谦? 你可千万别多想啊, 我单纯, 只是去吃个饭, 花点钱而已。 就算不去你的这家店吃, 我也会去天鹅湖餐厅吃的, 完全不是因为咱俩的交情, 只是因为, 恰好你这里比较贵而已。 而且,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交情, 你千万不要会错意。 裴谦内心中一万头草泥马狂奔而过, 然而这些内心活动, 不能吐露出来, 只能憋在胸口, 差点憋得想打嗝。 李总, 只是一顿饭而已。 你真的, 不用太放在心上。 你要是真想感谢我, 就把明府家宴开好。 开红火, 早日超过明云四处。 裴谦说得言辞恳切。 李时, 呵呵, 裴总我先忙了, 随时欢迎大家光临。 挂了电话, 裴谦很惆怅。 没想到, 本来是好意, 带大家去吃饭捧场, 却不经意间误伤了友军, 导致明府家宴那边, 情况也不容乐观。 真的是诸事不顺啊。 很难受, 但看了看, 今天都已经是周五下午了, 也干不了啥了。 下周一定得做点什么? 扭转颓势。 还有, 下周一, 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共享电话亭的情况。 裴谦莫念己便加深了记忆, 然后就继续看书复习了。 下午六点钟, 悠扬的铃声响起。 然而, 密集的机械键盘声却, 仍旧没有任何要停止的迹象。 很多作者仍旧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 双手疯狂敲击键盘。 朱星安站起身来, 拍了拍手。 好了, 下班了, 大家抓紧时间收尾。 十分钟之后, 就自动关机断电了。 明天请大家安排好时间, 最好是六点钟一到, 就全部停手。 坐在最里面的崔耿长出一口气, 整个人靠在人体工学椅上伸了个懒腰。 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字数, 8177字。 崔耿默默感慨, 没想到我作为一个鸽子精, 有生之年还能达成日更八千的成就啊。 虽说可以实时查询自己已经写的字数, 崔耿对这个字数也早就有了心理预期, 但此时仍旧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他觉得自己今天的效率挺低的。 不能开网页, 不能看视频, 不能玩游戏, 让他有一种浑身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 虽说桌椅很舒服, 显示屏很大, 键盘也很好用, 但毕竟不是自己熟悉的环境, 状态自然而然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中途还卡文了一段时间, 如果在家里是这种状态的话, 崔耿觉得自己顶多也就写个四千字, 就已经很不错了。 结果在这里, 竟然码出了八千字, 崔耿感到很骄傲, 很想大喊一声, 还有谁? 就在此时, 坐在他对面的两个作者站起身来。 感觉在这个地方一起码字, 效率确实明显提高了呀。 你码了多少? 刚到一万而已。 你呢? 一万三? 牛逼呀! 哎,不行不行, 我觉得还能再提高。 崔耿, 只能默默地把想要炫耀的话语埋在了心底。 接受了自己码了八千字, 也并不算多的事实之后, 崔耿把修改好的八千四百三十九字, 整整齐齐地分成四张, 打开坐着后台并上传。 别问维尸膜多了两百多字, 问就是随便加了几句话, 增加文章流畅度。 传到最后一张的时候, 崔耿有一点点感慨。 以前都是随写随发, 两张之间至少要间隔两个小时。 但现在, 四张连更, 四倍快乐, 有一种水霸泄洪的快感。 崔耿觉得自己的兴奋之情难以抑制, 但是又很难表达, 所以想了半天, 只是在章节的最后, 加了一个语气词。 妈咽! 看到发布完毕这四个字之后, 崔耿感到一身轻松。 惬意! 满足! 轻松! 虽说平时他总是 搁得理直气壮, 搁得随心所欲, 但每到傍晚的这个时间,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失落。 就是那种啊, 我明明什么都没来得及 做一天时间就过去了的感觉, 多少都有一点空虚和惆怅。 但是今天却没有这种感觉, 他不会再觉得什么都没来得及做, 因为今天码了八千字呢。 开饭了! 晚上大家自由活动, 想回宾馆就回宾馆, 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朱星安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招呼着众人 把墨鱼外卖的餐品 在会议桌上摆好。 一个个白瓷碗打开, 冒着热气的饭菜, 飘出香气。 作者们纷纷在会议桌旁坐下, 开始边吃边聊。 中午吃的就是墨鱼外卖, 所以崔梗对于这些精致 且健康外卖的感慨 已经在中午的时候抒发过了。 常会议桌上, 朱星安把大家点的饭菜 分别送到各自手上, 不知道为时摩。 这一幕让崔梗不由自主地 联想起最后的晚餐 那幅油画。 作者们开始边吃边聊, 无非是今天码了多少, 这里码字好像效率很高, 椅子不错, 今天颈椎竟然没有疼之类的话题。 崔梗没什么共同话题, 他最想吹牛逼说 今天自己码了八千字, 但是在这个场合, 好像这并不是什么 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反而有点丢人。 百无聊赖之中, 崔梗掏出手机, 想看看新章节的评论。 这里是不会屏蔽手机信号的, 只是没有WiFi, 作者们还是可以花流量上网。 当然, 即便如此, 也不会有人在这里玩手机玩一天。 大家都在码字, 而你一直在玩手机的话, 会有一种罪恶感。 而且, 这个学习班又不是强制性的, 如果针对码字一点兴趣都没有, 强行留下来也没时摩意义, 还不如早点离开, 回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就像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去了自习室, 就算他在, 怎么不想学习。 在这中氛围下, 多少也能看进去一点书, 总比在宿舍更容易沉浸到学习中。 不得不说, 崔梗虽然搁得厉害, 但书写的还是很好的, 有不少人追读。 新章节才刚发出来几分钟, 就已经有读者评论了。 我看到了什么? 四连更? 啊, 今天一定是吃撑了, 出现了幻觉。 鸽子精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不仅更了四张, 而且没有球票, 绝对是找代笔了。 看到这里, 崔梗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 上船的时候太着急了, 忘了球票了。 抱更了, 却忘了球票, 简直感觉像是亏了一个亿。 继续往下看。 妈耶是什么? 以前好像没见过张杰末尾, 有着重语气词啊。 我猜, 这个鸽子精一定是被绑架了。 绑匪大哥拿枪指着他, 让他码出来了八千字, 然后在张杰末尾, 留下了一个暗号。 绑匪大哥, 这两张票是给你的。 如果你看到了, 就多绑几天, 谢谢了。 我也加一张, 再多绑两天。 触手娘你要是生活中 遇到了什么困难就说一声, 我们才好提前想办法。 不然等你问题解决了, 我们怎么办? 真的吗? 鸽子精你被绑架了, 就赶紧眨眨眼睛。 我好感谢绑匪大哥。 崔梗看得很无语。 什么叫感谢绑匪大哥? 我在你们的心中, 就是这种形象吗? 只有被绑匪绑了, 才能努力更新吗? 我是那种人吗? 嗯? 我好像还真是。 那没事了。 崔梗仔细想了想, 要不是这个学习班, 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 专心码字, 自己还真的不可能 码出八千字来。 算了, 不纠结这些了。 反正, 老子今天码了八千字, 牛逼! 晚上要好好哈皮一下。 崔梗恶狠狠地 吞下去一块红烧肉, 低声问旁边的室友, 哥们, 晚上咱们一起出去玩。 听说荆州有个叫 摸鱼网咖的连锁网咖, 配置又高, 环境又好, 玩起来相当过瘾。 室友摇了摇头, 不了崔哥, 我晚上准备回宾馆, 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再码一张, 然后捋一捋大纲, 为明天做好准备。 崔哥, 莫名回忆起了 上大学时 和好学生住一个寝室的感觉。 一月十七日, 周一, 睡到自然醒的裴谦, 从床上翻身坐起, 揉了揉眼睛。 好烦啊, 又到周一了, 又要去上班了。 嗯, 总感觉周一 好像有个什么事情来着, 想不起来了。 算了, 先点外卖, 边吃边想。 裴谦掏出手机, 点了个摸鱼外卖, 然后看了一下未读信息。 马阳, 谦哥, IOI 已经在欧美地区 正式开始测试了。 据说数据非常不错, 你快看看。 哦? 裴谦立刻精神了。 他赶忙打开浏览器, 搜索指头公司 和IOI测试的相关信息。 指头公司的官网上 详细介绍了IOI 这款游戏的优点, 例如, 拥有自动匹配的专业战网。 根据玩家隐藏的实力值 EOO积分确认玩家水平 并开始快速战斗, 开黑自动匹配开黑玩家, 且以后将会开放天梯系统等等。 在论坛上, 裴谦也搜到了一些玩家的反馈。 虽然有一些人抱怨 游戏中存在着一些bug, 但整体而言, 还是以夸为主。 裴谦也莫看太多, 以他的四级英语水平 不能说完全看不懂吧, 但看得相当吃力。 他更关心国内的论坛上的相关讨论。 IOI在国外测试后,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内。 有不少国内玩家也非常重视 IOI这款游戏, 希望能够早点开启国服测试, 出中文客户端。 甚至有些玩家 已经等不及地去米服体验了。 看完了这些消息, 裴谦的心情稍一些复杂。 他现在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该盼着IOI火 还是黄了。 但不管怎么说, 剧本终于 还是像自己预想中的 那样发展了。 之前裴谦发现 IOI在米国 也一直没有开启测试, 反响频频, 还有点担心 这游戏是不是要黄了。 虽说 IOI黄了 会导致那比2000万的投资打水漂, 但再看看自家的God 立刻就不乐观了。 现在剧本 还是跟想象中的发展一致。 IOI在米国爆火, 那么 按照这样的剧本发展下去, 火遍全球 肯定是早晚的事情。 也就是说, 暂时可以对God放心了。 裴谦现在的系统资金不多, 否则的话 肯定要立刻再给God砸一笔。 裴谦把外卖吃完, 准备到公司 去随便转移转, 看一看God的研发情况。 就在这时, 他又收到一条信息, 是黄思伯发来的。 裴总, 我们的电影杀青了。 裴谦愣了一下, 这魔快? 哦, 也不算快。 其实仔细一想, 比预期中的还要稍慢一些, 算算时间也确实差不多了。 杀青意味着电影的拍摄人物已经完成了, 虽然接下来还要进行剪辑和后期等工作, 但一般而言, 杀青后剧组就会解散, 江湖再见。 所以, 大多数电影都是在杀青之后庆祝, 因为这个时候剧组人缘其全。 一听这个, 裴谦当时就不困了。 杀青之后庆祝, 是不是得吃饭? 是不是得好好地在荆州玩鸡天? 人家辛辛苦苦, 大老远地来一趟, 尽心尽力地拍电影, 作为地主, 是不是得好好款待? 裴谦立刻打字回复, 剧组的人一个都不许走啊。 我请客。 下午, 裴谦先去了一趟公司, 看了看GOG的研发情况。 马阳那边, 已经把IOI的测试版客户端给发过来了。 圆梦创投币竟有指头公司的股份, 还是国内的游戏代理商, 要一份客户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虽然是英文版, 但裴谦靠着自己的四级英语水平, 借助千度翻译, 还是能够看懂个大概。 把IOI的版本和GOG目前的版本两相对比, 裴总踏实多了。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之前IOI一直没有公开测试, 只是偶尔发来几个当前正在改进的版本, 裴谦虽然也见过, 但对于这游戏到底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没有很明确的概念。 因为裴谦记忆中的LOL已经是非常成熟, 非常完善的形态了, 再看雏形期的IOI, 自然是怎么看怎么别扭, 无法很客观地进行评价。 但是, 在知道了测试期间玩家们的反应之后, 裴谦就大致能确定了。 这游戏本身的品质是毫无问题的, 至少在目前, 它在当前领域的竞争力是不言而喻的。 反观GOG在完成度上就差了一大截。 裴谦也不知道这是因为IOI立项更早, 研发进度更快, 还是因为李雅达他们整个项目组的人都在偷懒呢? 裴谦更希望是后者。 不得不说, 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一出, 不只是新员工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就连老员工的工作态度也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比如, 腾达游戏部门设计组作为时常加班的顽固派, 最近的加班评次也明显降低。 看起来, 李雅达他们是准备战略性放弃第一次的零加班大赛评选了。 在完成工作任务和拿奖金之间, 他们选择了前者, 这让裴谦感到有点遗憾。 不过, 李雅达他们似乎并没有破罐子破摔, 觉得反正零加班大赛也默契了, 就变本加厉的加班。 而是在努力地每周减少加班时长和加班份额。 这让裴总感到很满意, 有一种顽固派终于开窍了的喜悦。 总之, 目前来看Gog的状况良好, 如果之后再有多余的钱不知道该往哪边花, 往Gog这里砸个几百万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毕竟IOI和Gog之间的差距, 目前看起来应该不是几百万, 能够弥补的。 想到这里, 裴千稍稍安心了一些, 一边复习, 一边期待着晚上的饭局。 晚上, 明府家宴。 裴总, 别来无恙啊。 张祖亭和陆之谣等几个剧组的重要人员, 在饭店门口接到了裴千。 这是做什么? 大冷天的, 进去说进去说。 裴千赶忙把众人往里面领。 进入餐厅之前, 裴千对众人低声说道, 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大家千里迢迢地过来帮我拍电影, 我怎么也得尽到地主之意。 无名餐厅那边, 预约的是二十号, 也就是三天后。 所以, 三天后的晚上, 咱们再去大吃一顿。 这三天时间, 大家在荆州随便玩一玩, 好好休息休息。 今天的这顿, 算是庆祝杀青。 三天后的内读, 算是为大家践行, 顺便预注电影票房大爆。 所以今天这顿可能档次上稍微插纳磨一点点, 大家也别介意, 凑合吃一吃就行。 裴谦这番话, 一方面是提前给大家打好预防针, 让他们对今天的饭有点心理准备。 另一方面, 也是为连吃两顿, 找个正当理由。 两个理由都非常正当, 无懈可击, 想来系统也莫理由不同意。 张祖庭笑了笑, 裴总你这话就太见外了。 我们来捧场, 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看在裴总你的面子, 但这电影的剧本好, 团队好,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裴总的剧本好, 电影拍出来, 票房如果能大爆。 那我们这些人, 也都能跟着沾光, 感谢裴总还来不及呢。 众人寒暄着, 来到民府家宴里面各自做好。 李时今天莫在, 似乎是公司那边有事情要处理, 不过他已经提前打过招呼, 这边的店长又认识裴谦, 这次又是包场, 自然要应切招待。 很快, 一道道好菜端了上来, 大概是因为, 今天没有带小糖的缘故, 菜上的很快, 中途也没有出什么幺蛾子, 一切正常。 剧组的众人, 品尝着一道道精美的菜品, 吃得心满意足, 就是稍微有点疑惑。 裴总之前说的大家凑合吃一吃, 是谦虚啊, 还是真正摸想, 这地方的档次, 要是还算低, 那无名餐厅到底的是什么档次? 女主角林如仪忍不住地对旁边的陆之遥提出了这个疑问, 因为陆之遥去无名餐厅吃过。 陆之遥想了想, 不太好描述, 但, 无名餐厅确实比这里更好, 而且好得多。 另一桌, 裴谦在和朱小册, 黄思博讨论电影杀青之后的安排, 电影已经开始剪辑了, 过几天可以先出一个粗剪板出来, 稍微看看。 之后, 除了剪辑之外, 还有后期特效等等一系列杂七杂八的事情, 总之, 争取一个月搞定吧。 但是裴总, 这个时间我也不敢保证, 只能说尽快。 裴谦稍微有点失望, 一个月啊, 那就肯定赶不上春节上映了。 情人节的话, 也够呛, 有点可惜。 2011年的春节是2月3号, 就还剩不到半个月了。 就算把后期累死, 也不可能在春节档上映了。 当然, 裴谦本来也末打算赶进度, 更没打算让大家加班。 之所以说有些可惜, 主要是裴谦觉得这两个档期很适合《美好明天》这部电影上映。 春节档, 合家团圆, 是喜剧片的天下。 情人节, 是爱情片的天下。 《美好明天》, 这种又毒又虐的片子, 蒙上科幻爱情这张皮, 再顶着这个迷惑性十足的名字, 在这两个档期上映, 肯定能被骂得狗血临头, 被那些喜剧片, 爱情片, 挤压得渣都不剩。 电影上映, 档期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同期上映的电影, 互相之间竞争激烈, 好电影的上作率高, 排片率上升, 自然而然的, 就会挤压其他电影的生存空间。 裴谦就盼着能出个大爆款, 把自家电影排片给紧磨了才好。 朱小策说道, 春节和情人节期间流量比较大, 确实是不错的档期。 不过, 咱们这个片子内涵有点深刻, 不一定适合在这两个档期上。 依我看, 这电影不妨叮当到五一, 好饭不怕晚。 五一? 可别闹了, 3月31号就结算了。 你给我定当到五一? 那不是黄花菜豆粮啊? 虽说这个周期有一个项目可以延迟结算, 但延期结算着魔关键的机制, 裴谦还想着留给经济旅社呢? 哪能留给一个注定要赔的破电影? 在裴谦看来, 这电影上映越早越好, 反正注定要血本无归, 多拖一天就多一点风险。 裴谦说道, 五一太晚了, 完全没有必要。 依我看, 就一个月后吧。 二月二十二就是个好日子。 朱小策啊! 他掏出手机来看了一眼日历, 发现二月二十二是个周二, 什么节日都不是, 甚至不是周末。 朱小策困惑的表情持续了两秒钟, 然后眉头舒展开了。 裴总另有安排, 还是说这是某个黄道吉日? 看裴总认真的样子, 不像是在开玩笑。 朱小策点点头, 好的裴总, 那就定二月二十二。 不过, 定在这种日子, 咱们电影的宣传压力就很大了。 随便咯。 裴谦心中非常无所谓, 铺接电影有啥好宣传的, 最好是上映之后, 一点排片都没有。 大家也都不知道这个电影, 那才好呢。 总之就这模拌, 吃菜吃菜, 酒足饭饱。 裴谦将剧组的众人一一送走。 接下来三天, 剧组众人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 有专人带他们在荆州当地游玩, 不用裴谦操心。 这次的游玩, 当然不是过山车蹦击鬼屋一条龙, 就只是正常的游玩。 毕竟裴谦心里很清楚, 对朋友对敌人, 那得区别对待。 人家辛辛苦苦出力, 帮自己拍不接电影烧钱, 说不定还要因为电影太烂承担一些骂名。 裴谦要是再给人家整上夺命一条龙, 那还是人吗? 裴总, 再稍微坐坐。 李氏来到门口说道, 裴谦看他似乎有话要说, 点点头, 行啊。 俩人回到餐厅, 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 服务生端上来一壶茶水。 李总,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裴谦想要绕过那些客套, 他还想着早点回去睡觉, 明天早起复习。 李氏有些感慨, 裴总之前说会多多关照这边的生意, 我还以为只是一句客套话, 莫想到裴总还真的是很够意思。 我这开业才刚一周多, 裴总已经包了两次场。 裴谦喝了口茶水, 发现这茶却实还不错。 李总, 我早都说了, 你千万别多想, 我这就是正常的聚餐而已。 李总你不会就只是想说这个吧? 李氏笑了笑, 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裴总, 我想好了, 你的鬼屋项目, 我准备投一笔钱。 哪怕这钱打水漂了也没关系, 全当是对裴总你的一种感谢。 裴谦喝着茶, 头上缓缓飘出一个问号。 李氏说的话, 裴谦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在商言商, 李总是个资深的投资人, 怎么可能真的拿钱去投那些一看就收不回成本的项目。 很早之前, 裴谦就已经把鬼屋的事情透露给李总, 还假惺惺地邀请他一起。 那时候, 李总只是打了个哈哈, 完全没有接话。 很显然, 李氏觉得这鬼屋压根搞不起来, 所以不想掺和。 那么现在他为师模改变了主意。 显然, 感谢裴总的捧场, 这只是一句借口, 一句场面话而已。 难不成, 因为李氏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和调查, 看到了某些鬼屋盈利的可能性。 裴谦仔细想了想, 最近经济旅社那边已经开工近一个月了。 因为目前只是搞那些小项目, 所以进度很快, 说不定再有几天, 其中的一两个小项目就可以稍微体验一下了。 那么, 李总派人查探一番, 自然会发现裴总搞这个鬼屋是非常认真的, 而且进展很快。 总之, 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 裴千青轻叹了口气, 李总, 我记得你之前很不看好鬼屋这个项目的。 能说一下为神魔改主意了吗? 言下之意是, 李总你觉得鬼屋项目到底哪靠谱了? 我改还不行吗? 李时笑了笑, 这个嘛, 说起来可能稍显荒诞。 裴千面带微笑, 心里想着, 莫关系, 再荒诞的理由也莫关系, 我一定让陈康拓他们改掉。 李时继续说道, 其实, 我重新看好鬼屋项目, 并不是因为鬼屋项目本身。 而是因为我最近在开这家餐馆时的一些感触。 裴千? 开餐馆的感触, 跟鬼屋又有什么关系? 李时说道, 宁府家宴开局不利。 我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 为什么? 仔细想想, 关键是在于一些细节, 这些细节, 直接影响顾客的消费体验, 决定着高端餐馆的口碑。 李时认真地分析起来, 裴千喝着茶水, 努力维持着自己的表情。 李总, 你真想多了。 民府家宴开局不利, 完全是因为我那天不小心带来了小汤, 误伤了有据。 但是这种事情又不能明说, 只好默默喝茶, 憋在心里。 李时疯狂分析了一波, 这才感慨道, 所以, 我越发觉得, 裴总你当初做无名餐厅, 难度多大。 无名餐厅初期的情况, 和这个鬼屋的处境, 何其相似? 可即便如此, 无名餐厅还是大火了。 我发现, 不管是多么离谱的项目, 只要经手裴总, 都彭扶被注入了灵魂。 裴总你, 既然决定了要做鬼屋, 肯定是有了完全的把握。 所以, 虽然到现在我还是莫想到, 裴总你到底打算如何宣传这个鬼屋, 但我相信你。 李总的态度非常诚恳, 裴谦一阵无语, 就因为这? 裴谦本来还在想, 李总看好鬼屋什么地方, 我就改什么地方。 结果, 竟然是因为这重离谱的理由, 裴谦很无语, 李总,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鬼屋项目的风险真的很大, 我这是真心实意地为你好。 裴谦说得很诚恳, 他也完全不打算让李总来瞎掺和, 虽说经济旅社的成功率极低, 但也不能忘了民云私处的前车之间。 万一李总跑到经济旅社旁边, 搞点什么配套设施之类的, 吸引其他的投资者跟风, 再把这附近也搞成一个热度很高的新商圈。 那不是玩独自吗? 然而李时笑了笑, 显然是完全不信。 裴总, 既然你也觉得这是好意, 那就不要心灵, 咱们之间不用那摩多客套, 收下就好。 你放心, 我绝对不瞎掺和经营的事, 就是想稍微挣点分红, 有钱一起赚, 不好磨。 或者, 裴总如果觉得投鬼屋不妥, 给我推荐个别的投资项目, 让我投一下摩鱼网咖, 咱们再开几家分店。 或者, 我再去凌晨那边随便投点钱。 李总的表情非常真诚。 赔签? 危险, 这是非常明显的危险。 一听到凌晨两个字裴签就明白了, 虽然他已经叮嘱张员要低调, 但凌晨那边的动静, 显然也瞒不过李总的眼睛。 之前, ROF因为内存涨价而大赚一笔, 裴签无奈之下, 决定让张员进军凌晨, 指望着把墨鱼商业综合体 给开到凌晨这个穷乡僻壤, 把这笔多余的资金给消耗掉。 但是, 李时一直在盯着裴签, 消息又如此灵通, 怎么可能不知道? 裴签陷入了两难。 他确实完全可以不搭理李时, 但是李时就可以把这笔钱投到凌晨去, 再在墨鱼综合体这个商圈内 投几家酒吧, 几个咖啡馆, 几家门店之类的。 墨鱼网咖的品牌效应, 加上李总和汉东省各种投资机构的资金热炒之下, 凌晨的墨鱼商业综合体, 恐怕是前途未卜。 裴签感觉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 李时说的这番话在他听来, 基本上就是你是想自己体面, 还是我帮你体面。 不同意李总投鬼屋的话, 李总这笔钱多半就要投到凌晨去了, 这可拦不住。 二选一, 裴签感到很惆怅, 权衡利弊之后, 裴签觉得还是凌晨更危险一些。 毕竟墨鱼网咖是一个已经成功了的项目, 即便凌晨是一片全新的市场, 但李总这一插手估计是凶多吉少。 裴签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这种事情威胁。 而李时看着裴总的反应, 也在暗自纳闷。 怎么回事, 我给裴总送钱, 裴总还能震抹, 不情愿吗? 看这表情, 怎么好像要让他割肉一样。 两个人一时之间陷入沉默, 相鼓无言。 裴签想了想, 问道, 李总, 你真不怕裴。 李时点点头, 不怕。 裴签轻轻叹了口气, 行, 那我手头有两个项目。 李总你要是真想感谢我, 那就随便挑一个头吧。 第一个就是鬼屋项目, 也就是经济旅设。 第二个是学霸快来, 是我最近正在筹备的一个教育类APP。 裴签一边说, 一边观察李总的表情。 李总显然并未掌握 关于学霸快来这个项目的信息, 听得很认真。 裴签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具体细节也不了解, 方案是喝得盛来做的, 裴签并没有过问, 所以, 只是简单说了一下大方向。 在裴签看来, 这两个项目都是必然会赔的, 李总既然不怕赔, 那就爱投哪个投哪个吧。 李时稍作考虑, 好, 那我投学霸快来。 显然对于李时而言, 这两个项目相比, 还是学霸快来这个项目更加靠谱一些。 裴签点点投, 不管怎么说, 只要李总不去网林城投钱, 那就一切好说。 1月18日, 周二, 圆梦创投。 裴总, APP已经做好了, 您看一下, 这是学霸快来项目前期的宣传资料。 还有, 关于复辉资本投资的事情。 看着赫德胜递过来的一大堆资料, 裴签感到一阵头痛。 他只是看了一眼, 就把这些资料扔在一边, 接过手机查看学霸快来的APP。 做得比裴签想象中要快不少, 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搞出来了的大样子。 据赫德胜说, 这家公司曾经做过类似的项目, 所以只是加班加点, 把之前那个失败项目的代码改了改, 换了一套UI, 加了两个新功能, 就搞出了学霸快来的第一版。 似乎是怕裴总不高兴, 赫德胜补充说道, 裴总你放心, 质量不会有问题, 虽说是外包, 但这家公司是很尽职尽责的。 裴签并不在意这些, APP的质量有问题才好呢, 量得更快。 本来就只是想随便搞搞花点钱而已。 裴签稍微完了, 一下这个APP, 发现目前只有最基础的功能。 APP有两个入口, 分别是学霸入口和学渣入口。 从学霸入口进入, 可以填写自己的资料, 包括学历学校, 擅长科目, 知识水平等等, 也要提交一些必须的资料, 进行实名认证。 从学渣入口, 进入则简单得多, 发布需求, 学霸接单, 之后二者达成共识, 见面辅导, 支付尾款。 给赔签的感觉, 这个软件跟打车软件很像。 事实上, 赫德胜还为这个APP规划了更多的功能, 比如在线视频解答, 搜题等等, 只不过时间不够, 来不及做。 而且, 目前的基础功能, 本质上只是牵线搭桥, 但也还远远算不上完成。 刚开始用户很少, 这个APP还没问题, 随着用户越来越多, 不仅仅是服务器的带宽要扩展, 软件本身的架构和稳定性, 也需要不断改进。 当然, 这些暂时还不需要担心, 因为这APP目前还没用户。 为了学霸, 快来这个项目, 赫德胜成立了一家公司, 按照创业团队60%, 圆梦创投30%, 付贵资本10%的比例分配股权。 圆梦创投投了200万, 付贵资本投了100万。 李总还想多投点, 但是被裴迁给拒绝了。 李总无脑跟头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裴总现在接受李总的投资, 让李总小亏个100万, 一方面能够给李总浇一盆冷水。 这样, 李总以后就不会再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自己, 以后能清静很多。 另一方面, 裴迁还是慈悲为怀, 莫打算让李总大出血, 亏得太多。 当然,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控制风险, 这项目钱太多了, 容易出事。 于是暂且跟李总说, 先投100万一丝一丝, 前期还用不到那么多钱, 如果之后情况好, 再追投不迟。 当然, 创业团队都是自己人, 所以实际上赔签和圆梦创投控制的股份 是90%, 而李总对这个项目的运营并没有任何兴趣, 表面上说是还赔总个人情, 实际上就是为了浑口汤喝。 所以, 这个项目的具体发展, 还是完全取决于裴迁自己的决定。 裴迁也莫仔细看, 把手机递选给赫德胜。 行了, 开始铺广告吧。 赫德胜一愣, 呃, 裴总, 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他很想说, 就算是忽悠人, 怎么也得做好准备吧。 这APP完成度这膜低就上线了, 哪怕是为了忽悠人, 是不是也有点态度不端正? 裴迁一白手, 莫关系, 现在铺了广告再说。 APP完成度低? 那才好啊。 裴迁就怕APP完成度高了再以宣传, 李总带着一群人纷纷追头, 真把这个项目的热度炒起来, 那就麻烦大了。 就趁着现在APP完成度低, 才好使劲宣传, 花了钱又挨骂。 到时候, 大家全都不看好这个项目, 当场GG, 裴总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1月20日, 周四, 崔耿一边吃着墨鱼外卖, 一边听着众人的闲聊。 唉, 昨天又被读者骂断章了。 这有什么了? 被骂断章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就是, 断章这种小事。 啊? 大家都这么稀以为常吗? 废话。 你看连续剧, 动漫, 最后几分钟, 不也得给你留个悬念? 读者们嘴上骂你断章, 身体实际上是很诚实的, 下一张一更新, 就跑过来看了, 可以很好地增加读者粘性。 你不断章, 读者看完这一张就放下了, 下一张追定绝对要点。 所以, 不会断章的作者, 那不是好作者。 听着众人的讨论, 有不少人都在频频点头, 也有一些作者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 崔耿看了看日历, 它是上周四来的荆州, 到现在, 刚好一周时间过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互相之间都不熟悉, 所以, 交流的问题都比较肤浅。 现在, 大部分人彼此都已经认识了, 一些关系, 很近的作者聊天, 就百无禁忌了。 自然少不了一些, 关于马字技巧的交流。 崔耿拿出手机, 看了看自己小说的评论区。 太可怕了, 鸽子经这周天天捂羹, 刚开始, 还怀疑它是不是被绑架了, 现在不用怀疑了, 绝对是被绑架了。 感觉, 好像变水了一点点, 不过还是很爽啊。 鸽子经你坚持住, 再来一周, 我手上这张推荐票, 就是你的了。 崔耿看着这些评论, 心情复杂。 不得不说, 暴更确实有用。 更新粮一上来, 追订, 军订, 各种票, 全都比之前提升了不少。 从上周到现在, 崔耿平均下来, 每天都能更新个八千到一万。 这对于之前的他来说, 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 字数的增加, 主要是因为工作时间的增长, 而非刻意灌水, 所以, 更新的质量, 还是有保证的。 当然, 有一些变态, 不仅是白天工作时间码字, 晚上回去了, 还要用笔记本电脑, 再码一张顺便整理大纲, 简直就是畜生。 崔耿当然不会这魔干, 他就是老老实实地, 每天写满八小时, 平均下来一小时一千多字, 这速度算不上快, 但对他而言, 已经相当可观了。 一旦养成了习惯, 崔耿反而挺享受这种状态的。 不得不说,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 马字也是会上瘾的。 只不过现在的崔耿, 遇到了一点点小问题。 他一边吃着墨鱼外卖的饭菜, 一边在桌上提出了自己的烦恼。 各位, 我最近觉得, 进度推进得有点太快, 写不下去了, 怎么办? 众人骑刷刷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一口同声地说道, 切了吧。 崔耿, 一到这种事情上, 这群无良作者, 瞬间就不正经了。 劝比自己成绩好的人, 切书简直就是作者群日常。 当然, 这也不能怪大家, 主要是以卡文为由装逼的作者太多了。 所以, 遇到这种疑似装逼的情况, 大部分人会选择先发制人, 用切了吧三个字, 来终结话题。 崔耿很无语, 他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主要是因为, 目前在写的这本书, 大刚从一开始就莫搞好。 成绩还行, 剧情也算不得崩, 但是一开始的架子就搭小了。 原本崔耿每天只打算写两三千字, 这样细水长流, 应该能写满久。 但是最近突然八千亿万的暴更, 突然发现, 这故事的主限剧琴撑不住了。 估计写到隔一百万字左右, 这书就要完本了。 这咋整? 当然, 作为一个习惯性烂尾的作者而言, 烂尾并不可怕。 切了许多回之后, 早就已经是轻车熟路, 挥刀的时候, 根本就不用低头看。 只是, 切了之后, 新书写啥? 崔耿简直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吃完午饭, 朱星安说道, 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上午写的东西上船, 稍事休息。 今天下午按照行程安排, 我们会在荆州游览, 活动活动, 换个思维, 顺便也积累一下素材。 大家抓紧时间, 一小时后在酒店楼下集合。 车上, 赔钱很困, 昏昏欲睡。 闭卷考试的, 那门课总算是考完了。 这几天, 他一直在闷头复习, 公司的事情都莫太顾得上。 不过好在突击背诵确实, 有点效果。 赔钱估计着, 怎么也得考个70分以上吧。 要是课金及格, 那多半是60分飘过, 但是靠自己的力量, 考到70分, 那就相当值得骄傲了。 赔钱觉得, 自己这段时间的复习总算是没有白费, 到时候, 争取比老马高一点点就可以。 接下来还有三门开卷考试。 应该不用再这么费劲了。 差不多也可以盯一盯公司的事情了。 奇怪, 我总感觉我好像忘了个什么事情来着。 赔钱努力了两秒钟, 想尝试着回忆一番, 但很快就放弃了。 刚考完试, 脑子处于放松状态, 实在是不适合回忆。 更何况, 现在的产业有点多, 赔钱有点力不从心, 都记不过来了。 他打了个哈欠, 决定先回住处睡一觉再说。 小孙的车开得很稳, 但是赔钱系着安全带也不方便睡觉, 只好摸出手机, 打开终点中文网APP, 开始追小说。 赔钱的爱好很广泛, 动漫, 追剧, 游戏, 电影, 小说等等, 都喜欢, 只是哪个研究的都不深。 毕竟是纯于乐心态, 研究那抹专业抹意义, 就是图一乐呵。 之前赔钱一直是在无线中文网上看小说的, 因为无线中文网上的小说品类齐全, 题材新颖。 至于终点中文网, 一方面是因为终点中文网之前的小说都太垃圾了, 赔钱根本看不下去,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本能地不想支持自家产业。 不过最近, 他还是逐渐开始看终点中文网的小说了。 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工作。 赔钱觉得自己多多少少得注意一下终点中文网的状态, 因为终点中文网已经盈利了。 之前马一群想把一笔利润上交, 被赔钱果断拒绝, 但是直到现在, 赔钱也没再过问马一群把这笔钱花到哪去了。 一方面是太忙所以忘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过问太平凡的话, 不太符合裴总的人设。 裴谦觉得, 只要自己紧盯终点中文网的APP, 自然能够很好地掌握这个网站的动向。 不得不说, 终点中文网最近确实出现了不少优质的内容, 有几本书对裴谦来说, 总算是看得下去了。 现在是2011年, 整体上流行的还是默契少年穷的热血玄幻套路, 霸榜大部分都是玄幻, 仙侠题材, 不少大神都会在近两年铸就神格。 当然, 网站名字都变了, 具体的书和裴谦记忆中的也不一样。 但不管是否一样, 裴谦都是一样看, 因为即使是看过的那些书, 他也早都忘得一前二进了。 终点中文网的书库, 基本上也都是紧跟无限中文网的步伐。 这些玄幻小说, 基本上可以看成是无限中文网那基本大火书的山寨版。 裴谦看得相当随缘, 在首页上看到感兴趣的题材就追一阵, 看腻了就默默删书, 大部分书都追不到最新章节。 只是今天一刷新书架, 裴谦突然一愣, 他收藏的几本书, 整整齐齐地更新了一个单章,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大概是十二点半左右。 裴谦一皱眉, 隐约感觉这是有点古怪。 什么事情? 能让这魔多作者在同一时间更新单章? 大规模的拍活动? 他赶忙随便点进去一本书, 查看这本书更新的单章。 各位读者老爷, 今天就只有两章了, 因为下午, 网站组织集体活动, 短暂出狱, 到荆州当地游览一番, 收集收集素材。 明天再继续加更。 章节下方, 已经有很多读者的留言。 蠢了? 最近看你更新量确实很大, 别累着, 好好休息休息, 明天还个七八十张就行了。 果然是被劫匪绑票了, 而且一下子绑了这魔多作者。 哈哈哈哈, 暂时出狱可还行。 之前有作者说 参加一个学习班, 我还以为就是普通的讲座呢。 那时候我还说, 学习班有屁用, 抓紧更新啊。 结果现在一看, 这乃是什么学习班? 这就是官方小黑屋啊。 干得漂亮。 这几天, 就连某几只鸽子鲸 都能稳定四更了。 强烈要求这个学习班 一直办下去。 请问, 学习班还能加人吗? 我这有个常年的一更寿, 非常需要去学习班 接受一下再教育。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学习班哪都好, 就是不知道, 唯实摩, 好像最近的作者, 都喜欢断章了。 你们在学习班接受的培训, 也有断章这重专业训练吗? 看着读者们的评论, 赔千一头雾水。 与此同时, 隐约有一丝不太妙的感觉。 通过这些读者评论, 赔千很快确定了一件事情, 马一群确实, 把这笔钱花在中层作者身上了。 他把这些作者安排到了荆州, 搞了个学习班, 明显提升了他们的创作效率。 至于效率具体, 是怎么提升的? 恐怕不会, 很符合腾达精神。 赔千有点无语, 这个马一群, 在我眼皮子底下, 竟然还闹出了这种幺蛾子。 目前看起来, 这群中曾作者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不仅是更新量提上去了, 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 很多点子迸发出来, 剧情和写法技巧, 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这些人里面, 要是真搞出一个大神作者, 来一炮而红, 那得给终点中文网, 带来多大的流量。 要知道, 文化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内容, 没有内容, 什么都是白扯。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 下载某个直播平台客户端的理由, 往往只是因为一个自己喜欢的主播, 而成为某个小说网站忠实用户的理由, 往往只是因为一本自己喜欢看的书。 这个世界盗版几乎绝技, 真想看一本好书, 就只能到这个指定的网站上去看, 不会出现那种作者呕心沥血, 热度全都让盗版网站转了去的情况。 所以, 裴谦感觉到了这背后的危险性。 他打给马一群, 问清楚了这次终点 中文网网络作者学习班的具体地址, 然后对小孙说道, 掉头, 先跑一趟成交。 半小时后, 网络作者学习班所在的写字楼, 马一群领着裴谦, 往终点中文网租的小黑屋走去。 虽说这边的事情马一群已经全都交给朱新安负责, 但既然裴总来了, 马一群肯定还是得亲自接待, 汇报工作。 裴总, 这是我们这次学习班的方案, 这是跟作者们签订的协议模板, 还有日常的生活安排。 马一群给裴谦一一介绍, 言语中透着一股自豪。 他确实挺自豪的, 因为这段时间网站的流量数据明显提升了。 一个作者曝更, 效果多半只能影响他自己的书, 对网站的数据而言, 效果微乎其微。 但是如果很多作者一起曝更呢? 网站总是会定期搞一些双倍月票之类的活动, 也正是为了刺激作者曝更, 从而整体拉升网站的数据。 现在, 学习班的这些中层作者一曝更, 每本书的读者年性都在增加, 网站的数据自然好看了很多。 裴总, 这是网站最近的数据增长情况, 这是读者反馈。 总之, 这次的学习班非常成功, 可以说是读者, 作者和网站的三方共赢。 所以, 我打算在本次学习班结束之后, 立刻就举办下一期学习班, 继续纳入一些新的作者, 让学习班活动成为常态。 当然, 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裴总的方针正确, 裴总您说得对, 大神确实不是靠挖的, 而是靠自己培养的。 我想过了, 即使从外站挖来大神, 给他一个优厚的买断价格, 网站也会因为缺少土壤, 缺乏中间力量, 而无法将这重热度长久地留住。 现在这个学习班一开, 就算是培育不出大神, 只要能把这些中层作者给培养好, 我们网站肯定也会蒸蒸日上。 这种中层作者中, 出现一名大神, 那也是早晚的事情。 裴谦? 马一群不说的话, 裴谦还不知道, 问题竟然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 此时, 作者们跟朱新安还在荆州瞎逛, 没有回来。 所以, 裴谦和马一群在这里说话, 可以不被打扰。 裴谦随手打开一台电脑, 发现这台电脑一开机, 就自动进入小黑屋状态, 基本上没办法进行太多的娱乐活动。 再看看这份协议上所写明的内容。 作为一只咸鱼, 裴谦本能地感觉心中意凉。 套路深啊! 这不就是一个, 把咸鱼批量, 转化成奋斗逼的血汗工厂? 裴谦很想以腾达精神为由, 捣毁这个血汗工厂, 将被压榨的作者们给解救出来。 但是转念一想, 这是不好应来。 因为马一群给这些作者们规定的, 就是八小时工作制, 一分钟也莫让他们加班啊。 名义上并没有违背腾达的规定, 而且又是管吃管住, 又给底薪和五险一惊, 这待遇已经够好了。 唯一的问题, 可能就是电脑一开机, 就强制进入小黑屋状态。 裴谦觉得, 自己可以从这一点下手。 但是, 这话的有个由头, 需要作者们的配合。 裴谦没有表露出自己的想法, 而是和马一群 继续聊学习班的一些细节, 同时等著作者们的归来。 中午一点钟出去的, 到现在, 差不多也快该回来了。 没过多久,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荆州这名圣古记挺一般的, 没时摩看头, 不过拍了几张照, 倒是也不算白来。 墨语网咖针挺不错的, 怎么其他城市都摸线着? 感觉荆州这地方, 还真挺宜居的。 今天下午的行程很简单, 作者们先是到荆州那几个并不出名的古迹去转了转, 感受了一下荆州的历史风貌, 而后又到离这里最近的一家墨语网咖做了做。 行程比较宽松, 大家也都不累。 此时, 作者们回到日常办公的小黑屋, 发现门开着, 马一群在这里, 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 所有人都是一愣, 随即纷纷打招呼, 马总。 马一群微笑着站起身来, 大家玩得还高兴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腾达集团总裁, 裴谦裴总, 今天特意过来关照大家。 马一群简单介绍, 作者们纷纷问好, 这可是老板的老板, 肯定怠慢不得。 大部分作者, 虽然并不喜欢, 也并不擅长这些人情事故, 但该有的李茂总, 还是有的。 裴谦并不在意这些, 他等到现在另有所图, 所以植入正题。 大家这段时间, 都辛苦了。 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大家随时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定立刻改正。 大家觉得, 这个网络作者学习班, 效果如何? 作者们看到裴总这摩客气, 赶忙回答, 裴总您太客气了。 马总把我们照顾得特别好, 只有感激, 没有意见。 这个学习班的效果太棒了, 我们创作起来更快了, 生活更规律了, 身体也更健康了。 总之, 非常感谢裴总和网站给我们这次机会。 其他作者也纷纷附和。 裴谦, 太让人失望了。 他本来希望这些作者们挑挑毛病, 只要任意一个作者挑了毛病, 裴谦就可以顺水推舟地, 让马一群去改。 比如, 假设一个作者说电脑不能玩游戏看视频, 太不方便了, 裴谦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让马一群解除掉所有电脑的小黑屋状态。 结果, 全是彩虹片。 裴谦很无语, 但这些作者们越是这魔说, 就越是坚定了他的想法。 既然效果这么好, 那更得改了。 裴谦轻渴两声, 决定给他们一些提示, 电脑的小黑屋状态, 不知道大家是否习惯。 我觉得, 写小说是个创造性的活动, 关小黑屋恐怕会扼杀大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要不, 把小黑屋取消掉, 怎么样? 裴谦本来以为这些作者会一片欢腾, 拍手称快, 到时候就可以顺应名义, 让马一群解除所有电脑的小黑屋状态。 结果前面的几个作者一惊, 使劲摇头。 裴总, 万万不可。 小黑屋可以很好地让, 我们免受外面的干扰, 提高工作效率, 绝对不能取消。 如果取消的话, 肯定不可能在日更八千, 一万了。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对对对, 不能取消。 裴谦? 坏了, 遇上一群明顽不灵的作者, 给你们解除小黑屋状态, 你们还不乐意, 在最后排的崔耿本来想附和一下裴总, 但是想了想, 还是闭嘴了。 倒不是因为不好意思, 他脸皮厚得很。 如果是在一周前, 崔耿肯定要第一个站起来, 请裴总为自己解除小黑屋状态。 但是现在, 他犹豫不定。 因为经过这几天的适应, 崔耿发现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 借助小黑屋, 自己确实可以完成日更八千, 一万的目标。 没了小黑屋, 绝对要退回到一根瘦的状态。 那也就意味着, 成绩, 收入, 读者口碑等等, 快速下滑到原本的状态。 到时候, 学习班所有作者的成绩都蒸蒸日上, 越来越好, 唯独自己半死不活。 到时候, 丢人可就丢大了。 更何况, 这个裴总虽然笑眯眯的, 谁知道他是不是在钓鱼。 我一举手, 万一被当成反面典型抓起来, 那怎么办? 所以, 崔耿默默闭嘴了。 裴千环视众人, 发现这些作者, 竟然没有一个知识取消小黑屋的。 裴千感到一阵心泪, 特魔的, 竟然遇上了一屋子的奋斗逼。 这可咋整? 他看向马一群, 马一群面带微笑, 对他露出赞许的目光。 庞扶是在说, 裴总, 您这招御情故纵真不错。 只可惜, 大家都没有上当。 裴千很无语, 有一种好心, 被当成驴肝肺的感觉。 既然来应得不行, 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这些作者形成了一个整体, 奋斗逼的思想占据了上分, 此时应该要通过一定的方法, 分化, 瓦解这些人。 裴千环顾众人, 好的, 既然大家都喜欢小黑屋, 那就继续保留吧。 不过呢, 我觉得目前的这个机制, 只有大锅饭, 没有讲成,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 要定立一个讲成制度。 作者们面色一素, 心想, 这些做领导的, 果然都不是什么善茶。 这位裴总, 这是来立威了? 但众人也不敢多问, 只能老老实实地听着。 裴千倾可两声, 当日更新最多的作者, 第二天可以不用再来上班, 自由活动一天, 作为奖励。 当然, 严禁在马自了, 当日更新最少的作者, 第二天要到腾达总部, 接受腾达精神再教育, 作为惩罚。 二者都不受原协议的约束。 让我看看, 今天大家的更新量如何? 裴千看向马一群。 马一群默默地在电脑上调出后台数据, 今天更新最多的是名誉, 8712字, 最少的是崔梗, 3287字。 因为今天下午有集体活动, 所以, 这是上午三个小时的成果。 三小时买了近9000字, 简直是终极触手怪。 崔梗的脸色一下紫白了, 裴总, 你听我解释, 我今天上午, 主要是在吕大刚, 我不是在偷懒。 他话还没说完, 裴千冲他笑了笑, 明天会有人来接你。 说完, 裴千转身走了。 崔梗感觉到头有点晕, 差点站不稳。 玩独子了, 到腾达总部接受腾达精神再教育,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刀山, 游锅想到了锦衣卫大牢, 而马自最多的名誉则是挠了挠头, 自由活动。 那我更新怎么办? 算了, 我还是在酒店里继续马自吧。 他刚嘟囔完, 马一群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轻叹了口气。 别想那些幺蛾子, 裴总说的自由活动, 就是让你去做除了工作之外的任何事情。 赶紧写清假条吧。 裴千打的这个补丁, 自然有深意。 学习班办了一周, 这段时间, 作者们同吃同住, 本来就都有奋斗逼倾向的众人, 现在思想高度统一。 裴千想给他们减负, 却被这些人一口回绝。 可见, 这个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所以, 裴千想到一个办法, 先挖开一个口子。 给马自最多, 最勤奋的人放一天假, 让他没有压力地玩一天, 打断他纹丝全勇的状态, 让他体会到, 闲鱼是有多快乐。 而让马自最少的人, 来体验腾达精神, 实际上是用腾达的娱乐氛围, 继续消磨他的马自热情, 让他变得更加咸鱼。 马自最少的人, 毫无疑问, 是这群作者之中最咸鱼的人, 也是突破口。 把他接到腾达来, 好吃好喝好招待, 等他回去之后, 一定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作者。 在其他作者之道, 马自最少就会去腾达总部吃喝玩乐之后, 他们肯定会争先恐后的摸鱼, 少马自, 形成一种恶行竞争。 久而久之, 有一大批作者都是越写越少, 这个牢固的奋斗逼联盟自然不攻自破。 裴谦越想越觉得, 这个计划很不错, 简直堪称天衣无缝。 晚上, 美好明天, 剧组的众人在明云私厨吃过了散伙饭, 剧组正式解散。 别墅外面, 众人一一戏别。 裴总, 这段时间真是承蒙照顾, 太感谢了。 以后有任何事情, 随时联系我, 一定赴汤蹈火。 感谢招待。 这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一餐。 以后再来荆州做客, 裴总欢迎吗? 出电影大麦? 裴总, 我那边认识鸡家不错的发行, 也认识院线的人。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忙牵线。 裴谦跟众人一一道别, 并诚挚邀请大家随时来玩, 一定好好招待。 毕竟每次请客, 都能再多败点钱。 只有最后一个建议, 裴谦断然谢绝。 电影宣传的事情, 就不用操心了。 我自会安排的。 终于, 将所有人都送走了。 裴谦尝出了一口气, 最近事情确实有点多, 忙完一件, 又来一件。 当然, 电影只是拍摄完成, 真正放心, 还得等上映之后。 不过, 那至少也得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还比较遥远。 还是得先顾眼前。 裴谦有些惆怅地想着, 一件一件来吧, 先把终点中文网的问题给安排了, 然后再去看一下共享学霸。 咦? 好像还有个事情, 我一直忘了。 哦对, 共享电话亭。 裴谦想到了共享学霸, 突然想起了, 之前一直想去看, 但是总是忙忘了的那件事。 共享电话亭。 原本周一就该去看一下的, 结果这周的事情太多了, 考试, 请客吃饭, 李总也来瞎掺和, 再加上蚂蚁群的网站那边的恒生之劫, 结果就给忘了。 五天时间,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裴谦想了想, 五天时间顶多, 也就够软光键画两个电话亭, 再加上最开始的那个, 顶多也就三个电话亭。 三个电话亭, 还能闹出什么幼蛾子?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当然, 保险起见, 这个周一定得去看一下了。 裴谦这次, 生怕自己再忘了, 赶忙寄在小本们上面。 1月21日, 周五, 崔耿有些忐忑地在地下车库下了车, 跟司机小哥一起, 乘坐电梯往神华好景的16层而去。 昨天晚上, 他已经跟明宇一起发了请假条。 只不过, 俩人请假条下方的读者评论, 话风却是完全不同。 明宇的请假条说, 自己因为在学习班中马字最多, 所以特许一天自由活动, 不能更新, 明天, 后天, 大后天都会更新一万五进行补偿。 下方的评论, 基本上都是在喊666的。 大老牛逼, 好好放松, 等着你的暴更, 快把那些一根兽AK进来, 好好学习一下。 而崔耿的请假条, 则是没有提到具体原因, 只是说自己有重要事情请假一天。 他本来想蒙混过关, 结果读者的评论却是瞬间扎心了。 完了, 努力一周就要割了, 也太不持久了, 提都不提不更的事情, 果然不愧是你。 绑匪大哥, 难道已经收到赎金放人了? 千万别啊, 继续绑着, 要多少钱, 我们众筹。 小道消息, 从其他作者群里流传出来的。 据说鸽子精是因为马字最少, 所以被抓去进行思想教育了, 哈哈哈哈, 整个学习班马字最少的人吗? 那听起来, 确实是实至名归啊。 感受着不同的待遇, 催耿长叹一声。 唉, 同人不同命啊, 差别待遇啊。 人家放假一天, 逍遥快活, 读者们纷纷喊好。 我呢? 跑到总部, 接受思想教育来了, 还被读者嘲笑。 难顶。 崔耿正想着, 听到丁的一声, 时期曾到了。 崔耿走出电梯来到前台, 跟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前台妹子说明来意, 很快就有人迎了出来, 将她领了进去。 你好, 我叫吴斌, 人力资源部的。 吴斌脸上带着笑容, 然而崔耿却仍旧感觉心里一阵发凉。 人力资源部啊! 据崔耿所知, 现在的很多大企业都是把人力资源部当东西厂, 锦衣蔚来使用的。 恐怕今天的学习任务不会很轻松。 作为一只鸽子精, 崔耿感觉压力山大。 然而, 吴斌只是打开了娱乐室的门, 请。 崔耿? 他往里一探头, 发现这里面有大电视, 游戏主机, 堆积如山的游戏碟, 高配电脑, 甚至还有几台大型游戏机。 小说, 漫画, 杂志, 更是堆满了一面墙。 很难描述自己的第一感觉, 不过用一个词概括的话, 大概就是天堂。 崔耿看了看吴斌, 有些不明所以, 头上冒出一个问号。 这什么意思啊? 吃顿好的在上路? 他刚想发问, 吴斌微笑说道, 请进, 这是裴总的安排。 一听说是裴总的安排, 崔耿稍微松了一口气。 作为一个名网络小说作者, 崔耿的脑补能力是很降的。 刚才那一瞬间, 他脑海中出现了豹子 投入白虎堂的桥段。 不过转念一想, 就觉得这想法挺荒谬的。 裴总耍这种手段坑自己的概率 和眼前这位哥们假传圣旨的概率 差不多都无限趋近于零。 虽然带着疑惑, 但没有闲于能抵御这个娱乐式的诱惑。 于是, 崔耿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坐在沙发上, 拿起了手柄。 吴斌非常贴心地帮忙关上了房间门。 崔耿, 虽然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寄来质子安芝吧。 崔耿懒得多想, 挑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游戏玩了起来。 关上门之后, 吴斌回到自己的宫位。 今天的任务, 是裴总特意交代的。 至于其中的用意, 吴斌也有些不解。 裴总只是说, 让他把崔耿领到娱乐式去, 中午馆饭, 然后其他的就一切随意。 甚至于崔耿要走还是要留, 都一概不要管。 只是提了一句, 如果崔耿问起腾达精神, 就稍微给他一点点暗示。 上午十点, 裴谦睡到自然醒, 翻身坐起, 打了个哈欠。 看了看表, 崔耿应该已经到了公司, 正在接受腾达精神的感化吧。 昨天裴谦已经安排好了, 让吴斌负责接待。 在裴谦看来, 吴斌第二次就通过了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 想来对于如何墨于滑水, 一定很有心得。 让吴斌领着崔耿到游戏室打一天游戏, 这暗示已经够明显了吧。 如果崔耿还不懂, 那就让吴斌稍微给他一点点提示, 将墨于心得以较为隐晦的方式传授给他。 双重保证, 确保万无一失。 总之, 等崔耿回到学习班的时候, 就会带过去一颗名为墨鱼的种子, 在所有作者身上生根发芽。 这颗种子会让他们互相攀比, 勇创新低, 从内部瓦解整个学习班。 想到这里, 陪迁起床刷牙, 心情大好。 下午三点钟, 游戏室里的崔耿放下游戏机的手柄,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还真没人管啊。 再不来人, 我可要走了呀。 崔耿感到一阵困惑, 以及不可思议。 上午刚被领进游戏室的时候, 他虽然抱着寄来至子安至的态度再玩游戏, 但也感觉随时会有人推门而入, 告诉他要开始腾达精神的学习了。 一眨眼完到中午, 乌冰确实推门了, 但也只是让他点个墨鱼外卖而已。 中午吃完饭, 崔耿在娱乐室的沙发上稍微躺了一小话, 下午也依旧默然来管他。 于是, 他又继续打游戏, 一直打到快三点钟。 这眼瞅着, 再打两三个小时, 太阳都要落山了。 崔耿心里纳闷, 说好的腾达精神培训呢? 也没人陪我呀。 难不成是人力资源部那边有更重要的工作, 所以对我的培训搁置了? 不能啊, 那个吴冰看起来也没失谋特别重要的工作。 而且, 既然是裴总安排的工作, 优先级应该很高吧? 不应该是先忙我的事情吗? 崔耿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打了一整天的游戏, 就算再爱玩游戏的人, 也多多少少有点累, 有点烦了。 崔耿感觉自己有点头昏脑涨的, 翻了翻手机, 先是习惯性地看了看自己书评。 今天不更新了? 切了? 唉, 今天鸽子精被抓走接受教育了, 难熬的一天。 书架上, 其他学习班作者的书也都没有更新, 因为还没到晚上六点钟。 等六点钟一过, 这些书就会泄洪一般更新好几张, 少的也得有七八千字, 多的可能一万多。 而反观自己, 一个字都没有写。 唉, 这不能怪我, 都是被裴总安排的腾达精神学习给耽误了。 崔耿心安理得地把锅甩给裴总, 要是一早就知道, 今天他会在游戏室里玩一天, 那崔耿应该会挺开心的。 但是抱着参加腾达精神培训的心态来, 却莫名其妙地打了一整天的游戏。 这种奇怪的错位感, 却让崔耿从游戏中获得的乐趣大大减弱。 等等, 这培训, 该不会是我不催, 就莫人管吧? 可别再拖到明天了呀。 崔耿想到这里突然一惊, 觉得问题很大。 当然, 他对于在游戏室打游戏一天这种事情并不抗拒, 但是这种行程完全被别人安排的感觉并不好。 想到这里, 崔耿站起身来, 打算去问问这个吴兵, 看看裴总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完也好, 培训也罢, 总得搞清楚啊。 这样悬着, 干什么都不踏实。 崔耿离开游戏室, 下意识地往旁边的工卫瞥了一眼。 他惊讶地发现, 有人把人体工学义放平, 在睡觉。 有人在一边吃着薯片, 一边追剧。 也有人快速敲击键盘写着文档。 这一层基本上都是行政, 人力资源, 财务等部门, 游戏部门在楼上, 十七层。 自从腾达的招聘之后, 人力资源部的工作已经没那么忙了。 所以一些没活干的人, 自然就可以稍微滑水摸鱼一下。 只不过这一幕在崔耿看来, 却稍感错愕。 他本来以为, 这里应该会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才对。 崔耿找到吴斌, 纠结了一下, 不知道这话题应该如何开口。 然而吴斌似乎对此早有准备, 直接站起身来。 我们到会客室聊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入会客室, 各自坐下。 吴斌倒好茶水, 胸有成竹。 之前裴总已经特别叮嘱过, 如果崔耿不懂, 那吴斌就给崔耿一点点提示。 所以, 吴斌早有准备, 也知道现在到了该给提示的时候了。 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吧。 吴斌微笑道, 崔耿犹豫片刻, 问道, 我想知道, 腾达精神的培训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不会拖到明天了吧? 吴斌脸上的笑容更加浓, 腾达精神培训? 已经开始了呀。 看着崔耿一脸猛逼的表情, 吴斌补了一句, 从你上午刚刚到达的时候, 到现在, 都是腾达精神培训的过程。 至于什么是腾达精神? 裴总说, 相信你, 自己可以找到答案。 崔耿陷入了困惑之中, 培训已经开始了。 我明明打了一整天的游戏啊。 崔耿挠了挠头, 问道, 那是不是每一次的腾达精神培训, 都是这样的流程? 都是进入游戏试玩一整天的游戏? 吴斌想了想, 说道, 流程是一样的, 都是带到公司, 但并不一定是进入游戏试玩一整天的游戏。 事实上, 你也可以不玩游戏, 随便去哪都可以, 没人限制你的自由。 崔耿, 啊? 随便去哪都可以? 那我干嘛在游戏室待一天啊? 不过他稍一回想就想起来了, 在进入游戏室的时候, 吴斌确实没跟他说不能离开。 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培训, 就是一张在腾达内部自由活动的门票。 通过这众教为间接地方式, 展示腾达精神。 崔耿疑惑道, 可是, 我还是没觉得自己感受到了什么腾达精神啊。 看到崔耿充满困惑的眼神, 吴斌知道, 现在是裴总说的给他一点点提示的时候了。 在公司里, 你看到什么? 吴斌问道, 崔耿回想了一下, 有些不太好意思开口。 吴斌微笑道, 但说无妨。 崔耿犹豫道, 我看到工位上有人在认真工作, 有人在睡觉, 有人在追剧, 有人在看书。 吴斌点点头, 那你觉得, 这代表着什么样的腾达精神啊? 崔耿想了想, 非常不确定地说道, 公司对于员工上班时间做什么完全不管, 可以随意玩, 随意摸鱼。 裴总鼓励大家偷懒。 吴斌一诗无语, 哭笑不得地说道, 你自己想想, 这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推论吗? 崔耿, 不是, 他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 此时吴斌一反问, 他也立刻觉得, 这想法很离谱。 吴斌将自己对于腾达精神的理解说了出来, 你看到的休息, 追剧的人, 他们要模式目前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要模, 就是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获得更高的工作效率。 他们的休息和娱乐, 并不只是为了休息和娱乐本身, 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 腾达精神, 如果概括为一点, 就是, 如何更好地利用娱乐和休息, 将二者作为手段, 获得效率更高, 更长久地产出。 腾达精神鼓励休息和娱乐, 但不鼓励无目的的, 单纯的休息和娱乐, 因为这智慧把人毁掉。 用休息和娱乐来保证身体和精神的健康, 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才是腾达精神真正提倡的事情。 听完吴斌的一番话, 催梗陷入沉思。 原来裴总的行为, 是这个意思。 今天裴总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把他扔进游戏室里, 好好地放松了一把。 但现在, 催梗的心底却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空虚感。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仅仅是因为自己在玩, 而其他作者在马字吗? 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 但不全是。 结合吴斌的这段话, 催梗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自己的娱乐和休息, 都是没有目的性的。 所以, 才会时常觉得空虚。 就拿中午午睡的一小时来说, 有些人午睡一小时, 是出于拖延心态, 是为了逃避工作。 可在他醒来之后, 还是要去完成那些工作。 他会想, 如果中午, 没有睡这一小时, 我现在的工作, 说不定已经完成一半了。 这时候, 他就会感到空虚, 感觉时间被荒废。 可有些人午睡一小时, 是为了保持更好的精神状态, 完成下午的工作。 在他醒来后, 就会立刻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这时候午睡的一小时, 就是很有意义的。 他不会因此而感到空虚。 娱乐, 也是同理。 休息和娱乐是人生的一部分, 必不可少。 但它们不能成为人生的全部。 人最终的价值, 还是要看他产出了多少东西。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可崔耿却发现, 自己之前一直都没搞清楚。 他因为拆迁而生活无忧, 无法集中精神创作。 可每天打游戏, 娱乐, 却也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快乐, 反而只剩下无尽的空虚。 他一直都没有搞懂, 自己的空虚感到抵来自愚啊。 今天裴总, 先把他扔到娱乐室, 打了一天游戏, 然后再让吴斌镇磨, 稍稍一点拨, 立刻就让他豁然开朗了。 想到这里, 崔耿眉头舒张, 说出了自己的理解。 所以, 腾达精神应该是, 鼓励休息, 鼓励娱乐。 但休息和娱乐, 都是为了调整自己的状态, 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无兵不治可否, 还有呢? 崔耿眉头微粗, 想了想又说道, 如果把腾达精神放在我自己身上的话, 我之所以成为整个学习班里马自最慢的人, 正是因为我不具备这种精神。 我的休息和娱乐, 只是在摸鱼和偷懒, 是对工作的抗拒, 所以, 我的时间荒废了。 事实上, 如果我能够把休息娱乐和工作结合起来, 我完全可以保证, 现有休息和娱乐时间的同时, 提高我的产出。 我最近抱更太多, 很多剧情和内容并没有考虑得很好, 这也是我把工作和娱乐对立起来造成的结果, 是我急需调整的心态。 总之, 我没必要抗拒, 排斥休息和娱乐, 也不必因此而有罪恶感, 而应该用它们来维持更好的工作状态。 同时, 也没必要去纠结字数的多少, 更重要的是内容的质量。 我说的对吗? 崔耿看向吴斌, 吴斌微微一笑, 每个人都可以对腾达精神有不同的解答, 我无法评判你的理解, 只要你觉得对, 那就是对的。 崔耿默默地没有说话, 片刻之后感慨道, 腾达真是一家相当特殊的公司啊, 其他的公司都是恨不得把口号贴在墙上, 写在员工手册上, 甚至让所有员工背诵, 可腾达却是把公司精神给, 遮掩起来, 让员工自己领会, 就像是开悟一样。 我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您能不能跟我简单讲讲公司的事情? 下午, 裴谦默默有去腾达, 而是来到圆梦创头, 听喝的盛会报学霸快来的情况。 因为最近几天, 学霸快来这个项目的宣传公式, 已经展开了。 而且看起来像当虎人。 裴谦准备考试的这几天, 经常能在学校里, 看到学霸快来的海报。 以及学生们发的各种传单, 就连身边的一些同学, 也都在纷纷讨论。 具体数据不知道, 但给人的第一感觉, 是挺火的。 所以, 权衡利弊之后, 裴谦还是决定, 先来这边一趟, 问问学霸快来的情况。 赫德胜开始向裴谦介绍向目的情况, 虽然他的情绪很饱满, 但隐约还是能看出来, 他并没有很大的底气。 裴总, 目前我们项目的宣传公式已经展开了。 当然, 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荆州当地。 学霸快来初期的宣传手段比较简单粗暴。 这两天, 荆州市的很多公交车站牌上都已经出现了学霸快来的宣传海报。 也有一批人在大学、高中校园附近, 在中午、傍晚的时节分发传单。 也在荆州市的地方, 电视台较为客制地买了一些广告。 当然, 都是一些比较垃圾的时段。 跟一些汉东大学及其他大学的优秀学生签订了合同, 邀请他们作为API的第一批签约学霸。 贺德胜这边给他们发工资。 而这些人必须保证每周都完成一定的单量和时间, 并且严查弄虚作假。 除此之外, 还有一笔预留资金, 用作APP运营初期对用户的补贴, 也就是俗称的烧钱。 钱花的飞快。 不过, 白花花的银子扔到水里也不算打水漂, 还是溅起了一点水花的, 换成了数据。 但贺德胜也莫好意思多提这些具体的数据。 因为有点丢人。 目前只是在荆州搞了个测试, 根本就没有推向全国, 又能有多少活跃用户。 营收数据也很惨淡, 现在烧钱, 以后肯定还是继续烧钱, 而且只会越烧越多。 至于评价, 不看好的声音还是占了大多数, 因为APPI目前的功能比较单一。 总之, 贺德胜介绍了一番, 除了一些前景很好的空话之外,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对裴谦来说,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没有好消息, 就是最大的好消息。 如果联合德胜都找不到可以吹的地方, 那就说明这项目的起步, 确实是一坨稀烂。 不过, 裴谦长了个心眼, 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自己手下这些人, 总是喜欢隐瞒一些, 出路苗头的喜讯。 想等着这好事十拿九稳了之后, 再向裴总汇报。 这种情况, 不得不妨。 裴谦看了看贺德胜, 说道, 开局不错, 不过,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APPI接下来的突破口, 会是哪个地方呢? 贺德胜想了想, 突破口的话, 我觉得是, 他的社交属性。 嗯? 裴谦眉头一皱, 瞬间警觉。 贺德胜并没有意识到裴总脸色的变化, 说道, 社交属性, 无疑是我们把APPI快速做大做强的根本保证。 虽然我们APPI目前的数据一般, 在高中生, 家长群体中的反响频频, 但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反响, 却相当热烈。 不管是学渣还是学霸, 都认真地填写自己的资料和照片, 并且约见一性的概率, 远大于约见同性。 这说明, 我们的APPI具备一定的社交属性, 如果能好好地利用这一点, 裴谦眉头一皱, 感觉有点不对。 这可是个大隐患。 裴谦丝毫不怀疑, 很多人对于学霸男神和学霸女神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一些热衷学习, 助孤生的男女学霸, 对帅气火或漂亮的学弟学妹们, 也没实摩抵抗力。 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这软件怕不是要变成教育圈的世纪家园。 想到这里, 裴谦立刻让贺德胜打住。 你说得对。 贺德胜眼前一亮, 以为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裴总的认可。 裴谦, 这确实是一个大隐患。 贺德胜双眼微微睁大。 裴谦没有理会他的错愕, 说道, 这种歪风邪气绝对不能助长。 贺德胜有点晕。 啊, 为什么? 裴谦与重心长地说道, 隐患太大了。 从短期来看, 确实能够靠着这个绝头获得不错的热度。 但从长期来看, 这会让我们的平台产生安全隐患, 也会让平台的很多用户动机不纯, 影响整个平台的风气, 造成口碑的破坏和核心用户的流失。 所以, 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 立刻安排软件改版, 下一版加几个新功能, 修改个人资料页面设计, 不能上传个人照片, 不能显示用户性别, 评价时, 不能自由撰写评论, 只能选择我们为他们准备好的描述词汇。 相当于只能贴标签, 不能自由留言, 自然也就不能暗示对方的性别和长相。 加个一键报警的按钮, 同时显示定位追踪, 可以将自己的位置, 实时分享给好友。 在页面醒目位置提示, 约见面一定要在学校自习室, 咖啡馆等人流量大的地方。 同时, 加大审核力度, 不论是学渣还是学霸, 不仅要经过实名认证, 还要联网查看, 他们有无犯罪记录, 学校处分记录等等, 疑似有问题的, 一概不能通过。 贺德胜感觉自己有点晕。 如果说原本的学霸快来 艾比蕴藏着纳摩一点点, 可能让异性擦出火花的火种。 纳摩裴总这一套组合拳, 不仅踩灭了火种, 就连火种底下的可燃物, 都给彻底消灭了。 贺德胜原本觉得, 可以用这个做噱头, 快速炒起热度, 自然不愁人接盘。 现在, 这条路直接就被裴总给彻底堵死了。 但贺德胜也没有多问, 只是点了点头, 好的裴总, 我立刻安排。 看裴总这认真的表情, 贺德胜很清楚, 这绝不是在开玩笑。 随手又消除了一个隐患, 裴谦很高兴, 这边暂时可以踏实了。 这时, 他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消息, 是人力资源部的吴斌发来的。 裴总, 你安排我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裴谦满意地点点头。 嗯, 不错, 好事成双。 至于崔耿领悟了腾达精神之后, 回到网络作者, 学习班到底能让腾达精神传播多远, 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过段时间再观察就行。 对了, 共享电话亭那边的情况, 你清楚吗? 裴谦随口问道, 贺德胜还在考虑着之前的关于学霸快来EPIC的改动, 过了两秒钟才说道, 啊, 不太清楚。 之前你让我负责学霸快来项目之后, 我就没过问了。 想来, 那边应该也一切顺利吧。 裴谦点点头, 虽然莫问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但至少证明, 贺德胜是听话的。 看来这事还是得自己亲自过去看一眼。 今天是周五, 商场的人流量可能不像周六周日那么多, 但应该也不会很少。 裴谦出门上车, 对小孙说道, 去环宇天接。 关于裴总的故事很有很多, 我刚才讲的, 也只是一部分而已。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让网站的马总帮你收集。 他和很多当事人都很熟。 吴斌微笑着说道, 崔耿泽是仍有一些意犹未尽, 莫想到, 裴总和腾达的经历, 这魔妇有传奇色彩啊。 一位特立独行的老板, 打造出一家特立独行的公司。 这个故事, 如果写成书的话, 一定会非常精彩的。 不过, 崔耿眉头微醋, 似乎是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裴总这个形象, 恐怕不适合做主角。 无斌不由的一愣, 唯石魔。 崔耿泽是道, 太高大全了。 现实中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人, 比如古往今来的那些伟人, 圣人, 改革家。 成功人士, 必然有一些非常突出的闪光点和特质。 但如果书中主角是这样的人, 就会显得不接地气, 显得有些假大控, 很难让读者幸福。 毕竟现实是不需要逻辑的, 而小说需要。 裴总这样的领导, 存在于现实中, 大家只会觉得很少见, 很稀有, 很幸运。 可如果存在于书中, 读者只会觉得很假, 很虚伪, 无法代入。 所以, 这故事肯定要做出一些改变, 才能更是印读者的口味。 啊, 总之今天多谢了。 今天的腾达精神学习, 对我而言非常有意义。 崔耿跟吴斌握了握手。 吴斌笑了笑, 这都是裴总的安排, 对我而言只是举手之劳。 崔耿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下午四点多, 还没到下班时间。 吴斌提醒道, 这里本来就是来去自由的。 崔耿想了想, 我可以再借用一下娱乐室的电脑吗? 吴斌点头, 当然可以。 崔耿再度回到游戏室, 这次他没有再打游戏, 而是坐在那台, 能够轻松跑起市面上几乎所有大型游戏的电脑前, 想要把自己的心思路给捋顺一下。 灵感稍纵即逝, 一定要立刻抓住。 不过在此之前, 崔耿还是先登陆作家后台, 输入了新章节标题, 完结预告。 写好内容之后, 崔耿稍有一些纠结。 他很清楚, 这一张钥匙发出去了, 估计的被喷成狗。 但是犹豫了五分钟, 他还是按下了发布按钮。 车上, 裴谦有些无聊地掏出手机, 打开终点中文网的APP, 随手一刷新。 还不到六点钟, 没到学习班作者们的更新时间。 所以, 其中一本书的完结预告才如此显眼。 裴谦, 他赶忙点进去, 快速扫过上面的内容。 片刻之后, 裴谦脸上的疑惑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欣慰的笑容。 如此可叫! 如此可叫啊! 他立刻对开车的小孙说道, 明天上午再去环宇天街, 先回公司一趟。 我要献一件这个崔耿。 崔耿的完结预告, 写得很简单。 我是拼命马字的触手怪, 有些心里话想跟大家说。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希望这本书能写到两百万、三百万, 乃至于五百万字, 甚至是永不完结。 但是, 我写玄幻小说的经验并不丰富。 这本书一开始的架构就这磨大, 最精彩的内容, 七八十万字也就差不多完成了。 算上灌水, 也就灌到一百万。 大家能发现, 最近的剧情明显加快。 这是因为, 我已经写到将近七十万字了, 实则已经快要进入收尾。 我刨完本的时候太突然, 大家无法接受。 所以现在遇到一下, 本书可能一两周之内就会完本, 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 新书还在筹备中, 有谱了之后会第一时间向大家汇报。 果不其然, 书评区已然是一片哀鸿遍野。 崔耿果断关掉终点中文网AP的进程, 莫去看读者们的评论。 反正随便用脚想一下, 大概也能想出来, 这些评论会是一个什么画风。 挨骂就挨骂吧, 只要我不看评论, 这些骂声就不存在。 就算挨骂, 我也得把这个点子给写出来。 我隐约能感觉到, 这个点子, 将会是我写书以来最亮的高光时刻。 崔耿打开电脑, 在上面新建了一个文档, 快速地把自己的点子给写下来。 都市题材的上限虽然莫传统玄幻和仙侠题材那么高, 但读者绝对不少, 是热门题材。 只不过, 目前的都市题材, 大部分的爽点都还是无脑装逼, 暧昧, 以冰王, 笑花之类的题材为主。 这显然不符合我要写的故事。 不能无脑装逼, 也不能有太重的说教意味, 因为不符合这个点子的特质。 所以, 我要写的这个故事, 基调应该是诙谐幽默的。 给读者的, 不是传统的爽感, 而是像上帝一样的, 操控一切的感觉。 崔耿一边构思, 很快想到了一个不错的故事梗概。 说明就叫做, 蝴蝶游戏。 主角暂时莫名字, 反正他是个工具人。 某一天, 主角正在家里闲鱼, 突然天降系统。 一个蓝色光球砸到他头上, 和他融为一体。 他发现, 自己可以随意召唤这个光球, 并可以通过这个光球, 随意地观察一个平行世界发生的事情。 这个光球上附带着一个游戏, 叫做蝴蝶游戏。 这个名字源自于蝴蝶效应。 主角并不是这个平行世界的造物主。 他在游戏中拥有一定的权限, 但只能对这个平行世界进行一些相当浅层的改造, 就像是一只在亚马逊丛林轻轻扇动翅膀的蝴蝶。 而游戏的目标, 就是通过这些浅层的改造, 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对平行世界中的人或者是产生巨大的影响。 最后,游戏会根据影响的大小, 对主角的手法进行评分, 并根据评分发放奖励。 如此循环, 主角的权限越来越高, 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 于是, 在主角不断制造的蝴蝶效应之下, 很多人的梦想, 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实现了。 崔耿甚至很快就想到了 开头的第一个小情节应该怎么写。 他想写一个穷困潦倒, 但从未放弃梦想的独立游戏制作人。 这个游戏制作人穷困潦倒, 他做出来的游戏虽然素材简陋, 但诚意满满。 可是, 他没钱宣传, 所以无人问津。 百般无奈之下, 这位游戏制作人已经决定放弃自己的梦想, 老老实实地去家里给找好的工厂上班。 主角在观察平行世界的时候发现了他, 于是通过自己的权限, 找到了一名游戏区的UP主, 并用自己的金手指, 让这名UP主恰好下载了这款游戏, 并玩了起来。 在这名UP主的自发宣传之下, 这款游戏突然就火了, 从此之后, 一发不可收拾。 而这位独立游戏制作人, 也因此能够继续自己的梦想。 当然, 这只是最开始的故事, 比较简单。 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 还会有更加复杂的故事。 比如, 书中有个非常有钱的大反派, 他是一家超大型跨国公司的老板, 他总是喜欢收购全世界的各种口碑不错的游戏公司, 榨钱这些公司的最后一丝价值。 为了让这些游戏公司出现债务危机, 不得不卖身给他, 这个大反派经常会搞一些小动作, 或者往公司里安插内鬼, 或者在网络上抹黑。 总之, 为了打压自己看上的公司, 他无所不用其极。 而主角的任务, 就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蝴蝶笑, 硬改编一些细节, 让这个大反派的目标最终落空, 让这些良心游戏公司, 免于被恶意收购的命运。 总之, 主角会通过自己的金手指, 用这种蝴蝶效应的方式, 影响这个平行世界中的一些人, 让他们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这些人可以遍布任何行业, 他们可以是游戏制作人, 企业家, 网咖老板, 歌手, 演员, 导演, 作者, 诸如此类的各种身份。 久而久之, 主角帮助过的这些人, 还会互相帮助, 互相影响, 让事态的发展更加难以预料。 当很多个配角逐渐成长, 他们的人生轨迹逐渐重合之后, 主角所掌握的蝴蝶效应, 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 某个原本可能会辍学的孩子, 因为主角的蝴蝶效应, 得到了好心人的资助, 成功读完了高中, 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大学、 博士, 博士后, 参与了一个重要项目的开发。 这个项目研发成功之后, 造就了一个新的封口。 而另一个配角的公司, 原本濒临破产, 因为这个封口而起死回生, 一飞冲天, 成为行业巨头, 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 总之, 平行世界就这样被主角, 用一次又一次的蝴蝶效应, 改变成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把这些点子全都写出来之后, 催更仔细, 看了好几遍, 好好评估了一番。 不是传统爽点, 必然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但, 这也意味着机遇, 因为貌似还没有人在都市题材里写过这种内容。 读者并不是代入主角, 而是代入上帝视角。 看着整个平行世界, 因为一次次蝴蝶效应的效果, 阴差阳错地发生改变。 这种剧情, 应该会让读者们捉摸不透, 对之后的反转充满期待。 书里没有那些生硬的装逼打脸, 只有一个个完成梦想的配角, 和越来越好的世界。 这本书整体会是偏辉邪幽默的风格, 轻松休闲, 应该会比较符合一部分 看厌了末期少年穷套路的读者的口味。 很多商业故事都可以取材, 国内外有很多类似的, 因为巧合而铸就商业帝国的故事。 甚至, 腾达集团的很多内容都可以用作原型, 现实比小说更加精彩。 崔耿越想, 越觉得有谢。 这个点子有缺陷, 不能说是实权实美。 但是, 哪有点子是实权实美的? 只要创新, 肯定就会有风险。 想到这里, 崔耿把文档发到自己的邮箱, 然后把电脑上保存的文档给删除掉。 点子这重东西对作者来说至关重要。 一旦被人看见, 这点子流传出去, 被别人抢先一部写了, 那就麻烦大了。 一切搞定之后, 崔耿看了看手机, 刚好到了下班时间。 他站起身往外走。 回去之后, 先集中精力, 把现在的这本书收尾。 框架本来就不大, 一天写个八千字的情况下, 可能一周多就能写完原定的内容。 到时候就果断完本, 挨骂就挨骂, 光速开新书, 就当无事发生过。 为了这个新点子, 挨骂也认了。 崔耿离开游戏室, 正好碰见刚刚赶回公司的裴总。 裴谦看到, 崔耿刚从游戏室里出来, 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走, 请你吃饭。 崔耿一愣, 啊? 可是裴总, 没事磨可是, 跟我走就行了。 裴总不由分说, 把崔耿领上了车, 准备到明府家宴去大吃一顿。 崔耿坐在车上, 心中狐疑, 裴总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难道是他已经知道了, 今天的腾达精神培训, 和你成功? 他是想请我吃饭, 给我一些鼓励。 明府家宴, 裴谦笑咪咪的看着崔耿, 把崔耿看得有点发毛。 裴总, 你也吃啊。 桌上的菜, 在崔耿看来色香味俱全, 每一道都非常可口, 虽然菜量不大, 但这磨多道菜, 他自己一个人是, 完全吃不完的。 裴总却看起来对这些菜品兴致不高的样子, 只是非常敷衍地加了鸡筷子, 就跟平常在家里吃饭, 没尸膜区别。 眼瞅着裴总一直盯着自己, 眼神中彭扶还透着几分欣赏, 这让崔耿莫来游的一阵心慌, 并且下意识地开始挠不起一些比较离谱的剧情。 毕竟网络小说作者的脑洞, 那可都不是一般的答。 裴谦当然不知道此时崔耿在想什么, 他之所以盯着崔耿, 主要还是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本来, 裴谦也没想太多, 让学习班马自最少的作者, 来公司学习一下腾达精神, 主要是为了让他感受一下腾达集团的摸鱼氛围, 回去之后把这众精神发扬光大, 借此从内部瓦解由奋斗兵们组成的学习班。 裴谦万万没想到, 这位崔耿竟然超水平发挥, 不仅圆满达成了自己的期待, 还有惊喜。 上午才刚刚到腾达总部的游戏室打游戏, 下午就直接发了完本预告, 表示这本书老子以后就随便写写, 很快就要完本了, 你们爱看不看? 多磨洒脱, 多磨随意, 裴谦不由的就在想, 如果终点中文网的所有作者都跟崔耿一样, 那何愁大事不成? 所以, 裴谦越想越满意, 甚至有点想要对这个崔耿为以重任。 不过, 裴谦也没有立刻表露出来, 而是考虑着应该稍微慎重一点, 至少要测试一下, 看看这个崔耿是不是真的是自己需要的人才。 想到这里, 裴谦说道, 我有几个问题, 随便聊聊, 崔耿赶忙点头, 好的裴总, 您说, 他心中也有些疑惑, 不知道裴总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但可以确定一点, 这肯定不是简单的一顿饭。 就按照公司规模估计算, 人家裴总绍说, 也是个身家过亿的大老板, 这种大老板平时形成多紧啊? 哪有时间陪自己这个小人物吃饭? 虽说崔耿一向自我感觉良好, 但他也很清楚, 自己就只是个普通的作者而已, 在终点中文网这个小网站都算不上拔尖。 崔耿虽然咸鱼, 但他不傻也不呆, 就算讨厌人情事故, 也不至于对人情事故一点不懂。 所以, 他瞬间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脑筋快速运转, 等着回答裴总的问题。 裴千一边吃着菜, 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这本书写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发完结语告了? 他刻意地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非常随意, 还面带微笑, 生怕给崔耿带来压力。 然而, 崔耿心里还是咯噔一下, 啥情况? 我的这张完结语告才刚刚发了不到俩小时, 裴总就已经知道了。 问题是, 裴总怎么知道的呀? 马总告诉他的, 不可能啊, 这磨皮大点的是, 马总怎么可能去打扰裴总? 所以, 也就只剩下唯一一种可能。 难不成裴总在看我的书? 崔耿突然慌了, 因为他稍一思索, 立刻想到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那磨, 裴总的态度就很值得玩味了。 崔耿看向对面的裴总, 在柔和的灯光下, 他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 然而, 这种笑容背后却有一种难以言明的神秘意味。 崔耿瞬间懂了。 坏了, 裴总这是当面崔耿啊。 请我吃饭, 这是先礼后兵。 崔耿可不是个不知好歹的人。 他赶忙说道, 如果裴总喜欢看的话, 我立刻就把这个单章删掉。 这本书裴总不点头, 我就不完结。 写到五百万, 不, 一千万字, 裴千。 完蛋, 这个崔耿会错意了。 裴千赶忙解释道, 不不不, 我觉得, 现在完结挺好的, 甚至越快越好, 我是认真的。 大丈夫, 就得当断则断, 下手要利落一些。 我很欣赏你这一点。 崔耿眨了眨眼睛, 有些茫然。 这是什么神仙读者? 如果每个读者都跟裴总一样, 善于体谅他人。 那我这个作者, 得多幸福。 崔耿当下激动地端起一杯酒, 裴总, 啥也不说了, 都在酒里了。 看到崔耿这魔激动, 裴千却认了, 这位妾叔确实是发自内心。 裴千又问道, 为时模式, 今天发完节预告吗? 崔耿长出了一口气, 既然裴总不是来崔耿的, 那就好说。 裴总, 因为今天我身受腾达精神的感召, 这个单张是有杆发。 裴千眼神瞬间明亮。 可以, 这小子很伤到吗? 但是一个问题不保险, 还得多问几个。 老书完结了, 接下来怎么打算? 取菜一段时间, 然后开新书呗, 还能咋办? 读者要是骂你呢? 不看评论就行了。 裴千, 那, 我跟马一群说一下, 让你离开学习班, 另找一份差事。 你觉得怎么样? 崔耿有些疑惑, 裴总让我离开学习班, 另找一份差事。 唯, 食魔? 裴总看上了我的工作能力, 让我去负责他手下某个部门的工作。 不可能啊, 我就一个写小说的, 我有啥工作能力啊? 难不成, 裴总是想给我, 安排一个职务, 让我能更好的取材。 想到这里, 崔耿点点头, 当然好啊。 裴千在戏端详, 发现, 除了最后一个问题之外, 崔耿在回答自己这几个问题的时候, 几乎是不假思索, 而且眼神中隐约透着一种相当坚定的光芒。 裴千很高兴, 这绝对是可造之才。 他拿起酒杯抿了一口, 已经在考虑, 这位可造之才应该如何使用了。 现在腾达集团有问题的部门很多, 虽然最近腾达精神测试出来之后, 奋斗逼的不良风气有了一定的扭转效果, 但速度太慢了。 裴千琢磨着, 这个崔耿, 既然这魔有才能, 只是放在区区一个学习班里, 那肯定是区才了。 就得安排到腾达的一些硬骨头部门才对。 就比如, 游戏部门, 飞黄工作室, ROF装机等等。 这些部门都是从创立之初, 就三番五次的被刺。 而且现在还越发频繁, 已经有些击中难返。 可以说对裴总而言, 这都是沉重的负担。 说不定把崔耿给安排过去, 就能扭转一下这个风气。 但是, 具体去哪个部门呢? 裴千有点范畴, 要不, 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裴千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最喜欢腾达的哪个部门? 崔耿愣了一下, 呃, 裴总, 我也不太清楚腾达有哪些部门啊。 裴千想了想, 直接拿出手机, 登陆TPDB网站, 把腾达目前的所有产业全都翻了出来。 崔耿接过手机一看, 不由得暗自震惊。 这腾达集团, 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庞然大物了呀。 他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对很多部门都挺感兴趣的, 但是要挑一个最感兴趣的。 挑不出来, 如果对于小说取材而言, 这些部门应该都有用。 想到这里, 崔耿说道, 裴总, 我想都去, 行吗? 当然, 您这边要是不方便, 那就算了。 陪迁大喜过望, 方便。 怎么会不方便? 事情是死的, 人是活的, 既然你有这个需要, 那肯定满足。 这样, 我给你一个特殊的职务, 你可以随意到腾达的各个部门去, 部门的负责人要为你准备工位, 发放工资, 一切都按正式员工标准。 你有需求, 部门的所有人都要无条件配合你。 你自己给自己制定工作内容, 其他人一概无权过问, 想换部门了, 就直接换, 想回到原本的部门就直接回, 任何部门负责人都不能用任何理由阻挠你。 裴谦听到崔耿说, 都想去,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非常高兴。 既然是一根纯金脚屎棍, 那这用来搅学习班, 有点太浪费了, 应该搅整个腾达集团。 裴谦预想中的剧本, 非常完美。 崔耿是一个对腾达精神领悟相当透彻的器材。 让他到各个部门随意串门, 首先可以散播一下腾达精神, 扭转一下这些地方奋斗逼的风气。 其次, 各部门要为他准备工位, 工资, 奖金等福利, 也全都按照正式员工对待, 自己给自己制定工作内容, 天天偷懒滑水, 引发部门其他员工的眼红。 最后, 他的需求, 各部门要无条件配合, 而且来去自由, 其他部门负责人不能阻挠, 绝对能很好地扰乱这些部门的工作。 可想而知, 这位崔耿池早能在腾达集团内部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崔耿双眼微微睁大。 持我者, 裴总也。 这个职位, 岂不正是, 为我采集素材, 而量身打造的职位。 给工资, 消除后顾之忧。 部门无条件配合, 收集素材的效率大幅提升。 来去自由, 可以周期性地到不同部门去采集素材, 有利于题材的拓展和书中不同领域内容的联动。 崔耿激动地拿起酒杯和裴总手中的酒杯碰在一起。 裴总, 我一定不如使命。 很好, 祝你能够大展拳脚。 两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1月22日, 周六, 昨晚裴谦的心情不错, 而且跟崔耿在民府家宴那边稍微喝了点小酒, 所以睡得很好。 今天上午9点半, 就自然醒了。 醒来之后看了一眼手机, 上边的备忘录写着, 去环宇天街看一眼共享电话亭的情况。 裴谦溜达着, 准备到楼下包子店吃个早餐就过去。 包子刚端上来, 裴谦又收到一条新消息。 黄思博, 裴总, 片子的粗简版已经出来了, 您要不来看一下? 嗯? 粗简版? 之前剧组在明云四处吃散伙饭的时候, 朱小策导演好像确实提到过这事。 所谓的粗简版, 只是用拍摄的那些素材进行简单剪辑之后的产物, 剪辑的末、纳膜烤焦, 也没有特效。 很多内容都得靠脑补。 但是, 好歹也算是个成片, 还是能大概看出点东西来的。 裴谦考虑了一下, 好像还是这个更重要一点, 电话亭可以下午再去, 于是回道, 好, 我一会儿就过去。 他刚想收起手机, 突然发现有点不对。 今天周六, 你们加班了? 黄思博很快回复, 呃, 裴总, 给过加班费了。 裴谦态度强硬, 给了加班费, 也不能这模里直气壮的加班。 下不为例, 以后尽量避免。 黄思博, 好的裴总。 飞黄工作室, 是腾达的全资子公司, 并不是腾达的某个部门, 所以加班的事情, 裴谦也不好管得太严, 只能是呵斥黄思博两句, 让他好自为之。 虽说裴谦对飞黄工作室, 一直没有过问太多, 但促简版的片子, 既然已经出来了, 肯定还是得跑一趟, 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 与此同时, 摸鱼往喀汉东大学店, 临场点了一杯热咖啡, 一边暖手一边喝, 身上还带着些风尘仆仆的感觉。 他从机场赶过来, 屁股还莫作热。 到了荆州之后, 他第一时间来到汉东大学附近的摸鱼网咖, 想跟裴总见一面, 探讨一下之前那个计划的进展情况。 然而比较不凑巧, 发了消息才知道, 裴总此时已经到了飞黄工作室, 正在看刚刚粗简的样片。 看片子, 加上路上的时间, 怎么也得将近三个小时。 而且, 裴总说, 他下午还有一件耽误了很久的事情要去处理, 可能还要再耽搁一个多小时。 临场稍微一算, 见到裴总可能得等到下午三四点了。 这就有点尴尬了。 临场知道裴总工作繁忙, 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 不过他也没打算就这魔干等着。 他决定先把林婉给约出来, 稍微观察一下进展。 之前临场和裴总密谋得好好的, 让林婉一边负责商扬游戏这边的恐怖游戏项目, 一边负责手机业务。 两边的事情都很多很杂, 林婉的项目失败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 本来, 两个人还考虑留了后手。 为了更好的打击手机业务, 他们考虑着等这边出一款手机, 林婉负责的神华手机部门就出一款对标的手机, 质量比这边强一点点, 价格比这边低一点点, 宣传比这边好一点点。 这样直接贴身肉搏, 把隐换销处于萌芽状态, 足以立于不败之地。 结果这手机研发到一半, 裴总给林长来了个信息, 这后手用不上了。 这台手机直接卖到八千去了, 神华的旗舰手机已经可以满足质量强一点点, 价格低一点点, 宣传好一点点的要求, 不需要再搞一台针对的手机了。 于是, 这个后手自然也就作罢了。 正想着, 林婉到了。 他在林长对面坐下, 同样点了杯咖啡, 然后正媚问道, 哥, 你怎么又来了? 林长嘴角一抽, 怎么叫又? 我来看看自己, 亲妹子不行吗? 林婉一脸的不幸, 总感觉最近你跑得非常平凡,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怎么可能? 我单纯只是喜欢上了荆州这一句的环节, 林长相当没底气地笑了笑。 而且, 我这不是也得尝过来看看你吗? 怎么样?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林婉晃着咖啡杯, 还行, 马马虎虎。 看到林婉这兴致不高的样子, 林长不由的心中暗息, 看起来有限。 如果这两个项目进展很乐观的话, 以林婉的性格, 此时肯定早就在跟自己炫耀了。 既然林婉没有炫耀, 那就说明目前的两个项目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进展。 虽然心里高兴, 但脸上不能表现出来。 林长一脸关切, 怎么?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有没有什么需要哥帮你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林婉瞥了他一眼, 得了吧, 我现在的项目一个是恐怖游戏, 一个是手机, 哪个你能帮上忙? 这两个项目目前的状态只能说是马马虎虎吧。 虽然有一些进展, 但还是心里莫敌。 恐怖游戏这个项目, 目前的大架子算是没石磨问题了, 但需要修改的小细节还有很多。 而且, 就算这些小细节修改完了, 也很难确定玩家们会不会接受这种新型的恐怖游戏。 所以, 我有一点点担忧。 好在有个很厉害的美术大佬, 一直在帮我们调整游戏画风, 充实游戏细节, 最近看起来总算是像那模回事了。 手机那边, 哎, 实话实说, 我真管不过来了。 光是一个恐怖游戏, 我都以精忙的焦头烂额。 手机那边, 我基本上没怎么管。 上次了一趟, 那边的人给我一个砖头一样沉的样机, 我当时, 就感觉问题很大。 但样机, 都已经做出来了。 我一直没参与手机的研发, 也不可能让他们推倒重来。 只能是等手机做出来之后, 跑腾达的其他部门稍微要点福利, 也算是做出点贡献了。 但即使如此, 我也觉得这手机大概要黄。 林婉跟林长的关系一直不错, 这次见面也没有多想, 把自己近期的困惑和苦恼和盘拖出。 林长表面上忧心忡忡, 眉头紧簇, 一副很为林婉担心的样子, 然而内心已然是恶开了花。 可呀, 裴总, 这句话果然天衣无缝啊。 阿婉到现在, 还没有丝毫察觉。 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态势, 等恐怖游戏和手机一起扑街, 对阿婉造成的打击绝对不小。 想到这里, 林长不由得有些得意忘形。 小声说道, 看起来, 真得想到办法, 好好感谢一下裴总了。 林婉眉头一皱, 嗯? 你说什么? 为什么, 要感谢裴总? 林长一惊, 我这魔, 小声嘟囔你都听见了。 看到林婉头来的目光, 隐含了一丝提防。 林长赶忙说道, 我是说, 裴总这魔信任你, 对你为以重任。 我这个做哥哥的, 当然要找个机会, 好好感谢一下裴总。 林婉面色稍稽, 这倒是。 林长想了想, 可是, 裴总好像什么都不缺啊。 要不, 让二哥再给他免房租。 或者, 我再去照顾一下摸鱼网咖的声音。 林婉摇了摇头, 感觉好像没石磨诚意。 就这点小钱, 裴总根本不在乎。 林长深表赞同, 嗯, 也对。 这些小恩小惠, 不足以回馈裴总的诚意。 那, 裴总有什么很急缺的东西吗? 最好是我恰好能帮上忙的。 林婉皱着眉头, 想了两分钟。 有了。 你知道飞黄工作室, 最近再筹拍一部电影, 已经杀青了吧? 林长想了想, 之前裴总却实说过, 他要去看粗简版的片子, 于是点了点头。 林婉继续说道, 这部电影就是裴总的创意, 包括整个故事梗概都是裴总写的。 可见, 他对这部电影一定是非常重视, 因为这里头凝聚了他的心血。 林长有些疑惑, 所以呢? 你要是早跟我说, 我还能帮忙找个好导演, 几个影帝级别的演员, 但是现在这片子不都已经杀青了吗? 他顿了一下, 随即醒悟, 哦, 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去帮忙联系发行和院线? 林婉点点头, 是啊, 这对你来说很简单, 但对裴总来说, 却是很急缺的东西。 好久也怕巷子深, 林长想了想, 还真是这魔魂事。 裴总的腾达集团虽然家大业大, 但手底下的飞黄工作室, 这儿八经的进军电影行业, 这还是头一遭, 应该没有类似的资源和人脉。 但林长就不一样了, 他负责的, 就是神华集团的文娱和影视传媒业务, 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好啊, 小试一桩, 我这就跟裴总说。 林长很高兴, 觉得这份谢礼, 应该算得上是相当有诚意了。 林婉一摆手, 嗯, 我倒是觉得, 莫必要跟裴总说, 裴总最近公务繁忙, 这种小事麻烦他, 似乎有些不妥。 我直接把飞黄工作室那边负责人的电话给你, 你去联系就好了。 等电影上映的时候, 再给裴总一个惊喜, 岂不是更好? 林长想了想, 好像也对。 裴总今天一天, 就至少得跑三个地方, 还有一件耽误了很久的工作要去处理, 可见, 他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 这么一想, 电影找发行, 跟运线谈排片之类的事情, 肯定是有飞黄工作室那边的人去负责, 总不能这点小事, 还要裴总亲力亲为吧? 既然如此, 直接去跟飞黄工作室的人谈, 把这件事情办得妥妥的, 让裴总去看首映的时候, 获得一个惊喜。 这事情不是办得更漂亮吗? 想到这里, 林长点点头, 行, 那你把飞黄工作室那边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我吧。 我跟他说。 下午, 裴千坐车离开飞黄工作室之后, 往环宇天街赶去。 美好明天, 这部片子的粗简版已经看完了, 整体而言, 算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 这片子目前剪辑的不是很好, 特效也完全没有, 而且, 剧情确实很毒, 看起来必然是会扑街的样子。 忧的是, 这里面对几个演员全都演技在线, 尤其是这三个主要的演员, 张祖庭, 陆之遥, 和林如仪, 简直就是疯狂的互标演技, 让裴千看得心里一阵发慌。 陆之遥一贯演技过猛的毛病, 完全就震过来了, 林如仪也完全看不出是个新人演员, 张祖庭更不用说, 影帝的演技无可挑剔。 这样一部片子上映后到底会是什么效果? 裴千实在是很难为不先知。 裴千正纠结着, 环与天接到了。 裴总, 我还跟您上去磨? 小孙问道, 裴千想了想, 不用了, 你就在车里等我吧, 我看一眼就下来。 裴千也没想太多, 他只是要确认一下共享电话亭的安全, 然后就要赶回汉东大学附近, 跟林长见面了。 直接乘坐, 直踢来到顶层。 现在是周六下午, 裴千已经做好了 环与天接人比较多的准备了, 然而从直踢出来, 还是不由得一愣。 他瞥了一眼电影院门口, 心中有些纳闷, 咦, 人正魔多? 今天是有什么好电影上映魔? 然而仔细一看, 裴千愣住了。 电影院门口, 确实人很多, 但这些人, 好像并不是来看电影的。 默然维持秩序, 但所有人都井然有序地分成了两对。 这两对走得都非常快, 有一对仅仅是在电话亭前拍了个照就完事了, 而另一对则是在电话亭前的一个取号机上取了号, 就离开了。 再仔细一看这个电话亭的外观。 上面巨大的一幅原画, 正义守护者, 莫迪斯特。 这幅巨大的原画, 直接占据了共享电话亭的正面主体部分。 画面上的莫迪斯特身形魁梧, 目光坚定, 傲然目视前方, 身后刺满的各种武器, 更是显现出他的英雄气概。 很多人排队, 单纯只是为了跟这幅巨大的原画和个影。 而且, 不同于一般的海报, 也不同于游戏的原画。 这幅画是软光剑手绘的, 加入了很多独特的技巧。 厚图技法之下, 显得相当写意, 让人一眼看到, 就觉得非常艺术。 画得如此出彩, 也难怪来逛商场的人, 都要跑来这里跟他合影。 裴谦站在电话亭前, 看着这幅巨大的原画, 一时无语。 我尼玛。 他确实是让软光剑过来随便画点什么, 给这个共享电话亭装饰一下, 但是可没让他画撒臂刺猬啊。 不知道为时模, 裴谦总有一种感觉, 这个撒臂刺猬正在盯着自己, 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一丝笑意, 彷復是在嘲讽。 再看电话亭本身, 正对着扶梯的侧面, 清楚地显示出当前的牌号。 14号, 剩余时间7分钟。 裴谦心中一凉, 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妙, 他穿过人群看了一眼, 赫然发现, 取号机上的数字, 已经来到了29号。 也就是说, 从今天上午开始, 已经有14个人取号体验过共享电话亭, 而现在, 在排队的, 还有15个人。 当然, 也不排除一些取了号弹没来体验的, 但这种人, 应该不会很多。 裴谦刚开始看到, 队列走得很快, 但大家都莫往电话亭进, 还稍微松了口气, 以为大家只是喜欢在外面看一看这个电话亭, 并不真的想要进去消费。 可现在明白了, 这哪是莫人排队啊? 这是改成取号排队了, 更先进了。 陪钱赶忙, 拿出手机扫了个码, 下载共享电话亭的APP。 之前的APP非常简陋, 只有一个扫码的功能, 但现在, 功能丰富了很多。 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多了一个排队的功能。 只要在电话亭门口取号, 就可以进入排队队列, 并填写自己在电话亭里的预计游玩时间。 系统会把队列中所有人的游玩时间, 全都加起来。 用户, 就可以知道自己, 还要等待多久。 快排到的时候, 用户就可以提前赶到电话亭这里等着。 这个页面, 还可以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比如放弃排队。 这样一来, 大家就不用在电话亭门口前等着了。 完全可以根据预估的时间, 去安排其他的活动, 比如逛街, 买饮料甜品等等。 陪钱看了看, APP上的预估时间, 竟然已经达到了三个小时。 而且, 还在有人不停地取号, 陪钱稍微计算了一下价格, 脸色瞬间煞白。 15分钟10块钱, 一个小时40块钱, 看样子从商场开门这个电话亭就莫清闲过, 一天下来怎么也要营业个11、2个小时。 这样算下来, 一天就能赚四五百块钱。 当然, 这是因为, 今天是周六, 人流量比较大, 才能保证电话亭一直有人用。 如果是工作日的话, 赚的钱肯定要少一些。 但不管怎么算, 这收入也非常可观了。 陪钱非常费解, 奇了怪了, 这不就是个电话亭吗? 在里面待一个小时, 能干啥? 他想要张望着往里看, 结果电话亭里面拉着窗帘, 根本看不真切, 就只是隐约能够听到, 有音乐声从里面传出来。 这一层人很多, 很嘈杂, 所以, 这音乐声也若有若无的。 陪钱不死心, 绕着电话亭转了一圈, 但这窗帘遮得还挺严实, 虽然也有缝隙, 但堂堂裴总, 也不可能到跟前去偷窥啊。 隐约看到俩人在里面, 但具体在干什么? 瞧不真切。 陪钱转了一圈, 倒是在电话亭的电子显示屏另一面, 找到了一达传单。 这些传单就放在这里, 感兴趣的可以自取。 陪钱拿了一张, 赫然发现, 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众广告传单。 这上面既有文字, 又有图片, 图片彭扶是某电视节目的截图。 一顾客在商场内心脏骤停, AED成功抢救, 共享电话亭暗藏救命神器。 近日, 在荆州市某商场中, 商场工作人袁平及一台AED, 挽救了一名年轻男子的生命。 图上这一幕, 发生在荆州市环宇天街商场顶层。 一名男子在走出电影院后, 突然倒地。 文讯赶来的商场工作人, 远马上分工合作, 在拨打120的同时, 疏散围观群众, 并立刻对男子展开施救。 危急关头, 工作人远马上到旁边的共享电话亭中, 拿出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对男子进行紧急抢救。 经过四次AED除颤, 在120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 该名男子已经基本恢复了心跳和呼吸。 随后, 该名男子被送往医院救治, 医护人员表示, 幸好该男子得到了AED救助,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专家表示, 心脏骤停的病人中, 85%以上是由于试颤造成的, 只有通过电除颤才能消除。 如果在心脏骤停短时间内可以使用AED除颤, 抢救成功率将大幅提升, 所以也有黄金四分钟的说法。 据统计, 九成以上的猝死都发生在医院外, 那么如何快速获得AED对患者进行电击除颤, 成为保住心脏骤停患者性命的关键所在。 然而, 目前在我国, AED设备的普及率不高, 记者走访了地多多个地铁站, 得到的答复, 军事目前没有配置AED设备。 而在荆州, 一个小小的共享电话亭竟然藏着这样的救命设备, 并且发挥奇效, 这绝非侥幸, 而是共享电话亭创始人具备公共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必然结果。 共享电话亭项目的创始人张旺表示, 在他的设想中, 共享电话亭不仅是城市的文化地标, 喧嚣闹事中的一片净土, 也应该是传承社会责任的灯塔。 裴谦瞪大眼睛, 仔细一看, 发现这并不是纸媒的报道, 图片左上角的标, 竟然是中央二台。 我特摩不就一周多莫来吗? 竟然倒出了这摩大动静。 裴谦人都傻了, 他记得上次看到共享电话亭, 还只是一个光秃秃什么都没有的破亭子, 外面冷清的简直是门可罗雀。 可现在, 不仅所有人排着队要进去玩, 还上了电视台的报道。 裴谦突然觉得, 他有点不认识这个世界了。 就在这时, 共享电话亭的门打开了, 里面的情侣离开, 自觉把用过的纸杯和话筒套带走。 而排在后面的情侣已经等在门外了, 无逢衔接。 裴谦赶紧垫着脚, 瞥了一眼共享电话亭里面的东西。 饮料机, 点唱机, 扭蛋机, 共享电话亭里面, 简直是琳琅满目。 裴谦分明记得, 上次来看的时候, 这里面还只有一部孤零零的电话和饮水机来着。 能喝饮料, 能玩扭蛋, 能唱歌, 还能盖印章打卡。 怪不得这些人进去之后, 就不愿意出来呢。 显然, 饮料机和扭蛋机, 肯定是要额外收费的, 如果再加上这块的收入。 而这, 还只是其中的一处共享电话亭而已。 裴谦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赶忙快不来到直梯, 准备离开。 环宇天街的这个电话亭已经没救了, 不仅受到消费者的热烈欢迎, 而且救过人都上了电视报道了。 这下, 裴谦就算是想撤掉, 也不可能了。 但现在也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比如, 立刻制止软光剑对其他二十个电话亭的美化。 刚开始赔钱本来以为, 这电话亭里就一个电话, 一台银水机, 根本默认会去消费, 所以让软光剑去画一幅原画, 还能多花点钱。 但是现在, 这幅原画物移成了某众文化地标, 吸引很多人大老远地过来合影, 这些人自然要进入电话亭消费的。 所以, 赶紧拦住软光剑, 让他不要再给其他电话亭画画了。 赔钱掐指一算, 软光剑三天才能画一个电话亭, 这二十个电话亭的画两个月, 现在才过去十来天, 顶多也就画了四个电话亭。 还来得及? 赔钱一边等电梯, 一边拨通了软光剑的电话。 喂, 裴总, 怎么了? 软光剑那边很安静, 不像是在商场的样子。 赔钱也莫多想, 直接问道, 呃, 之前说的电话亭, 你画到哪一个了? 软光剑声音中带着些迷惑, 电话亭, 不是早就画完了吗? 赔钱? 他感觉人有点晕, 不是三天才能画一个, 怎么可能画完了? 软光剑笑了笑, 哦, 是啊, 三天才能画一个电话亭, 太慢了。 我寻思着, 要是把这二十个电话亭画完, 都得到过年去了, 我手头还有其他的工作呢, 太耽误事了。 然后我就从群里找了十几个朋友, 把这些活给转包出去了, 一人负责一个电话亭, 就照着我给的原话来画, 就行。 裴总你放心, 都是我朋友, 水平都是有保证的。 这些电话亭, 我都检查过了, 画得多么问题, 偶尔有小瑕疵, 我也给修改了。 呃, 裴总, 听到那边久久默人说话, 软光剑还以为电话断了。 两久, 裴千才说道, 那没事了。 挂了电话, 裴千默默地走进电梯, 来到地下停车场。 裴总, 咱们去哪儿? 虽然裴千在上面待的时间, 明显有些过长, 但小孙也没有多问。 裴千想了想, 黑着脸说道, 去时代商城, 他有点不死心, 一定得亲眼看到所有电话亭的情况。 好嘞。 小孙也莫多问, 直接开车出发。 裴千掏出手机, 先给林长发了条信息。 今天下午, 他要把所有的共享电话亭, 全都看一遍, 才能去跟林长见面了。 林长很快回了消息, 裴总安心忙工作, 我这也正忙着, 不必客气。 裴千长出一口气, 还好林总通勤打理。 安抚完了林长, 裴千立刻拨通了陈康拓的电话。 鬼屋的项目怎么样了? 给我加快进度。 1月24日, 周一, 裴千满脸黑线地来到公司, 进入办公室。 周末两天, 他把21个电话亭所在的商场, 全都跑了一个遍, 看得心都碎了。 这21个电话亭中, 环宇天间那个是张旺自制的, 其他20个都是找厂家代工的。 现在, 所有电话亭全都被画上了 GOT的英雄原画, 里面更是被塞满了 在裴千看来 跟电话亭毫不相干的各种东西, 比如饮料机, 点唱机, 扭蛋机等等。 好好的一个电话亭, 硬生生地被改造成了 小型的多功能娱乐室。 而且, 所有的电话亭门口 全都排着长队, 甚至还有不少人 特意大老远地跑过来, 就为了合个影, 到里面去盖个章。 裴千非常无语地找到张旺, 还没来得及质问, 张旺已经骄傲地开始汇报 共享电话亭的成果。 每个电话亭的造价是1万左右, 加上里面的各种设备 以及AED等, 再加上500到1000部等的租金, 前期投入大概是4万不到。 如果算上这上面的原话, 就是7万。 而现在电话亭每天的使用时间, 平均下来大概是7、8个小时。 每小时40块钱, 再加上饮料机、 扭蛋机等设备的额外收入, 每天能赚300多, 一个月就是万把块, 即使扣除调为护费用和其他开销等, 一个月赚7、8千也毫无问题。 如此算来, 这个电话亭一年时间就能收回成本, 一年以后就是纯赚。 到了那个阶段, 仅仅是目前的20个电话亭, 每个月就能给裴千赚十几万。 当然, 对于身经百战的裴总来说, 这区区的十几万, 只是微不足道的负担。 而裴千之所以觉得很丧, 主要还是因为, 这个项目本身给他带来的严重的挫败感。 这种不靠谱的项目, 投了都能赚钱。 在精神层面上, 裴千受到的打击 比之前那些赚钱的项目要大多了。 所以, 直到今天上午来公司, 裴千还感觉有一点精神恍惚。 裴总, GARG要正式开始测试了。 裴千看了看手机上的信息, 简单地回复了一句, 知道了。 考虑一番之后, 裴千给临长发来的信息, 约好在汉东大学附近的摸鱼网咖见面。 裴千这个周末一直在忙共享电话亭的事情, 跟临长见面的时间也一拖再拖, 很无奈地拖到了今天上午。 正好, 跟临长见面的同时, 也去摸鱼网咖看一看GARG的真实情况。 所谓的正式开始测试, 就是把测试版本的游戏正式发布到官方的游戏平台, 让玩家们可以自由下载体验。 当然, 考虑到服务器压力, 前期不会发放那么多的测试账号资格, 肯定是腾达游戏的核心玩家才更容易拿到资格。 通过这批人的试玩和反馈, 能更好地找出游戏内的bug和问题进行修复。 测试期间的版本肯定是充满bug的, 但喜欢玩测试版本的玩家大体上都比较宽容, 他们是一种长鲜的心态, 对这些bug不会那么计较。 而裴千觉得, 仅靠网上的评论可能看不到GARG的真实情况, 还是到墨语网咖看一看, 实地走访一下, 更靠谱。 终点中文网作者学习班, 也就是读者们俗称的小黑屋。 中午, 所有人都在常会一桌旁坐好, 一边吃饭, 一边闲聊。 周六周日不上班, 这些作者们有的是凭借之前的存稿补上这两天的更新, 有的则是继续在酒店里用自己的笔记本码字。 所以, 被裴总点名的明语和崔梗, 已经跟大家有三天末见面了。 哎, 明语, 崔梗, 你们两个周五都干嘛去了? 快讲一讲, 有人对他们两个人的去向很感兴趣。 明语倾咳两声, 低声说道, 我去附近找了一家配置很高的网咖, 上午偷偷码了三张, 然后存了起来。 下午玩了会儿游戏, 有人愣了一下, 不是说不让码字吗? 明语笑了笑, 是啊, 但是也没人管啊, 我只要把这三张云到周六周日的更新就行了, 谁能知道? 众人不由地纷纷感慨, 果然是劳模呀, 被强制放假了, 还不忘偷偷攒稿子。 朱星安不在, 这些作者们完全可以畅所欲言。 之前朱星安是被马一群派来监督这些作者的, 但是上次裴总来视察过一次之后, 就把朱星安支走了, 让这些作者自己管理自己。 明语又看向崔梗, 崔梗你呢? 该不会真去接受了一天的腾达精神教育吧? 另一个作者接话道, 是啊, 崔哥, 那个完结预告是赌气发的吗? 在这些不明真相的作者看来, 崔梗的行为可以说是非常迷惑了。 周五到腾达总部去了一趟, 当天傍晚就发了一个完结预告, 把读者们吓得够呛。 本来以为这书就这磨切了, 结果到了周六, 崔梗又更新了, 而且更新了四张。 周六, 周日, 周一上午, 崔梗还是在认认真真地写这本书, 而且更新的字数一点都不少, 完全看不出来要切的迹象。 这就很让人困惑了。 周五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崔梗这本书到底还写不写了? 要知道, 在所有参加学习班的作者中, 崔梗的成绩也算是非常靠前的。 对于很多新人作者而言, 五六签订的作品已经可以写到地老天荒。 面对众人的追问, 崔梗微微一笑, 周五啊, 我确实受到了腾达精神的教育, 只不过, 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是枯燥乏味的学习, 而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形式。 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这种方式, 真是太有意思了。 至于这本书, 我确实是打算快速完本了, 但那是因为, 我忽然开朗了, 要快速完结线的这本书, 写一本更好的。 崔梗双眼放光。 这段时间, 他也在不停地构思蝴蝶游戏的大框架, 就等着到腾达的各个部门收集了足够多的素材, 差不多就可以动笔了。 明语有些好奇, 他感觉崔梗的精神状态都有所不同了。 之前的崔梗拖延症严重, 有点咸鱼, 而且多多少少沾点矫情。 说实话, 明语一直觉得, 崔梗这个人, 有点浪费自己的天赋。 随便写写就五六千订, 不好好更新, 还总是乱窃。 这要是这儿八经的认真写, 一天更个六千, 八千字, 这订阅不得破万。 但是这次看他的表情, 怎么好像是要洗心革面? 难不成这腾达精神教育, 真的这么成功? 崔梗继续说道, 而且, 这次参加腾达精神学习,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不要抗拒, 排斥休息和娱乐, 应该用他们更好的维持工作状态。 更新的字数, 也不该是唯一的指标, 而是更应该保证输的质量。 明语大佬, 你不是一直问我, 怎么写到五千军定吗? 我觉得对你来说, 稍微缩短一点更新字数, 进一步提高质量, 才是最急迫的事情。 明语听到这里, 若有所思, 嗯, 听起来很有道理, 要不我今天少更一点, 也去学习一下腾达精神。 虽然他获得了一天的休假, 但明语对此并不感兴趣。 作为学习班最有上进心的作者, 他更在意如何写出更多, 更好的内容。 看到崔耿在进行了一次腾达精神学习之后, 脱胎换骨的新面貌, 明语也生出了想去学习一下的念头。 又一名作者说道, 嗯, 我也想去。 我也想。 桌上有一多半的人都想去看看能让传书中的鸽子精破除心魔的腾达精神培训, 到底是怎么个陪法。 但是, 这魔多人都想去, 怎么安排? 明语想了想, 这样, 大家各凭本事, 该更新多少就是多少, 更新最少的去。 已经去过一次的, 就自觉多写一点, 不再参与。 如果出现多人断更的情况, 就军定最低的去。 众人想了想, 觉得这也算是个不错的方法, 纷纷点头。 崔耿则是不必再参与了, 因为他这两天就要稍微整顿一番, 离开学习班, 去腾达集团的各个部门, 开始新的工作, 取材。 摸鱼网咖。 裴千笔灵长先到了, 他没有坐下喝咖啡, 而是在网咖的上网驱转了一圈。 情况莫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但也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说不上糟糕。 在他原本的设想中, Gog应该非常扑街踩队。 在网咖里, Gog不仅要直面, 海上宝雷等传统网络游戏的影响, 也会直接和IOI, 神奇等同类游戏竞争。 神奇, 有庞大而忠实的玩家群体, IOI则是在国外快速火爆, 热度也已经转低到了国内。 墨鱼网咖和其他的网吧一样, 都已经帮顾客安装好了IOI的国际服和汉化包, 虽然延迟稍微高点, 但网咖的顾客现在是能玩上IOI的。 所以, 赔千元本以为Gog不会有很多人玩。 可是到了墨鱼网咖才发现, Gog玩的人可一点不少, 完全跟神奇和IOI形成了三足鼎立的趋势。 当然, 仅仅从画面和游戏完成度来看, IOI还是更胜一筹的。 逛了一圈之后, 赔千陷入沉思。 嗯, 目前看起来, IOI应该还是稳的。 因为目前网咖的IOI还是外服版本, 延迟很高, 对局中因为和队友语言不通, 也很难交流, 所以存在天然烈士。 即使如此, IOI在网咖中也比Gog更受欢迎, 玩的人数要多一些。 如果IOI正式出了国服, 解决了延迟和队友交流的问题, 肯定会比Gog更受欢迎吧。 所以, Gog应该还是要量, 我的判断应该没错。 裴千仔细想了想, 觉得现状算不上糟糕, 应该说是可以审慎乐观。 正想着, 临场到了。 裴总, 好久不见。 临场微笑道。 裴千感觉临场的笑容里, 好像别有深意, 似乎隐藏着什么信息。 林总最近也在忙工作。 临场呵呵一笑, 一点小事, 主要就是牵线搭桥, 已经忙完了。 1月25日, 周二, 商阳游戏。 软光剑又进入到游戏中, 好好体验了一遍, Be quiet。 和往常一样, 一惊一乍的大呼小叫声不断响起。 只不过, 商阳游戏的众人对此都已经细以为长了。 叶之舟和王小斌小声嘀咕着。 阮大佬今天的分贝数和之前相比明显提高了。 嗯, 这说明这段时间的改进卓有成效啊。 俩人盯着面前的分贝仪, 上面的数值正在不断波动, 那些峰值的数值被记录了下来。 跟之前的测试结果一比对, 立刻发现有了明显的提升。 许久之后, 声音才再度平息。 软光剑满面红光, 神采奕奕, 称赞道。 好, 现在这游戏, 才总算是有恐怖游戏那位了。 游戏画面, 我觉得没事模可改动的了。 接下来就是好好修改一下细节。 大家纷纷站起身来鼓掌, 由衷感谢。 这段时间, 软光剑尽心尽力的帮忙, 不只是全面改造游戏的画风, 也对游戏的玩法提出了很多改动意见。 这游戏原本的恐怖感只是及格, 在软光剑的帮忙下, 硬是改成了优秀。 而且, 软光剑悬抽时间去给共享电话亭画画, 还联系了其他群里的哥们来帮忙。 软光剑出力甚多, 商扬游戏的众人都看在眼里。 虽然灵丸已经给够了足额的薪水, 但商扬游戏显然还是欠了个很大的人情。 好了, 这边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我差不多也该回摩托一趟了, 回去安排一下工作室搬迁的事情, 然后就准备过年了。 说不定年后, 我们工作室就整个搬到荆州来了, 大家就可以做邻居了。 软光剑微笑说道, 众人纷纷道谢, 虽然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算很长, 但还有些依依不舍。 离开商扬游戏, 软光剑掏出手机, 给裴总打了个电话。 离开荆州, 怎么也得简单地告别一下。 此时, 裴谦刚刚送走了临场。 两个人说好了, 等恐怖游戏和手机发售之后, 搞定了临晚, 一定要一起再大吃一顿, 热烈庆祝。 裴谦的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 嗯? 看到是软光剑的号码, 裴谦本能第一皱眉。 一想到电话停的事情就来气, 但生气归生气, 电话该接还是要接的, 否则万一错过了什么致命的被刺消息, 岂不是出大问题? 裴总, 我准备这两天在荆州再玩两天, 之后就回魔都了。 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热情招待, 知道你工作繁忙, 就不当面道别了。 等春节后, 我把工作室搬过来, 咱们兄弟再把酒言欢。 裴谦? 什么叫春节后把工作室搬过来? 什么又叫咱们兄弟把酒言欢? 谁允许你搬工作室了? 谁又是你兄弟了? 裴谦很无语, 一个软光剑, 一个乔老师, 小本本上的仇人, 怎么都这么自来熟呢? 听说软光剑要走, 裴谦下意识地有点高兴, 毕竟惹祸的灾心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能稍微过得消停点, 不用再担心, 突然某一天背后就被一杆花笔捅穿。 但是转念又一想, 不对, 裴谦赶忙说道, 别急, 我还有事, 这样, 今天下午我去酒店接你, 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电话那边, 软光剑显然有些意外。 哦, 惊喜? 什么惊喜? 裴谦呵呵一笑, 惊喜吗? 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总之, 你下午在酒店等我就行了, 我去接你。 软光剑也莫再多问, 只是一口答应下来。 好, 挂了电话, 裴谦不由的嘴角微微上扬, 差点让你小子跑了。 之前裴谦已经打电话确认过了, 经过一个月紧锣密鼓的折腾, 鬼屋第二个大项目的其中三个小项目, 已经搞定了。 这些小项目的占地面积都不大, 比如浴室, 就只是个大约十平米的卫生间, 所有的游戏内容都在这个逼子的环境中进行。 而且, 这些小项目可以同时动工, 搞得也比较快。 虽然经济旅社最恐怖的是第三个大项目, 但裴谦已经等不了了。 眼瞅着软光剑马上就要开溜, 必须给他安排上, 不能就让他这么潇洒地走了。 想到这里, 裴谦又给陈康拓打了个电话。 那三个小项目, 全都给我准备好。 今天下午, 我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体验, 必须把他给吓尿。 下午, 老工业区。 经济旅社的建设,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太大的进展, 只是将三个大厂房给圈了起来, 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 其中的一个大厂房里面, 装了几个集装箱, 这就是第二个大项目的所在地。 整个老工业区是很大的, 未来肯定会有售票处, 周边店等等, 但目前这些都还没有影子。 毕竟从出方案到现在, 也才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而已, 能赶出来三个小项目, 已经很不容易了。 软光剑和裴谦下了车, 往厂房走去。 裴总, 如果不是, 这边有人在施工, 我差点以为, 你要杀人抛尸了。 软光剑开玩笑地说道, 裴谦内心表示呵呵, 你以为我不想。 软光剑看了看四周, 完全摸不着头脑。 所以, 裴总你说的惊喜, 到底是什么? 裴谦卖了个关子。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两人进入大厂房, 陈康拓和郝琼两个人刚好走出来迎接。 而在看到经济履设的像慕名之后, 软光剑这才恍然大悟。 哦, 裴总, 这里难道是一个新的鬼屋? 裴谦微微一笑, 没错。 你来荆州的时候, 在鬼屋没有完尽兴, 所以, 这是给你特意安排的。 这话一点都没有弄虚作假, 裴谦决定要做鬼屋, 除了要亏钱之外, 第二大的动机, 就是要在软光剑身上找回场子。 连乔老师来了都乖乖受苦, 凭什么你软光剑就能毫发无伤地回去? 绝对不能接受。 软光剑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不不不, 不行。 裴总, 告辞了。 他一拱手, 就要转身开溜。 裴谦赶忙一把拉住, 别啊, 来都来了, 总的体验一下吧。 而且, 这鬼屋可是专门为你打造的。 你要是不进去玩, 我的心意不是全都落空了吗? 裴谦好说歹说, 软光剑还是一个劲摇头。 裴总, 实不相瞒, 云霄飞车, 大摆锤, 蹦极之类的活动, 我都不在话下, 可是我最怕的就是鬼屋了。 要不这样, 裴总, 我请你去蹦极, 咱俩一块跳。 软光剑刚想换一下战场, 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 就被裴谦给果断拒绝了。 不行, 蹦极没石磨意思, 裴谦猛摇头, 信我, 还是鬼屋更有意思。 好说歹说, 软光剑总算是勉强答应, 到鬼屋里体验一下。 进鬼屋之前, 软光剑还特意去上了个厕所。 毕竟莫带换洗衣物, 真弄湿了, 不好办。 陈康拓把这个项目的说明 递给软光剑。 大佬, 看好了, 进去之后, 要完全达成这个说明上面的要求, 才算过关的。 软光剑如灵大敌, 盯着这张说明小声背诵, 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裴谦站在一旁, 表面上给软光剑加油鼓劲, 实则心中窃喜。 软光剑啊, 软光剑, 你也有今天。 你不是对大摆锤 和蹦极免疫吗? 你不是对我的云霄飞车 一条龙肝之如鱼吗? 今天就好好置之你。 裴谦很清楚, 经济旅社这个鬼屋里, 最恐怖的是第三个大项目, 但第二个大项目的惊悚程度也不低。 如果说第三个大项目, 是用布警、 道具、 演员等传统方式来吓人, 那么, 第二个大项目, 就更倾向于用心理暗示来吓人。 自己吓自己, 心理压力逐渐增加, 让精神始终在高度紧张的范围波动, 这种恐惧感同样很可怕。 裴谦甚至有点等不及, 想看软光剑, 被吓得T类横流的, 从里面跑出来了。 很快, 软光剑背完了第一个小项目的要求, 走入了相对应的集装箱。 本来, 这个大项目应该是很多个小项目随机遭遇, 玩家需要一口气背下所有小项目的要求, 依次通关三个连续项目才算合格。 但目前的建设还没有完成, 所以只能单独体验了。 软光剑进去之后, 众人立刻来到旁边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旁, 查看里面的监控。 陈康拓犹豫了一下, 还是提醒道, 裴总, 不进行个简单的身体检查了吗? 这场景真的挺恐怖的, 我自己体验了一次, 吓得够强。 裴千摇了摇头, 应该不用。 软光剑的身体被棒, 玩云霄飞车大摆锤都好好的, 健康方面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进了鬼屋, 顶多也就是被吓得大喊大叫, 一旦出现过激反应, 立刻就会有工作人员把他给解救出来, 不会出问题。 嗯, 裴总, 他在抖。 好穷说道。 通过显示器可以清楚地看到, 软光剑进入之后, 光是拉门, 拴锁门就用掉了近十秒钟, 拿起地上的红色蜡烛, 然后关灯, 又用了十秒钟。 估计是在不断地进行心理建设。 裴千和喝一笑, 拖时间。 越拖越害怕。 整个项目并没有限制完成时间, 也不需要限制完成时间。 在这摩格吓人的环境里待得越久越恐怖, 最好的方案就是速战速决, 赶快完成任务出来。 像软光剑这样的, 估计在完成全部要求之前, 就要被吓退了。 啊! 一声尖叫传来。 这里面有高清红外摄像头, 也有喇叭和麦克风, 可以采音。 这一声尖叫, 把在场的众人都给吓了一跳。 裴千被吓得一击灵, 过了两秒才问道, 他看到啥了? 陈康拓则是有些困惑的一挠头, 莫看到啥呀? 他就只是把蜡烛放在镜子前面了, 连双手蒙眼都还没做呢。 就只是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就被吓得叫出声了。 好穷看了看满怀期待的, 看着显示器的裴千。 裴总, 软大佬好像确实比较胆小, 要不还是算了。 裴千摇头, 怎么能算了? 我相信, 他一定能够战胜自己的恐惧。 狭窄的卫生间里, 软光剑感觉自己浑身都在颤抖, 双腿发软, 心跳加速, 刚才还忍不住地尖叫了一声。 不得不说, 这种沉浸感跟恐怖游戏相比, 绝不能同日而语。 软光剑之前玩, be quiet都能全程大呼小叫, 到这里, 叫声反而减少了, 并不是因为这边不恐怖, 而是因为叫声都被压抑住了。 这个卫生间里, 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任何吓人的鬼怪, 软光剑想喊, 也找不到机会。 可是, 从刚进门的时候开始, 这种恐怖的氛围, 就在一直增加他的心理压力。 刚进入时, 软光剑看到的, 是在昏黄灯光照射下的一个脏兮兮的卫生间。 在灯光照不到的阴影处, 旁腑有暗红色的血迹, 只是看不真切。 地板, 马桶, 洗手池, 全都有一层, 看起来有些油腻腻的污垢, 让整个场景看起来更加破旧, 污秽, 惊悚。 关门, 上锁, 关灯, 点燃蜡烛, 放在镜子前。 每一步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每一步都在挑战承受的底线。 关门, 上锁, 会暗示游客自己和鬼怪被关在了一起, 强化这种无处可逃的感觉。 而关灯, 则是进一步限制游客的视野, 在一片黑暗之中, 只能依靠蜡烛的微弱灯光来照明。 在看到镜中的自己时, 软光剑不由自主地尖叫, 因为, 在蜡烛光芒的照耀下, 他的一半脸都隐藏在阴影中, 说不出的吓人。 尖叫之后, 软光剑逐渐冷静下来。 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对了, 捂住双眼, 保持三秒钟以上, 然后看向镜子。 软光剑深吸一口气, 蒙住眼睛末竖三秒, 然后睁开眼睛。 他的瞳孔骤然收缩。 镜子里什么都默没有, 包括他自己。 只有那根蜡烛还在默默地燃烧着。 而镜中的软光剑, 似乎就这磨消失了。 软光剑还没有反应, 过来发生了什么。 镜中突然出现了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这双眼睛豁然睁开, 两行血泪流下。 这两行血泪流得很快, 它不仅仅是镜中的影像, 甚至从镜子的下缘渗了出来, 滴在了洗手池上。 啊! 外面, 众人又听到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声。 裴谦也不由得捂了捂自己的胸口, 置身室外的他并没有觉得这个鬼屋有多可怕。 现在感觉, 还是软光剑的叫声更加吓人一些。 裴谦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说道, 如果看到, 他快不行了, 赶紧第一时间进去, 把他带出来吧。 众人纷纷点头, 一个个如灵大敌, 等着立刻救助软光剑。 尖叫过后, 软光剑的心情很快平复了下来。 他打开水龙头, 开始洗手。 然而, 水龙头里面流出来的并不是清水, 反而是稍显粘稠的红色液体。 软光剑又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 赶忙把手抽了回来。 奇怪的是, 在烛光下看了看双手, 却并没有染上红色的血迹。 他赶忙关闭水龙头, 又做了一番心理建设之后, 躺到了浴缸中。 躺了十几秒钟,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这才想起来, 自己漏了一个步骤。 浴缸旁边, 有一个生锈的计时器, 软光剑摸索着找到, 然后轻轻一按, 计时器立刻发出咔哒, 咔哒的声音, 表真走了起来。 在安静的卫生间里, 这种单调的声音, 彭扶一把刚挫, 再不断地挫着 软光剑脆弱的神经。 他双手死死地蒙着眼睛, 牢记要求, 不发出任何声音。 在咔哒, 咔哒的声音中,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软光剑本来以为 只要忍三分钟, 等咔哒, 咔哒的声音消失就可以了。 但很显然, 他想错了。 被锁好的门传来了 插钥匙的声音, 软光剑甚至可以听出来, 钥匙已经插入了钥匙孔。 门外的人拧了很多次, 依旧没有拧开, 因为门栓已经落下。 而后, 门外传来了沉重的撞击声。 碰! 碰! 一下又一下的撞击, 让软光剑感觉心跳加快, 浑身站立, 他只能换了个姿势, 一手捂住眼睛, 一手捂住嘴巴, 才能让自己不发出声音。 突然, 撞击声停止了, 似乎门外的人已经放弃。 虽然知道是假的, 但软光剑还是情不自禁地长出了一口气。 然而, 就在他的精神稍有放松的时候, 门栓突然传来了咔哒的声音, 随后就是吱压的一声。 门栓因为不明原因被打开, 门也被推开了。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似乎有个穿着靴子的人, 迈不进入这个狭窄的卫生间。 他带着粗重的呼吸声, 庞扶在四下寻找着什么。 皮靴踩在地上发出闷响, 却又带着趴击的声音, 庞扶靴底沾着粘稠的血浆。 在他的身后, 传来非常刺耳的摩擦声, 庞扶是由某个金属物体在地上脱形。 大概是大号的斧头或者锤头。 软光剑继续死命捂着自己的双眼和嘴巴,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啪! 灯亮了, 昏黄的光线透过软光剑的指缝照在他的眼皮上, 让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视野庞扶变亮。 外面那个人的脚步声停住了, 然而他的呼吸声却并未远离。 玉帘被慢慢地, 慢慢地拉开。 粗重的呼吸声, 庞扶更近了。 软光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 就是, 这个人的鼻息, 彭腐在若有若无地喷在自己的手上。 咔哒! 生锈的计时器停住了, 这意味着三分钟的到计时到了。 按照说明上的文字, 这应该已经算是挑战完成了, 只要睁眼离开就好。 但是软光剑根本不敢睁眼, 因为他没有听到离去的脚步声, 那个人彭腐还站在浴缸边, 静静地高举着斧头, 注视着他。 足足等了一分钟, 软光剑才终于偷偷地, 张开一点点指缝, 小心翼翼地往外看。 昏黄的灯光照射下, 一切如故, 想象中高举着斧头的杀人狂病, 没有出现。 软光剑尝出了一口气, 他爬出浴缸, 因为双腿发软, 只能一步一步地挪动到门口。 门栓好好的, 并没有被打开过。 软光剑赶忙拉开门栓, 向内拉门准备出去。 然而不知何时, 整扇门的外面, 已经多了一个鲜红的血手印, 还有一把沾满血迹的斧头。 啊! 外面的众人满怀愧疚。 陈康拓全程都很担忧, 生怕把软光剑给吓坏了。 这位大佬毕竟是裴总的好朋友, 从鬼疆项目的时候, 就在给腾达画原话, 可以说全程见证了腾达的崛起。 也可以说, 软光剑的原话在某重程度上, 为腾达的游戏赋予了灵魂。 这样一个大佬, 要是在经济旅社被吓出个好歹来, 承担不起这重责任啊。 就连裴谦都在反思自己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唉, 渊渊相报何时了? 看他被吓成这样的份上, 就原谅他吧。 反正这次也算是大仇的报了, 可以暂时地把他从小本门上往后挪一挪了。 看到软光剑最后果然还是被吓了一跳, 众人赶忙纷纷迎了上去。 没事吧? 没被吓到吧? 快快快, 大佬快请坐。 众星捧月一般, 把软光剑给请到旁边坐着。 裴谦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 还好吧? 软光剑面色红润, 一副精神焕发的样子。 裴总, 你这鬼屋做得太棒了。 他一束大拇指, 还有其他的项目吗? 我还要再来。 裴谦一脸猛逼, 头上缓缓地飘出一个问号。 此时的软光剑两眼放光, 整个人彷彿脱胎换骨一样, 就连他画画的时候都没有这么激动。 裴谦瞬间有一种上荡了的感觉。 你不是说, 最怕鬼屋了吗? 那你现在嚷嚷着, 我还要是几个意思啊? 正常人不该是进入一次之后, 就再也不想进了吗? 而且, 人家都是脸色煞白, 双腿发抖。 你倒好, 不仅脸色红润, 气色绝佳, 就连精神状态都好得很, 感觉恨不得一蹦三尺高。 此情此景, 让在场的众人全都僵住了。 不得不说, 还是裴总反应最快。 裴谦咬牙切齿地说道, 都没听到吗? 把剩下的两个项目也都给安排上。 裴总, 我上飞机了。 非常感谢这段时间的招待, 不管是刚来时的云霄飞车, 还是最后的鬼屋, 都让我印象深刻, 难以忘怀。 鬼屋又让我多了一个搬来荆州的理由, 回去之后, 我就立刻筹办工作室的搬迁事宜, 希望裴总可以加快鬼屋的进度。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体验鬼屋的第三个大项目了。 年后剑? 看着软光剑发来的信息, 裴谦靠在老板椅上, 双手颓然垂落。 气死我了! 裴谦简直是一口老血梗在胸口。 来的时候, 想给软光剑一个下马威, 结果软光剑玩爽了。 走的时候, 想给软光剑一个上马威, 结果软光剑还是玩爽了。 想当初, 即使是乔老师来荆州, 裴总也没经受过这磨大的挫败。 而且最气的是, 软光剑体验第一个项目的时候, 明明背下的不行了, 又是尖叫又是发抖。 出来之后, 竟然啥事没有, 还嚷嚷着要体验别的项目。 于是, 裴谦立刻把剩下的两个也都安排上了。 软光剑的反应还是一样, 体验过程中慌得要死, 感觉随时都要绝过去了, 结果出来之后, 立刻活蹦弯跳的, 还要再来。 花了一个月时间, 好不容易搞好的三个项目,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 就被软光剑给全部攻破了。 裴谦也没辙了, 只能让软光剑潇洒离开, 束手无策。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为唐僧西天取经, 安排好了九九八十一难, 结果唐僧三天就到了西天, 然后还来了一句, 就这。 是可忍孰不可忍。 你等着, 等我的经济旅社, 变成完全体, 一定吓得你扶强出来。 裴谦恨恨恨地说道。 1月26日, 周三, 圆梦创投, 裴谦喝着茶, 听着贺德胜的汇报, 神游天外。 软光剑走了, 考试周最后一门也考完了, 本该是双喜临门的事情, 但裴谦总感觉, 有那磨一点点空虚。 还有一周就要春节了, 眼瞅着身边的同学们, 一个个的都已经回家, 裴谦自己, 却还要忙公司的事情。 怎一个苦逼了的。 他倒是想撒手人寰, 哦不, 撒手不管, 但没办法, 他不找活, 活也会来找他。 圆梦创投这, 就有两个活, 一个是IOI的国服事宜, 另一个是学霸快来APP。 目前, IOI在欧美那边的测试状况很不错, 按照常理来说, 国服差不多也该开始筹备了。 到了这个阶段, 国内已经有很多游戏公司, 注意到了在欧美测试期间, 势头不错的IOI, 想尽早拿下国服的代理权。 然而去指头公司那边疑问, 才知道国服的代理权已经被杰族先登了。 于是, 这些人想拿到IOI国服的代理权, 就只能寄希望于圆梦创投转卖了。 在很多家公司都有异象的情况下, 开出的价码自然也越来越高了。 裴总, 所以我们, 卖吗? 贺德胜结束了长篇大论的汇报, 最终以一个触及灵魂的问题结尾。 裴千沉默片刻, 你再说一下, 现在最高的开价到多少了? 贺德胜, 三千五百万。 裴千默默地放下茶杯, 简直想要仰天长叹。 三千五百万啊, 现在圆梦创投手里的这个国服代理权, 可是之前买纸头公司的股份白送的。 当时买了纸头公司20%出头的股份, 一共才花了两千万。 现在这些股份还在手里, 光是把国服代理权一卖, 就是三千五百万到手。 抢钱都没这模块。 裴千立刻摇头, 一概回绝, 不卖。 裴千心里很清楚, 这笔钱一拿, 这个周期就别指望着能亏钱了。 眼瞅着还有两个月就要结算了, 这两个月钱点啥, 才能花出去三千多万还能确保项目上线。 太不保险了。 所以, 肯定不能卖。 贺德胜身表赞同, 对, 我也是这模想的。 三千五百万太少了, 在王手里拿一段时间, 绝对还能卖得更高。 裴千? 贺德胜脸上洋溢着喜悦, 继续说道, 裴总, 我也做过功课了, 现在国内的机家大公司代理国外游戏, 代理费都快到天文数字了。 幻想世界, 上个版本的代理费, 可是三千万每刀啊, 近两亿。 现在看来, IOI未来的热度说不定能达到幻想世界的水平, 现在三千五百万就想从我们手里买走。 门都没有。 当然, 这也是因为IOI刚开始测试, 指头公司本身也没石磨铭气。 总之, 咱们现在也根本无需着急, 只要等IOI在国外的热度继续提升, 代理费肯定还能再涨。 赔千? 我们想的完全不是同一个事情好吗? 赔千想的是现在一卖, 这个周期的结算直接泡汤了, 三千五百万根本没地方花, 所以不能卖。 而赫德胜想的是, 三千五百万明显还是低, 还要再继续抬价。 听完赫德胜这番话, 赔千反而有点想卖了。 不过转念一想, 还是不能卖。 从短期来看, 卖了影响结算。 从长期来看, IOI要是真能达到几十亿的水平, 那赔千干脆躺着赚钱算了。 考虑片刻后, 赔千说道, 我的意思是, 不仅不能卖, 我们还要再专门开一家公司, 负责运营IOI的国服。 赫德胜愣了一下, 立刻点头, 那也很好。 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颗摇钱束缩在手里, 源源不断地赚钱。 赔千? 你爱怎么认为, 就怎么认为吧? 不想再说什么了? 行嘞。 赔千决定, 自己组建公司运营IOI国服, 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既然已经拿到了国服的代理权, 自己不做也不卖, 肯定是不行的, 必然会引人怀疑。 另一方面, 自己运营, 可以多花钱。 作为一款实时对战游戏, 不管是IOI还是GOG, 对服务器的要求都是腾达目前所有游戏中最高的, 必然要支出一大笔服务器费用。 同时, IOI的初期宣传肯定也需要很多钱。 这样一来, 至少可以保证这个周期内是亏损的。 至于以后, 如果IOI真成了摇钱束, 赚到亏不完, 那赔千还能考虑干脆做一条咸鱼, 以后就指着1000比1的盈利转化, 比赚点零花钱。 赔千不想过多地纠结IOI的问题, 反正现在肯定不能卖, 只能按部就班地咬牙做下去了。 总之, 这个事情不必着急, 等年后再说吧。 学霸快来那边呢? 之前的300万, 应该花得差不多了吧? 赔千随口问道, 这段时间, 学霸快来项目, 在不停地烧钱, 打广告也好, 补贴也好, 到处都是窟窿。 虽然不像共享单车封狂扑车, 烧钱那样恐怖, 但毕竟前期的资金, 只有300万而已, 稍微一花就花光了。 喝得胜点点头, 快了, 账面上就还剩不到100万了。 不过裴总你放心, 最近又有几家投资公司, 对学霸快来项目表, 献出了浓厚的兴趣, 想要追投。 裴千刚送到嘴边的茶杯, 停住了。 啊? 这魔不靠谱的项目, 你们都要追投。 脑子莫烧坏吧。 学霸快来的APP, 已经改版了。 之前裴千发现, 这个APP有成为交友平台的不良趋势, 已经果断采取了措施, 对一些功能进行了大改。 现在, 平台上的所有用户选项里, 都没有性别, 没有照片, 就只有名字和默认头像。 查看某个学霸的主页, 只能看到好评率, 以及别人给他贴的系统默认标签, 比如, 教学态度好, 耐心, 通俗易懂等等。 而学渣的主页, 也比较类似, 同样是好评率和系统默认标签, 比如, 认真听讲, 学习态度好, 懂礼貌等等。 按照现在的标准流程, 学渣在APP上填写需求, 包括自己需要辅导的学科, 时间, 约定地点, 学霸自主接单, 全程都要用软件附带的聊天功能, 整个过程中, 都无法明确知道, 对方的性别和相貌。 当然, 肯定也会有人在线面前, 尝试询问对方性别。 针对这种情况, APP还特别设计了一键投诉功能, 点击之后会, 自动将双方聊天记录提交审核, 并终止本次辅导。 一旦核实某个账号, 有失探对方性别或相貌的行为, 立刻会对该账号做出处罚, 轻则扣除性欲分, 重则直接连带该身份证和手机号, 永久封停。 APP的这个新版本一更新, 活跃人数立刻暴跌。 因为APP里面, 本来就混杂着大量目的不存的用户, 他们本来, 就只是把这个, 当成一个邂逅异性的平台而已。 就像打车软件上, 有很多司机会, 故意挑一些漂亮的妹子接单, 还会私下里讨论一样, 学霸快来APP里, 也不乏这种人。 更和旷面对面辅导, 本来就容易制造这种邂逅的机会, 如果任期发展, 应该会比打车软件, 还要更加严重。 新版本更新, 完全浇灭了这群人的妄想。 所以, APP里的热度骤降是很正常的事情。 裴谦本来以为这个新版本一出, 必然会给学霸快来项目, 造成沉重的打击, 然后抓紧时间, 把几百万全都烧完, 就万事大吉了。 万万没想到, 怎么还有机家投资公司要追投呢? 裴谦陷入了沉思, 本来他打算赶紧把这三百万烧完, 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 这个项目失败了, 让他自然凉凉。 结果, 钱还莫花完, 又有人上赶着来, 送钱了, 这可咋办? 裴谦倒是想拒绝, 但是没理由啊。 李总的付费资本, 已经投了一百万, 其他投资公司要投, 要的股份也不算多, 学霸快来这个项目, 目前又比较缺钱。 找啥理由拒绝呢? 裴谦考虑片刻, 有了, 把这个项目不靠谱的地方, 对这些公司和盘托出, 让他们知难退不就行了。 想到这里, 裴谦对贺德胜说道, 你现在立刻给这机家投资公司打电话, 说清楚两件事情。 第一, 是问清楚, 他们到底为神魔要给学霸快来这个项目投资。 第二, 把学霸快来目前面临的问题, 全都说清楚, 提前讲明白这个项目存在的风险。 第一个问题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问问这些人, 你们到底觉得学霸快来这个项目哪靠谱了? 我改还不行吗? 贺德胜有点猛逼, 裴总这是何意? 这些投资公司, 为什么要给学霸快来项目投资? 肯定是觉得, 这个项目靠谱呗。 这应该是这些投资公司考虑的问题啊。 他们是投钱的, 我们是拿钱的。 贺德胜苦思冥想, 按道, 难道, 裴总是希望我能用这种方式, 反推出这个项目的成功之处? 加深我对投资之道的理解。 嗯,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但是, 裴总为什么又要跟所有投资人讲清楚, 这个项目存在的风险呢? 别人的项目都是尽可能地忽悠投资公司, 报喜不报忧, 这样才能让对方多投钱。 自己把底全都卸出去了, 人家还能给投钱吗? 贺德胜没想太明白, 但看到裴总不容置疑的眼神, 也莫敢多问。 只是挨个拨通了这几家投资公司的电话, 裴谦就在一边默不作声地听着。 贺德胜很听话, 完全按照裴谦是先交代过的, 先询问了对方对学霸快来这个项目的看法, 然后长篇大论地讲这个项目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比如, 目前的活跃用户还不太能支撑起市场需求, APP更新后热度和日活暴跌, 目前功能仍旧比较单一等等。 果不其然, 上来就劝退了两家。 这些投资公司在投资之前, 多多少少都要经过一些调研, 但再怎么调研, 有些内部数据, 他们是拿不到的。 有些投资公司单纯就是看中了教育行业, 是个前景很好的行业, 看准了这家公司背后, 有腾达和富贵资本的背景, 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项目, 所以才考虑追投。 可现在贺德胜一五一十地把项目面临的真实情况讲清楚, 尤其是特意强调了这个项目所面临的的巨大风险, 有可能血本无归。 于是, 立刻就有投资公司打退堂股了。 一连打了三个电话, 对面的三家投资公司的投资热情全都被浇灭了, 从刚开始的准备投钱状态退化到了观望状态。 挂了电话, 贺德胜苦着脸看向赔签, 陪总, 还有三家投资公司, 还打吗? 这磨一小会, 咱们至少劝退了两百多万的投资了。 贺德胜感觉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别人尚赶着来送钱都不要。 陪总这葫芦里, 卖的到底是什么样? 两三百万就这磨不翼而飞, 陪千确实面无表情, 依旧是非常淡定地在喝茶, 甚至嘴角还露出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 继续打! 陪千觉得自己的战略成功了, 把所有人都劝退, 让他们别再来添乱。 贺德胜没办法, 只能继续给下一家投资公司打电话。 陈总! 对,我是贺德胜, 想跟你聊一下学霸快来这个APP的事情。 贺德胜继续按照之前的说法, 先是简单问了一下对方对这个项目的看法, 然后就开始大谈特谈这个项目目前面临的问题, 以及这次投资中可能会存在的风险。 对面的陈总默默地听着, 时不时的嗯, 啊几句。 全都说完了, 贺德胜静静地等着下文。 听了这么多, 这位陈总恐怕也要跟之前几家投资公司的老板一样, 表示在考虑考虑了。 终于, 电话那边的陈总, 陈英片刻, 发话了。 好, 既然如此, 我要加钱。 原本投一百万, 现在我决定啊, 投三百万。 不! 赔欠一小杯茶水刚刚喝下去, 差点腔道。 什么玩意? 这个陈总, 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给你讲了那么多? 你怎么还要加钱呢? 贺德胜也很意外, 一时之间没有说出话来。 电话那边的陈总笑了笑, 问道, 怎么, 我要加钱, 你们还不乐意吗? 贺德胜赶忙回答, 不不不, 当然乐意。 只不过, 您为什么? 陈总哈哈一笑, 我早就听李总说过, 说腾达的老板裴总, 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很多时候做事, 都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之都外, 不得不说, 让人佩服我。 这次也是, 其他的公司拉投资, 都是把自家项目吹得天花乱坠, 有一点点业绩, 恨不得吹到天上去, 反而对项目的隐患和风险闭口不谈, 奔着能骗多少投资, 就骗多少的心态做事。 可贵公司却完全不同, 在投资之前, 就把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讲得清清楚楚, 颇有一种将太公钓鱼院者上钩的气概。 就冲这种态度, 我觉得, 你们这个项目的管理层, 非常有担当, 有裴总的风范。 所以, 我要投三百万, 说实话, 我看好的, 不是你们这个项目, 而是你们这群人, 有你们这样一群踏实做事的人, 做什么项目都能成, 就算万一成不了也没关系, 风险投资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嘛。 贺德胜备受感动, 好的陈总, 我们裴总听到您的这番话, 肯定也会被感欣慰的。 裴千端着茶杯望天, 一时间有些无语宁业。 得了, 之前好不容易劝退的那些投资, 从陈总身上, 全都捞回来了。 贺德胜备受鼓舞, 继续给下一家投资公司打了过去。 在陈总后面, 有一家公司不为所动, 还是保持之前的投资额, 而另一家公司也同样提高了投资额。 到最后一算, 投资额不仅莫变, 反而比之前还多了八十万。 打完了电话, 贺德盛信冲冲的一条大拇指。 裴总, 您的这招欲擒故纵, 愿着上钩, 真的能让我大开眼界啊? 裴千? 他摆了摆手, 有气无力地问道。 所以, 现在这个项目又拿到了多少投资? 贺德盛算了一下, 大概七百多万。 裴总, 裴千茫然望天, 无语宁耶。 这叫啥事啊? 好心好意地劝退你们, 结果一个个地震魔不识抬卷。 竟然还有人要加钱? 简直是丧心病狂。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投。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裴千把喝完的茶杯往桌上一放, 咬牙切齿地说道, 行, 他们不是都想投吗? 让他们投。 继续烧钱, 烧到一分不胜为止。 回公司的路上, 裴千还在生闷气。 诸事不顺啊。 共享电话亭已经翻车了。 共享学霸目前来看, 也是前途未卜。 这段时间, 马阳也和裴千一样, 也在忙考试的事情, 最近也是刚忙完。 但是, 考虑到目前IOI在欧美的火热势头, 以及那几乎等于白送的三千五百万, 都是源自于马阳的手笔。 裴千觉得, 自己暂时不能恢复对老马的信任。 一想到腾达这么大一家公司, 员工数千, 竟然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信任的人, 裴千感觉心如刀割。 嗯? 对了, 崔梗现在怎么样了? 裴千突然想到了这位鸽子精, 彭腐溺水之人,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裴千立刻掏出手机, 打开终点中文网APP, 查看学习班这些作者的更新情况。 稍微翻了一下之后, 就发现, 学习班的这些作者们, 更新量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其中下降最明显的是名誉, 也就是那个劳模。 昨天他只更新了四千多字, 是日常更新的三分之一。 其他的作者, 更新量也或多或少地下降了, 整体上都降低了一到两千左右。 而崔耿自己, 从刚开始的八千到一万更新, 变成了现在的七千左右。 每天少更新一千字不算多, 但网文这东西, 积少成多。 今天少一千, 明天少一千, 一年得少多少? 更何况, 所有作者都处于小黑屋状态, 没有其他娱乐活动, 就只能码字。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降低一千字, 像明宇这样的劳模, 更是更新直接腰斩, 足以说明, 崔耿的工作卓有成效。 裴谦不由得一阵高兴, 自己果然, 没有看错人。 崔耿回到学习班, 立刻就带过去了名为摸鱼的种子, 并快速地传染给了学习班其他的作者。 这效果, 堪称立竿见影。 这种人才, 必须重用。 裴谦都有点等不及, 想让崔耿把这种精神散播到腾达所有部门了。 终点中文网作者学习班。 怎么样, 明宇剧《学习腾达精神》有什么感悟吗? 餐桌上, 一名作者好奇地问道。 其他作者也纷纷转过头来, 显然也都很感兴趣。 这两天, 明宇为了能够去腾达总部学习腾达精神, 也是下了血本。 他花了不到两个小时, 就写出了四千字的更新。 然后剩下的六个小时, 全都是在整理大纲, 补全设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总算是成功拿到了去腾达总部学习的资格。 而大部分没去过的作者, 对于这个神秘的腾达精神学习活动, 还是很感兴趣的。 明宇暂时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眼神中充满了向往的神色。 怎么说呢? 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我去了之后, 专门有个人力资源部的哥们, 把我领到了游戏室, 让我在这里面打游戏。 游戏室里, 各种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有高配电脑, 游戏主机, 漫画, 小说。 众作者有些茫然, 就这。 明宇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 游戏室并不是重点。 刚开始我莫转过弯来, 但是现在我懂了, 这个游戏室, 就只是相当于一面镜子, 一个测试。 他们是要通过这个测试, 先大概搞清楚, 你的性格和癥结所在, 然后再针对性地引导, 你去按照自己的方式, 领会腾达精神。 作者们感觉, 有些不可思议。 真的假的, 我还以为是那种单纯的理论学习呢? 看起来这腾达精神内涵, 还很丰富啊, 还能英才试教。 明宇巨快说说, 那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明宇感慨道, 其实当时我也默想那么多, 就只是在沙发上坐了坐。 找了两本书看, 等了十分钟之后, 我才意识到, 情况有些不对。 于是我立刻出门, 找到了那个人力资源部的哥们。 而后, 我们两个促膝常谈, 他给我指出了很多问题, 说我看似很努力, 实则一点都不努力, 急需接受腾达精神的改造。 明宇陷入了沉思, 似乎在回忆着当时的场景。 当时我的感觉, 就像是一道闪电, 劈开了乌云, 如梦初醒。 仔细想想, 也确实如此。 我每天更新的字数很多, 超过了大部分作者, 但我的成绩一直没有很大的提升, 就是因为我过于重视数量, 轻视质量。 这几天, 我刻意降低了速度, 写得慢了, 字数有所下降, 但剧情却得到读者们的一致好评。 这都是腾达精神带来的影响。 作者们表情各异, 有这么邪乎? 崔哥和明宇聚在这个腾达精神培训中都有所顿武, 看来是真的有用。 我怎么觉得这多半是心理暗示呢? 腾达是一家做游戏的公司, 而且腾达精神那不是用来督促员工工作的吗? 对咱们的小说创作能起到什么作用? 有人不信。 明宇摇了摇头, 面色严肃,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觉得这是心理暗示, 觉得自己是不是想多了? 但后来仔细想了想, 不是。 腾达精神和其他公司搞的那些公司精神完全不同。 其他公司的精神无非是一句口号, 大而空, 目的就是给员工洗脑, 尽可能地压榨他们的劳动力。 但是, 腾达精神完全不一样。 腾达精神鼓励休息, 娱乐, 认为休息, 娱乐高于工作, 甚至会对一些工作过度的员工采取强制休息的政策。 而且, 腾达精神并没有明确的内容, 不会生硬地灌输给你, 它就像哲学和参禅一样, 主要是引导所有人去悟。 这种方式可以强化你固有的正确观点, 扭转你片面的错误观点是真的能改变你思维方式的。 这是因为腾达精神更注重于挖掘, 培育员工们潜能, 而不是用压榨的方式透支潜能。 这个道理和网文创作的规律是一致的, 或者可以说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它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 指导各行各业, 甚至可以上升到一种哲学高度。 听完了明语这番话, 作者们纷纷低下了头, 若有所思。 片刻之后, 有人常叹一声, 有道理啊。 好, 我也要去看看, 到底有没有这么玄乎? 我也要去。 腾达精神到底是什么? 去朝圣一次, 自然就知道了。 作者们此时才纷纷意识到, 也许这次来荆州, 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这个学习班的小黑屋。 腾达这家公司, 蕴藏着更重要的精神财富。 1月28日, 周五, 崔耿有些忐忑地来到神华好景市七层, 也就是腾达游戏部门的办公地点。 现在, 他的职务是特别观察员, 裴总所赋予的职权相当广泛。 特别观察员身份的, 崔耿可以在腾达的任意部门来去自由, 任何部门负责人都不能阻拦。 自己给自己制定工作计划, 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 工资待遇和各项福利完全跟正式员工挂钩。 提出需求时, 各部门要无条件配合。 这种职权, 让崔耿想到了万恶的旧社会中, 手握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光是听起来, 就让人想要嘚瑟。 只不过, 这些职权看起来很美, 但实际上如何呢? 崔耿自己也说不好。 一方面, 他也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 能够被裴总如此看重, 得到这摩重要的一个职位。 另一方面, 他也担心自己这个特别观察员到了各个部门, 会受排挤。 就像钦差大臣到了各个地方上, 那些地方官表面上客客气气的, 但心里肯定会有一些小想法。 就拿今天要来的游戏部门来说。 腾达的游戏部门, 是腾达集团资历最老的业务部门, 虽然负责人换了好几个, 但不管怎么换, 这个部门在腾达集团中都依旧强势。 更何况部门里有几个元老级员工, 在腾达这家公司初创的时候, 就已经在了, 和裴总很熟。 而且, 腾达的游戏部门也是目前盈利能力最强, 口碑最好的业务部门, 更是肩负着向各个其他部门输送人才的重任。 游戏部门里的人, 肯定都是自视甚高的吧。 这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特别观察员, 不受任何人挟制, 完全帮不上忙的同时, 提出要求其他人还得无条件配合。 这可能给好脸色嘛。 所以, 崔耿非常忐忑, 本能的有点想要打退堂鼓, 但是一想到自己有重要任务在身, 必须完成蝴蝶游戏。 这本书, 也只好硬着头皮往里走。 17层和16层的布局很类似, 只不过, 这边员工的工作热情, 要明显更高。 16层主要是人力, 行政, 财务等部门, 眼下除了财务稍忙一点之外, 人力和行政部门都很闲, 所以整体氛围比较宽松, 有不少人都在看剧, 睡觉。 而17层的游戏部门, 目前正在负责God的研发, 这周一才刚刚上线, 开始内部测试, 有大把大把的bug需要改。 于是, 这一层的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甚至默认抬头看崔耿一眼。 李亚达已经站起身来迎接了。 崔耿是吗? 你好, 我叫李亚达, 目前是游戏部门负责人。 李亚达和崔耿握了握手, 把他领到自己旁边的工位上。 软光剑走了之后, 这个工位一直是空着的, 正好给崔耿使用。 崔耿想象中的那种排斥, 抗拒的氛围病没有出现, 看起来游戏部门的人 对他这个特别观察员还挺欢迎的。 当然, 也有可能是表面功夫。 在工位上坐下之后, 崔耿觉得有些话必须说在前头。 关于我这个职位的职责, 之前已经说过了, 希望能够在取材的时候, 大家都稍微配合我一下。 崔耿话还没说完, 李亚达已经点点头, 微笑道, 当然, 我们所有人都要无条件配合特别观察员的工作。 你放心, 腾达内部的各个部门 都是兄弟部门, 特别观察员既然是裴总设定的岗位, 那肯定对整个公司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所有部门都会竭尽全力配合的。 听完李亚达的表态, 崔耿心里踏实多了。 看来之前自己担心各个部门会不配合, 完全是想多了。 在腾达精神的统合之下, 腾达集团的各个部门早就拧成了一股绳,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关系, 部门之间并不存在勾心斗角。 而且, 在腾达集团中, 裴总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标准, 哪怕是一个外来者直接空降, 只要是裴总指派的, 各个部门也会对他抱有最高的信任。 崔耿不由的感慨, 裴总遇下有方啊。 不说业务能力, 就只是这种管理才能, 就绝非一般企业家可比。 而这种氛围也感染了崔耿, 让他浑身都充满了斗志。 那你先忙, 我稍微整理整理思路, 然后再开始取材。 崔耿说道, 李亚达微笑着点点头, 好的, 我已经安排了一名老员工专门解答这些问题, 他在腾达第一次招聘的时候, 就已经在了, 堪称活化时, 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 崔耿打开电脑, 准备用上午的时间把老叔的更新写完, 稍微捋一捋新书的大框架, 然后下午再跟这位叫包序的活化时, 聊一聊腾达游戏的前世今生。 任务繁重, 一定要抓紧时间。 按照之前的计划, 想要在春节期间发书, 这几天就得把老叔收尾。 同时, 新书的大框架也得抓紧时间搭起来, 至少基础设定和前十万字的大纲, 得做得很完善, 否则肯定会留下隐患, 中途血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电脑打开之后, 直接新建一个文档开稿。 崔耿已经想好了, 千万不能看电脑配置, 否则看到配置之后, 肯定要动玩游戏的心思。 电脑的开机速度很快。 崔耿刚想立刻在桌面上点击右键新建文档, 结果右键还默点下去, 他人先愣住了。 桌面上, 是几乎铺满整个屏幕的游戏图标。 市面上大大小小的游戏, 不管是单机还是网游, 全都应有尽有。 随便一瞟, 崔耿就看到了机款, 自己一直想玩, 但因为电脑带不动而作罢的大型游戏。 崔耿, 草, 这不是给我的工作制造障碍吗? 这魔多诱惑, 就明晃晃地摆在桌面, 谁能不动心? 崔耿瞬间警惕, 难不成, 这是李亚达他们故意安排的陷阱? 故意针对我的? 他有些狐一地侧过头, 看了一眼李亚达的桌面。 然后惊讶地发现, 李亚达桌面上, 也是一大堆的游戏图标。 只是李亚达却可以做到, 完全无视这些游戏图标。 打开文档认真修改, 极为专注, 完全不受任何影响。 想差了, 崔耿不由得有些惭愧, 看起来, 腾达的所有员工, 都是腾达精神的践行者。 他们已经做到了, 娱乐, 休息与工作的完美结合, 在该工作的时候, 哪怕是这魔多游戏就摆在眼前, 也丝毫不为所动。 看来是我的精神境界, 还不过关啊。 崔耿旁扶受到了腾达精神的感染, 没有再去纠结桌面上那魔多的游戏, 而是打开一个新的文档, 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崔耿敲打着键盘, 发出清脆的声响, 很快和整个办公区域内的键盘声响成一片, 完美融入。 下午, 崔耿来到包续的工卫旁, 向他请教腾达游戏在创立之初的那些奇闻异事。 包续面露追忆之色, 这是, 说来话长了。 那时候, 还是网吧里的一个网瘾少年。 1月29日, 周六, 今天是调休, 而且是春节前最后一天上班。 2011年的春节是2月3日, 法定假期是从2月2日开始放假。 但考虑到买票的问题, 裴迁决定2月1日多放一天假, 同时把31日的工作日调整到29日。 这样一来, 就可以比其他公司早放三天假。 类似的调整并不是毫无限制的, 就比如, 裴迁不能把日常的工作时间改成两天上班, 五天休息。 但在法定节假日的框架下, 进行三天两天的调整, 还是没时摩问题的。 虽说是最后一天, 但今天的任务有很多。 临加班大赛的第一次评选, 和2月1日的最佳员工评选, 都要在今天进行。 上午进行完了这两个评选之后, 大家就可以各自下班回去过年了。 这段时间, 行政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为数不多的工作, 就是准备这两个评选。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骨干员工, 已经全都赶到了神华豪景附近的酒店会场, 把会场中的座位坐得满满的。 虽然和年会时的规模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但也已经非常热闹了。 桌上摆满了水果和干果的果盘, 还有各种糖果巧克力, 跟在加过年摆桌上的那种 有一区同工之妙, 只不过, 不管是干果还是糖果, 都会贵很多。 大家一起磕着瓜子吃着糖, 喝着茶水, 等着大屏幕上的评选。 李亚打扰有兴致地 看着会场前方的大屏幕, 小声说道, 最佳员工评选, 真是搞得越来越正式了呀。 以前都只是在网上投个票, 赔总给颁奖就完事了, 这次竟然还专门搞了个会场。 坐在他旁边的包序一言不发, 只是闷头磕着瓜子, 脸色不是很好看。 时间差不多了, 人也都到齐了。 新海禄来到大屏幕前, 简单说了两句, 然后就直接进入了第一次 零加班大赛的评选。 大屏幕上开始闪过 各个部门的加班时间, 加班人次等等数据。 李亚打拨了个橘子, 对大屏幕上的内容完全不感兴趣, 肯定莫咱们部门的事情了, 今年任务有点紧, 加班了好几次。 下次再接再历吧。 包序还是低头磕着瓜子, 不想发表任何意见。 腾达第一届 零加班大赛的优胜部门是 终点中文网。 新助理的话音刚落, 众人的目光 已惊奇刷刷地看向了 正在啃西瓜的马一群。 马一群整个人都愣住了, 过了两秒钟才反应过来, 赶忙抽出一张纸巾, 擦嘴擦手, 然后上台。 众人纷纷抱以热烈的掌声, 裴谦已经站在台上拿着奖杯, 等着颁奖了。 其实, 对于这次的结果, 裴谦早就已经心里有数。 零加班大赛的评选方式是, 哪个部门加班最少, 哪个部门就得奖。 如果有多个部门 在一个月的四次评选中 都达成了零加班, 那就按照人数从高到低获奖, 只是已经拿过奖的部门 自动厚言。 看一看腾达目前的这些业务部门。 腾达游戏, 飞黄工作室, 商阳游戏, auto科技等等类似的骨干部门, 全都是一群奋斗逼。 这里面的员工, 全都是想方设法的加班, 甚至像auto科技, 飞黄工作室这种地方, 领导都有带头加班的嫌疑, 肯定是不可能拿到奖项的。 而逆风物流, 墨语网咖这一类的部门, 虽然也在努力践行不加班政策, 但经常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 加班很难完全避免。 想要做到不加班, 就得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圆梦创投类式的部门, 也不需要加班, 但人数太少, 优先级没有那么靠前。 所以, 人数达到了30多人, 而且一直都没有过加班记录的终点中文网, 成功获得了第一届零加班大赛优胜部门的殊荣。 从裴总手里接过奖杯, 马一群感觉有些受宠落惊, 向大家挥手质疑之后下台。 但这个环节还莫完, 因为还有裴总讲话。 裴谦从新助理手中接过话筒, 清了清嗓。 再次向马独飘同学表示祝贺。 奖项虽然已经颁发, 但很显然, 在座的大多数人, 还没有理解设立这个奖项的意义所在。 为时摩不加班的有奖励, 而加班的没有奖励。 因为对于各部门的负责人来说, 你们部门有加班现象, 无非是两个原因。 第一, 你们部门的工作任务分配不合理, 一些人被分配了过量的工作, 只能加班完成。 这一点, 你们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难辞其咎。 第二, 你们部门的某些员工工作效率低下, 无法在额定的工作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 这时候, 你们作为部门负责人, 更要给这些员工足够的关怀和帮助。 所以, 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在腾达, 加班是一种耻辱。 所有部门负责人, 都要向马独飘同学看齐, 努力做到零加班。 裴谦讲完之后, 台下又响起热烈的掌声, 不少部门负责人, 脸上都显露出愧疚的表情。 显然, 裴总的一番话, 已惊触及到了他们的灵魂, 以后腾达的加班现象, 肯定还会有所改善。 裴谦对此非常满意, 示意新助理继续进行下一个环节。 激动人心的, 一年两次的最佳员工评选。 李亚达注意到, 坐在他旁边的包絮, 一直在紧张兮兮地磕着瓜子, 脸色煞白, 额头上还有冷汗滑落。 包哥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包絮摇了摇头, 漠视。 之前的几次优秀员工评选, 已经给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心理阴影, 说什么都不想再出门了。 这完全是一种应激反应, 下意识的表现。 虽然仍旧本能的心跳加速, 手足无措, 但包絮内心中却实认为, 这次优秀员工评选, 应该莫他啥事了吧。 且不说那几个已经拿过最佳员工评选, 当上部门负责人的。 就算从没拿过最佳员工的人里面选, 包絮也不是最出彩的那个。 这段时间, 包絮一直在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 不仅没有留下任何的加班记录, 就连日常工作中, 都给人一种我在认真玩游戏的假象。 偷偷修改的文档, 也都是发给李亚达来提交。 从各方面来看, 都不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才对。 反观其他人, 马一群带着终点中文网完成逆袭, 扭亏为营, 网文学习班搞得有声有色。 张元带的墨语网咖都已经开到了凌晨, 而且ROF装机业务飞速发展, 可以说是销量口碑双丰收。 商阳游戏那边, 林婉、夜之洲和王小斌三个人负责人 带头研发的热血战歌手游版, 横扫手游市场, 现在研发, Be Quiet也是尽之尽责。 圆梦创投的马阳和贺德胜 追投了三个项目, 其中, IOI已经确定了会大赚一笔, 共享电话亭成为了荆州新的文化符号, 学霸快来项目也已经有了极高的热度。 Auto科技那边的手机虽然还没做出来, 但常有和他的团队工作非常认真, 堪称劳魔团队。 这些人可都没拿过最佳员工呢。 就算腾达游戏部门作为资历最老的部门, 受到裴总关注最多, 但要以功劳论, 李雅达妥妥地排在第一位。 这些人的成绩都可以在TPDB的内部网站上查到, 谁做出的贡献更大, 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这样想来, 总算是安全了吧。 包序强行安慰着自己, 手抖的情况稍微有了一些好转。 现在各部门开始投票, 请看屏幕。 众人纷纷抬头, 只见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柱状图, 每个人的票数都开始稳步增长, 互有超越。 众人纷纷拿出手机, 打开TPDB网站的APP, 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 没来现场的那些普通员工, 也可以在手机上投票, 逾其没有投票的, 视为自动启权。 一个个人民交替上升, 大部分得票最少的人, 已经提前确定了出局。 包序非常紧张地, 看向自己的名字。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还是获得了20多票。 他突然很想知道, 这20多个人都是谁, 要好好的跟他们去谈一谈人生。 不过还好, 这点票数确实不足以支持他进入前二。 看到自己被一个又一个名字快速超越, 包序总算是尝出了一口气, 可以放心地嗑瓜子了。 最终, 柱状图又微不可查地跳跃了几下, 最终定格。 优秀员工, 张元。 优秀员工第二名, 李亚达。 优秀员工第三名, 马阳。 虽说圆梦创投的成绩也非常突出, 但这种投票, 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 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点人情的影响。 圆梦创投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跟其他部门打交道的机会不多。 而张元负责着墨鱼网咖和ROF装机, 和各个部门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比如马一群那个网络作者学习班的电脑, 就是从ROF那边以成本价采购的, 而逆风物流帮ROF装机送货上门也比较熟悉。 再加上墨鱼外卖, 墨鱼网咖, 逆风物流这些部门的员工比较多, 吕明亮已经拿过一次最佳员工不再参与评选。 但是,张元拿到这个奖项就变得实至名归了。 而李亚达的主要成绩在于, 他中途接手了《回头是暗》。 这个游戏的火爆为他加分不少, 再加上GOG的测试和游戏部门一直以来的影响力, 所以获得了第二名。 张元显然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 他愣了两秒钟才意识到自己要上台领奖。 感谢裴总, 感谢我的所有同事。 这个奖我受之有愧, 以后也会继续努力工作,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嘴上说着开心, 可脸上却完全没有任何开心的表情。 拿到最佳员工, 就意味着可以获得一笔梦想寄进去追梦。 可张元没时摸可追梦的呀。 他目前最喜欢的业务就是ROF装机, 对墨语网卡CEO这个身份也很喜欢。 可拿到这个奖, 就意味着这两块的业务都要和他无缘了。 虽然很不情愿, 但这种场合也只能默默地在心里流泪了。 裴谦倒是很高兴, 很好, 首位淘汰制又干掉一位被刺我最狠的。 这个张元在负责摸语网卡和ROF装机业务的时候没少兴风作浪, 现在把他一录到底, 让他去负责其他的业务, 总算可以稍微安生一下了。 当然, 墨语网卡的业务和ROF装机等原本由张元负责的业务又要换人了。 但裴谦一点都不在意, 反而满怀期待。 张元有些失落地下台了, 接下来轮到李亚达。 只是李亚达上台之后的第一句话, 却让众人全都大跌眼镜。 裴总, 我可以放弃这个奖项吗? 裴签面色一沉, 这个奖项不能放弃, 不是已经强掉过很多次了吗? 李亚达苦着脸, 可是, 裴总, 我真的完全不具备自己去国外生活的能力啊。 办签证, 订酒店, 制定行程, 和外国人交流, 这些我都做不来啊。 而且还要在国外生活一个月, 我又是个女生, 太不安全了。 作为一个宅女, 这些确实很有难度。 裴签沉默片刻, 点了点头。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女生一个人出国旅游, 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 这样, 找个人跟你搭办出去玩, 顺便也能有个照应, 保护好你的安全。 嗯, 得找个经验丰富的一起。 包絮, 救你了。 台下, 正在悠然喝茶的包絮扑的一声, 喷了出来。 她都来不及, 擦前嘴角的茶字, 裴总。 我。 裴签一百首, 表示默心倾听她的解释, 你经验最丰富, 跟李雅达又很熟, 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是工作任务, 不能推辞。 包絮还想说点什么, 但张了张嘴, 一时词穷。 逃得过初一, 逃不过十五啊。 万万没想到, 评选都没凭上, 可还是逃不过出去旅游的厄运。 优秀员工评选结束了, 众人互相到了几身过年好之后, 就各自离开, 准备放假回家。 裴签刚准备走, 李雅达已经追了过来。 裴总, 等一下, 出去旅游的事情, 我还有问题。 裴签停下脚步, 微笑道, 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用找我, 直接找财务给报销就可以。 李雅达犹豫了一下, 裴总, 这次旅游, 是不是可以稍微推迟一下? 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春节假期肯定要错开吧。 而且我现在是游戏部门的负责人, 一走就是一个月, 很多工作周转不开。 我的想法是, 等过年回来, 到二月底之前这段时间, 我再稍微把游戏部门的事情安排一下, 三月一号到三十一号出去旅游, 行吗? 裴签想了想, 李雅达说的倒是也有一定道理。 三月三十一号就要结算了, 整个三月份是Gauch戏化游戏细节, 提升游戏品质的关键时期。 现在Gauch戏已经开始了测试, 大架子都已经搭好了, 不会出现游戏研发未完成, 结算延期的情况。 李雅达如果春节后出去旅游, 恰好可以在结算前两周赶回来, 到时候大刀阔斧的一顿修改, 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变数。 如果三月份出去旅游的话, 结算之后才能赶回来, 腾达的游戏部门群龙无首, 对裴谦而言反而更有利一些。 想到这里, 裴谦欣然阴郁, 可以, 那就延期到三月一号吧。 谢谢裴总体谅。 李雅达推了推眼镜, 离开了。 随即, 李雅达感觉有点怪怪的。 怎么推迟休假, 还得需要裴总的体谅呢? 好像哪里有些不对。 倩哥,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 马阳正抱着一盒巧克力疯狂啃。 他也没想到自己, 竟然能获得优秀员工的评选第三名, 虽然没有实质的奖励, 但却非常开心, 觉得自己的工作, 得到了腾达全体员工的一致认可。 裴谦淡淡地说道, 下午收拾收拾东西就走。 他对马阳的态度稍显冷淡, 不只是因为马阳投资IOI的那一次 对他伤害很深, 也是因为这次考试, 马阳的成绩又是全面地碾压了他。 裴谦一想到自己费劲复习了那抹酒, 结果还是默考过马阳, 就很气。 马阳完全没有注意到 裴谦态度的微妙变化, 一边嚼着巧克力, 一边说道, 好的谦哥, 那咱们年后限了。 因为考试的事情, 我没来得及管太多 圆梦创投那边的事情。 等年后回来, 我一定尽心尽力, 再投几个能赚钱的大项目。 裴谦 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 裴谦稍微收拾了一下东西。 之前回家, 都是小心翼翼地 把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 全都收起来, 穿一身看起来很便宜的衣服回去。 但是这次, 裴谦刻意挑了基建比较新的衣服, 手机和电脑也换成了新的。 差不多地给爸妈一点暗示了。 买的房子, 差不多二月底三月初就能交房, 掐指算算, 也快了。 到时候直接说, 自己买了房子, 可能爸妈一时艰难以接受, 免不了袍根问底的问, 很多问题。 今年过年, 先稍微给他们一点儿子 已经开始赚钱了, 赚的还不少的暗示, 让他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裴谦已经提前想好了说辞, 就说, 飞黄工作室最近的工作很顺利, 自己也已经进入飞黄工作室做管理层了。 现在的各种收入加在一起, 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一万五左右。 再加上杂七杂八的奖金, 房子的首付已经攒出来了, 虽然每个月都要还月工, 但压力不大。 这也不能说是骗, 只能说裴谦说出了部分真相。 飞黄工作室最近的发展很好, 这没错吧? 裴谦已经做到了飞黄工作室的管理层, 这也没错吧? 平均下来, 一个月有一万五, 这也没石磨大问题, 甚至还说少了。 总之, 把房子的资金来源说清楚的同时, 尽量不要太高调, 避免那些不必要的麻烦。 与此同时, 荆州的终点中文网作者学习班, 也正式放假了。 学习班是1月17日正式开始, 为期一个月到2月17日截止。 但春节假期, 肯定还是要放假的。 等2月17日之后, 网站就会筛选出第二批作者名单, 两期学习班进行无缝衔接。 这是因为, 学习班目前还只是一个实行的制度, 并没有真正确立下来。 如果真的确定学习班对作者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学习班就可以变成一种常态固定下来, 时间也可能会从一个月延长到三个月。 如果搞了一段时间, 发现开销很大, 而且没石磨用处的话, 也可能会去销掉。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学习班成效堪称显著, 参加学习班的作者们正在纷纷道别。 翠哥, 走了呀, 等着你过年发新书。 大家有事群里联系吧, 各位大佬过年的时候记得在群里发红包。 名语句, 我的张推别忘了。 崔耿也在跟众人道别, 他现在虽然是腾达集团的特别观察员, 但也依旧是学习班的一员。 给新书要了几个有分量的张推之后, 崔耿这才坐出租车前往机场。 在出租车上, 他突然感觉自己纹丝全涌, 忍不住地想要码字, 于是从背包中拿出笔记本电脑, 新建了一个文档。 输入标题, 蝴蝶游戏。 放假前的这几天, 他一直在跟那位有腾达活化石之称的包序聊天取材, 知道了许多腾达创立初期的趣事。 这些都是可以写入书中的素材。 他很快地敲下了第一行字, 开始了这个故事。 嗯, 这三天可以多写几个版本的开头, 攒一点稿子, 然后再修改一下。 这样, 等大年初一那天正好发书, 给大家拜个早年。 崔耿的眼中, 磅浮在发着光, 有一种异样的神采, 磅浮有一种灵感, 正在呼之欲出。 腾达游戏部门, 李亚达把游戏部门的三个新人叫过来, 提前安排工作。 这三个人分别是胡显斌, 敏靖超和张南, 也就是第一次就成功通过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的三个人。 虽然裴总并没有明确地表扬这三个人, 但李亚达觉得, 这三个人, 既然能第一次就通过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 肯定是在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 既然是裴总筛选出来的优秀人才, 自然要为以重任。 三月一号, 我就要出去旅游了, 到时候游戏部门的工作, 就交给你们三个人负责了。 显斌, 我感觉你的悟性是最好的。 等春节, 回来之后, 我带你多熟悉熟悉整个工作流程, 提前适应一下执行主策的工作, 以后的工作进度就由你来推进。 靖超, 你有在财务部门工作的经历, 数学功底不错, DOT的数值平衡问题, 你多请教包哥, 之后的数值平衡就由你来负责了。 最后, 李亚达看向这三个人里面唯一的女生张男, 你之前做过服装设计, 你就牵头负责DOT里英雄角色的皮肤设计吧。 明经超立刻说道, 放心吧李姐, 我最近一直在盲数值调整的工作, 应该能很快上手。 张男也点了点头, 我最近已经设计了几套皮肤, 反响还不错。 等年后, 我就把这积分设计稿交给外包的美术, 让他们出这些英雄的新皮肤。 唯独胡显兵稍微有点犹豫, 李姐, 我才刚入职两个月, 就去做执行主册。 这, 能行吗? 李亚达微微一笑, 莫关系。 你以为腾达游戏的历任执行主册, 都是怎么选出来的? 胡显兵? 啊? 李亚达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从黄思博到吕明亮, 再到李亚达, 在做主策化之前, 都是没时摸经验的。 游戏部门有很多老员工, 资历可能比李亚达还要老, 但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对执行主册这个位置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他们也不会觉得, 执行主册由新人来担任有什么不妥, 毕竟做过腾达游戏部门执行主册的, 就没有一个是经验丰富的。 李亚达微笑着拍了拍胡显兵的肩膀, 默示,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执行主册的工作比你想象中要简单, 只要全力以赴地去做, 肯定能做好。 好了, 没其他的事情了, 大家回家吧。 等年后回来, 我再带着你们熟悉一下工作内容。 大家, 春节快乐! 2月2日, 除夕夜, 陪迁摊瘫患在沙发上, 有些无聊地玩着手机。 二老也都在盯着手机屏幕, 又是抢红包, 又是发雨因信息拜年。 这个世界的手机技术进步很快, 比陪迁印象中要先进得多, 前几年拜年还都是靠打电话发短信, 而近两年已经全都改成用手机发红包了。 老人家的红包都是几块几毛的, 很少超过50块, 突出一个送心意。 陪迁回家之后, 新衣服和新电脑确实引起了二老的怀疑, 不过, 他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说辞。 这套说辞虽然不是特别完善, 但毕竟也曾经有过铺垫, 之前二老就知道裴迁在飞黄工作室那边工作, 而飞黄工作室最近确实发展不错, 所以还是成功地蒙混了过去。 毕竟, 绝大多数人都是网高了虚报职务和收入, 吹牛逼的情况比较多, 二老也不可能想到裴迁往低了虚报。 所以, 二老倒是莫太究结钱的问题, 反而更关心房子的事情。 虽然裴迁已经反复强调了这房子是给他们买的, 但二老显然完全没这个想法, 反而是想把这套房子改成儿子的婚房。 所以, 裴迁也就莫折了, 爱咋咋地吧。 看起来只买一套还不够, 还得再多买一套, 才能让二老安心地住下。 这是闹的。 算了, 再接再厉, 这个周期再多亏点钱好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 裴迁开始一边玩手机,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春晚。 裴迁已经忘了, 2011年的春晚具体是哪些节目了, 但看了几个节目之后基本确认, 这些节目他莫看过。 节目变了, 明星变了, 但无聊的感觉没变。 果不其然, 群里众人又开始抱怨, 今年的春晚很没有意思。 而裴迁则是对此息以为长了, 因为他知道, 何止是2011年的春晚很没意思, 以后的春晚, 一年比一年更没意思。 郑无聊刷着手机呢, 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是Auto科技的常有发来的。 裴总, 过去的一年城门关照, 新的一年, 希望腾达能够红红火火, 越赚越多。 希望Auto科技的手机能够大卖, 早日干翻神华, 收购波罗。 看到这条信息, 裴迁当时就脸色一沉。 什么意思啊? 这个常有, 大过年的, 就咒我这何事吗? 但是紧接着, 就听到手机里传来哗啦的一声。 红爆! 裴迁眼前一亮, 立刻点击领取。 一千块? 常总常亮! 当时把常总挖来, 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裴迁很高兴, 立刻就忘掉了刚才的不愉快。 回复道, 常总过年好。 刚回复完常有, 各种红包的声音, 接连不断地传来。 裴总过年好啊! 新的一年, 祝裴总越来越帅气。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祝裴总事业一帆风顺, 来年赚大钱。 祝福余里面, 有让人很高兴的, 也有让人不那么高兴的。 不过裴总也不是小心眼的人, 并不会以祝福余的好坏来评价某一名员工。 那肯定是以红包的多少来评价。 裴谦发现, 果然还是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员工, 比较上道, 像常有, 张元, 吴斌这众员工, 都纷纷发了红包, 少则五百, 多则一千。 而那些比较年轻的员工, 比如吕明亮, 马一群这众, 基本上都是发了个188之类的红包, 一丝一丝, 图个好兆头。 可能他们觉得, 反正发多发少裴总也不会在意吧。 最让人生气的, 就是黄思博的拜年信息了。 裴总不缺钱, 我就不俗套地发红包了。 来年一定会继续努力工作, 维腾达发光发热。 裴谦看完这条信息, 差点就想, 把黄思博给当场开除。 你看看, 这说的是人话吗? 裴总不缺钱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而且还要来年继续努力工作。 挑衅? 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但是转念一想, 大过年的, 还是原谅了他。 正在编辑信息准备回复呢, 新的拜年信息又来了。 林婉, 新的一年, 承蒙裴总关照了。 虽然目前游戏和手机的进度都不太顺利, 但裴总您放心, 一定竭尽所能完成任务。 新的一年, 裴总一定会在裴总的英明领导下, 继续努力的。 哗了一声, 转账八千八百八十八。 紧接着, 临床的信息也到了。 跟林婉比起来, 临床的信息就简单多了。 裴总, 一点茶钱。 哗了一声, 转账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裴千乐的嘴都喝不拢了, 什么叫兄弟啊? 什么叫朋友啊? 这就是, 这就是, 林总太常亮了。 这个瞬间, 裴千都有点不想让林婉走了。 林婉要是回去了, 逢年过节的, 还能这磨发红包吗? 不过转念又一想, 不对, 还是林长发得多。 裴千光速把红包领了, 然后挨个回复。 对林婉, 新年快乐。 去年, 你工作太辛苦了, 明年一定要好好休息, 不要再这么操劳了。 给你再批十天的带薪休假, 必须一天不剩的, 全都休完。 对林长, 林总放心, 等过了年, 那件事情, 必帮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回红包? 那是不可能的。 红包就是个新意。 你发我我发你的, 感觉很像七大姑八大姨来回推托, 那是新世纪的年轻人钱的事吗? 再说了, 裴总平时发的各种奖金福利, 那钱都海了去了, 现在收你们几百几千的红包, 很过分吗? 当然, 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发红包这种事情, 系统不给报。 就裴总手头那点可怜巴巴的个人财产, 赵林长那魔发的话, 发几个人, 就得光速破产了。 要是发个一百二百的, 也很不符合裴总的身份。 所以, 干脆不发了吧。 反正也不会有人, 觉得裴总抠。 很快, 其他人的信息也都到了。 新助理, 祝裴总和家欢乐, 幸福平安。 新的一年, 希望腾达精神的光辉, 能够播撒到每个部门。 红包666, 唐一书, 学长, 新的一年, 祝你新尝试的美食, 永远比想象中的好吃, 祝你做过的美梦都不会忘记。 祝你的心情, 永远都像周五的下午, 祝你获得, 永远像的孩子一样, 单纯幸福。 红包99.9, 裴谦很高兴, 看看新助理这觉悟, 就知道, 我最关注的, 根本就不是腾达赚不赚钱。 我更关心的是, 大家能不能更好的体会腾达精神。 这666的红包, 也是非常常量了。 小唐这小祝福画, 整得也不错。 考虑到小唐这条件, 99.9已经是很大的心意了。 裴谦破天荒地, 给小唐回来的999的红包, 回复道, 谢谢。 一点心意, 拿回去补贴一下家用。 各种红包分支踏来, 裴谦都有点领不过来了。 高兴之余, 也非常欣慰。 没有白藤这些员工啊。 平时给他们发了那摩多福利, 过年的时候, 总算是想起来裴总的好了。 裴总发了这摩多的福利, 总算是陷到回头钱了。 还有很多其他人的红包, 像马阳, 软光剑, 乔老师, 朱小策, 林灿荣, 李时。 太多了, 红包也有多有少。 这里面发红包面值, 最大的是李总, 一出手就是一万块, 其他人有几十的有几百的, 数量各亿。 不过裴总也不在意, 反正发了红包的, 就是好同志嘛。 领完了红包一清点, 发现过年光时收红包, 就收了六万多。 忙活到晚上十点多, 才总算是把这一波一波的拜年信息, 给全都回复了。 揉了揉稍微有些酸的肩膀, 裴谦不由的感慨。 这时候, 新助理要是能帮自己回复这些信息, 该多好啊。 结果转头一看爸妈, 还在抢红包。 快点快点, 他二舅又发了一个二百的红包, 我刚抢了五块钱。 我这就发个五十的, 你看好了呀, 快点抢。 我抢了一块五。 抢了这磨点, 你这手气也太差了。 一块五也是钱好吗? 裴谦默默摇头。 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快乐啊。 红包领的差不多了, 裴谦躺在沙发上, 也没什么事情做, 打开终点中文网APP, 想随便找一本书看看, 打发时间。 随便一翻, 正好翻到了崔耿刚 发墨几个小时的完本感言。 嗯? 这不是那位如此可教的书吗? 嗯, 也确实是该完本了。 裴谦很高兴。 这位崔耿, 去接受腾达精神教育之后, 就发布了完本预告。 一周多以后, 这书就正是完本了。 说是完本, 实际这书才写了八十多万字。 也可以说, 之前他可能还有些犹豫, 但在接受了特别观察员这个职位之后, 就果断完本了。 看看, 多么有魄力。 裴谦打开完本感言, 看了一眼下面的评论。 鸽子精果然又孤了。 八十万字完本, 你这不是烂尾是什么? 说话请准确一点, 明明是八十三万字。 去掉灌水, 顶多四十万字。 我觉得还行吧, 前面的坑基本上都填了, 故事情节也完整了。 楼上的,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要求很低读者, 才有这魔多作者, 毫无人凭可言。 说烂尾就烂尾, 说太监就太监。 我提议, 永久抵制这个鸽子精, 他的新书再也不看。 就是, 新书这啥玩意, 蝴蝶游戏, 一看就是扑街书, 绝对不看。 新书。 陪迁瞬间警惕。 仔细一看, 这完本感言下面, 还真的有新书预告。 叫, 蝴蝶游戏, 而且是都市题材。 但是读者们都莫及个, 关注这本新书的, 全都在骂崔耿烂尾。 这也正常, 因为崔耿仙再写的这本书, 是玄幻小说, 读者自然也都是玄幻读者, 对都市题材的新书, 根本就不感兴趣。 不仅没给新书拉来多少读者, 反而还有不少人, 跑到新书的评论区去劝退, 说这个作者不靠谱, 让大家千万不要进坑。 裴迁本来有点担心, 看到读者们都在骂, 瞬间放下心来。 看来受多虑了。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如此可叫之前, 就是终点中文网知名鸽子精, 现在有了固定工资和福利, 他还能踏实下来认真写书。 绝无可能吗? 他要是能认真写书, 我特魔都能亏成首付了。 与此同时, 马一群也在关注着崔耿的新书。 虽说马一群现在是终点中文网的CEO, 关注新书应该是编辑和主编们的事情, 但现在正好是过年期间, 他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对于崔耿这个作者, 马一群也是早有耳闻, 知道他的斑斑劣迹。 不过, 崔耿再怎么说, 也是有天分的。 一个有天分不勤奋的作者, 怎么也比一个墨天分瞎勤奋的作者, 要强? 毕竟, 网文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业, 很多时候不在于你写得多快, 而在于写得好不好。 内容不行, 写得再快, 也只不过是在加速产出垃圾而已。 蝴蝶游戏, 这才刚刚开书没多久, 评论区的状态, 显然也好不到哪去。 马一群没有理会这些, 而是直接开始看书。 开头的节奏很快, 将主角的身份一笔带过之后, 直接就获得金手指。 简单介绍了一下金手指的使用方式之后, 就开始进入正式剧情。 除夕当天, 崔耿直接发了五张, 这五张已经走完了一个小剧情。 从主角获得蝴蝶游戏的权限开始, 到帮助第一个配角独立游戏制作人, 完成梦想为止。 第一个小剧情的内容很简单, 相当于是核心爽点的一个预演。 一名穷困潦倒, 但从未放弃梦想的独立游戏制作人, 制作出一款素材简陋, 但玩法很有意思的游戏, 却因为目前宣传而无人问津。 主角在观察平行世界的时候发现了它, 于是通过自己的权限, 找到一名游戏区的UP主, 并利用自己的金手指, 让这名UP主恰好下载了这款游戏, 并玩了起来。 于是, 在这名UP主的宣传之下, 这游戏突然就火了,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名独立游戏制作人, 也因此能够继续自己的梦想。 看完这段小剧情之后, 紧接着就是崔耿发的一个单章。 单章的内容很简单, 一方面是, 因为老叔的事情向所有读者道歉, 另一方面就是在强调, 这本新书是自己深思熟虑过的, 内容绝对精彩, 请大家给一点点耐心。 过年这段时间, 他决定闭门不出, 每天都是万字更。 看完这些内容之后, 马一群陷入了沉思。 他写了这幅长时间网络小说, 最近又一直在关注着网络小说的动向, 自然能看出一些门道。 这小说有没有问题? 肯定有! 但, 也有优势。 目前市面上的小说, 还是以末期少年穷的热血套路为主, 调动读者情绪的方式, 主要是通过压抑、 煽动仇恨和复仇等较为简单粗暴的方式。 都市小说也有不错的发展, 但整体也没有跳脱出这个大框架, 很多冰王、 笑话、 重生题材, 爽点基本上也都是较为传统的装逼打脸。 而, 《蝴蝶游戏》这部小说, 从笔层架构上就能看出来, 跟目前流行的这些小说相比, 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 它在保持快节奏的前提下, 重新规划了前期的套路。 现在的大部分小说依旧流行所谓的黄金三章, 也就是压抑, 获得金手指、 打脸的固定循环。 这个套路不能说不好, 只是有些被用烂了的趋势, 很多读者看到之后, 本能的就有点想吐。 而, 《蝴蝶游戏》则是完全放弃了这一套路, 开篇没有任何压抑的部分, 主角直接就获得了金手指, 而且也没有打脸的剧情, 直接就进入自己独特的爽点。 其次, 这部小说的爽, 表现方式和其他小说完全不同。 目前的网络小说是简单粗暴的爽, 也就是俗称的装逼打脸。 但是, 蝴蝶游戏的爽点, 是一种偷偷摸摸的爽。 主角通过手中的光球, 用一些很微小的变化, 在平行世界中制造蝴蝶效应, 从而达成一些很有趣的结果。 主角获得的爽感并没有像传统的装逼打脸来的那么明显, 会更为含蓄, 但这种爽感也同样能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而且, 抛开主角获得的成就感不提, 如果将自己带入到书中角色, 比如那个不得志的游戏制作人, 同样也能获得一种快乐。 这种快乐有点像是成年人的童话, 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独立游戏制作人因为缺少宣传, 做出来的游戏九死一生。 在现实中, 很多独立游戏制作人只能很不甘心地放弃自己的游戏梦想, 可在小说中, 他的梦想却因为主角制造的蝴蝶效应而实现, 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种爽感。 如果说现在流行的小说做法是红烧肉, 纳摩这部小说就像是一道简简单单的糖瓣西红柿。 红烧肉固然好吃, 但当餐桌上全是各种各样的红烧肉的时候, 一道糖瓣西红柿端上来, 必然会很快就被抢光。 不仅如此, 马一群庞夫还在这本书中看到了一些腾达的影子。 他感觉这个故事庞夫是取材于裴总, 毕竟裴总当时做孤独的沙漠公路时, 就是因为乔老师的一个视频而突然爆红的。 有了这部游戏的收益, 裴总才有钱做了《鬼江》, 才赚到成立腾达集团的第一桶金。 所以, 这个故事在马一群看来特别的亲切。 从这些方面考虑, 马一群有预感, 这本书如果能够写好, 一定能够在终点中文网大报。 但是, 这本书的写法够完美吗? 马一群觉得, 也不尽然。 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进行小改动, 改完之后, 这书还能更上一层楼。 正好, 趁着现在崔梗写的还不多, 传销好掉头, 抓紧时间修改掉。 想到这里, 马一群直接给崔梗打了个电话。 马总, 我正马字呢。 你放心, 这本书绝得好好写, 再也不烂尾了。 至少写到两百万字。 马一群还莫说话, 崔梗那边已经开始表决心了。 哼哼, 你猜猜你是第几次说这话了? 马一群的一句话, 让崔梗哑口无言。 好了, 我给你打电话, 不是说这个的。 马一群笑了笑, 进入正题, 我确实是想跟你说说新书的事情, 但除了叮嘱你, 这本书好好写, 不要烂尾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崔梗一愣, 马总您请讲。 马一群说道, 我个人有一些小意见, 简单点你说说, 你觉得合适就改改, 不合适就算了, 也算是群策群力, 努力把这本书写好。 我很看好你这本书, 所以想帮你把这本书的内容打磨得更好。 崔梗有些受宠若惊, 您说, 马一群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 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地说了一下。 我能看得出来, 第一个小剧情的题材, 似乎是取材与裴总。 腾达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拿来取材未尝不可。 不过, 我觉得你进行的艺术加工, 还是有点不够。 我的意见主要是有两点。 首先, 我觉得, 主角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对剧情的参与度, 有些不够。 把主角当成一个纯工巨人, 没石磨大问题。 有一些书确实是这磨作的, 但如果能够和剧情有所联系, 会更有意思一些。 我是这样设想的, 主角拿到的这个光球并不是平行世界, 而是自己所在的真实世界。 而主角做出的每一个行为, 其实都在切实地改变着这个世界, 让自己所在的世界变得更好。 同时, 主角也可以从自己的行为中获益, 比如, 他帮助某个企业家建立了一个千亿级别的商业帝国, 而主角可以在这个帝国成型之前, 就用自己的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于是, 他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而且, 主角作为一个暗处的人深与这些互动, 可以和那些配角在现实中见面, 这时候, 也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剧情。 其次, 我觉得这本书的基调, 可以改一改。 目前的写法, 主要是一种正向叙事, 爽点比较直接。 所谓直接的爽点, 就是, 我要做什么? 我去做了, 我成功了。 这种写法固然稳妥, 但对于读者来说, 可能吸引力也不会很强。 我觉得, 是否可以用一种反套路的叙事方式, 进一步强化蝴蝶游戏中阴差阳错的感觉, 让爽点更加曲折, 故事情节更加诙谐幽默一些。 简单来说就是, 我没想做什么, 发生了意外, 我失与愿违, 但是我成功了。 具体到你写的第一段剧情, 目前的爽点梗概是, 独立游戏作者想要成功, 主角通过蝴蝶游戏帮助他, 独立游戏作者成功了。 而修改后, 爽点梗概可以变成这样, 独立游戏作者没想要成功, 他就是想做个报复社会的游戏, 主角觉得, 这游戏很有意思, 用蝴蝶游戏帮助他, 然后独立游戏作者成功了。 在写的过程中, 注意多用一些诙谐幽默的写法。 这种剧情, 应该可以在目前的传统剧情中脱颖而出。 明白吗? 电话那头, 崔耿沉默着, 似乎在努力地消化着 刚才马一群所说的内容。 许久之后, 他才意味深长地嗡了一声, 马总说得很有道理。 确实, 我在写这个开头的时候, 总感觉彭符缺了点食嘛。 就像是一道菜, 食材都齐了, 火候也差不多, 但总是缺了那磨点味道。 如果能把这两个点补上, 那这本书, 肯定能更加出彩了。 不过, 马总, 我有个疑虑。 马一群, 嗯? 什么疑虑? 崔耿犹豫了一下, 这才说到, 说实话, 这个游戏制作人的剧情, 确实是取材于裴总。 但是, 现在这种写法, 对裴总的形象, 会不会是一种丑话? 裴总该不会记仇吧? 马一群哈哈一笑, 彭腐是听到了什么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把裴总当成什么人了? 裴总兄怀宽广, 目光长远, 逆风雾流到现在, 还在巨额亏损中, 裴总说过一个不字吗? 不还是对那边的领导层, 信任有加? 像这种区区小事, 裴总怎么可能会斤斤计较? 你未免也太小看裴总了。 崔耿想了想, 好像也是这模回事。 裴总这模宽宏大量, 怎么可能因为一本书, 就给他穿小鞋呢? 不可能的事情吗? 行, 马总, 那我立刻就改。 还好我现在存导不算很多, 而且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 应该很快就能改好。 崔耿斗志昂扬, 马一群对崔耿的态度很满意, 看起来崔耿这次是真的要认真写了。 我是这模想的, 你过年期间, 如果能保持每天五更的话, 我就跟朱星安打个招呼, 让这本书提前上推荐位。 你写快一点, 推荐也走得快一点, 争取在都市频道, 推一个爆款出来。 崔耿受宠若惊。 好, 没问题。 过年这几天, 我哪都不去了, 就再加码字。 在得到马一群的建议之后, 崔耿更有动力了。 被网站高层力推, 这推荐资源还能插摩。 现在崔耿要做的就是, 尽可能地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多写, 每天万字更, 让那些喜欢养书到上架之后, 才看得读者更早地开始追读。 现在, 崔耿的创作欲望正好高涨, 春节前, 他在腾达游戏那边所收集了很多素材, 稍作加工, 就可以用到书中。 需要考虑的, 仅仅是如何用更具有戏剧冲突的方式, 把它们写出来而已。 崔耿抱着电脑, 疯狂打字。 就算是我家再拆迁十套房子, 也不能阻止, 我把这个故事, 给完完整整地写好。 大年初一当天, 崔耿把已经发出去的五张, 和剩下的存稿, 全都修改。 捋顺了一遍, 这才继续写下面的剧情。 他惊讶地发现, 按照马一群说的这种写法来写, 确实奏效。 之前他写的时候, 总觉得庞扶欠缺了点什么, 写得很憋屈。 一段剧情写出来之后, 总觉得不那么完美, 想要回头去改动。 但是具体怎么改动呢? 又说不清楚。 所以, 那时候崔耿虽然写得也蛮快, 但总觉得不踏实。 但现在不一样了, 经过马一群的指点之后, 崔耿发现原本的剧情中, 又可以穿插很多关于主角的有意思的过渡剧情, 写起来更加流畅了。 而且写完之后通读一遍, 会觉得非常满意, 那众总想修改点什么的想法不限了。 崔耿瞬间纹丝如泉涌, 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进入了窝两望的沉浸状态。 随着崔耿的章节越更越多, 书底下的评论也在发生变化。 嗯? 开头是不是改过了? 之前那个开头就不错, 不过这个开头, 好像更有意思了。 本来想再也不看鸽子巾的书来着, 不知不觉又看到最新章了, 日啊。 哎, 骂归骂, 不得不说鸽子巾的书还是好看啊。 这个开头写的已经足够吸引人了, 我恐怕又要掉坑了。 我就问你, 这次能不能写到两百万字? 算了, 不指望了, 你尽可能多写吧。 突然发现, 都市题材竟然也这么好看啊。 奇怪, 本来以为玄幻转都市会流失一大批读者的, 但是我发现, 那几个熟悉的老ID好像都还在啊。 你们嚷嚷着, 再也不看鸽子巾的书, 现在不还是真香了? 这本书确实很有意思, 诙谐幽默, 而且这种写法非常讨巧, 用一个小小的巧合来改变世界, 而且有一种淡淡的温馨, 特别好。 看腻了一言不合, 就杀人全家的玄幻和仙侠小说, 偶尔换个口味也不错。 票给你了, 再改烂尾, 一定上你家鸡刀片。 新书期也天天五个墨问题吗? 不怕墨推荐吗? 还担心墨推荐? 这新书的推荐已经好得过分了。 胆觉网站好像是在有意地捧这本书呢。 确实挺有意思的, 我这就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去看。 2月4日, 大年初二, 下午, 冷风呼啸而过, 裴谦站在离家不远的网吧门口, 场着淮山风, 想尽快把身上的烟味全都散前进。 唉, 应该提前把墨鱼网咖开到家门口的。 裴谦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脑海中不禁出现了这样一个惆怅的想法。 过年期间, 确实也没失磨太好的娱乐活动。 今天是大年初二, 裴谦跟几个发小和同学俱乐剧, 出去浪了一天。 考虑到小县城里可选的活动也不多, 众人先是到电影院看了个电影, 然后吃过午饭, 又到网吧去开了得黑。 看完电影之后, 裴谦的心情有点复杂。 当然, 最主要的感觉还是庆幸。 之前他本来打算把 《美好明天》放在春节档上映, 觉得春节是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这种电影上映会后, 肯定会被骂成狗, 票房扑街。 而且, 春节档大片云集, 肯定能把《美好明天》给己得莫影了。 结果今天看了春节档呼声 最高的一部电影, 裴谦就只有一个感觉, 什么玩意啊? 他已经完全不记得 2011年的春节档电影是哪些了, 但就目前看到的这几部电影, 真是一部能打的都没有。 从电影院出来之后, 在手机上查了查, 裴谦这才发现, 原来这年头的春节档, 根本算不上一个很好的档期。 目前上映的几部电影, 在售票网站上的评分都没过期的, 预计票房更是连二亿都不到, 简直是让裴谦大跌眼镜。 又仔细回想了一下, 原来印象中的春节档火热, 那得是2013年周星驰的一部西游祥模片, 之后才火起来的。 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 电影也跟裴谦记忆中的完全不同了。 所以, 春节档这个概念虽然存在, 但还真的没试模太好的片子。 想到这里, 裴谦莫名帝有点后怕。 说不定, 美好明天, 放在春节档还真赔不成了呢? 倒不是说裴谦, 对自己拍的电影莫信心, 主要是春节档的这几部电影, 确实都太垃圾了, 全靠同行衬托。 裴谦觉得, 美好明天, 没有赶上春节档上映, 说不定也是一件好事。 但愿自家电影上映的时候, 能有一两部大片来狙击一下吧。 至于下午的开黑活动, 县城里没事磨太好的网吧, 挑了一家最好的, 依旧是不惊烟, 把裴谦给熏得够呛。 只能说当初没想着磨多, 只是把逆风驿站开到了爸妈家门口, 为了方便爸妈拿快递。 而墨语网咖的事情, 则是彻底莫想到。 回头给张元打个招呼, 让他在这附近开一家墨语网咖, 不管是亏是赚, 至少来年春节, 我就能在这上网了。 咦? 不对, 张元已经被我守卫淘汰掉了。 那就等年后, 跟墨语网咖的新负责人说吧。 裴谦在外面散了散烟味, 这才跟鸡个发小, 高中同学道别, 然后往回走。 走在路上, 裴谦想到了, 今天在网吧里的游戏经历。 鸡个发小和高中同学, 在决定要玩什么游戏的时候, 在IOI和GOK之间摇摆不定。 显然, 作为最近出现的两款对战类游戏, IOI和GOK在玩家群体中的影响力都不弱。 但众人纠结一阵之后, 还是选择了IOI, 这让裴谦倍感欣慰。 果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还是IOI更胜一筹啊? 不过, 陪谦在真的深入完了之后发现, IOI这款游戏跟LOL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英雄基本上没石膜共同点, 操作也比较繁琐。 而且, 目前在国内玩IOI需要开加速器连外服, 所以, 延迟问题比较严重。 当然, 这也并不影响他目前的火爆。 不只是墨语网咖, 目前很多其他的网吧游戏列表中也都常备了IOI和GOK这两款游戏。 网吧老板们都是很善于观察风向的, 网吧里什么游戏玩的人多, 立刻就会安排到网吧的游戏列表去。 而且, IOI今天还刚刚更新了一个版本, 毕竟米国可不过春节。 快到家的时候, 电话响了, 陪迁还以为是老妈喊自己回家吃饭, 结果在寒风中掏出来手机一看, 竟然是李亚达打来的。 嗯? 现在给我打电话干啥? 拜年? 不对啊, 除夕晚上不是已经发过短信了吗? 陪迁带着疑惑接起电话。 李亚达稍显焦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陪总。 我发现, IOI那边好像又更新了个版本, 您注意到吗? 陪迁? 哦, 知道啊, 怎么了? 李亚达一愣, 似乎是默想到, 陪总竟然这么淡定, 甚至淡定中还带着一点点, 欣喜。 陪总, 这个版本更新之后, GAUK和IOI相比, 竞争力大大下降了。 指头公司那边可不过春节啊。 春节的十天假期虽然看似不起眼, 但我们的游戏本来就落后IOI一大节, 再拖下去, 恐怕情况只会越来越不妙, 追都追不上了。 我能不能申请提前上班? 我知道加班不对, 但是情况紧急, 陪迁眉头一皱, 提前上班? 烦了你了? 不行, 陪迁拒绝的斩钉截铁, 李亚达有点着急, 可是, 陪迁没等他说完, 立刻打断, 不用再说了, 这是原则问题, 不能让步。 工作进度是永远都赶不完的, 就算我批准你提前一周上班, 这一周时间就能让GAUK超过IOI吗? 李亚达一时有些词穷, 一周时间确实不能, 但, 陪迁立刻接过话茬,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今天批准你早一周上班, 莫超过IOI, 那你接下来是不是就要申请周末加班? 如果这周加班了, 还是没超过IOI, 是不是下周要继续加班? 千里之低, 溃于乙学, 防微杜鉴的道理, 你应该明白。 长此以往, 你把腾达的规章制度置于何地? 李亚达, 呃, 裴切语重心长地说道, 所以啊, 既然多加两天班, 也起不到决定性的效果, 那就不要加班, 无意义的加班, 浪费大家的时间, 也浪费我的加班费, 何必呢? 李亚达一时之间, 竟然想不到太好的办法来反驳, 但总感觉越是细品, 越是觉得不对劲, 可是裴总, 现在IOI一直在推出新版本, 目前在欧美地区的扩展势头很猛, 我们的DOG和IOI是直接的竞品关系, 一步落后就是步步落后, 现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个疏忽, 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啊, 李亚达的语气, 很是焦急, 显然, 他放假了, 也一直在关注着IOI的情况, 看到IOI的游戏品质, 肉眼可见的快速提升, 有点坐不住了, 陪迁不由的感慨, 有的时候, 员工这责任心太降了, 也不是好事啊, 既然DOG一开始, 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何必再费这个劲呢? 又是加班, 又是敢进度的, 最后还是失败, 浪费感情, 还不如一开始, 就随便搞一搞, 把钱花出去就完事呢, 裴迁倾渴两声, 说道, 你的心情呢, 我理解, 但是, 原则问题就是原则问题, 是不能轻易让步的, 亚达, 我觉得你的心态, 有一点点问题, 工作上遇到问题是常有的事情, 你的第一反应, 就是用加班的方式, 来解决, 加班可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 恰恰相反, 它是饮阵止渴的毒药, 用一次, 你就会形成依赖, 越陷越深, 用得多了, 你的其他技能就全都退化了, 你就丧失了加班之外的其他所有技能, 熟青熟众, 你想清楚, 记住, 重要的不是加班工作, 而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想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远比单纯的努力, 要更加重要, 电话那头, 李雅达沉默了, 许久之后, 他焦虑的心情平复了下来, 裴总, 你的这番话阵容发聩, 我确实陷入了误区, 工作上遇到了问题, 确实不能用加班的方式来解决, 恰恰相反, 我应该努力地用除了加班之外的其他一切方式来解决, 如果只知道让员工加班的话, 那确实是我这个负责人的失职, 谢谢裴总, 我明白了, 祝裴总新年快乐, 裴谦默默地听完, 嗯, 新年快乐, 挂了电话, 裴谦不由地感慨, 果然是自己的亲员工, 这举一反三的能力还挺强, 小刺一套一套的, 稍微引导了一下, 就完全打消了加班的念头, 嗯, 不错, 指头公司, 你们给点力啊, 争取春节期间在家把劲, 直接把GOT给干趴下, 裴谦默默祈祷, 2月10日, 大年初八, 正式上班, 学校还默开学, 裴谦一就是前一天下午回到荆州, 父母那边知道, 裴谦在飞黄工作室赚钱了, 而且, 最近新电影就要上映, 工作繁忙, 也没有多留他, 只是再三叮嘱, 工作时要注意身体, 千万不要透支健康, 裴谦心中默默想着, 透支健康肯定不至于, 他这个工作还挺养生的, 每天睡到自然醒, 上班就是摸鱼喝茶, 偶尔到明云私处吃点好的, 一切都挺书心, 当然, 自家员工, 不要总是背词就更好了, 17层, 腾达游戏部门, 崔耿已经在包序那里, 继续取材了, 终点中文网的学习班, 也在今天恢复了, 崔耿虽然依旧是学习班的一员, 但他在腾达, 已经有了正式职务, 也就是特别观察员, 所以不需要再被关在小黑屋里, 游戏部门的其他人, 都已经快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全神贯注地敲打着键盘,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显多, 没办法, 工作任务繁重, 春节期间, 很多人都和李亚达一样, 时时刻刻地关注着IOI的动向, 看到这游戏更新版本之后, 恨不得立刻就赶回去工作, 结果, 跟李亚达一通气, 才知道, 他被裴总批评教育了, 只能耐心等着假期结束, 所以, 上班第一天, 就迫不及待地, 开始了对游戏的修改, 腾达游戏部门的人, 大部分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我们腾达游戏, 那可向来都是能打印仗的尖刀部队, 在裴总的带领下, 游戏师做一款火一款, 这磨一块金字招牌, 总不能砸在我们手上吧, God要是输给了IOI, 丢不起那个人啊, 所有人都卯足了进开工, 年前的时候, 李亚达已经把后事交代给了三位顾命大臣, 并且给他们安排好了各自负责的工作, 但是, 这三位毕竟是新人, 需要一定时间的熟悉和交接, 从现在到月底的这段时间, 李亚达在保证研发进度的同时, 也要尽可能地把工作移交到他们三个人的手中, 确保顺利交接, 给胡贤兵交代完了执行主策近期的工作任务之后, 李亚达暂时清闲了下来, 喝着咖啡, 思考着目前的处境, 每次不由自主地有些着急的时候, 他就会不断地回想裴总当时说的话, 因为他坚信成功之道就在其中, 裴总说重要的不是加班工作, 而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那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认真研发, 这只是分内之事是最稳妥的做法, 谈不上正确, 李亚达想了半天, 还是蹭不透, 他本能地想请教一下包序, 毕竟包序在解读裴总思路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但是, 包序正在给崔耿讲腾达的往事, 为崔耿的新书提供素材, 李亚达也不好意思打扰, 既然问不到包序, 那问谁呢? 问黄思博? 倒也不是不行, 但李亚达知道, 飞黄工作室最近在准备新电影, 黄思博估计最近忙成了狗, 没时磨时间, 想来想去, 还是问林婉吧? 林婉在解读裴总思想的方面, 也有一套, 李亚达发了一条信息, 把自己的困惑发给林婉, 顺便问了一句, 裴总说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过多久, 林婉回复了, 你可问对人了, 这道题, 我有标准答案, 裴总曾经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李亚达一听就来兴趣了, 赶忙拨了个电话过去, 快说说, 具体是怎么回事? 李亚达旁扶瞬间抓到了一线光明, 电话里, 林婉笑了笑, 胸有成竹地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 商阳游戏之前在做, 热血战哥威利加强版, 时候的事情? 微端上线之后, 游戏一直亏损, 我就去问裴总应该怎么办, 裴总说, 要静静等待时运, 时运到了, 自然就好了, 你细品, 这句话, 跟他对你说的那句话, 是不是有些一曲同工之妙, 是不是都强调了正确的时间? 李亚达恍然, 哦, 你是说, 林婉笑了笑, 没错, 裴总已经明说了, 加班是没有意义的, 付出再多的辛苦, 也只是事备公办, 言外之意, 就是有不加班, 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我是你的的话, 我就不会跟IOI, 继续在端游领域死磕, 因为不管输赢, 肯定都是一地鸡毛, 我会换一个领域, 抢先一步跑赢他, 然后再杀一个回马枪, 李亚达眼前一亮, 许多困惑, 瞬间迎刃而解, 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时间, 林婉在做, 热血战哥的时候, 就已经找到了正确答案, 即将到来的手游大潮, 就是正确的时间, 林婉就是因为参透了这一点, 把半死不活的热血战哥, 微端改成了手游, 又搭上了神华手机应用市场的快车道, 所以才能一飞冲天, 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如果把这个标准答案套一下的话, 就是要把GOG也改造成手机, 和PC双端互通的游戏, 裴总也说了, IOI起步很早, 领先GOG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种差距, 绝不是腾达游戏部门的众人, 拼命加班, 就能弥补回来的, 所以, 裴总不让大家加班, 就是为了不让大家做无用功, 浪费过多的精力, 而是希望大家把有限的精力, 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 假如把GOG改成手游呢? 那就直接实现了弯道超车? 目前手游领域, 还没有任何一款类似的游戏, 把GOG移植过去, 哪怕玩法末, 那么丰富, 只要保证能够稳定运行, 自然可以大杀四方, 等GOG在手游领域快速占据毫无疑问的统治地位之后, 自然会反过来影响PC领域, 试想, 假如有一名玩家已经在手机上玩过GOG, 而他第一次在PC上玩类似的游戏, 是会选择在手机上玩过, 有很多英雄和各种皮肤的GOG呢? 还是英雄全都不认识, 一切从零开始的IOI呢? 目前游戏行业的共识是, 把成功的PC游戏改成网页游戏, 把成功的网页游戏改成手机游戏, 这样一级一级的下沉, 换一个平台, 能让老游戏焕发第二纯, 这是思维定势, 但是, 这事也没那么绝对, 如果PC端和手机端都还没有出现一个统治级别的巨无霸游戏, 谁说不能先上手机端再上PC端呢? 裴谦在办公室里打了个哈欠, 公司的暖风开得很足, 让人昏昏欲睡, 虽说上班第一天就摸鱼有点不太合适, 但裴谦也确实没事摸其他的事情做, 虽然感觉上有很多事情要忙的样子, 旁扶无数把带写的尖刀正在等着被刺, 但仔细想一想, 还真想不出现在应该去干点啥, 打开TPDB网站, 看看还有哪个项目有改进的必要, 然后赔谦的目光立刻就落到了摸鱼网咖上, 想起来了, 之前一直想在爸妈家附近开一家摸鱼网咖来着, 新买的房子附近也得开一家, 未雨绸缪, 早做打算, 总之, 以后不管住了, 出门走几步就能找到一家摸鱼网咖才行, 想到这里, 裴谦立刻给张元发了条信息, 让他过来一趟, 张元平时一般都在摸鱼网咖汉东大学店待着, 处理网咖和ROF装机的相关事宜, 今天也不例外, 所以, 几分钟之后就赶到了, 工作交接的怎么样了, 张元刚坐下墨多久, 裴谦就开门见山地问道, 裴总, 今天才刚上班第一天, 张元有点无语, 同时还透着一点点的不情愿, 被评选为优秀员工之后, 张元已经拿到了一百万的梦想基金, 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 他必须放弃摸鱼网咖和ROF装机的一切职务, 张元当然是不乐意的, 因为不管是摸鱼网咖还是ROF装机, 他都搞得有声有色, 就算他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一分没变, 他也不愿意换其他的职位, 但是, 裴谦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因为首位淘汰制设立之初, 就是为了淘汰掉这些人的, 被评委优秀员工, 就说明他在这个岗位上做得特别出色, 纳摩对于裴总来说, 这样一名过去半年内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员工, 肯定要给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所以,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 把张元给一录到底, 裴谦能够看出张元的不乐意, 脸色一沉, 效率太慢了, 给你三天时间完成工作交接, 放下摸鱼网咖和ROF装机的一切工作, 然后把要提拔的名单提交到人力资源部, 张元没话说, 只能点点头, 是, 裴总, 裴谦又说道, 对了, 交接的时候, 顺便跟新的负责人说一声, 在这两个地方, 再各开两个摸鱼网咖1.0, 裴谦在地图上指出, 爸妈的住处, 以及自己新房子的位置, 张元看着这两个地方, 稍显困惑, 一个是在荆州周边的小县城, 一个是在荆州还没开通的高铁站附近, 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趣味优势, 值得裴总特意强调, 要各开一家摸鱼网咖, 要知道, 上次裴总过问摸鱼网咖的事情, 可是在临城市那边开的摸鱼综合体, 投资千万之巨, 按理说这两家小网咖的选址, 裴总应该没必要过问才是, 不过张元早就已经习惯了裴总特殊的选址技巧, 对此自然也没有多问, 只是默默记下, 准备交带给自己的接班人, 安排好了摸鱼网咖的事情, 裴千又问道, 梦想基金想好怎么花了吗? 放心, 一百万如果不够的话, 还可以再加, 一百万梦想基金, 是在腾达集团的早期就确立的标准, 那时候, 腾达还没有现在这摩大的产业, 挤出一百万,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 随着腾达的规模越来越大, 赚钱越来越多, 区区的一百万, 已经只能算是毛毛雨了, 对急需花钱的裴总来说, 没办法解渴, 所以, 裴千随口一问, 如果张元的梦想比较离谱的话, 他不介意多给点钱, 当然, 如果张元的梦想太功利, 那就绝对不会多给一分钱, 张元想了想, 啊, 裴总, 我在放假期间, 倒是好好考虑了一番, 我初步的想法是, 搞一个小的电竞俱乐部, 电竞俱乐部, 裴千稍感意外, 他本来以为张元会继续倒腾他装机的那点事, 没想到他竟然想开了, 这个答案, 裴千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电竞俱乐部这玩意, 烧钱挺快, 真正能盈利的, 只是少部分, 更何况, 在2011年的当下, 电竞产业的盘子还很小, 全世界范围内, 都缺乏各重大规模的赛事, 很多职业选手, 还都停留在睡马路牙子, 吃泡面的阶段, 现在搞电竞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玩票的富二代, 可以说, 很对裴千的胃口, 即使张元不提, 裴千也早就想着, 搞个电竞俱乐部玩玩了, 裴千立刻面露微笑, 一条大拇指, 不错, 好想法, 张元愣了一下, 总觉得裴总听到这个消息时的表情, 比内存调涨价那次还高兴呢, 一百万够不够, 选手们打比赛可都够辛苦的, 不能苦了他们, 待遇一定要给到位, 如果不够的话, 随时抄我要钱, 裴千立刻就来劲了, 张元赶忙摆手, 不不不, 裴总, 前期我得先试试水, 探探路, 毕竟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嗯, 那好, 需要钱了随时说话, 裴千勉为其难的同意了, 显然, 张元有一些玩票的心态, 所以莫敢多要钱, 如果真要这儿八经地, 自己搞一个大楼, 各种配套设施, 全都弄齐全, 再花高价挖击个明星选手, 那这一百万连色牙缝都不够, 而现在大部分所谓的电竞俱乐部跟游戏工作室还没有完全分割清楚, 有那摩基肩房, 机台电脑都敢说自己是电竞俱乐部, 张元想搞的, 应该也是这种, 裴千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必须得加钱, 但是这事也急不得, 现在就强行给钱, 可能会给张元一些压力, 一种错觉, 让他觉得裴总特别重视这个项目, 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做好, 万一张元打了鸡血, 裴总的鼓舞buff生效了,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裴千也没有抢球, 等俱乐部开起来之后, 裴千肯定要去视察一番, 然后挑三减四一番, 乔丽明目的加钱就舍了, 行, 那你去忙吧, 记住, 三天之内完成工作交接, 抓紧把精力全都转移到电竞俱乐部这边吧, 裴千又叮嘱了几句, 把张元给打发走了, 而后, 裴千又在脑子里, 快速过了一下, 年前没来得及处理完的事情, 对了, 学霸快来APP, 裴千立刻给赫德胜拨了个电话, 虽然其他的项目也很危险, 但这个貌似是最危险的, 年前, 裴千给学霸快来APP更新了个版本, 完全砍掉了, 把这APP当成社交软件的可能性, 让软件的热度和流量大跌, 之前花的许多宣传经费, 全都打了水漂, 本来打算一鼓作气让这个项目彻底失败的, 结果万万没想到, 跟那些投资人实话实说, 反而又拉来了七百多万的投资, 劝也劝不听, 裴千莫办法了, 只能想办法继续烧钱, 至于具体, 是怎么烧的, 裴千也不太清楚, 这都是赫德胜去办的, 得抓紧时间问一下, 电话很快打通了, 赫德胜似乎有所准备, 对裴总的问题对答如流, 这笔钱主要花在了三个方面, 首先, 是APP其他功能的开发, 目前, APP仅支持线下界面, 开发新功能之后, 允许学霸和学渣, 开设向投视频讲题, 也可以内置题库, 通过拍照搜索正确答案及讲解, 功能更加丰富, 面向的人群也更加广泛, 其次是宣传, 最后是补贴, 让学渣们花钱少, 让学霸们赚得多, 好消息是在我们的推广之下, 共享学霸AB已经在帝都, 摩都, 阳城等教育资源丰富的一线大城市扎根, 日活节节攀升, 陪迁果断打断, 我不想听好消息, 你就跟我说坏消息就行了, 啊, 赫的身后边, 本来还有一连串的细胞要说, 被陪总一句话赌回去了, 有点难受, 坏消息就是, 目前的模式可能有点难以为继, 就怕热度过去后劲不足, 只剩一地鸡毛, 事实上, 目前学霸快来APP的模式, 已经引起了广泛讨论, 存在着很多不看好的声音, 嗯? 不看好的声音? 那我肯定的听一听, 陪迁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在网页上搜索学霸快来APP的相关讨论, 结果稍微一翻, 发现讨论的确实很多, 但不看好的声音却并不多, 学霸快来, 教育软件新方向, 学霸快来改版, 消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此举必须点赞, 学霸快来, 知识共享正在路上, 陪迁稍微扫了一眼, 就感觉心跳加速, 额头上冷汗直冒, 哪有什么不看好的声音, 这明明是一片好评啊, 陪迁困惑道, 贺德胜敢忙解释, 哦, 陪总, 你看到的大部分报道, 都是塞了钱的, 一些讨论, 也都是我们请的水军, 那七百万有一部分, 就是花在这了, 陪总, 这个主意, 可不是我出的呀, 是其他的投资人要求的, 贺德胜知道, 陪总不喜欢这种宣传手段, 果断甩锅, 陪迁稍微松了口气, 原来这魔多人吹, 都是买的水军啊, 吓我一跳, 还以为真有这魔多人, 给这个项目好评呢, 既然这些热度, 都是花钱炒起来的假象, 也就没必要那么担心了, 陪迁又详细地, 问了问其他的方面, 最终得出结论, 学霸快来项目暂时安全, 呼, 看来是我多虑了, 类似的共享项目前期, 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烧钱, 怎么可能这魔快就盈利,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看起来还是得继续抓紧烧钱, 争取尽快把资金链给烧断掉, 陪迁稍微松了口气, 现在他感觉, 自己就像是在跟时间赛跑, 关键就看, 是共享学霸先活起来, 还是钱先烧完了, 一旦资金链断裂, 没有资金补充, 那魔这个摊子很快就会垮掉, 说不定到时候, 还能产生一笔负债, 简直是美滋滋, 陪迁站起身来, 准备离开, 这时, 贺德胜的电话响了, 贺德胜有点犹豫, 按理说他应该, 先送走陪总, 但是看到来电号码之后, 又觉得, 应该立刻接起来, 陪迁看了他一眼, 你接你的, 不用管我, 贺德胜点了点头, 接起电话, 喂, 李总啊, 陪迁, 一股不祥的预感, 突然涌上心头, 贺德胜面色, 严肃地听着, 然后蒙点头, 好的, 李总, 莫问题, 李总, 多谢李总, 陪迁, 一股更加不祥的预感, 继续涌上心头, 贺德胜挂了电话, 陪总, 好消息, 李总觉得, 学霸快来项目, 目前的热度很高, 关注度也在飞速增长, 前景很好, 所以, 他决定再追投三百万, 而且, 在他的带领下, 其他的投资人也信心倍增, 我们的资金短期内不用担心了, 陪迁茫然地看着贺德胜, 头上缓缓飘出一个问号, 我特魔, 每次情况稍微有些好转的时候, 李总就适时地跑出来了, 陪迁简直是恨得牙痒痒, 但是转念一想, 这事好像也合情合理, 因为李总刚开始, 只投了一百万, 陪迁自己心里清楚, 这项目是个必然失败的项目, 不想让李总破费太多, 所以好说歹说, 才说动他只投了一百万, 但是李总一直憋着一口气呢, 只投了一百万的他看到现在的情况, 自然是退一步越想越亏, 所以决定在追头, 赚更多的钱, 陪迁感觉心很累, 你们这群人一拨一拨的, 有完莫完, 陪迁现在感觉, 自己就像是一个烧锅炉的, 拼命地往锅炉里填煤, 一心想把所有的煤全都烧完, 自己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结果, 这群人一车一车地往这边拉煤, 怎么都烧不完, 不仅如此, 煤越甜越多, 越烧越快, 锅炉里的火, 也越来越旺, 本来站起身来想走的裴谦, 又坐下了, 而且面色凝重, 感到压力山大, 进退两难, 贺德胜看到裴总面色凝重, 不由得眼前一亮, 出现了, 顺境的裴总, 众所周知, 当裴总出于逆境的时候, 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乐观的心态, 感染身边的人, 让大家能够重置城城, 克服困难, 而当裴总处于顺境的时候, 却会面色凝重, 陷入沉思, 这说明裴总正在居安思危, 思考未来的长远规划, 和顺境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显然, 现在裴总就是进入了顺境反思的状态, 赫德胜不敢打扰, 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候着, 也许裴总在顺境反思之后的随口一句点拨, 就能够让他获益匪浅, 裴谦感觉自己有些进退失据, 陷入两难境地, 静, 继续烧钱, 那万一这个项目越来越火怎么办? 退, 把股份全都抛掉, 按照现在的情况, 这收益恐怕能让他当场哭出来, 学霸快来项目经过了两轮融资, 除开圆梦创投的投资已经近千万, 赔千十计控制的股份, 包括创业团队和圆梦创投两部分, 也从刚开始的90%稀释到了60%左右, 但这也就意味着, 学霸快来项目的公司估值, 已经像吹气球一样达到了2500万左右, 当然, 估值都是虚的, 能不能变现, 关键得看有没有人接盘, 不过看, 目前这些投资者对这个项目的眼红程度, 赔千觉得自己如果把所有股份转让的话, 肯定有人会接盘, 这可杂涨, 太危险了, 赔千感觉自己现在就像是在走钢丝一样, 一步行岔岔错, 下边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稍微冷静一下, 仔细想想, 对投资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信息, 现在学霸快来项目的估值, 之所以一直在狂涨, 就是因为这些投资人认为, 有腾达在背后撑腰, 所以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信心, 所以, 我必须的想办法, 瓦解掉这种信心, 才能解开这个死局, 只要大家对这个项目的信心瞬间瓦解, 就会考虑找接盘侠跑路, 人心散了, 这个估值就会当场雪崩, 嗯, 看起来这是唯一的办法, 赔千考虑片刻, 差不多找到了自己要努力的方向, 但是, 怎么能让大家失去信心呢? 搞点负面新闻, 但, 有系统的限制在, 又不能搞那些小动作, 而且, 大家都投了不少钱, 足以说明, 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 有多么坚定, 赔千就算主动去说, 这个项目不靠谱, 估计大家也不会信, 难搞, 赔千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但具体怎么去做, 心里默谱, 默办法, 还是问贺的圣吧, 毕竟他是专业的, 赔千晨片刻, 问道, 如果要让其他的投资人对学霸, 快来项目失去信心, 你会怎么做? 贺得胜一愣, 赔总刚才思考许久, 就是在想这个, 为什么要让其他投资人对学霸, 快来项目失去信心? 这不是竞争对手, 应该思考的问题吗? 看赔总的表情, 这似乎是, 对我的一个考验, 赫德胜的表情, 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反复思考了, 这个简单问题背后, 可能隐藏着的深意, 思考了两分钟, 还是莫思考出深意是什么, 只好以求稳的思路回答, 如果是我的话, 会持续不断地转让股份, 增持股份, 意味着我们看好这个项目, 而不断减持股份, 则恰好相反, 所以, 转让股份, 可以打击其他投资人的信心, 赔钱微微点头, 对啊, 只要减持股份, 就可以透露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心, 我觉得这个项目, 顶多也就现在这样了, 我要开始跑路了, 反之, 如果把股份死死地攥在手里, 哪怕跟别人说, 自己不看好这项目, 别人也不信啊, 但是, 这样一来, 岂不是意味着要赚钱了? 就算不是把手里的股份, 一次全都卖出去, 而只是一点一点的卖, 那肯定也要赚的, 但是, 只要卖得少一点, 这种赚, 还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 更重要的是, 以此打击其他人的投资信心, 让向目的热度降下来, 最终达成烧钱亏损的目标, 想到这里, 赔钱下定决心, 那就卖吧, 喝得胜一愣, 现在卖, 项目的情况看起来还很不错呢, 还能再摊一波吧, 但是看到裴总坚定的眼神, 赫得胜猛然惊醒, 投资圈有一句名言, 叫做, 永远不赚最后一块铜板, 现在所有人都看好学霸快来项目, 这时候卖, 不一定是最高点, 但已经能赚很多了, 如果继续摊, 万一开始走下坡路, 其他人也都不再看好这个项目, 那就来不及了, 赫得胜不由的感慨, 果然不愧是裴总, 在如此的顺境之中, 还能保持这摩清醒的头脑, 裴总, 我明白了, 放心交给我吧, 赫得胜一拍胸脯, 信心满满, 2月11日, 周五, 终点中文网学习班, 午饭时间, 气氛跟之前相比, 却有一些不同, 原本在饭桌上, 大家都是畅所欲言, 聊什么的都有, 很多话题都跟网文无关, 这也正常, 就像作者们在聊天群里, 也只是偶尔讨论写作技巧,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水群而已, 但是今天, 情况却有些不同, 所有人全都拿着手机, 一边吃着墨鱼外卖, 一边认真地读小说, 追完了, 崔哥的新书, 是真牛逼啊, 比不了比不了, 是啊, 崔哥这本新书, 感觉是找对路子了, 以前他写玄幻, 虽然也写得不错, 但也有不少人写得比他好, 但是换了个题材, 瞬间鹤立鸡群了, 我还从没见过都市题材, 有人这么写的, 已经霸榜新书榜一周了, 从除夕那天发书开始, 这数据就开始暴涨, 太牛逼了, 主要写法比较新, 节奏也好, 值得学习, 能看出来网站也在捧, 我有预感, 崔哥这本书, 肯定要大爆了, 说不定能打破网站的很多项记录啊, 照现在这个每天万字的更新速度, 到这个月底就能上架了, 到时候就能知道, 有多牛逼了, 话说回来, 名语剧的书, 最近排名也一直在涨, 我翻了翻读者的评论, 也都说最近的剧情写得不错, 作者们各书几件, 当网上有一本引领潮流的火书出现的时候, 作者们肯定会纷纷研究, 讨论, 尝试着从中获得一些经验, 崔耿并不在这里, 他还在腾达游戏部门取材, 明语倒是在, 他也在跟其他人一起看崔耿的新书, 蝴蝶游戏, 听到有人提起自己, 明语感慨道, 是啊, 不得不说, 前段时间的腾达精神学习, 对我的提升很大, 也不只是我, 小虫, 龙爷和从心剧部也都参加过腾达精神的学习了吗? 你们的成绩, 应该也有所好转吧? 小虫点点头? 嗯, 最近追定确实是变好了, 龙爷揪着下巴上的胡子, 数据是变好了, 不过, 我本来也写到一个小的剧情爽点, 不太清楚, 具体是不是腾达精神的原因, 其他方面嘛, 我最近写得越来越顺道是真的, 从心闷头吃着饭, 我的数据倒是没什么变化, 不过我觉得, 这主要是因为我最近的剧情安排不大好, 我在调整调整, 成绩应该还有进步的空间, 其他的作者们全都露出羡慕的表情, 看起来还真的很有用啊, 是啊, 翠哥是第一个去的, 又得到了观察员的职位, 能够深入领会这种精神, 所以进步最快, 鸣语剧, 小虫, 龙爷和从心剧, 也都参加了腾达精神的培训, 成绩也有变化, 即使成绩变化不大, 也至少稳住了心态, 看起来这个培训, 还真有作用啊, 我都有点心痒痒了, 周一的腾达精神, 培训我预定了, 大家都别和我抢啊, 那不行, 我也想去啊, 大家个凭本事, 傍晚, 神华好景十六层, 腾达集团人力资源部, 下班时间到了, 今天来参加培训的终点中文网作者, 有些恋恋不舍地站起身来, 跟吴斌道别, 非常感谢, 今天对于腾达精神的学习, 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我觉得你讲得特别好, 我回去之后, 就立刻尝试着写慢一点, 好好整理一下书中剧情的节奏, 然后尝试着写几个新剧情, 突破一下自我, 吴斌微微一笑, 不必客气, 传递腾达精神, 是每一位腾达员工的分内之事, 在这个瞬间, 夕阳的光透过窗子照在他的身上, 彭扶为他披上了一道七彩霞光, 充满了禅意, 送走了这位作者, 吴斌这才收拾东西, 准备下班, 由于腾达的招聘固定一年两次, 所以平时人力资源部的事情并不是很多, 吴斌县在已经成了专职的腾达精神培训员, 负责给终点中文网的作者们讲解腾达精神, 并用腾达精神指导他们的创作, 而在指导的过程中, 吴斌发现, 自己对于腾达精神的领悟, 竟然又有精进, 这种感觉, 就像是高僧给人讲禅, 度的苍生越多, 自己的佛理也就越精纯, 如果说刚开始给崔耿讲谢腾达精神的时候, 还有一点不熟练, 纳摩最近, 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技巧, 总结一下就是十六字真言, 暗示为主, 诱导为辅, 因财失教, 殊途同归, 在讲解的过程中, 吴斌发现, 这些作者所面临的问题, 其实相差很大, 像崔耿, 主要的问题, 是他没有方向, 没有动力, 而明语, 他有充足的动力, 也很努力, 但努力的方式, 不对, 至于今天来的这位, 则是对自己太不自信, 写书的时候过于保守, 不敢尝试新的内容, 这些癥结, 是吴斌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观察得出的, 当然, 这些人心中也都清楚, 毕竟每个作者, 都希望自己能一书封神, 对于自己在写作方面的缺陷, 多多少少都有过思考, 吴斌只需要稍微诱导一下, 立刻就能确定他们的癥结所在, 在这个过程中吴斌发现, 他们的问题, 竟然都能用腾达精神来解决, 显然, 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这是因为腾达精神, 作为一种方法论, 他的思想境界, 已经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具备一定的普世性, 腾达精神所解决的, 是如何调整自身状态, 达到最佳工作效果的问题, 对于所有想要, 做成一番事业的人来说, 都是有效的, 暗示为主, 诱导为辅, 因财施教, 殊途同归的十六字真言, 就是吴斌总结出来的, 向其他人普及腾达精神的方法, 通过暗示和诱导, 让对方更加确定, 自己创作或工作效率低下的癥结所在, 在对症下药, 用腾达精神相应的部分, 为他们答疑解惑, 最终, 让所有人都能殊途同归地, 达到完美的工作状态, 至于什么是完美的工作状态, 吴斌也已经总结出来了, 概括起来就是三点, 通过充足的休息和娱乐, 让自己能够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 实现工作效率最大化, 通过明确的奖励机制, 让自己能够保持充足的动力去工作, 坚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让自己始终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业, 总结出这三点之后, 吴斌将他们和裴总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一一对应, 发现高度吻合, 裴总为员工们提供最好的休息和娱乐环境, 提供完善的福利待遇, 符合第一点, 通过TPDB评分来确定奖金, 激励机制, 符合第二点, 鼓励内部转岗, 优秀员工拿到梦想基金, 可以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符合第三点, 综上所述, 这就是裴总所倡导的最佳工作状态, 吴斌现在所做的, 就是让所有的作者, 都能进入到这种最佳工作状态中, 目前来看, 成效显著, 如果这个方法在作者们身上有效, 烂摩在腾达员工身上, 肯定也是一样有效, 吴斌似乎找到了自己接下来一段时间, 应该去做的工作, 2月14日, 周一, 这个周末, 赔签过得不是很好, 总感觉哪里会出问题的样子, 最让赔签提心吊胆的, 就是学霸快来APP的情况, 继续烧钱, 继续宣传, 这APP的热度, 是越来越高了, 不过, 贺德胜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地转让股份, 这对于李总等人来说, 应该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只要李总他们get到了这个信号, 对学霸快来项目的信心受到打击, 那摩大事可成, 裴谦估计着, 这两天, 李总应该就会有所动作, 到自己这里, 或者到贺德胜那边去打探消息了, 以前对李总, 裴谦一向是实话实说, 结果李总从来都不信, 这次, 裴谦决定撒谎, 就说, 自己不看好这个项目, 所以要开始套现了, 这次李总应该信了吧, 此外, 裴谦也稍微关注了一下, 终点中文网学习班的情况, 他惊喜地发现, 这些作者们的更新量, 再度降低了, 甚至出现, 攀比着降低更新量的现象, 之前学习班通过小黑屋这种不人道的方式, 让日更巴迁成为作者们的常态, 然而现在经过裴总不懈的努力, 这些作者们基本上快倒退回去了, 这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周一是情人节, 裴谦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给员工们放了半天假, 下午可以不用来上班, 并且, 每位员工都送了一束玫瑰花, 倒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主要是因为情人节这天, 玫瑰花卖得比较贵, 别的日子玫瑰花便宜, 裴谦还懒得买呢, 在床上躺试了一会儿之后, 裴谦这才不情不愿地起床, 打算先到公司去转一圈, 然后再去经纪旅社那边看看, 早上的时候, 陈康拓发来信息, 说经纪旅社剩下的那三个项目, 也都已经完成了, 这样一来, 第二个大项目, 就全部完工了, 裴谦觉得, 要找一个小白鼠, 去试试这个捕鼠家的效果, 软光剑本来是最佳人选, 但他已经回魔都了, 所以裴谦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换个人了, 一直给自己添乱的李总就不错, 裴谦来到公司, 发现花已经送到了, 每人桌上都有一束鲜艳的玫瑰, 叉子烟红, 整个办公区看起来春意盎然,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花香, 裴谦之前, 已经让人暗地里调查过, 公司里没有人花粉过敏, 可以放心地送, 他刚想往自己的办公室里走, 在旁边一直等着的马一群, 突然将他拦住, 把一大捧玫瑰花抱在面前, 往前一递, 裴总, 这是给你的, 在马一群身后, 李雅达, 包絮, 林婉, 唐一书, 黄思博等等众人, 全都围拢了过来, 新助理则是站在一旁, 面带微笑, 裴谦愣了一下, 这束花明显, 比他送给所有员工的那种, 还要大了两圈, 应该是特别定制的, 裴谦面色古怪, 这是何意, 马一群微笑着解释道, 裴总, 这代表着所有员工对你的爱, 裴谦嘴角微微抽动, 我对你们的爱没有意见, 但是为神魔是你来送, 马一群笑了笑, 本来想让妹子送的, 但是妹子们抢得太厉害了, 谁都不让谁, 最后也莫选出合适的, 所以只能我来送啊, 裴谦, 情人节好不容易收一束花, 海特摩是难得送的, 裴谦非常无语地接过来, 我谢谢你们了, 他刚要走, 李亚达又拦在了面前, 裴总, 感谢你情人节给我们准备的惊喜, 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腾达和上阳游戏的所有游戏, 都已经同步更新了情人节活动, 玩家们反响热烈, 正好和春节活动无逢衔接, 估计今天一天的收入, 应该会比之前一周的收入还要高, 林婉站在一旁, 脸上也挂着骄傲的微笑, 商阳游戏的热血战歌, 也做了情人节活动, 和海上堡垒, 一样是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 当然值得骄傲, 裴谦, 你买啊, 给我精心准备的惊喜, 就是这个,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 裴谦感觉这一大束玫瑰花上的刺, 彭扶都刺入了自己的胸口, 但是, 看到大家的气氛如此热烈, 裴谦也只能是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呵呵, 挺好, 我谢谢你们, 圆梦创投, 李总, 来, 喝茶, 喝得胜给李氏端上茶水, 微笑着坐在对面, 之前, 他曾经在复辉资本工作过一段时间, 给李氏打下手, 不过俗话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现在贺德胜在面对李氏的时候, 已经可以做到不卑不亢了, 因为跟着裴总学习投资之道, 耳濡目染之下, 贺德胜觉得自己, 已经站到了比李氏更高的位置, 自然可以平视这位以前的上司, 和投资圈的前辈了, 李氏品着茶水, 德胜啊, 你能不能稍微给我偷个底, 圆梦创头转让学霸快来的股份, 到底是怎么想的, 贺德盛面带微笑, 您觉得呢, 李氏把茶杯放下, 有些惆怅, 如果是别人震魔干, 我肯定会觉得她, 是要套现跑路了, 但是, 裴总这么做, 我琢磨不透, 贺德胜诚恳地说道, 李总都琢磨不透, 我就更琢磨不透了, 实话实说, 我只是在忠实地执行裴总, 交代下来的任务, 蹭不透裴总在想什么, 李总如果真想知道, 还是亲自去问裴总吧, 对于裴总的思路, 贺德胜当然有自己的解读, 但他肯定不会告诉李总, 毕竟在商言商, 肯定要把圆梦创投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现在大家都只是怀疑, 圆梦创投要套现, 但也都没有确定, 因为卖的不多, 很难分辨, 到底是因为要跑路, 还是腾达集团需要流动资金, 如果是后者的话, 没石磨可大惊小怪的, 反而应该继续投钱, 如果是前者的话, 那就得警惕了, 所以, 李时才特意跑来一趟, 想稍微探一探口风, 贺德胜对裴总忠心耿耿, 自然是守口如瓶, 当然, 他也知道李总不会就此放弃, 单纯让他去找裴总, 裴总添纵之才, 肯定能把这个事情, 妥善地处理好, 2月15日, 经济旅社, 情人节被亲爱的员工们, 被刺得心在低血的裴迁孩, 没有完全缓过进来, 甚至生出了, 想要给全体员工, 安排一次经济旅社体验的想法, 不过考虑到这个项目, 暂时还不完美, 这个想法, 还是暂时作罢, 暂且放过他们, 等经济旅社三个项目全都大成之后, 再跟他们秋后算账, 到时候, 所有员工一个不落地, 全都安排上, 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 裴总对他们的爱, 此时, 陈康拓正在向裴迁介绍, 经济旅社第二个大项目的完成情况, 裴总, 初期规划的六个小项目, 已经全部完成了, 集装箱下方的滑轮, 可以在机关的控制下, 随机组合移动, 让玩家无法猜到, 自己要去的下一个项目, 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大项目的难度适中, 主要用于测试玩家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进入之前要完全背过所有项目的要求, 并在打乱小项目顺序的情况下, 仍能准确地完成所有要求, 才算过关, 并获得第三个大项目的挑战资格。 当然, 除非玩家自己放弃, 所有玩家都可以将整个项目体验完毕, 而不会在失败时, 就立刻被请出来。 按照裴总您的要求, 第二个大项目体验一次的费用定为30元, 相当于每个小项目的价格仅仅为5元。 我个人觉得, 这个价格可能有点过于低了。 第一个和第三个项目的方案正在抓紧时间做, 预计本周就可以正式开工。 不过由于这两个项目的工期会更涨, 乐观估计, 至少也要到明年5、6月份了。 如果到时候的工程质量不能满足要求, 也有继续延期的可能性。 赔钱点点头, 做得不错。 另外, 价格方面不用担心, 因为经济旅设主要是通过第三个项目来盈利。 三个项目全都修建完成之后, 再正式开始营业, 不用着急, 优先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性。 看样子, 鬼屋项目是肯定不可能在这个结算周期完成了, 只能继续往后拖。 好在这个结算周期允许有一个未完成的项目, 不会影响结算。 而且这样一来, 赔钱就可以把多余的资金 全都投入到经济旅设项目中, 及大地缓解结算前资金充裕的压力。 当然, 这种投入表面上看起来无限制, 实际上还是有的。 延期的项目在下次结算前必须完成, 也就是说摊子不能扑得太大。 就拿经济旅设这个项目来说, 赔钱可以把多余的系统资金全都砸进去, 但砸钱越多, 工程量就越大, 完工的时间就会相应延长。 如果下个结算周期只有三个月, 而再过三个月, 经济旅设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 那就会导致延期结算了。 所以, 赔钱在往经济旅设砸钱的时候, 还得考虑到, 这个隐形的限制, 不能只顾眼前, 不顾长远。 此外, 既然已经选定了经济旅设作为这个周期不完成的项目, 那么其他的所有项目, 包括手机, 游戏等, 就都必须要完成了。 赔钱看了看时间, 小白鼠也应该到了。 果然, 没过多久, 李总的车就开到了经济旅设的外面。 赔总, 李时满面春风地过来, 跟赔钱握手。 昨天, 赔钱邀请他到经济旅设参观, 李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这次来, 主要是有两个目的, 一是考察一下鬼屋周边的投资环境, 二是探一探裴总的口风, 看看圆梦创投在学霸快来APP上的态度到底如何, 到底是不是要跑路。 赔钱威笑着跟李总握手, 李总远道而来辛苦了, 先喝杯茶吧。 陈康拓和郝琼两个人一直在这边盯工程进度, 所以提前建好了一间小办公室, 里面零食, 饮料, 茶水等等, 自然是一应俱全, 非常符合腾达精神。 李总在单人沙发上坐下, 一边喝着茶一边感慨道, 我记得裴总之前说过, 要让我来做鬼屋的第一个顾客。 没想到, 这鬼屋的进度竟然这模块, 非常符合腾达效率啊。 裴迁默默想着, 嗯, 严格来说李总你已经不算是第一个顾客了, 毕竟软光剑已经体验过其中的三个小项目, 不过完整体验第二个大项目的人, 李总你是第一个, 所以说是第一个顾客, 应该也没毛病。 裴迁喝着茶水, 纠正李时的说法, 这只是经济旅设的第二个大项目而已, 还有一多半的工程才刚刚开工, 暂时还不能正式开始运营。 而且, 这也谈不上什么腾达效率, 腾达从来不求快, 只是在限定时间内景, 可能做到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 李时沉阴片刻, 问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 这里面的项目恐怖吗? 嗨嗨。 裴迁轻壳两声, 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陈康拓。 这个怎么说呢? 因人而异吧, 体验了才知道。 陈康拓把写好了项目内容的单子递给李总。 这是在项目中要完成的动作, 请您过目并牢记。 李时接过这张纸, 眼神扫过上面的内容, 眉毛不由的一条。 上面有几行简单的说明文字。 游客在感到身体不适时, 可以随时提出终止挑战。 牢记各项步骤并在挑战中准确执行。 通关全程后, 即可获得经济旅社第三项目的挑战资格。 如果愿意的话, 步骤出错也仍就可以继续体验全程。 记忆步骤不限时间。 特别注意, 以下六个项目在挑战时的顺序会被随机打乱, 请不要机械记忆。 下方是六个项目的名称, 以及每个项目中需要达成的挑战条目。 这些挑战条目基本上在五至七条左右, 而且具备一定的关联性不算难及。 比如浴室项目。 一,繁锁浴室门。 二,拿起地上的红色蜡烛并点燃。 三,将蜡烛放在镜子前蒙眼三秒并看向镜子。 四,打开水龙头洗手。 五,躺进浴缸按下计时器, 双手蒙眼直到计时器停止。 挑战项目基本上集中在进门, 洗手间镜子和浴缸这三个地点, 顺序是从外到内, 头脑清醒的情况下, 只要两三分钟就能记个大概。 当然,考虑到所有小项目的顺序会被打乱, 要熟背所有项目至少需要半小时左右。 李时快速浏览所有小项目的要求, 陷入沉默。 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麽恐怖。 李时来的时候, 本来是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心态。 因为他知道, 以陪总做什么都力求做到尽善尽美的性格。 鬼屋项目肯定也会做得特别恐怖。 但是看到这张单子之后, 反而和他预期中的稍有一些差距。 目前最恐怖的鬼屋基本上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流程长, 一个是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和游客互动。 但是在经济旅社的这个项目, 却恰恰相反。 从这张纸上的项目就能看得出来, 这些挑战的每个项目时间都不算长, 可能五到八分钟就会结束, 全部加在一起也就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左右。 而且, 看起来也基本不存在工作人员半鬼抓人这种玩法。 这让李总放心了不少。 看起来, 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获得第三项目的挑战资格, 所以恐怖程度适中。 想到这里, 李时心里稍微有底了。 原本他想的是, 如果这项目实在太恐怖, 那就不体验了, 想别的办法从裴总嘴里套话。 但现在, 既然这个项目没那么恐怖, 就可以以此做一点点文章了。 裴总, 我要是坚持完全程, 能不能换个别的奖励? 第三个项目的挑战资格对我来说, 完全没意义啊。 李时问道, 裴迁点点头, 当然可以。 李总你想要的什么奖励? 要不我给你一个经济旅社的终身VIP, 可以随时来免费体验。 李时脸一黑, 我要那个干什么? 嫌自己命长吗? 嗨嗨, 不如这样, 如果我能侥幸在这个项目中坚持下来, 裴总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关于学霸, 快来这个项目, 圆梦创投到底是不是要套现跑路了? 裴迁心中呵呵一笑, 李总这个要求, 简直是正中下怀。 就算李总不主动问, 裴迁本来也打算向他透一点口风的。 没问题。 裴迁一口答应, 李时一挑大拇指。 好, 裴总果然爽快。 那我这就进去体验, 裴总你可千万不要失言啊。 两个人各怀鬼胎, 李时认真的被送这张纸上面写好的要求, 大约一刻钟之后, 自己默备了鸡变, 算是全都记住了。 我准备好了。 李时站起身来, 裴迁点点头, 李总请吧。 李时充满自信地, 往第二个项目的入口走去, 昂然而入。 嘴上说着害怕, 步伐却很坚定啊。 李总该不会, 也跟软光剑一样, 是个半猪吃老虎的货吧。 裴迁突然对经纪旅社的项目, 有点不自信了起来。 然而, 他刚刚走到监控屏幕前,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惨绝人寰的惨叫声。 啊! 在看监控屏幕上, 刚进去还不到一分钟的李总, 整个人都摔在地上, 双手死命地抹着后颈。 裴迁注意到, 李总随机到的第一个项目是天花板。 在进入房间的时候, 游客要弯腰去捡桌下的一个残破的笔记本。 而此时天花板上会恰好掉落下一滴水, 滴在游客的后颈上。 游客此时会下意识地抬头, 会看到天花板的一块板子被移开了, 上面是一个双目圆针, 流出血泪的头颅。 显然, 李总就是抬头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头颅, 所以被吓得一边尖叫, 一边后退, 摔在地上之后, 下意识地想要抹掉后颈上滴落的血迹。 看到这里, 裴谦放心了。 看来经济旅舍的恐怖程度没有问题, 是软光剑有问题。 二十分钟后, 陈康拓和郝琼两个人一左一右, 把腿软的李总给拖了出来。 裴谦赶忙递上茶水, 李总, 快喝热水。 李石滩坐在椅子上, 双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霎白的脸色却丝毫没有任何的好转。 李总, 感觉好点了吗? 裴谦关切地问道, 李石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太可怕了。 李石刚开始想得很简单, 不就是半小时吗? 一咬牙不就挺过去了吗? 而且他还跟裴总耍了个小心眼, 说的是在这个项目中坚持下来而非通关, 也就是说只要坚持到最后, 哪怕没有完成那些挑战, 也算胜利。 然而,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李石进去之后, 第一个项目就被吓得半死, 坚持到第四个项目的时候, 已经完全顶不住了, 双腿发软当场放弃, 被陈康拓和郝琼两个人给架了出来。 惊魂未定的李石,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裴总啊。 就拿这个鬼屋挑战来说, 表面上看起来没石膜恐怖的, 流程不算长, 也没有工作人员办鬼, 但真的身临其境时, 却足够把人吓得半死。 仔细回想, 这些项目确实不算复杂, 但却充满了各种心理暗示。 说白了,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让游客自己吓自己。 不得不说, 效果拔裙。 李总双手颤巍巍地捧着茶杯, 感觉自己至少得有一个多月得, 常常在梦中惊醒了。 天花板上, 那个流着血泪的头颅, 浴室里的那面镜子, 昏暗客厅里, 那个沙沙作响的电视。 这些都是家中常见的场景, 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 看到, 一向以事业有成的成熟男士, 形象世人的李总, 被吓得彭腹一只带宰的小鸡仔。 裴谦也不由得有些不好意思。 唉, 虽说李总五次三番的话我好事, 但其实, 他也就是想赚点钱嘛, 罪不至死。 为了从我这套机具画, 甚至不惜, 去体验这魔下人的鬼屋, 我都有点过一步去了。 裴谦觉得, 可以把李总在自己的小本门上暂时画掉。 哦不, 暂时往后放一放了。 李总辛苦了, 你对于鬼屋的反馈, 对我们而言,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 非常感谢。 裴谦的表情, 极为诚恳。 李时煞白的脸色中, 带着一些困惑。 啊, 我反馈什么了? 裴谦微微一笑, 你的尖叫声, 就是最好的反馈。 为表谢意, 我决定依旧把学霸快来项目的事情告诉你。 没错, 圆梦创投在卖学霸快来的股份, 这是我的决定, 并且, 我希望你们也赶快把手里的股份给卖掉。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绝无半句虚假。 裴谦说得非常诚恳。 这里面没有一句假话, 裴谦却实在卖股份, 也确实希望其他人也把股份全都给卖掉。 只不过, 他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希望学霸快来这个项目亏钱。 这样一来, 李总肯定会以为, 裴谦是要把手里的股份全都卖光套现离场, 他自然也会跟着做, 等所有投资人全都嗅到风向不对, 自然会一起抛。 而实际上, 裴谦打算让自己手中尽可能多保留一些股份, 这样等项目失败后, 这些股份就变得一文不值。 这样一来, 即使这个项目亏不了多少, 也算是及时止损了, 不至于赚得太惨。 李时在西关查着裴谦的表情, 许久之后才点点头。 我明白了, 既然如此, 我也把手中的股份卖掉。 裴谦不由地露出微笑, 成了! 李总现在手里也有20%多的股份, 跟圆梦创投一起卖, 绝对会给其他投资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让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瞬间崩溃。 如果顺利的话, 李总卖出手里的股份应该还能多少赚点? 大家都不吃亏, 非常完美! 下午, 付费资本。 李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闭目沉思。 上午在经济旅社被吓得不轻, 但工作不能耽误。 拿命换来的情报, 应该是可靠的。 裴总说, 圆梦创投在卖学霸快来的股份, 确实是他的意思, 而且也建议李时一起卖, 应该不是在骗人。 李时深思熟虑之后, 已经决定了。 卖? 但具体怎么卖? 这事的, 好好考虑一番。 非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 一般是要先进行内部转让, 也就是说, 内部股东如果有人愿意出资购买, 一般是要优先的。 如果内部无人认购, 就需要经过股东会的同意, 引入外部股东。 也就是说, 李时想要卖股份, 在第一时间就会被所有股东知道。 裴总卖出的那些股份, 基本上也都是被这几个股东给吃掉了, 没有引入外部股东。 但, 裴总卖的股份并不多, 所以, 这些股东只是怀疑, 而并没有觉得裴总真的要跑路。 但是, 李时可是要把手里的20%多的股份, 全都给卖掉的。 这跑路的意向就太明显了, 其他股东不可能看不出来。 这些投资人很多都是看李时投了这个项目才追投的, 现在裴总和李总一起抛售股份, 肯定会引起其他投资人的恐慌, 到时候, 大家都想卖, 对这个项目都没了信心。 那这公司的估值, 瞬间就得崩。 真要到了那一步, 李时手里的这些股份, 就算全都卖出去了, 恐怕也赚不了多少钱。 所以, 李时觉得, 这样卖不行。 这磨好的一个项目, 一共投了四百万。 但是这样乱抛, 卖价肯定越来越低。 最后折腾来折腾去, 就赚个几十万。 丢不起这个人啊。 所以, 卖是要卖的, 但肯定不能这么卖。 想到这里, 李时找到其他几个投资人的联系方式, 打算约个时间, 召开一个小型的电话会议。 很快, 其他几个投资人纷纷回复, 时间定在一个小时后。 李时正好趁这个时间, 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 把稍后要说的要点, 全都记录下来。 一小时后, 人都齐了, 电话会议准时召开。 李总, 什么是这魔警戒啊? 电话中, 一位学霸快来项目的投资人问道。 李时不打算浪费时间, 直接开门见山, 陪总应该是打算要套现离场吗? 我也准备把手中的股份全都抛掉。 电话里陷入了片刻的沉默, 随即传来一片质疑的声音。 啊? 什么? 你确定? 现在? 哪来的消息? 靠谱吗? 显然, 大部分投资人对此都是将信将疑, 本能的不愿意相信。 因为学霸快来, 目前的情况一切良好, 虽然烧钱很多, 但烧的钱也全都换来了数据。 照这样继续烧下去, 只要烧到上市, 那么所有投资人的利润都会翻很多倍。 这项目还远没有到走下坡路的时候, 此时却要跑。 这似乎有些不可理喻。 李时旦旦地说道, 我没有必要骗你们。 你们仔细想想, 所有人都看到学霸快来项目的火爆, 此时不正是套现的最佳时机吗? 更何况, 你们真觉得这个项目能上市? 就算能, 那得多久, 烧多少钱? 公司至少要经营三年, 才有上市的资格。 如果裴总一直坚持, 那我丝毫不怀疑, 这公司在三年后能上市, 但现在裴总要撤了。 你们觉得, 这项目还能坚持三年吗? 按照现在的烧钱速度, 三年要烧多少钱? 你们谁有这么多钱烧? 如果继续融资, 你们谁又能保证, 接下来能找到足够多的接盘侠。 万一钱烧光了, 之后怎么办? 你们想过吗? 电话里再度陷入了沉默。 显然, 大部分投资人也认可了李总的看法。 这个项目之所以靠谱, 完全是因为裴总, 可如果裴总要撒手不管, 信心崩了。 那这项目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万劫不复。 许久之后, 电话里才传来声音。 李总,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 言外之意是, 你现在不是应该闷声发财, 抢先把自己手里的股份卖掉模。 现在通知了所有人, 大家一起卖。 外界对于这个项目的信心瞬间崩盘, 大家抢着卖股份打破头, 谁都捞不到好处啊。 李氏笑了笑, 我的意思是, 既然决定要卖, 肯定不能这么傻呵呵地卖。 一件东西, 越是件卖, 就越是莫人要。 可如果拼命抬价, 反而会有很多人哄抢。 现在, 我们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最好的办法, 不是恐慌地往外抛, 而是继续炒热这个项目的热度,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买主, 把所有的股份, 以高价不情愿地卖给他。 电话里立刻传来一阵赞许的声音。 有个投资人沉一片刻之后说道, 说道这个, 李总, 之前续得教育的一位副总, 曾经对学霸快来向目表献出浓厚的兴趣。 而且想要, 买我手里的股份, 我犹豫了一下, 还没有给他答复。 李总微微一笑, 听起来, 这就是那位合适的买主啊。 挂了电话, 李时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现在, 所有投资人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利益完全一致, 都想要尽可能地把手中的股份卖出高价, 所以, 不需要担心, 有人会泄密。 接下来, 就是所有人一起想办法, 继续炒热学霸快来项目的热度, 让这个, 项目对续得教育那边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然后, 续得教育为了成为学霸快来的大股东, 肯定会不断收购股份, 李时等人就可以趁机高位套现离场。 至于续得教育, 李时对这家教育机构没时抹好印象。 续得教育的名字看起来很正经, 然而实际上却是劣迹斑斑, 在招生的时候, 虚假宣传, 虚假承诺, 销售员饰演多重身份, 可以说是, 为了圈钱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 这样一家公司, 却凭借着无处不在的宣传公事和对销售岗位新人的营销话术培训, 做到了极大的规模。 很多学生涉事未深, 他们的家长也因为望子成龙的心态迫切, 被续得教育的营销话术给忽悠了, 一旦交钱, 再想退款, 难如登天。 李时自问, 他无法像裴总那样做一名义商, 每一分钱都赚得很干净, 而且尽可能地承担足够多的社会责任, 比如贴钱搞逆风物流, 但他也依旧很看不起续得教育的这种骗学生前的卑劣行为, 让这重赚黑心钱的公司接盘, 李时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负罪感。 2月18日, 周五, 学校还默开学, 但裴谦已然忙得不可开交。 下周二, 美好明天就要上映了, 然而裴谦现在都还没抽出时间到飞黄工作室那边看一眼, 这片子到底剪得怎么样了? 裴谦接下来的日程排得很满, 他考虑着, 实在不行就不看了, 听天由命吧。 反正现在看一遍, 美好明天的成片也没意义了, 就算发现问题, 也不可能再改。 现在, 裴谦正坐车赶往临城。 临城那边的摸鱼综合体, 基本上算是搞定了, 一个开在核心商圈的摸鱼网咖2.0加3个, 开再次一等商圈的摸鱼网咖1.0加摸鱼外卖, 加20个逆风驿站, 加为ROF装机准备的一个大仓库, 以及开在摸鱼网咖周围的4个配货点。 这一整套已经搞了近两个月, 近期总算是完事了。 今天是开业第一天, 裴谦打算过去看一看, 临城市对摸鱼网咖的接受程度如何? 想来, 应该不会很高吧? 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ROF装机这些业务, 整体上都是比较贵的, 临城那边消费水平整体偏低, 应该不会太认可。 而逆风物流嘛, 大家肯定都喜欢, 但这玩意又不赚钱。 当然, 也有其他可能性, 一些比较不好的可能性。 到那时候, 裴谦就得及时未雨绸缪, 好好想想赚来的钱往哪花了。 车上, 裴谦打了个喷嚏, 而后,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掏出手机给贺德胜打了个电话。 为什么学霸快来项目的热度, 好像更高了? 电话那头, 贺德胜也是猛逼状态。 裴总, 我也不清楚。 之前, 裴谦问贺德胜, 如何才能让大家对这个项目失去信心? 贺德胜给出的回答是, 卖股份。 裴谦深以为然。 周二上午, 裴谦也已经明确地跟李氏说了, 让他也开始卖股份, 希望以此打击其他投资人的信心。 然而邪门的是, 裴谦让贺德胜卖出的这些股份, 基本上都被其他的投资人给分散着吃掉了, 似乎并没有引起投资人们的恐慌情绪。 李总并没有卖股份, 裴谦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不成, 李总不信? 很有可能, 毕竟这不是第一次了。 让裴谦很着急的是, 学霸快来APPY这边, 钱还在不断地烧着, 数据越来越好看, 热度也越来越高。 每单个一天, 裴谦都感觉不踏实。 纠结许久, 裴谦才非常不情愿地说道, 继续卖吧。 没别的办法了, 裴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总感觉再拖下去会出大问题。 得抓紧时间再抛点股份, 继续打击其他投资人的信心, 让他们这段时间把股份全都抛了。 就算现在卖股份会赚钱, 也没办法了, 得及时割肉止损了。 好的裴总, 贺德胜说道, 全都卖掉吗? 还是卖到一定程度之后停手? 裴谦想了想, 无论如何, 肯定不能全卖掉。 全卖掉那不是纯赚了吗? 裴谦想了想, 那就, 最低最低卖到百分之二十吧。 绝对不能再低了。 而且, 每次最多卖百分之五, 一定不能多。 之前裴谦掌握的股份 已经稀释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了, 又卖了几次之后, 现在已经只剩不到百分之五十, 但还是最大的股东和实际控制者。 但是, 再稍微卖个几次, 终究会到百分之二十。 裴谦想的是, 失去控制权也没关系。 反正等大家一抛售, 这项目一凉, 裴谦就在找机会 把这些股份再买回来, 重新获得控制权继续亏钱。 这项目砸了之后, 应该不会有人跟自己抢, 把这些默认要的股份买回来, 给机卫接盘侠解套, 他们应该会很乐意。 留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股份, 一方面是少赚点,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住股东的身份, 这样以后就可以优先买股份。 贺德胜不是很懂裴总的这个操作,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他也已经习惯了, 没有追问。 好, 裴总你放心, 我肯定办妥。 挂了电话, 裴谦又想了想, 让人心烦的其他项目, 比如共享电话亭。 对于这个项目, 裴谦原本都已经放弃挣扎了, 但是近期又有好消息传来。 张旺把目前的共享电话亭赚来的钱全都继续, 投入了生产, 打算在荆州的商场铺量, 力气更多的共享电话亭。 但是, 新电话亭的状况, 却并不像最初的那一批纳摩顺利。 原因也很简单, 荆州市客流量特别大的商场就这摩多, 再继续强行色更多的共享电话亭, 莫纳摩多人体验了。 这算是裴谦近期听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了。 另一方面, 终点中文网那边的情况似乎也有所好转, 至少学习班的作者们更新越来越少了。 至于两个游戏部门, 还有手机等等, 暂时已经没时间去管了。 裴总您好, 我是凌晨市的墨语网咖负责人, 我叫肖鹏。 一个留着平头的精神小伙, 帮裴谦拉开车门, 非常恭敬地做着自我介绍。 裴谦跟肖鹏握了握手, 一起离开商场的地下车库去乘坐电梯。 这里是凌晨最大的商场, 摩鱼综合体的核心, 摩鱼网咖2.0就在这座商场的五层。 所以, 现在的情况如何? 裴谦随口问道。 肖鹏微微一笑, 非常骄傲地说道, 裴总, 情况非常好。 裴谦一愣, 啊? 肖鹏完全没有意识到, 裴总脸上的错愕, 继续骄傲地说道, 四家墨语网咖, 墨语外卖, 逆风物流等等, 全都在今天正式启用。 我们严格遵守了您的叮嘱, 不搞任何的促销活动。 但很显然, 墨语网咖的品牌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在开业之前就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 现在所有网咖已经全部爆满。 墨语外卖的反响也出乎意料地热烈, 尤其是许多上班族选择墨语外卖作为工作餐, 接受度甚至比在荆州还要更高。 逆风物流和ROF装机等业务更不用说, 订单非常火爆, 好在我们各个仓库备货充足, 没有发生断货的情况。 萧鹏侃侃而谈, 显然对这种成绩非常骄傲。 最后, 似乎是生怕裴总误以为他在邀功, 萧鹏还不忘补上一句。 当然, 这都是因为裴总您在荆州打得底子好。 这些业务在凌晨活起来, 简直就是水到渠成, 顺理成章的事情。 裴谦的头上缓缓地飘出一个问号, 还没来得及说话, 盯的一声, 电梯到了。 直接摸鱼网咖里的位子, 坐得满满的, 服务生不断穿梭其间, 递过去各种饮料, 看起来热闹非常。 没有开业大筹兵的牌子, 也没有任何优惠。 但即使如此, 整个网咖还是爆满了, 甚至在休息区还有不少人在等位。 裴千人晕了。 他预想中最差的情况, 无非是上座率达到七成左右, 刚一开业就盈利。 万万没想到, 真实的情况, 竟然比他预想中最糟糕的情况, 还要更加糟糕。 临城的摸鱼网咖, 好像比荆州那边还要更火。 而且, 按照肖鹏的说法, 不只是这一家摸鱼网咖火, 几乎摸鱼综合体里所有的产业, 全都火了。 这让裴千有些措手不及。 看到裴总一言不发, 肖鹏感觉有些冷场, 赶忙继续说道, 裴总, 不得不说, 您选择进军临城, 真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临城这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 所以, 进驻临城的知名餐饮和娱乐品牌也少。 墨鱼外卖在荆州并不突出, 但来了临城这边, 立刻就变成了高端的外卖品牌, 包装精致, 餐品安全, 在办公室拿出来很有逼格, 所以, 深受一些上班族的喜爱。 而墨鱼网咖, 更是完全填补了, 临城没有高端网咖的空白, 又是开在核心商圈, 周围的人群, 都是临城消费能力最高的人群, 所以备受推崇。 只能说, 陪总宁的这一招, 进军下沉是场实在是高, 效果真是出乎意料的好。 陪迁, 无语宁业。 听肖鹏这模一解释, 陪迁发现好像还真是这模回事。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再怎么低, 肯定也有较为富裕的人群。 而这种地方, 往往极度缺少高端的餐饮和娱乐品牌。 就像很多年前, 国外人人吃得起的快餐品牌进入国内市场之后, 在短时间内, 反而在国人心目中变成了高端餐饮品牌, 大家趋之若鹜。 直到很多年后, 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这些品牌在国人心目中才逐渐被打回原形, 变成没时磨稀奇的快餐。 现在, 墨鱼综合体在凌晨遇到的情况也差不多, 墨鱼网咖, 墨鱼外卖等品牌的价格恰好在凌晨富裕人群消费能力的承受上限范围内, 同时又物美价廉, 品牌价值明显高于同类的其他品牌, 所以受到了凌晨人民的热烈追捧。 裴谦站在墨鱼网咖门口, 沉默了两分钟, 然后转身就走。 萧鹏一愣, 啊? 裴总, 明这就走了? 不再看看其他网咖的情况了吗? 裴谦黑着脸, 不用看了。 萧鹏不由地默默感慨, 裴总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啊, 只是看一眼就知道盛局已定, 都不需要再看第二眼。 大家都说裴总有大将之风, 今天一线, 果然名不虚传。 看着裴总已经进入电梯, 张鹏赶忙跟了上去, 把裴总送到地下车库。 裴总, 欢迎随时来凌晨指导工作。 裴谦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默默上车离开。 大老远地跑来凌晨, 本来以为就算有坏消息, 应该也不会太坏。 万万没想到, 这墨鱼综合体, 在选城市的时候, 就已金筑定了失败。 好怯啊! 2月21日, 又是一个不想上班的周一。 上周末, 裴谦被凌晨的墨鱼网咖综合体伤得很深, 在家躺试了两天。 当然, 躺试的这两天, 也不是什么都默干。 他还在继续关注着, 凌晨墨鱼网咖, 和学霸快来APPY的情况。 结果越是观察, 越不乐观, 事态越是往有些失控的方向去了。 凌晨那边的墨鱼网咖周末更加火爆, ROF装机和墨鱼外卖也完全没有消停的迹象, 就是一个字, 转。 而学霸快来APPY的项目也是邪门, 热度越来越高, 高得裴谦心慌, 总感觉下一秒钟, 分分钟就要上市了。 当然, 裴谦也知道, 公司正常运营三年才能上市, 但这项目在这膜膨胀下去, 总也不是个办法。 裴谦很绝望, 周末这两天, 他已经在考虑应该把预期之外的这些钱花到哪去了, 凌晨那边再开个几十家逆风驿站, 或者是给张员那个上尉组建起来的电竞俱乐部再多打点钱。 唉, 仇人? 裴谦整个周末都在考虑这个事情, 结果最后也没想到一个太好的解决方案, 只能暂时作罢。 到了周一, 还是要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 擦浅眼泪继续向前。 因为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明天电影就要上映了。 而裴总现在心里完全没底。 如果有点印就好了, 点印口碑稀烂的话, 裴谦就能提前吃一颗定心丸。 但是他又担心, 万一点印口碑很好, 连带着第一天的票房也砸了, 电影排片越来越高, 走入了恶性循环怎么办? 那岂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所以综合考虑, 还是不要点印了。 既然已经选了2月22这个尴尬的档期, 那就意味着想好了要搞一锤子买卖, 上映档天口碑票房双铺街, 之后排片每框愈下, 票房跳水。 这才是裴总理想中的剧本。 最近太忙了, 一直没时间关注电影那边的情况, 不知道准备得如何了。 购票软件上, 应该已经出了电影介绍和排片了吧。 这些事情, 全都交给黄思博和朱小策去办, 也不知道, 他们办出来, 能不能符合我的心意。 按理说这两个都是新人, 又没什么资源, 应该争取不到什么排片, 宣传也不会很给力吧? 嗯, 那应该可以放心。 还是看看吧, 顺便也看看, 同期上映的电影实力如何, 能不能打。 陪签纠结了一下, 还是决定下载一个狗眼APP购票软件。 主要看三点, 美好明天的宣传资料, 准备得如何? 美好明天的排片率怎么样? 同期上映的电影, 都有哪击部? 能不能打? 只要确定了这三点, 那大致就能看出, 这电影会不会扑接了。 打开狗眼APP专业版, 点开即将上映这一栏, 果然出现了美好明天。 只是陪签稍微愣了一下, 突然感觉到, 好像有些不对。 美好明天, 竟然排在即将上映的第一位。 而且, 上面有个小标签, 三点七万人想看。 也就是说, 在近期上映的所有电影中, 美好明天获得的关注是最多的。 陪签瞬间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但是身经百战的陪总,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他赶忙翻了翻后面的这些电影, 发现都是一些看起来不咋样的电影。 爱情片, 喜剧片, 动画片, 剧情片, 都有, 但都是那众扫一眼海报和名字, 就不太想看的类型。 按理说, 这各时段上映, 应该有可能会撞上欧美那边的大片, 但是并没有。 可惜啊, 怎么没有欧美大片来凑热呢? 陪签简直是垂胸顿足。 往好处想, 在这个Abby上拿到想看人数最多, 这也代表不了什么, 毕竟参与竞争的这些片子, 都是歪瓜裂枣。 战胜了它们, 也并不能说明, 美好明天, 就一定能成。 等等, 同期即将上映的片子, 都是歪瓜裂枣, 好像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岂不是说, 美好明天, 没尸磨竞争了? 不对不对, 还有正在上映的片子, 陪签赶忙点击正在热映的标签, 查看正在上映的影片。 目前, 春节和情人节这两个热门荡气的电影, 都还在放映中, 跟这些片子一对比, 美好明天, 立刻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了。 陪签快速扫过, 正在热映的几部电影。 《为爱狂欢》, 《小鲜肉爱情电影》, 评分7.1分, 上映8天, 首日票房1840万, 累计票房1.27亿, 预估总票房1.9亿。 《危险伴侣》, 欧洲动作电影, 评分7.5分, 上映10天, 首日票房1446万, 累计票房8777万, 预估总票房1.35亿。 《暗夜传奇》, 评分6.8分, 知名IP改编国产动作电影, 上映15天, 首日票房1768万, 累计票房1.24亿, 预估总票房1.38亿。 后边的就莫必要看了, 跟这三部片子, 没石磨可比性。 看到这三部片子, 裴谦稍微放心了难磨一点点。 一部小鲜肉电影, 一部欧美大片, 一部国产大IP改成的动作片, 每一部都各有所长, 看起来都比《美好明天》要靠谱得多了。 这些电影都已经上映了一段时间了, 但今天的票房也还都保持得不错, 看起来应该能给《美好明天》制造很大的困难, 裴谦还比较满意。 裴谦又点进《美好明天》的宣传页面, 想看一下这片子的宣传素材是怎么准备的。 《美好明天》。 Tomorrow is Beautiful。 电影《科幻》《悬疑》《剧情》《二地》。 陆之遥、张祖庭、林如仪、斜杠朱小册。 2011年2月22日上映93分钟。 有二个彩蛋在片尾出现。 简介。 在未来世界,科技高度发达, 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却直线下降, 生活中只有速食食品, 三个小时的外出自由, 无处不在的食品广告。 一对相爱的情侣,陆之遥, 林如仪誓言, 不甘于这样的生活。 他们决定反抗这种不公的命运, 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然而, 他们根本无从预知 迎接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下边还有《眼职人员表》、 预告片、剧照等。 值得一提的是, 裴谦竟然在《眼职人员表》中 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是这部电影的编剧, 只不过没有头像。 嗯, 电影的简介不是很符合我的要求, 不过也差不太多, 简介这种东西 应该莫多少人会看的吧? 裴谦本来想着, 在电影宣传的时候, 一定要尽可能地挂羊头卖狗肉一点, 比如打出科幻爱情剧作、 治愈戏这种幌子。 等电影上映之后, 观众们进入电影院, 发现自己被骗了, 肯定要破口大骂, 导致电影口碑崩盘。 但是, 裴总卿自过问这种小事, 似乎有些不妥。 而且他忙着忙着就忘了。 不过看目前的标签和简介, 应该也并不会对观众们产生很强的吸引力。 而且, 现在想改似乎也已经来不及了。 暂时就只能这样了。 裴谦继续把页面往下拉, 查看观众的评价。 有路之有, 一心欲定。 炸主题很会挑片子, 这部应该也不错, 期待。 科幻迷队国产科幻电影持审深乐观态度。 二流导演, 票房毒药, 强行蹭科幻题材, 估计张祖廷一个人带不动, 扑街御定。 国人拍的外国题材电影, 而且是英文语音, 中文字幕。 Excuse me? 这是什么神操作? 演员咖位还是不错的, 票房不会爆, 但应该也不会太差, 一意应该是稳的。 难以想象, 这电影会是什么样子。 宣传公式这模猛烈, 恐怕投资人会写本无归吧。 看着这些评价, 赔千时而欣喜, 时而忧愁。 电影还莫上映, 所以现在的评分并不快计入, 但所有人都可以根据预告片、 海报、 演之人袁振荣等内容, 对这个片子进行评价。 美好明天, 这片子目前最有话题性的, 还是陆之谣。 张祖廷虽然拿过影帝, 但毕竟已经过气了, 在内地观众的心目中算不上什么大咖。 而陆之谣虽然被称作票房毒药, 但一线小声的地位还是实打实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陆之谣票房毒药的名声在外, 所以很多观众都对这部电影没有抱太大的期待。 甚至这里面还有助投资人血本无归的, 当陪迁看了满心欢喜。 上映之前的这些评分虽然说明不了什么, 但大致也能够看出来观众们对这片子并不算是特别看好, 这算是个好消息。 还好, 这种片子只要口碑铺接了, 票房肯定也好不到那局。 三千万投资, 票房至少过亿才能不赔本,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 陪迁稍微松了口气, 他刚想关掉APP, 突然想起来还有很关键的事情, 看看排片。 如果排片很低的话, 再结合目前的评价, 那才叫真的稳了。 陪迁赶忙点开实时票房, 查看明天的排片占比。 然而打开一看, 陪迁的表情瞬间僵住了。 美好明天, 排片占比37.7%。 再看下边的机部电影《惟爱狂欢》, 排片占比24.6% 《危险伴侣》, 排片占比19.7% 《暗夜传奇》, 排片占比9.2%, 剩下的都是一些零头。 陪迁刷新了一下页面, 确认这个37.7%的排片没有问题, 不是自己眼花了, 看错了小数点的位置。 WTF? 陪迁在震惊和困惑中, 似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唯时魔, 美好明天, 这部电影竟然有3.7万人想看。 按理说不应该。 黄思博和朱小册, 乃至于整个飞黄工作室, 应该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为电影宣传到这种程度。 找其他公司宣发的话, 对方肯定会提出各种苛刻的条件, 黄思博他们应该不太可能不上榜。 现在看到这个排片率, 陪迁才瞬间意识到, 这片子的宣传工作, 绝对不是黄思博和朱小册来搞的, 他们绝对不可能要到这摩高的排片。 出大问题, 一定是有内鬼从中作梗。 陪迁越想越不对劲, 赶忙拨通了黄思博的电话。 虽然有内鬼, 而且交易已经无法停止, 但陪迁还是忍不住地想问, 就算死也得死个明白。 喂, 陪总, 黄思博那边的声音稍显嘈杂, 感觉在忙的样子。 陪迁也不跟他多废话了, 直接问到, 电影的宣发是谁做的? 黄思博愣了一下, 嗯? 神华影视啊, 林总没跟您说吗? 嘟的一声, 电话挂了。 黄思博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一头雾水。 奇怪, 神华影视的林总来帮忙做电影的宣发, 不就是陪总自己找来的吗? 挂了电话, 陪迁立刻给林长波了过去。 喂, 陪总, 有事吗? 电影不是明天才上映吗? 听到这话, 陪迁心里瞬间咯噔一下。 果然, 就是这货钱的。 陪迁强忍着心痛, 美好明天的宣发, 是你用神话影视的资料做的。 电话那头的林长稍微愣了一下, 才笑着说道, 是啊, 陪总, 你已经发现了。 哎呀, 本来想电影上映那天, 再给你一个惊喜来着。 陪总你, 不用太放在心上, 我也没花太多钱, 就只是用手头现有的资源随便搞了搞。 小场面小场面, 陪迁气的无语明夜。 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莫花太多钱, 就只是用手头现有的资源随便搞了搞。 然后, 你特模就给我搞来了将近四成的拍片。 林长听到电话那头的, 陪总没什么反应, 还以为是把陪总给感动到了。 赶忙说道, 真的, 我这, 就是投桃报李, 陪总你千万, 不用太放在心上。 而且, 后续的拍片, 还要看电影的上作率和口碑的, 不一定能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多。 当然, 既然是陪总投资的电影, 那肯定很精彩。 我这也就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陪总你要是实在觉得过意不去, 那你等票房大赚之后, 再向指信地给点宣传费用也行。 陪千? 等票房大赚了? 那我都已经入土了。 还说神魔补偿之类的话题, 不觉得太晚了吗? 陪千有气无力地说道, 这电影的事, 是谁跟你说的? 林长一乐? 怎么, 陪总还要当面感谢人家吗? 没有必要, 飞黄工作室在拍电影的事情, 又不是什么秘密, 稍微一打听, 就打听到了吗? 总之, 陪总你也不用太在意, 只要能把阿婉的事情给办妥, 这点宣传资源算什么? 等阿婉真的回家, 陪总你以后的每一部电影, 我都帮你宣传。 陪千? 你要在这魔说下去, 林婉这辈子, 都不可能再回你们林家了。 陪千现在才总算是大概搞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显然是林长会错了意, 自作主张地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作为对陪千劝退林婉的答谢。 但是陪总心里苦啊, 你这哪是谢我, 明明就是在坑我啊。 陪千呵呵一笑, 林总, 等电影票房要是爆了, 我一定跟你没完。 嘟的一声, 电话挂了。 林长看了眼手机屏幕, 稍微有点意外。 陪总就是陪总, 胆谢的方式, 都这魔的与众不同。 事实上, 林长嘴上说得简单, 但要争取到这魔高的牌片, 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好在其他的电影, 确实不算很给力, 才成功地在第一天, 拿到了这魔高的牌片。 看起来, 阿丸很快就要回家了呀。 林长美滋滋地想着, 2月22日, 周二, 凌晨零点, 陪千独自一人偷偷摸摸地, 来到环宇天街顶层的电影院, 来看, 美好明天的首映。 黄四伯, 朱小册, 陆之遥, 和张祖庭, 他们都不在荆州。 这几天, 他们要去帝都, 魔都, 阳城等大城市进行宣传, 跟粉丝见面。 此时, 大概也在某个大城市的电影院里, 等着首映吧。 而裴千之所以自己偷偷地来看首映, 也是怕万一这片子的, 首映反响太热烈, 他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 不要被熟人看见, 就不至于当场失态, 影响裴总的形象。 进入电影院之前, 裴千首先看到了莫蒂斯特电话亭, 这大晚上的, 竟然还有人在里面唱歌? 看到莫蒂斯特, 那似乎带着嘲讽的表情, 裴千感觉自己眼皮猛的一跳, 赶忙转过头看向一边, 抓紧快走两步进入电影院, 省得电影, 还莫开始放映, 心态就先崩了。 因为票买得有点晚了, 所以没买到什么太好的位置, 就只是坐在一个靠边边的角落。 裴千觉得, 这个位置也挺好的。 一方面, 他也没想着, 获得什么太好的观影体验, 凑合看看就行了。 另一方面, 来看这电影的, 肯定有很多情侣, 在边边角角坐着, 可以有效避免被虐狗。 然而刚坐下, 裴千就无语了。 旁边就是一对情侣, 躲来躲去, 还是莫躲开。 裴千只能使劲啃手里的大桶爆米花, 藉此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整个放映厅里的上座率大概七八成, 并没有达到完全爆满的程度。 对于凌晨首映的电影来说, 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毕竟这里是荆州, 不是帝都, 魔都这种大城市的影院。 当然, 所谓的不错, 那是其他人的标准。 对裴千而言, 这个上座率相当不妙。 淡定, 淡定, 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来看首映的, 估计都是陆之谣的铁粉。 作为一个国内一线小生, 有一些来看首映的铁粉, 是很正常, 也很合理的事情。 等这些铁粉都看完了, 这片子的上座率, 应该也就会直线下滑了。 裴千一边啃着爆米花, 一边给自己打气。 零点刚过, 整个放映厅灯光关闭, 渐渐按了下来。 开头是一大堆公司的logo, 包括飞黄工作室和神华影视, 也都在其中。 电影院里的议论声, 也渐渐平息下来。 所有人都, 聚精会神地看着大屏幕。 电影正式开始。 伴随着主创名单和背景音乐出现的, 是几个蒙太奇手法的镜头。 桌上放着的素食就计餐。 脚边的废纸团, 和瘪掉的啤酒罐子。 小屏幕上, 叽叽喳喳不停播放的广告节目。 一包吃了一半, 里面, 全都是碎渣的薯片。 通过这几个镜头, 可以稍稍看出一点, 整个故事的科幻背景, 桌子的样式, 屋内的小广告牌, 逼则但充满科技感的空间, 似乎都在暗示着, 这是发生在未来世界的事情。 耳边混乱的沙沙声逐渐变得清晰, 大屏幕上正在播放, 看起来制作精良, 却似乎并不精彩的综艺节目。 自正腔圆的英文语音传来, 电影画面的下方也同时出现字幕。 陆志尧的背影正坐在地板上, 靠着床, 全神贯注地盯着大屏幕。 突然, 大屏幕上出现了竞猜结果的画面, 与此同时, 硕大的Congratulations的庆祝字眼半随着李花特效 在屏幕上瞬间炸裂, 这意味着男主角猜对了, 从这个综艺节目中获得了收入。 Yes! 陆志尧兴奋地大喊一声, 双手握拳奋力挥动, 在一连串庆祝动作之后, 他来到出餐口准备买一罐啤酒。 裴谦突然意识到, 这一幕他似乎见过。 接下来, 就是喝啤酒的那段了。 当初拍的时候, 裴总还亲自指点过陆志尧的演技来着。 裴谦心中一沉, 这电影, 特摸得上来, 就放王闸啊。 之前看粗简版的时候, 第一幕还不是这个呢。 这个开头一换, 瞬间就起到了一种 新声夺人的效果。 电影院中鸦雀无声, 就连吃爆米花的声音都降低了。 裴谦瞬间产生一种似乎有些不妙的预感。 跟粗简版看起来区别很大。 荧幕上, 陆志尧没有再去捡扔出去的一拉罐, 而是颓然地坐在地上, 靠在窗边, 双手抱着膝盖, 把头深深地埋进双臂。 这就是电影的开篇。 紧接着镜头一转, 不再继续展示男主角柱的胶囊, 而是开始展现外部的场景。 零点过去, 外部世界变成了赤品者的天下。 灵力的摩天大楼指向夜空, 就像是一座座发光的墓碑。 隐约可见, 远处大楼顶部的天台和庭院, 许多有钱的富人们, 热衷于把自己的复古豪宅, 修建在摩天大楼的最顶层。 而且,夜晚时一定要发出足够醒目的亮光, 在夜空中不断闪耀, 让所有智能在夜晚出来三个小时的赤品者, 好好瞻仰。 在大楼底层, 五颜六色的霓虹闪烁着, 与那些摩天楼宇最顶端, 如同仙境的场景, 截然不同。 光亮微弱的星辰, 和地面上的霓虹, 似乎被一座座发光的墓碑给延接起来, 透着一点点荒诞。 数以千计的飞车, 闪着不同颜色的光芒, 在摩天楼宇间穿梭。 庞扶夜空中流动的星辰, 会呈许多道五颜六色的河流。 然而, 在稀稀利利的雨中, 撑伞走在路上的赤品者们, 却对于头顶上发生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他们在购买, 各种看起来形状奇怪, 同时也未必好吃的小吃, 进行一些廉价的娱乐活动。 为了几块钱而斤斤计较, 似乎对此已经细意为长。 路边小商铺中的电视上播放着新闻节目, 一名赤品者因为在错误的时间来到外部世界, 而被处以极为严厉的惩罚。 主持人正在诚恳地忠告 所有市民请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到外部世界, 不要违反规则。 这一段, 裴谦莫看过, 因为里面的绝大多数镜头都是用特效后期制做的, 投资的大头也都花在了这里。 看着这辉红的场景,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特效场面, 裴谦更紧张了。 淡定, 淡定, 特效就只有这磨一小段, 几分钟而已, 后边就没有这种大场面了。 裴谦再度抓起一把爆米花色进嘴里, 用吃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电影还在继续。 陆之遥在外面放风三小时之后, 回到自己的胶囊中, 继续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 开头用不少的篇幅, 描述了未来生活的一些细节, 比如就祭餐, 比如价格昂贵的零食, 比如可以尽猜的综艺节目等等。 陆之遥在这一段的表演恰到好处, 他就只是个最底层的赤评者, 被这些简单的喜怒哀悦所操控。 看电视节目赚了钱, 他会高兴地庆祝。 竟猜血本无归, 会无能狂怒。 有时候会觉得空虚而又绝望, 在胶囊里躺时, 一动不动。 有时候, 又会看着那些诱人的广告, 和远处摩天楼羽上的上流社会生活, 艳羡不已。 电视节目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广告, 虽然只是作为背景出现的, 但依旧拍摄得非常用心。 林如仪出场了, 和主角逐渐确定了恋爱关系, 然后提出了要去参加选秀节目的想法。 后面的剧情, 裴谦简直是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整个剧情梗盖都是他写的, 而且他已经看过了粗简版的视频。 然而看着看着, 他却依旧不由自主地沉浸了进去, 情绪完全被电影牵着走了。 优秀的剪辑让每一段剧情的长度都恰到好处, 留足了回味空间的同时, 又让观众的情绪很快转入到下一段剧情。 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被完美地呈现在大荧幕上, 让观众们产生极为强烈的情感共鸣。 优秀的背景音乐,很好地烘托了情绪, 观众们的情绪被诱导, 和电影中高度一致。 精致的道具和花了大钱的外界特效, 让整部片子透着一种独特的科幻气质, 给观众造成一种与现实世界疏离感的同时, 又有一种奇妙的真实感, 似乎电影中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未来世界。 这就是影视化的魔力。 一个简单的故事梗盖终究是苍白无力的, 而一旦影视化被拍成电影, 就会被加入大量的细节, 同时用视听的多维感官刺激, 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 这些细节如此完美, 就连电影里面的广告, 都让人丝毫不会觉得出戏, 甚至还会让人觉得, 许多的含义不明的广告, 都挺有意思的。 裴谦木然地往嘴里塞着爆米花, 脑海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这策模是我写出来的剧本, 故事梗盖确实跟自己写得差不多, 但是拍出来的东西, 跟自己预想中的完全不同啊。 前半段的剧情, 还看不出什么。 剧情过半之后, 整个故事突然急转直下, 露出了猙獰的獠牙。 凌如一根录制摇摊牌的这一幕, 电影院里响起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 显然, 很多观众都被这个神展开给惊到了, 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但, 裴谦想象中的那种破口大骂的场景病, 没有出现。 大家反而更加认真地往下看了。 甚至就连裴谦自己, 也完全没有任何气氛, 或者被喂毒的感觉, 只是在震惊中, 期待着未来的剧情发展。 随即他意识到, 这里有很大的问题。 不应该啊, 为什么我看到这一幕, 并不觉得生气呢? 这不应该是非常剧毒的剧情吗? 又塞了一把爆米花, 裴谦努力地分析着这种情绪出现的原因。 似乎是因为电影制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疏离感。 开头的这一段, 电影花费了不少的篇幅, 在描写主角的日常生活, 包括他吃素食餐, 看电视节目精彩, 凌晨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等等。 但是, 这并没有加深观众们的代入感, 反而将观众们的视野给完全剥离了出来, 变成了一个毫不相关的旁观者。 在拍摄过程中, 镜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监控, 冷冰冰地, 不带任何感情地俯视这个世界中男主角的生活。 男女主角恋爱时的甜蜜被消解了, 分手时的痛苦自然也被消解了。 这种方法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主角的情绪波动, 却又彷復隔了一层镜子, 不会引发内心中太剧烈的情感波动。 裴谦突然意识到自己, 似乎犯了一个错误。 电影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 但同样的剧本交给不同的导演来拍, 却能拍出完全不同的作品。 这是因为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 导演会不断地加入一些私货, 拍摄的手法, 电影中的各种细节, 讲述故事的节奏。 这些全都会影响观众们对于一个故事的观感。 有些看似非常无聊的剧本, 经过个人风格浓烈的导演拍摄之后, 就变成了影史中的经典,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显然, 朱小册对于这个故事的理解, 和裴谦的原意完全不同。 而导演显然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拍摄的。 所以, 在剪辑和做完后期之后, 整个电影已经完全偏离了裴谦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 原本的毒性被消解得七七八八,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悯。 女主做的事情非常可恶, 但观众们却又对她恨不起来。 男主角明明很惨也很蠢, 但观众对她的情绪却只剩下了一种淡淡的同情,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而在男主角终于获得巨额财富, 似乎成为一个上流人士的时候, 观众们也并不为她高兴, 反而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 她已经迷失了自我。 观众们对男主角的观感瞬间变得陌生, 能够感觉出来在物质和金钱的漩涡中, 她已经彻底迷失了自我。 财富并没有让她成为人上人, 反而在操控着她的人生, 让她变成了一个可怜虫。 最后, 陆志尧饰演的主角被张祖庭饰演的评委算计, 身败名裂, 而且欠下巨债, 像个活死人一样躺在床上。 而大屏幕上, 被评委选出来接替她的那个女人, 在做着和她之前几乎一样的事情, 故事似乎进入了一个令人绝望的轮回之中。 荧幕黑了, 电影至此结束。 片尾曲响起, 歌声中透着一种别样的哀婉和凄凉。 这本来是林如一饰演的女主角, 在参与选秀时唱的那首歌, 被评委们狠狠地挖苦, 讥讽, 说她五音不全, 那时候并没有给观众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然而放在片尾之后, 这首歌的唱法似乎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变化, 两个版本相互对比, 就多了一众难以言明的意味。 裴谦看向影院中的众人, 怎么回事? 这个结尾还不够读吗? 你们现在不是应该站起来高喊推票吗? 或者, 至少发出一些类似于妾或者什么玩意之类的声音吧? 然而整个影厅中依旧静悄悄的, 甚至没有人站起来, 更没有人发出声音。 一断眼职人员表, 裴谦发现自己的名字被放在编剧团队的第一位另起一行, 而且还写着特别明显。 这并没有安慰到内心一阵凉凉的裴总。 第一个彩蛋, 是张祖廷饰演的评委, 正在自己的豪宅中悠闲地享受着假期, 红酒杯轻轻摇晃着, 暗红色的酒液映照出评委的脸。 坐在对面的女人浓妆艳抹, 正是陆志姚饰演的主角, 身败名裂之后, 被评委推上去, 顶替主角的主持人。 然而, 外面突然响起了警笛声, 在一片混乱中, 女人慌乱地站起走了出去, 评委惊慌地站起来, 手中的红酒杯摔在地上, 碎片飞溅。 一段时间之后, 评委没有回来。 而刚才看起来非常慌乱的女主持人, 却回来坐在位子上, 用另一个完好的杯子, 倒了一些红酒, 一饮而尽。 镜头最后留在了她的娇艳的红唇上, 嘴角微微弯起,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声音。 又是一段眼职人员表。 第二个彩蛋, 依旧是在男主角的胶囊中。 男主角摊在场上的姿势没有变, 但已经变得很长的头发和胡子, 以及脸上沧桑的皱纹, 却在暗示着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 突然, 外面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警报声响起。 砰的一声, 胶囊的门被撞开了, 似乎有人往里面扔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转身离开。 外面还在隐约传来愤怒的咆哮声, 似乎赤贫者与前来维持秩序的人正在爆发激烈的武力冲突。 男主角茫然地来到门口, 发现那是一把沾着血迹的手枪。 啪的一声, 电影院的灯光亮起。 很多观众此时似乎才如梦初醒, 纷纷站起身来。 观众们没有抱怨, 也没有怒骂, 反而一个个的都沉默了, 似乎还没有完全从电影带来的情绪中挣脱出来。 也有人在低声议论。 这片子简直觉了, 这真是国内导演拍的片子。 是啊, 这脑洞, 这神反转, 我都看傻了。 不知道为什么看完之后, 感觉心里有点堵。 作为剧情片, 还挺好看的。 总感觉这剧情挺深刻的, 很多地方都莫看太懂, 还是等影评吧。 别说, 陆志尧在这片子里的演技还真不错, 意外的没有一点为何感呢。 坐在旁边的那对情侣也站起身来, 跟着人群往外走。 不是想象中的爱情片, 不过却意外的很好看啊。 是啊, 我觉得这片子在暗示我们珍惜眼前人, 亲爱的, 咱们一定要好好的。 这片子真的特别打动人, 我都哭得不行了。 女生用纸巾擦着泪, 她稍微一侧头看了看旁边的座位, 然后低声说道, 你看那个小哥也被感动哭了爱。 座位上, 裴谦默默地往嘴里塞着薯片, 泪流满面。 完了, 这电影完了。 这些观众的评价都是些什么鬼? 值回票价? 挺好看的。 剧情深刻。 期待影评? 哪个哪啊? 这是? 这些观众完全搞错了啊。 我只是想跟你们喂毒来着啊。 哥。 裴谦边哭边打了的宝格, 爆米花似乎吃太多了。 从电影院回到家之后, 裴谦直接往床上一躺, 埋头苦睡。 什么? 电影大受欢迎? 什么? 手印反响不错? 幻觉? 这都是幻觉。 裴谦不断地告诉自己, 只要睡一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中午, 裴谦才不情愿地睁开眼。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果然, 手机有许多条未读信息。 黄思博, 朱小策, 林长, 各众人都发来了问候。 不用猜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裴谦没敢看, 小心翼翼地忽略掉这些信息, 生怕不小心点错谈出来。 而后, 裴谦点了个摸鱼外卖。 坐在电脑前, 一阵惆怅, 彭扶人生变得有些索然无味。 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之后, 裴谦这才神情复杂地 拿起手机打开狗眼APP, 点开今日大盘, 排在第一位的赫然正式美好明天。 本日票房七百八十四万, 预计票房二点一亿。 尼玛! 裴谦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差点当场把手机给摔了。 太绝望了, 这种感觉太绝望了。 这特摩才上映了半天, 票房已经直冲八百万了。 原本裴谦觉得, 这电影成本投入了三千万, 按照分成比例来说, 至少得票房过亿才有可能回本。 这种片子怎么可能票房过亿? 然而, 狗眼APP的预测实时打脸, 预计票房二点一亿。 片方预计份涨七千五百三十四点七万。 这个预测, 是根据影片的排片率、 上座率、 票房走势等各种因素, 综合推断出来的。 虽然会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产生一定的波动, 并不一定会完全准确, 但大体上而言, 大差不差。 再看其他的那三部片子, 当天目前的票房只是在一百多万到两百多万之间徘徊。 裴谦简直是气得要死。 废物! 都是废物! 你们一个个的看起来挺能打的, 有爱情片, 有欧美动作片, 还有国产大IP, 怎么突然就尾了呢? 给点力啊, 把美好明天的排片都给抢走啊。 快花点钱, 买水军黑, 美好明天, 啊, 多少花点, 费不了多少钱呢? 裴谦简直恨不得自己找到这三部电影的资方, 要求自己亲自露袖子上阵。 最后, 颤巍巍地点开美好明天的评分。 8.8分。 裴谦赶忙把手机扔在一边。 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不行, 得缓缓。 小心脏有点承受不住这种刺激。 在狗眼IP上, 8.8分倒算不上什么特别高的分数。 许多票房大爆的经典电影甚至能拿到9.5、9.7这样的高分。 但问题在于, 美好明天并不是那种酷炫的爆米花大片, 没石磨振奋人心的大场面。 剧情虽然有一些内涵, 但很多普通观众真不一定能懂。 在看不懂的情况下, 很多观众给低分才是正常的, 给高分反而不正常。 但现在拿到8.8分, 就说明这电影对普通观众来说也并不枯燥。 乏味。 在有一些内容看不懂的情况下, 仍旧能调动观众的情绪, 对他们保持极强的吸引力。 裴谦很忧伤。 这坏消息, 真是接踵而至, 不断冲击着他的心理防线。 而且, 按照现在的情况, 指望着院线给, 美好明天, 降低排片, 估计是不太现实了。 正在上映的电影, 一碰就碎, 莫一个能打的。 而即将上映的那些电影, 目前看似来, 似乎也无法对, 美好明天, 构成威胁。 在这重情况下, 院线多给, 美好明天, 排一场, 就能多挣一点钱。 裴谦无语宁业。 没过多久, 莫鱼外卖到了。 裴谦拿了外卖, 扒了两口饭之后, 似乎又恢复了一些活力。 越是逆境, 越是冷静。 事态应该还没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吧。 裴谦猛吃了一口饭, 开始思考对策。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观众们似乎是 被朱小册的手法给迷惑住了。 这种特殊的剪辑手法, 让观众们暂时忽略掉了 这部电影的毒性, 就像是裹着糖衣的药丸一样, 诱骗观众们 把这个带毒的内核 给胡伦吞了下去, 而完全没有意识到 它的苦味。 所以, 得想办法揭穿这部电影的本质,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它就只是一部 颤读的电影而已。 所以, 应该找谁来揭露这个事实呢? 而且, 应该怎么揭露呢? 方向是找到了, 但是决定人选的时候, 陷入了迷茫。 找水军? 胡销那边的水军, 业务素养倒是还行, 但裴谦想要用系统资金 报销的话, 就只能给他们暗示, 不能说得那么明白。 陪谦也不敢确定, 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偏差, 万一闹出乌龙, 那就很尴尬了。 而且, 水军末法挑大梁, 没有意见领袖, 只能跟风造势。 陪谦觉得自己得找个影响力大点的影评人来黑这部电影, 刺破这个真相, 然后再让水军们蜂拥而上, 大势可成。 当然, 要说扭转乾坤, 肯定也不可能。 总之, 劝退一个观众是一个吧。 至于具体怎么操作, 也是一个问题。 陪谦觉得自己得吸取上次回头是岸, 请水军的教训不能再让水军们自由发挥了。 必须地给他们规定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但是明确地说黑美好明天这部电影似乎也不太行, 一方面是系统不给爆, 另一方面则是黑得太强行的话, 反而容易激发逆反心理。 而且, 这片子的黑点还真不好找。 等等, 容易激发逆反心理? 有了, 花钱找人往死里吹这部电影, 捧杀, 把那些非常牵强的地方 也全都强行尬吹一通, 这样就给网友们造成一个印象, 似乎这片子的好评都是秦水军刷出来的。 同时, 这样的无脑尬吹肯定也会引发一些人的反感, 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电影点滴得一文不值。 如此一来, 双方不断谩骂, 岂不是也能起到我想要的效果? 嗯, 就这模拌。 陪谦打定主意, 开始在网上找一些知名的影评人, 尤其是已经对美好明天发表过影评, 而且评价不高的这种影评人, 到时候直接花钱, 让他改影评。 这样一来, 大家岂不是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他收了钱, 并且随即连想到, 美好明天, 请了水军的这个事实吗? 让我看一看, 哪位影评人如此地幸运呢? 陪谦振奋了许多, 开始在微博和各众影视网站上, 耐心搜寻着猎物。 在网上稍微翻找了, 一下之后, 陪谦发现, 还真有不少影评人都已经写了, 美好明天的影评。 这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近期上映的莫傻好电影, 这些影评人也都眼巴巴地等着, 遇到一个排片着魔高的, 肯定要去看一下。 陪谦输入美好明天的关键词, 目光扫过一个个标题。 美好明天的三重含义。 这个一看就不行, 消费主义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这个肯定也不行, 悲观主义者眼中的科技黑暗面。 还是不行。 陪谦一连看了好几条影评, 直接从标题上就给pass掉了。 从这些标题的关键词上就能看出来, 什么三重含义啊? 科技黑暗面啊, 消费主义啊, 脑补一下就能想出来这影评正文的是什么内容。 根本不用色钱, 这些人已经在过度解读了。 你们这些影评人, 一天到晚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东西啊? 又是深层含义了, 又是悲观主义了。 你们就不能分析分析这片子的浅层含义, 就不能分析分析它的毒性吗? 陪谦很无语, 继续不懈努力地找。 他就在找那种, 一看就在对电影狂喷, 而且, 点赞和回复数量都比较多的评论。 这种评论反转之后, 才足够明显, 才能让观众们清楚地意识到, 这片子请了水军。 一连翻了两三页, 也莫找到什么太有价值的评论。 裴谦只好筛选了一下评分, 从低到高排序, 先从一星评价开始看。 果然, 这画风正常多了。 想象力匮乏的失败作品, 毫无逻辑, 漏洞百出。 适合小年轻看, 十分钟就看不下去了。 看到陆之遥就给一星, 裴谦满一地点点头, 嗯, 这才是应该有的画风嘛。 可惜就是这种评价有点少, 而且也没实谋评论, 似乎大家都在闷头点彩, 根本连和这些剧评作者 杠一杠的欲望都没有。 裴谦随便点进去看了看, 发现确实也不太符合自己的要求。 像这众无脑给一星的剧评作者, 基本上都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 看问题经常是一页账目, 不见泰山, 看到一点点不合自己心意的地方, 就无脑给一星, 影评的内容自然也充满了偏见。 这种影评顶多, 也就发泄一下情绪, 实际上很难对其他的观众产生引导。 太低级了, 不行。 这种人一看就没石磨文化, 就算塞了钱, 肯定也写不出什么能引发争论的影评, 只会淹没在茫茫多的五星好评中, 见不起什么浪花。 甚至观众们都不会意识到, 这个影评作者改过影评。 陪茫想了想, 决定从三星的评价里面找。 这次, 画风终于符合陪茫的心意了。 伟深刻, 似乎所有人都不好意思说不好看。 那就让我来做这个揭穿皇帝心意的小孩吧。 槽点太多, 通过刻画两个废物来强行塑造悲剧。 看着这些评论的标题, 陪茫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深得我心。 而且, 这些评论下方争议的声音大多了, 有好几百个赞和好几百个彩。 显然这些影评作者有不错的知名度, 而且写出来的东西自带争议。 不错, 这几个都是好描子, 先从里面选一个, 如果不行, 那就再换。 陪茜仙点开了第一个影评, 也就是要做揭穿皇帝心意的小孩的那位。 微博上似乎是一片盛赞之声, 把他吹得神乎其神, 我刚开始, 还是怀着一种认真无比的朝圣心态去看的, 结果却大失所望。 看完这部电影, 我就只有一个感觉, 皇帝种地是不是用金锄头啊? 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悬给底层名种吃就祭餐, 连跳广告都不行。 甚至还让不同阶层的人分时段出门。 太不合理了。 还有就是, 电影里各众加广告, 加广告就算了, 观众还特摸得和主角一起看广告, 神经病啊。 这个故事更该说白了, 不就是屌丝被绿的俗套故事吗? 小说里要写这个, 能被骂死, 结果拍成电影, 就瞬间内涵深刻了。 你们是不是金锄呢? 裴谦看得平平点头。 当然, 裴谦倒不是赞同这位的说法, 就是觉得自己找对人了。 很显然, 这位是一个固执地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人, 简而言之, 就是持有这个世界, 必须要按照我说的方式, 运转否则就是哪里出了问题的那种人。 也就是俗称的战设定。 电影中世界的设定, 就是科技发达了底层人民的生活, 也不一定会变好。 所有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基础, 设定来展开的。 他非要一上来, 就跟这个设定硬杠, 说设定本身就不合理, 从而觉得整个电影看起来都很别扭。 嗯, 不错, 有性格, 我喜欢。 这种人如果尬吹起来, 应该也会很有争议。 这位作者的网名非常低调, 叫钱某, 个人主页上就留有联系方式, 所以, 赔一千没费什么劲就联系上了。 你好, 我这边是美好明天的资放, 希望你可以把那篇影评改一下, 从三星改成五星, 内容也全都重写一遍。 当然, 我们会提供一千块的润笔费。 时间仅任务重, 赔千也莫打算客套太多, 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很快, 钱某回复了。 只改评分, 不改评价, 一千块。 可, 赔千看完了这位的回复, 不由得一乐。 哟, 小伙之还挺有原则的嘛。 但是赔千肯定是得让他改评价的, 不尬吹, 怎么引起其他观众的反感, 怎么引战。 所以, 赔千也很干脆, 两千。 钱某那边明显迟疑了一会儿, 评价由我自由发挥, 你不能干涉过多。 自由发挥? 那怎么行? 吹得不够尬, 怎么引发其他观众的反感? 到时候, 你的影评瞬间淹没在茫茫五星评价中。 我这钱不是白花了, 虽说白花系统的钱听起来是一件好事, 也没办法达成赔千的目标啊。 赔千直接放弃了那些空洞无误的语言, 三千。 钱某, 行, 您说怎么改? 裴千呵呵一笑, 看起来这位果然是原则很坚定的影评人, 加了两次架, 才改变自己的看法。 裴千稍微考虑了一下措辞, 使劲吹, 吹够一千字, 并且必须找一个从没有人吹过的角度, 角度越刁钻, 越细微越好。 钱某又迟疑了一下, 影评已经很多了, 找一个从没有人吹过的角度很难, 即使找出来也会显得特别强行, 反而让人反感。 很强行? 让人反感? 那就对了啊, 我就是想这样。 小伙之, 你非常准确地领悟到了我的意图啊。 钱某的这番话对裴千而言, 简直是正中下怀。 但裴千也不能挑明, 只能回复到, 没关系的。 钱某, 对不起, 我觉得有关系。 这个要求对我来说, 难度很大。 赔千, 四千。 钱某, 我不是这意思,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主要这是本身有难度。 赔千, 五千。 钱某, 我这就去电影院再刷一遍, 晚上之前交稿。 搞定了钱某, 赔千觉得, 还是不太放心。 似乎有点独目难知, 得找点水君配合配合他。 赔千又找到小狐评测, 准备稍微买点水君, 配合配合。 不真的买水君, 怎么让路人们都知道, 这电影买了水君呢? 兄弟, 再来点水君。 去网上找, 美好明天的影评, 凡是给了好评, 又新号角度刁钻新号的, 使劲疯狂刷赞。 赔千又不能明说找那重大吹的影评, 所以只能换了一种措辞方式, 强调了一下角度刁钻。 凡是角度刁钻的, 肯定都是过度解读很严重的, 和尬吹差不多一个意思。 没过多久, 胡销回复了。 没问题。 赔千刚想谈一下具体的价格问题, 没想到对方又发来一条。 咱们合作这抹久了, 也算是有交情了。 还有件事, 我给你透个底。 其他家的水君, 似乎接到了, 要抹黑你们这部电影的任务。 如果你愿意花点钱的话, 我帮你摆平这事。 嗯? 赔千愣了一下, 随即大喜过望。 还有这种好事呢? 谁? 赔千立刻问道。 胡销, 抱歉, 这个我不能透露, 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 赔千有点可惜, 又没法得知这位好心人的性命了。 想来, 应该是其他电影的投资方吧。 现在上映的几部电影, 是竞争关系, 美好明天, 目前的上作率和口碑都不错, 明天的排片, 说不定比今天还要高。 这显然会大量挤占其他电影的排片, 那部国产的爱情剧, 和国产的大IP电影, 都有充足的动机, 情水均给, 美好明天, 抹黑。 反正也不管这位好心人是谁了, 把这重感激留在心底就行了。 至于花钱摆平这种事, 赔千吃饱了, 撑的才这魔干呢。 不用了, 他们黑他们的, 你们刷你们的, 互不影响。 胡销, 嗯, 你有这个信心当然好。 总之, 如果觉得顶不住了, 你再跟我说, 到时候还能挽救。 顶不住了? 挽救? 不不不, 不会存在顶不住的情况的。 黑得越惨, 我越高兴啊。 如果可能的话, 裴千都恨不得自己花钱请水均来黑, 现在有人, 来掏钱做善事, 简直是雪中送炭。 裴千, 跟胡销叮嘱了机具, 让他的水均去疯狂点赞那些角度刁钻的影评, 给路人一种喜欢这电影的, 都是极端粉, 过度解读严重的印象。 这一批无脑吹, 达成一出顶石黑的效果。 竞争对手, 再派出大量水均尬黑, 里因外合, 岂不是事半功倍? 全都交代清楚之后, 裴千把吃完的墨鱼外卖收拾好, 放到门外, 然后, 又躺回了床上。 他决定完消失, 这两天不去公司了。 只要去了公司, 肯定会有很多人因为电影的事情, 而向他祝贺, 想想都很绝望。 还不如一个人在家亲近亲近。 与此同时, Auto科技, 常有有些坐立不宁, 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 还是联系不上裴总。 黄思博那边, 也没有裴总的消息。 算了, 只能自己拿主意了。 常有考虑了许久, 觉得这事不能再拖了, 立刻把手下人召集起来开会。 情况有变。 今天凌晨, 美好明天, 已经上映了。 反响非常热烈, 甚至完全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期。 所以, 我觉得可以启用第二方案了。 小姜, 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旁边的年轻人, 已经把打印好的方案, 交给在座的众人。 然后来到投影仪的屏幕前, 开始介绍之前, 就已经制定的备选方案。 关于我们手机的外形, 曾经设计了好几种方案。 大家都知道, 这些外形的方案大同小异, 因为裴总曾经明确提出过要求, logo必须要大, 要足够醒目。 所以, 我们设计了许多款式的不同logo, 又针对这些logo, 做了手机外壳的配色设计。 原本我们敲定的是一款简约型的logo, 但是随着美好明天的上映, 我们的方案也要随之变化了。 当时, 美好明天的剧组曾经向我们征集logo广告方案。 现在, 我们给的广告方案已经被他们拍摄出来了, 而且也在电影中出现了。 比如, 这一条。 小江按了一下按钮, 投影仪的大屏幕上开始播放广告视频。 无人机来取外卖, 但是外卖的距离太远, 于是餐厅老板随手拿下自己的手机, 接上无人机为他供电。 无人机穿越大沙漠, 暴风雨和各种恶劣天气, 返程之后, 还有30%多的电量。 这个手机上的logo就是Auto科技没有选用的logo之一。 这是所有设计出来的logo中最富有未来感的一个, 就是那个由Auto四个字母抽象而成的, 有点像是无穷符号, 很有厚现代的意味。 小江说道, 之前我们之所以没选这个logo, 主要是觉得有点过于酷炫了。 我们一个新的手机品牌, 有点hold不住。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观众们对于这个广告, 这个手机外形的接受度挺高的。 同时考虑到, 电影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热度, 还将不断持续。 我们推出这样一款外形的手机, 肯定能获得不少电影粉丝的青睐。 再加上我们这批手机的产量不高, 做成粉丝向的产品,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小江说完, 众人开始讨论。 我本来就觉得, 这个logo最好看。 电影里的这基段关于手机的广告, 拍得挺好看的, 哪怕以后电影下映了。 我们也可以拿出这基段广告, 去视频网站或者电视节目上打广告宣传, 能够极大的节省成本。 所以, 手机肯定要做成这个外形。 我也觉得, 这磨好的广告, 不用真是浪费了。 啊, 常总, 裴总的意思呢? 众人纷纷看向常友。 常友迟疑了一下, 暂时还没有联系上裴总, 估计他这段时间应该挺忙的。 众人互相看了看。 我觉得, 裴总应该不会反对这个事情吧。 据说这电影剧本, 就是裴总写的。 里面的广告不对外界招标, 也是裴总的决定。 那是不是裴总从一开始就想好了, 要这么做? 嗯, 似乎有一定道理。 众人一合计, 这广告都已经排出来了, 观众们也非常认可。 莫道理不用啊。 常友当即拍板。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用这个logo和外形了, 抓紧时间按照这个logo出一套新的方案交给代工厂。 圆梦创投。 贺德胜看着手机屏幕, 面露纠结。 裴总还是莫回信息。 要不, 打个电话? 裴总该不会正在忙吧? 总感觉有一些唐突。 这段时间, 学霸快来项目的热度仍在热潮。 除了贺德胜这边用原本的资金做的宣传以外, 其他的几位投资人也再次掏腰包, 为学霸快来项目做宣传。 原因很简单, 有了热度, 续得教育才会舍得花大家钱买吗? 这段时间, 贺德胜一直在按照裴总的叮嘱, 一点一点地往外抛学霸快来公司的股份。 从上周开始, 贺德胜就参加了好几次学霸快来公司的股东会。 他的身份是学霸快来主创团队的核心成员, 也是圆梦创投的负责人。 这些股份都是替裴总在打理的。 毕竟裴总太忙了, 不可能每次卖出一点股份都到场, 参与那些繁琐的交易。 这几次股东会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和续得教育的代表谈股份交易的问题。 其他几位股东已经陆陆续续地在卖股份, 续得教育那边在学霸快来公司里占的股份已经越来越多了。 有一位原本投了三百万的投资人, 把所有股份一口气全部卖出, 直接就卖了八百万, 翻了一倍还多。 目前学霸快来项目的估值已经达到了近四千万, 几个投资人要套现离场, 卖股份的时候肯定要被续得教育给稍微砍砍价, 但即使如此, 他们一个个也都赚得不少。 贺德胜看出来了, 续得教育似乎是被这群老狐狸给忽悠了。 当然, 也不能说是忽悠, 续得教育确实很想要这个APP。 作为一家很有钱的教育机构, 续得教育一直很希望有这样一款能够寄续扩大字深影响力的APP, 收购相当于是在给自己脸上镀金。 李总他们想要套现, 续得教育想给自己镀金, 大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也没石膜可指摘的。 贺德胜当然也不会去戳破, 因为他知道, 这个项目一开始不就是为了套现的膜。 现在李总和其他的投资人已经把路都铺好了, 贺德胜自然是乐得顺坡下驴, 没有理由去多嘴。 续得教育为了能够获得这个项目的绝对控制权, 收购的欲望是很强烈的, 尤其是对贺德胜这边的股份相当渴求。 而贺德胜这才理解为石膜裴总一直强调要慢慢地卖, 显然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随着学霸快来这个项目的热度不断高涨, 续得教育手里的股份越来越多, 收购最后的这些股份的价格也越来越高。 陆陆续续地卖了几次之后, 贺德胜手里剩下的股份, 已经来到了裴总之前要求的底线, 也就是20%左右。 尤其是最后一笔, 续得教育为了让手中的股份达到67%的控制线高价收购股份, 心甘情愿地当了一次冤大头。 按照近4000万的估值计算, 卖掉所有股份的大致收益是1500万, 扣除最开始投入的200万。 这项目到目前为止纯赚一千多万, 而且手里还留着20%的股份。 现在贺德胜就纠结一点, 这20%的股份到底还卖不卖了? 这也是一大笔钱呢。 当然, 贺德胜也不敢自作主张递卖, 毕竟裴总说了必须得留20%, 但是不卖, 又总觉得这套现没套干净, 似乎和裴总原本的意图发生了一些冲突。 或者说这是办得不利落。 考虑许久, 贺德胜还是决定给裴总打个电话。 裴谦正在床上躺尸, 手机响了。 嗯? 贺德胜打来的? 裴谦赶忙接了起来。 喂? 什么事? 电话那边的贺德胜愣了一下, 似乎是默想到裴总竟然这模块就接了电话, 而且似乎也并不是很忙的样子。 哦, 裴总, 我已经按照您之前的要求, 把手里的股份卖得只剩20%了, 还继续卖吗? 如果全部售出的话, 估计还能再卖个四五百万。 裴谦? 他一时之间没有很好的对接上贺德胜的频道。 这模块就卖到20%了, 而且, 卖掉这20%能赚四五百万。 我记得之前的股份是60%来着, 那为了打击其他投资人的信心, 卖出去的那些股票, 得赚了多少钱? 裴谦赶忙问道, 所以现在估值多少? 贺德胜如实回答, 大概四千万左右, 裴总。 裴谦? 不对啊, 剧本不该是这样啊。 裴谦感到很困惑, 按理说我不断地往外卖股票, 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跑路讯息吗? 其他投资人应该会跟我一起卖, 然后大家的信心都被碾得稀碎。 公司估值瞬间崩盘, 股份莫人要, 结果都卖了这摩多股份了。 这公司估值怎么还涨上去了? 上次有印象的时候, 公司的估值好像还两千五百万呢。 裴谦陷入了沉默, 他有点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贺德胜那边也不敢催, 还以为裴总这边在思考一些非常高深的投资问题和接下来的应对策略。 裴谦想了半分钟, 问道, 啊, 李总手里的股份呢? 贺德胜说道, 和我们一样, 都卖给旭德教育了呀。 旭德教育花大价钱收购股份, 目前持股已经过了67%的绝对控制线了。 当然, 也正因为如此, 旭德教育对我们手里的20%股份, 已经不纳摩渴求了, 不可能再按之前的价格来收购, 我觉得最多能谈到四五百万的样子。 裴谦脑袋上满是问号, 旭德教育又是什么鬼? 以前的那几个投资人里, 好像没有这货啊。 愣了片刻, 裴谦突然醒悟。 坏了, 这是一直在炒热度, 炒出事了, 有外来者搅局了。 肯定是这个旭德教育看上了学霸快来APP, 主动跑过来接盘了, 正好很多投资人都在卖股份, 于是他就打包全收了。 裴谦内心中瞬间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预感, 他是探着问道, 所以, 我们的股份具体卖了多少钱? 贺德胜说道, 一千五百六十多万, 具体的数字还得查一下, 您稍等。 裴谦感觉自己人有点晕, 不用查了。 完了, 这是闹的, 有点难以收拾了。 说好的, 刚开始只是想亏两百万的, 结果也不知道, 怎么秘之操作了一波, 反而赚了一千三百多万。 到底都干了些傻啊, 这是。 裴谦努力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倾渴两声。 假如, 我是说, 假如, 现在我要把这些股份全都买回来, 应该会花不少钱吧? 贺德胜一乐, 裴总你真幽默,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续得教育要的是对这个项目的绝对控制权, 这才刚刚买到手, 怎么可能再往外卖啊? 裴谦, 那没事了。 贺德胜感觉裴总似乎是要挂电话, 赶忙问道, 裴总, 我们剩下的百分之二十股份还卖吗? 裴谦, 不卖。 嘟的一声, 电话挂了。 贺德胜有些迷茫地看着手机屏幕, 看来裴总对这件事情还有后手, 但是, 为神魔感觉裴总有点不高兴呢? 钱某的效率挺高, 还没到晚饭时间, 新的影评已经发过来了。 好吧, 皇帝的新衣确实好看, 这本来是一个三星的长评论, 二刷了一遍之后, 决定改评分了。 之前我认为这是一部无病身影的电影, 尤其是在电影里面加广告, 强迫观众和主角一起看广告, 更是败笔中的败笔。 但是二刷之后, 我发现我错了, 这些广告, 每一条竟然都是精心策划的, 每一条都有深意。 首先, 这些广告, 竟然没有让任何现实中存在的品牌植入, 没有洽烂前, 也保证了所有观众的观影体验。 反观那些代资禁组的现象,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 其次, 这些广告的设计都非常精良, 不光是拍摄手法出色, 广告的种类也非常繁多, 有搞笑项的, 有后现代意实流的, 一方面让观众们能够沉浸在这个未来的世界观里, 另一方面, 光是看这些广告也足够有意思了。 再次, 广告起到了串联故事的作用。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其实张祖廷饰演的评委, 早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在电视广告上出现过。 还有后来上位的那个女主持人, 也在之前拍过广告片, 这些二刷的时候, 就会注意到了。 最后, 广告中有着非常辛辣的讽刺意味。 主角喝啤酒的时候, 广告就给他推送炸鸡和红酒, 主角亏了钱, 广告就推送借贷业务。 主角存款多起来了, 广告就开始各种推荐理财产品。 这无疑是在讽刺大数据和隐私泄露的问题。 我原本以为广告就是广告, 但现在我发现, 自己完全搞错了。 这种在电影中加广告不引起观众反感, 还能反过来加深电影内涵的手法, 简直是太高明了。 我之前以为这部片子只是强行披了一张科幻的皮, 无非是场景做得好看了一点而已。 但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 这片子中显然处处都蕴含着对未来, 对科技的反思。 国内的科幻电影一直都走入了误区, 总是追求大场面, 史诗叙事。 但, 美好明天, 这部片子却另辟蹊径, 找到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将视角拉近普通人, 对于国产的科幻电影而言, 这显然也不是为一种很好的方向。 总之, 我被这部电影深深折服了, 五星好评不解释。 我为之前曾经曲解了这部片子, 而深深忏悔。 看不懂这部片子, 完全是因为目光短浅, 思想境界太低。 最后一段, 全都是在花式忏悔, 反复表达同一个意思, 说这部电影坏话的, 都是看不懂的土编。 显然, 这是凑字数用的。 裴谦要求他写满一千字, 但是直到最后, 也还差了三百字, 只好说点车咕噜话来, 敷衍着完成任务了。 虽说此局有骗钱的嫌疑, 但裴谦完全不介意。 这位前某, 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吗? 裴谦对他提出的要求, 无非是找一个很刁钻的角度, 强行尬吹。 而前某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角度, 就是广告。 裴谦在电影里加广告本来, 就是为了凑时间的, 把电影的时间拉长, 才能达到在院线上映的要求。 结果看看, 前某是怎么吹的? 简直是把广告吹得比正片, 都好看了。 如果吹剧情的精神内涵, 吹演员的演技, 那看起来应该像那么回事。 观众们怀疑, 这位影评作者, 收钱也莫那么明显。 但是吹电影里的广告? 而且, 态度反转正魔打。 应该会有很多人看出来这是在尬吹了吧? 应该会有人意识到他收钱改影评了吧? 裴谦二话, 不说打了尾款, 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看这条影评下方最新的评论了。 当然, 观众们发现改影评肯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裴谦考虑着放一段时间再回来看, 先去网上看看竞争对手的水军成果如何了。 稍微翻了一下之后, 裴谦不由地感慨, 看来竞争对手挺有钱的, 这水军简直是铺天盖地啊。 水军的业务能力固然重要, 但人数更重要。 要想人多, 那就得多花钱, 不同等级的账号写差评, 打低分都要给钱, 这开销可不小。 但是规模越大, 赔钱就越开心。 虽说这些水军的措辞, 有些千篇一律, 都是剧情松散, 表演不入戏, 对话台词太冷, 掺广告, 没有成一只重咖啡, 但人多了, 还真能起到鱼目混珠的效果。 因为水军造势, 目的就是影响那些没看过电影的人, 如果黑得不够深, 起不到劝退的效果。 不仅如此, 大规模的打低心行动也已经开始了, 中午的时候, 裴谦看到的评分还是8.8分, 现在已然变成了8.6分, 而且似乎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裴谦整整翻了一个小时的差评, 心情总算是稍微愉悦了一些。 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请的水军, 真是解了我的燃眉至极啊。 嗯, 似乎可以去看看钱某的那条影评修改之后的反响了。 裴谦点开钱某影评的评论区, 前面的几页都是以前的评论, 直接跳过。 咦? 一个小时竟然就有这摩多评论啊。 大概是大家发现了他收钱改影评, 所以把他挂起来表了。 裴谦满怀期待地看向这些新出现的评论。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焰。 一个尬黑的人良心发现了? 我之前就说了, 这片子不是那众无脑的爆米花片子, 得戏片。 你胡伦吞早地看的大概, 很多细节都莫看到, 当然觉得这片子不好看了。 但是二刷之后, 看到这些细节, 瞬间就不一样了吧。 广告的这个角度, 确实很有意思啊。 我之前只是把广告当成一个背景了, 莫太仔戏去看, 只是觉得个别几个广告挺逗的。 现在才知道, 原来有这魔多内涵在里面啊。 写得真好, 看得我都想去二刷了。 我早有此意。 作者最后的那段忏悔, 也算是非常诚恳了。 就冲你这个认错的态度, 我考虑黑转粉了。 这篇影评让我知道了, 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一部成功的电影背后, 得有多少精心筹划的戏剂啊。 朱小册导演牛逼。 请问作者, 可以转发吗? 我也想转发一下。 第五页, 第六页, 最后一页。 裴谦把新的这些评论, 全都翻了一个遍, 充满困惑地挠了挠头。 什么玩意? 这磨明显的尬吹, 你们都没有看出来吗? 你们难道一点都不觉得反感吗? 他收钱改影评了? 真收钱了! 我作证! 有人管没人管啊! 裴谦很无语, 这些观众的关注点, 未免也太奇怪了吧。 不关注这个作者, 为什么改影评, 反而真的去关注电影里的广告了? 说好的, 和竞争对手的水军, 里应外合呢? 合作都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裴谦打开狗眼, Api看了一眼, 果不其然, 明天的牌片已经出来了, 美好明天的牌片, 又上涨了。 似乎有些四面楚歌的感觉。 水军兄弟们加油啊! 虽然你们只能孤军奋战了, 但是我的心, 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不知为何, 裴谦突然有点心疼这些水军了。 按理说, 这些水军为了一己私利, 搬弄是非, 颠倒黑白, 应该特别可恨才对。 然而裴谦却感觉, 一旦跟自己沾上边, 这些水军就像是排队挡车的螳螂, 一个个地上去送死, 死得老惨了。 而裴总就是那个被绑在车上的人质, 只能看着他们被车轮给碾的粉碎, 然后一边在心里流泪, 一边默默地, 助他们一路走好。 不知为何, 裴谦此时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悲情角色。 2月24日, 周四, 美好明天, 上映第三天。 彭城, 刚刚结束了一次见面会, 进行宣传的主创人袁总, 算是带到了一点休息的时间。 朱小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累死了。 张祖庭在一旁笑了笑, 电影宣传嘛, 都是这样子的, 主导你习惯了就好了。 黄思博也奔波得够呛, 一边捶着腿, 一边用手机看网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整体评价不错, 咱们电影算是已经爆了。 不过, 水军明显出动了, 连刷三天, 咱们电影在很多地方的评分都在降, 狗眼APP上的评分都降低到8.3分了。 朱小策想了想, 要不要跟裴总说一下这个事情? 只要跟神华影视的林总打个招呼, 这点事情应该能够摆平吧? 黄思博想了想, 还是摇了摇头。 能摆平肯定能摆平, 但是也不能总是欠林总的人情。 这次宣发已经麻烦人家太多了。 朱小策点点头, 嗯, 也对, 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 再说, 只是评分下降的零点几分也无伤大雅, 犯不着因为这点小事去打扰林总。 众人陷入沉默, 只剩黄思博在轻轻垂腿的声音。 然而, 黄思博垂着垂着, 突然加重了力道, 狠狠地垂了一下。 卧槽! 黄思博忍不住地抱了一句粗口。 众人不解地看向他, 怎么了? 你们快看这个! 黄思博把手机递了过去。 众人一看, 黄思博的手机上是一个热帖, 帖子的标题是, 记录美好明天, 在各大网站上的评分, 看水军有多么的丧心病狂, 持续更新。 这帖子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通过截图的方式, 持续记录各大网站上, 美好明天的评分变动情况。 比如狗眼APP, 就从最开始的8.8分, 一直降到了8.3分。 可见, 这次水军的活动是多么猖獗。 其他网站的情况也大致类似, 分数都在降, 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然而, 唯独有一个例外。 TPDB网站, 评分始终在9.1分左右徘徊, 稳如老狗。 关注着这个帖子的网友们, 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因为在一长串发生变动的网站中, 一直窥然不动的, TPDB网站就像是黑夜中的萤火虫, 是如此的显眼。 奇怪, 这个网站的评分怎么一直都没变化? 是因为网站太小, 水军没有注意到。 不可能, 水军们刷评分可不挑食, 有好几个规模比这个网站小得多的网站, 都没有逃过他们的毒手, 怎么可能单单放过这个? 而且, 这网站的用户可一点都不少。 你没听说过是你孤陋寡闻好吗? 啊, 这是什么网站? 腾达项目数据库啊, 里面是腾达集团所有项目的评分和评价, 包括每一款游戏, 每一家实体店都有评分。 腾达自己的网站? 那估计是索评分了吧? 怪不得水军也刷不动。 绝对不是, 如果你一直在关注着这个网站就会发现, 上面的分数是会变动的, 很多项目刚开始的评分是很低的, 后来才逐渐升起来。 而且, 所有的评分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做到了客观公正。 对啊, 这片子本来就值9分。 这个帖子原本是为了记录这些网站在水军肆虐下的惨状。 然而,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讨论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楼歪了。 歪成了维时模TPDB网站的评分, 不受水军影响。 众说纷纭, 但没有一个猜对的。 因为, TPDB网站的评分规则, 从一开始就是隐藏的, 根本不向外透露。 腾达高层内部评价, 普通员工综合评价, 权威媒体综合评价, 消费者评价, 网友评价, 每一众评价, 都会按照不同的权重计入总分, 在用特殊的公式计算一番之后, 才会得出最终的评分。 这个评分机制, 肯定不能说是最完美, 毕竟评价这重东西是非常主观的, 但它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避免水军和恶意评分的影响, 让最终得分, 无限趋近于这部作品应得的分数。 众人翻着这个帖子里面网友的讨论,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黄思博面带微笑, 我觉得这些人再猜半年, 也不一定能猜到TPDB的评分规则, 具体是什么样的。 朱小策妈撒着下巴, 嗯, 但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让观众们, 质疑这个网站的客观性? 毕竟, 这是我们自家的网站, 我们又当选手又当裁判, 总会招来一些风言风语的。 黄思博脸上的笑容更浓了, 肯定会有观众, 哦不, 杠金质疑这个网站的客观性, 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毕竟杠金永远能找到莫名其妙的切入点。 但, 这重要吗?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解释这种东西。 一个网站的公信力,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确立起来的, 在所有网友的监督下, 等网站上出现足够多的项目, 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而且, 这些项目的得分符合大多数人的预期时, 网站的公信力才能最终确立。 TPDB网站是腾达的内部考核机制, 直接决定着每个部门的奖金发放, 所有内部员工的行为都在裴总的监督之下, 谁敢搞小动作? 必立千任, 无欲则刚。 只要无欲无求, 不被资本收买, 这个网站就会一直保持公平、 公正。 换句话说, 只要有裴总在, 这个网站成为全行业的标准, 就只是早晚的事情。 而现在, 借助《美好明天》这部电影, TPDB网站算是正式进入了大部分普通网友的视野中,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 迟早有一天, 这个网站上的评分将会成为最权威的评分, 成为各个行业的标准。 朱小策想了想, 那, 如果其他的影评网站也引入了类似的机制呢? 黄思博笑了笑, 稍显骄傲地说道, 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不大, 毕竟这其中的利益就个太多, 我不认为其他网站的老板, 也能像裴总一样, 完全降格人利益置之度外。 当然, 如果其他影评网站也建立了类似的机制, 让水军刷无可刷, 那就相当于, 腾达推动整个行业做出了进步。 我相信, 裴总也会非常乐于看到这一幕的。 话说回来, 不管这部电影在其他网站上如何, 在TPDB网站上始终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腾达的其他项目也是一样, 不管外界如何攻击, 如何抹黑, TPDB网站都会像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在这里, 所有的项目都会得到应有的公正的评价。 裴总似乎在对所有的员工说, 没关系, 你们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不会让任何人的辛苦白费的。 我想, 这应该也是裴总创建这个网站的初衷之一吧。 黄思伯德的脸上, 带着某众只有腾达员工才能读懂的骄傲。 阿帖, 谁又在背后念叨我? 裴谦揉了揉鼻子, 继续认真得刷着网页。 他并没有注意到, TPDB开始进入到许多网友的视野, 因为此时的他正在关注另外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 《美好明天》里的广告被过度解读了。 原本很多观众并没有在意这些广告, 只是把它们当成了电影中无意义的背景版。 因为这些品牌的广告策划都是原创的, 没有跟任何现有的广告撞车, 而logo也都是从各个部门搜集来的, 与市面上现存的任何logo都不相同。 所以, 第一眼看过去, 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 但是, 随着各众影评人的深入挖掘,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电影中的广告似乎另有深意, 开始了疯狂研究。 有不少人刷了两三遍电影, 就是为了把所有的广告都给研究清楚。 在跟TPDB网站上的项目一比对之后, 大家惊讶地发现, 这些广告的logo似乎与藤达现有的产业极为相似。 比如电影中某小说网站的广告, 明显就是从中点中文网的logo改过来的。 而电影中某虚拟现实娱乐室的标志, 也和墨鱼网咖的logo有着某种奇异的相似点, 第一次现的时候不会觉得, 但越看就越眼熟。 于是, 很多观众对这些品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有去墨鱼网咖上网的, 有在网上订购ROF主机的, 还有跑到中点中文网上去看小说的。 而最让裴谦感到绝望的, 是凌晨那边的摸鱼综合体。 开业的时候, 裴谦去过一次, 本来以为墨鱼网咖2.0 有个六七成的上作率就顶天了, 结果开业当天, 直接爆满。 至于那里, 现在会是什么情况? 假设, 你是一名凌晨居民。 某天, 你闲来无事溜达着来到电影院。 看完了《美好明天》之后, 你随便翻了翻影评, 然后看到一篇名为 深度剖析电影中广告的品牌原型的帖子。 你惊讶地发现, 这个帖子里写的那些产业, 包括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ROF装机, 逆风物流等等, 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或者就在家门口。 这时候, 你应该选择。 A过去看看, 随便买点啥, 拍照留念, 必刻置住自己的好奇心, 回家睡觉。 大部分人会怎摸选, 这简直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裴谦没敢去问林城那边摸鱼网咖的负责人肖鹏, 因为他很担心自己的小心脏承受不住这个沉痛的答案。 光是脑补一下, 都觉得后果不堪设想。 关掉网页, 裴谦愁唱得看向窗外。 算了, 还是抓紧时间想想, 员工们还有什么福利不到位吧? 裴谦苦思冥想之后, 又跟系统进行了一番友善而和谐的交流, 最终敲定了两个方向。 住房, 以及健身。 其实这两个项目, 目前腾达都已经有了相应的福利, 租房有补贴, 健身也有公司报销的办卡和一定数量的私教课程。 只是目前的福利额度似乎已经难以满足裴总的需要。 裴谦现在就只有一个感觉, 赚钱如山倒, 花钱如抽丝啊。 当然, 让所有员工一起分担这种痛苦, 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种分担显然是有限制的。 裴谦倒是想大规模的买楼, 让所有员工都住豪宅, 但显然在系统那边无法通过。 所以, 之前裴谦才退而求其次的用住房补贴来代替。 现在, 腾达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 赚钱越来越多, 系统对于员工福利方面的限制也就开始逐渐放松了。 给每个员工都配上豪宅这种想法, 依旧受到限制, 但是似乎已经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办法来便通着达成。 裴谦已经发现了, 对系统而言, 不同的花钱方式, 限制的力度也各不相同。 慈善是限制最严格的, 每个周期就只有那么一丁点的额度。 福利的限制稍微宽松一点, 会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提高标准, 而且能够汇集所有员工。 报销的限制更宽松一些, 但必须找到说的过去的理由, 必须看起来跟工作所需沾边。 投资的限制最为宽松, 投入资金的上限似乎没有限制, 最主要的限制就是要留有盈利点, 让这个项目在理论上存在赚钱的可能性。 甚至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 即使赚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只要能够获得极佳的口碑和社会影响力, 系统也不会阻止, 比如黄思博他们之前拍的纪录片, 以及一直在亏损的逆风物流。 所以, 想要单纯地用福利或者报销的方式, 为员工提供住处, 限制很多。 即使能搞, 估计最多也就搞成四人间, 两人间的样子, 各方面的标准很难拉得太高。 但是换个思路, 如果用投资的方式, 系统的标准就宽松很多了。 比如, 赔钱用这笔钱投资一个公寓项目, 花钱改造, 然后定一个价格向外界出租, 把这其中的一部分房间拿出来用作员工宿舍, 系统也不会管得太严。 就像赔钱要给员工们搞工作餐比较麻烦, 但先搞一个摸鱼外卖, 再让摸鱼外卖给员工提供工作餐, 并走公司账目进行报销, 那就没问题。 如果向外界出租, 租不出去, 那就更好了。 赔总还能趁机大赔一笔。 至于为食膜, 选择住房和健身。 因为这两个项目都有实体, 都要服装修费和租金, 维护和运营成本比较高, 同样都是花钱, 它们亏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而且, 赔钱自己也能沾光, 顺理成章地换个地方住。 虽说目前的地方住得也还可以, 但终究只是一个普通的两居室而已。 作为一个宅, 赔钱当然也希望自己住的地方能更大一点, 条件更好一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指望着亏钱买个大房子, 这个目标似乎有一点遥远。 而且, 赔钱考虑了一下觉得, 如果仅仅是为了住的话, 似乎没有必要纠结于用自己的钱买房。 哪怕这房子是公司的, 但只要我能一直住, 而且可以随便折腾。 那是不是我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考虑许久之后, 赔钱把公寓和健身房这两个项目, 加到了下一个周期的规划上。 这个周期肯定是来不及了。 一方面是因为, 目前就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算了。 现在开稿这些项目已经太晚, 经济旅社这个周期已经没法完工了, 再多加一个无法完工的项目, 会影响结算。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电影的回款, 没那么快到。 一般电影都是上映一个月下映, 下映之后, 票房的数字才能确定。 而后电影票房收入, 从影院归结到院线, 再经过好几个环节, 一整套流程下来, 可能需要三至六个月。 不过这个世界的电影行业, 也有快速结算回款的公司, 也就是类似于银行保理业务, 根据定例的票房分成合同, 预先支付回款, 并收取一部分的手续费用。 说白了, 就跟很多购物网站的急速退款, 是差不多的道理。 但即使如此, 也得下个周期, 才能收到这笔钱了。 对于裴谦来说, 这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个周期, 就不需要承担这磨沉重的压力, 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花掉几千万。 但是下个周期, 压力就很大了。 所以, 裴谦想好了, 等下个周期一开始, 就把电影赚来的这笔, 意外之财, 花到公寓和健身房项目上。 至于其他产业, 受到电影影响, 而多赚的钱。 除了常规开销之外, 似乎只能无脑地砸到经济旅设项目上去了。 在保证经济旅设下个结算周期, 能够正常完工, 开放的前提下, 仅可能多地吸纳一些多余资金。 裴谦把小本本扔在一旁, 有些生无可恋。 2月25日, 周五, 决定消失的第四天, 裴谦刷着网页, 有一种日薄西山, 大势已去的感觉。 水军们的活动, 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 因为水军的活动, 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反而让, 美好明天, 这部电影, 越来越火了。 看起来, 秦水军的竞争对手, 也知难而退了, 不想再去花这个冤枉钱。 裴谦扫了一眼狗眼Eppy, 似乎, 排片又提升了。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裴谦和竞争对手, 此时的心情, 应该是一样的。 裴谦默默地把狗眼Eppy给卸载掉, 本着眼不见心不凡的心态。 总之, 只要我默看到票房, 票房就不存在。 这几天裴谦一直在出租屋里, 憋着, 有些无聊, 下意识地打开微博, 想去上面找找看最近的新闻热点, 看待那些段子手门, 有没有什么新的创作, 稍微调节一下自己沮丧的情绪。 然而, 刚打开微博, 就看到了三条热搜。 锦号电影《美好明天》, 锦号。 锦号录制谣演技, 锦号。 锦号《美好明天》现实品牌, 锦号。 裴谦, 阴魂不散啊。 昨天好像还没有后边两个热搜话题呢。 随手点开锦号陆之谣演技锦号的话题, 裴谦看到了一篇采访稿。 专访陆之谣, 演技突破, 是因为有贵人点播。 2月22日, 《美好明天》上映, 一个未来科幻题材的讽刺故事, 打破了观众们对国产科幻电影的刻板印象。 上映四天, 票房破八千万, 并在全网引发热议。 陆之谣在片中奉献了精彩绝伦的演技, 将一个未来人的种种情绪, 演绎得淋漓尽致。 与老牌影帝张祖廷的对手戏, 更是让观众大呼过瘾。 在录演的过程中, 他听到有观众评价电影看到后来, 完全忘记了荧幕上的人是陆之谣, 这是他觉得迄今为止收获的最高评价。 《美好明天》陆之谣海报。 陆之谣的票房毒药属性, 一直是一个被谈论的话题。 观众们总结出种种魔咒, 似乎凡是陆之谣参演的电影, 不管有没有名导演, 是不是大制作, 最后都难逃票房扑街的恶语。 如果这个说法还有些调侃的意味, 那么观众对于陆之谣到底有没有演技的讨论, 则显得更加尖锐和刺耳。 用力过猛, 演谁都像自己, 让人出戏等评价, 无时无刻不再困扰着陆之谣, 让他在每一部电影上映后都饱受折磨。 但, 《美好明天》的大获成功, 却为陆之谣完全洗去了毒性, 迄今为止的票房成绩, 也让票房毒药的说法不攻自破。 电影中陆之谣喝啤酒的一幕。 对此, 陆之谣感慨, 演员在人生中的许多阶段, 都会遇到对自己极其重要的角色, 也会遇到对自己事业有巨大帮助的贵人。 在《美好明天》拍摄过程中, 与老牌影帝张祖廷的对手戏让陆之谣获益医匪浅, 学到了如何揣摩角色心理, 如何带入角色等深层的演绎技巧。 而更重要的是, 在片场有一位贵人, 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陆之谣在表演中存在的问题, 让他恍然明误, 演员不应该卖力地去演角色, 而应该让自己成为角色。 陆之谣表示, 这位贵人不仅仅是为他带来了演技上的顿悟, 更是让他对人生规划, 甚至人生哲学, 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从偶像明星到成熟实力派演员的转型之路并不好走, 但他一直在努力。 现在的陆之谣表示, 自己更喜欢复杂地, 体现人性的角色, 更多地去演绎角色的弱点, 缺点, 与之相应地, 他的表演也从张扬走向内演。 而在人生规划上, 陆之谣表示, 他要放慢步伐, 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就像那位贵人说的, 正常的演技最不容易, 角色是什么, 就演成什么样。 而延伸到人生哲学上, 就是要专注于演员的本质工作, 应该不断锤炼自己的演技, 而不是将精力放在那些与本质工作无关的地方。 得到贵人点拨的陆之谣,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演员之道。 这篇专访发出来的时间是2月24日, 也就是昨天。 在发布之后, 已经被纷纷转载, 并在微博等平台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下方的评论已经到了几万条, 可见这篇专访的影响广泛。 陆之谣在这片子里的演技, 没得黑。 确实, 这片子目前看来已经爆了, 以后再叫他票房毒药已经不合适了。 刚开始看到主演是陆之谣的时候, 我都有点不想看了。 结果刚看完开头喝啤酒那一幕, 我就惊住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觉得陆之谣真的挺不容易的, 他不像其他小鲜肉那样, 嘴上说着自己多努力, 多努力。 结果很长时间过去, 演技却没一点变化。 陆之谣一直都是在默默努力, 现在终于后继勃发了。 全粉了, 这就去再刷一遍, 温习一下他的演技。 我很想知道, 贵人相助, 贵人到底是哪一位? 既然之前已经感谢过了炸猪蹄, 那应该就不是炸猪蹄了吧? 可能是导演朱小策? 似乎也不像。 如果是导演的话, 直接感谢就行了。 为啥还要成为贵人呢? 不仅指导了演技, 也指导了人生哲学。 这位贵人是真不简单啊。 我就想知道陆之谣, 能不能凭借这部片子的表演, 拿个影帝。 国外电影节拿不到, 拿个国内的, 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吧。 也说不好, 这电影, 说不定更受国外评委的亲爱呢。 随便翻了几条评论, 陪千黑着脸, 嘴角微微抽动。 正常的演技最不容易。 角色是什么, 就演成什么样? 我原话是这魔说的吗? 我说的明明是, 演得正常一点就行了。 男主角就是个咸鱼, 就按照咸鱼来演是最好的。 这个陆之谣, 曲解我的意思也就算了, 还把我随便说的两句话给, 赋予了哲学意味。 显然, 陆之谣也记不清, 当时陪千具体是怎么说的了, 只是按照自己模糊的记忆给脑补了一番, 于是就变成了采访中的这两句话。 而且, 这个贵人显然就是陪千莫跑了。 陆之谣啊, 陆之谣, 你洗掉毒性我莫意见, 你眼睛爆发也莫关系。 但是, 能不能别正好赶在我这部电影这里啊? 陪千发现, 自己担忧的陆之谣喝啤酒上热搜真的变成了现实, 只不过, 过程跟自己预想中的有一些出入。 毒毒毒。 陪千正靠在椅子上神游天外, 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陪千一愣, 快递? 不对, 我最近好像不买东西啊。 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马阳? 你怎么来了? 陪千稍感意外, 距离学校开学还早, 虽说公司已经开始上班了, 但圆梦创投那边的事情, 贺德胜也能忙得过来, 主要的投资项目, 陪千也在过问, 所以有没有马阳,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陪千本来以为马阳会, 在家踏踏实实地过完整个暑假, 才来上班的。 马阳在沙发上坐下, 一脸的关切, 我听贺德胜说, 千哥你这几天一直没去公司, 所以就想过来看看。 他目光扫过茶几上的, 一堆零食袋子, 那都是陪千这几天在家带着, 末世干吃的。 马阳的面色变得严肃, 千哥, 我必须地批评你了。 你现在是董事长, 不能再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了。 就说圆梦创投这边, 我之前确实因为准备期末考试, 没试摩时间, 但你也不能因为关心我的学业, 就把投资的事情, 全都大包大揽到自己身上。 你看看, 你现在压力多大, 吃了这摩多拉机食品, 太伤身体了。 马阳一边说着, 一边抓起桌上, 还剩半袋子的薯片咯吱咯吱地开始嚼。 现在年过完了, 我也回来了, 准备好替你分忧了。 千哥, 下发任务吧。 陪千面带忧伤。 我现在确实很忧愁, 但是并不是你能分忧的。 老马呀老马, 我原本对你是很信任的, 但是IOI那两千万, 你做何解释? 要不是你那不讲道理的两千万投资, 我能把圆梦创投的工作给揽过来, 早就放心地交给你去拜了。 不过陪千转念一想, 自己似乎也没失魔责备老马的资格。 马阳虽然花两千万买了, 只透公司的股份, 但IOI可是到现在, 还没在国内上线呢。 反观陪千自己上手投资的项目, 共享电话亭, 学霸快来APP。 算了, 好像也没脸苛责老马。 自己接手之后, 貌似还不如老马。 陪千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考虑着是不是再给老马第二次机会。 考虑片刻之后, 陪千是探着问道, 老马, 如果现在圆梦创投又多了五千万的话, 你想投在哪呢? 马阳已经吃完了半包薯片, 又看向旁边一包莫拆封的虾条, 五千万啊! 上次投资纸头公司, 貌似挺成功的, 要不还是继续投纸头公司好了。 陪千? 冥完不灵。 陪千简直是痛心疾首。 老马, 你别吃了, 别我站起来。 刚抓了一把虾条的马阳, 被吓了一跳, 赶忙站起身来, 但是抓着的虾条, 还是下意识地涉进了嘴里。 陪千气不打一出来, 不是, 你来之前没吃饭吗? 马阳点点头, 是啊, 千哥你怎么知道? 要不咱们现在点个外卖? 你吃炸鸡吗? 陪千? 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对了, 我对你这个回答非常不满意。 我们的投资公司叫什么名字? 马阳赶忙说道, 叫圆梦创头, 千哥。 陪千点点头, 那圆梦创头的宗旨是什么? 马阳, 投资梦想。 陪千苦口婆心, 指头公司现在看起来像是需要投资梦想的公司吗? 人家根本不缺钱, 现在更重要的是把钱投到那些更需要被实现的梦想上去。 就比如, 算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陪千本来想说就比如共享电话亭这样的项目, 但是转念一想, 貌似共享电话亭这个项目也已经赚了, 只好默默地咽了回去。 马阳不说话了, 似乎陷入了沉思。 沉思到一半, 偷偷地加起两根虾条, 默默地放到嘴里, 小声咀嚼着。 陪千? 行了, 你再去找一些梦想吧。 找到梦想之后, 给我看看, 再决定怎么投。 马阳赶忙点投。 好的千哥, 我一定替你分忧。 真不点个外卖了吗? 陪千很无语, 这才极点。 你自己去摸鱼网咔嚓吧, 我还有事要忙。 哦, 好的, 那我先走了千哥。 马阳转身要走, 但是突然又意识到了什么, 拿起桌上拿包虾条。 这虾条还挺好吃的。 我走了呀, 千哥。 看着离去的马阳, 陪千心情复杂。 老马,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 我还指望着你呢。 下午, 腾达游戏部门。 总之, 我和包虾离开之后, Goutt这边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负责了。 双端互通抓紧做, 现有英雄的皮肤设计, 也要抓紧。 这段时间, 你们各自负责的工作都没问题了。 哪怕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也不要慌, 好好想一想陪总说的话, 肯定能找到答案。 李亚达正在给胡显斌等三个人, 交代接下来的任务。 3月1号他和包虾就要出国旅游了, 这段时间已经把签证、 机票、 住宿和行程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全都定好了。 当然, 跟胡显斌等三个人的工作交接, 也已经完成了。 今天周五, 是两个人最后一天上班, 各项工作算是彻底交接了出去。 全都安排好之后, 李亚达看了看手机, 之前他给裴总发了条消息, 说是工作交接完成, 准备出国旅游了。 裴总就只简单地回复了两个字, 去吧。 本来李亚达是有点担心的, 但是一想到有裴总坐镇, 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去吧, 这两个字虽然简单, 但就像是一颗定心丸一样, 让李亚达瞬间放下心来。 张南回到自己的宫位, 发现软光剑的工作室那边, 已经发来了新的原话, 赶忙接收。 张南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英雄的皮肤, 他原本是做服装设计的, 在皮肤设计方面, 有很多独特的想法, 正好可以应用到游戏中。 这次发来的原话是单刀会, 莫蒂斯特, 也是莫蒂斯特这个英雄的第一款传说皮肤。 原话上, 莫蒂斯特全身穿着金具的戏服, 一副红生半像, 无柳常然充满威严, 背后插满了旗帜。 作为一款传说皮肤, 该皮肤将会定制专属的回程动作, 独特语音和技能特效, 绝对让玩家觉得物超所值。 这是一个和传统艺术金具联动的皮肤, 在单刀会这个名段中, 观云长坐镇金舟, 单刀附会, 一时之间传为佳话。 而在员工心目中, 莫蒂斯特的原型, 裴总显然也同样有着蔑视强敌, 触遍不惊的豪迈气概, 胆略超群却又智慧过人, 跟观二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皮肤上的这些旗帜, 本来就是金句半像, 却又非常适合表现莫蒂斯特背上插着的这些武器, 简直是恰如其分。 2月28日, 周一, AUTO科技, 这就是手机最终的成品, 已经在量产, 想改也不好改了。 常有把一台手机交到林婉手上。 林婉伸手接过, 发现样机跟之前的原型机还是一样的沉, 但外观上有了极为明显的区别。 之前的原型机给林婉的印象, 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傻大非粗, 黑乎乎的塑料外壳上面, 没有任何装饰, 拿在手上就感觉沉甸甸的, 非常压手, 不管是正面, 背面, 还是侧面, 基本上做到了360度全死角, 怎么看怎么迈不出去。 但是现在, 换上了定制的玻璃外壳之后, 给人的感觉瞬间就不一样了。 玻璃外壳的手感不错, 而且用了雾面磨砂的处理, 不会变成指纹收集器, 跟原型机相比, 似乎瘦了一圈, 手感也圆润了许多。 背面非常简洁, 就只有一个纯色的logo, 也就是美好明天, 电影中出现过的那个。 而且, 会发光, 可以开启呼吸灯效果。 当然, 如果怕耗电, 也可以关掉。 不过, 对于一个拥有5800毫安时大电池的手机来说, 这个灯就算一直长亮, 手机也妥妥地足以续航一整天。 正面的设计, 相对而言中规中矩, 有额头也有下巴, 不过以尽尽可能的坐窄。 现在市面上的全面平方案还都非常不成熟, 同时考虑到这款手机的配置比较高, 说是一台游戏手机也不为过, 所以横屏玩游戏的时候, 双手必须要有持握的地方。 所以, 不管如何考虑, 正面也只能做成这种形态了。 侧面跟市面上的其他手机也有一定的区别, 电源线的充电口在侧面, 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充电的时候玩游戏, 充电线不会碰到手。 总之, 这个外观和电影中手机的外观高度相似, 整体风格较为简约, 同时拥有一定的科技感和未来感。 不完全一样, 是因为电影中的手机, 为了表现更好的未来感设计成了完全的全面平行态, 而现实中做不到。 但如果是从背面, 侧面看, 或者正面处于吸屏状态的话, 和电影中的手机几乎一致。 林婉情不自禁地用手颠了颠。 嗯, 还是沉。 虽然换了正式的玻璃外壳之后, 外形上似乎比原型机小了一圈, 看起来像是个比较正常的大号手机了, 但重量还是莫变化, 依旧有些重。 但是, 高刷新绿屏幕, 顶级SOC这些东西全都是耗电大户。 没有5800毫安时大电池的话, 续航似乎很成问题。 而想要大电池就不可避免地要牺牲重量。 指纹解锁, 桌面上的原生应用极少, 捆绑应用更是完全没有。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各种UI动画倒是做得很流畅。 常有轻渴两声, 解释到, 裴总要求的。 不让我们做那些捆绑的功能, 尽可能维持爱卓系统的原生态。 所以, 捆绑软件一概没有。 那些用户可能需要的软件, 全都放到手机应用市场, 放在推荐栏上了。 当然我们也没闲着, 把UI动画等各方面都给优化了一遍。 也不能说完全没用吧, 至少看起来是顺滑了很多。 常有自己说的, 也有点没底气。 优化, UI动画, 比如各种软件切换, 缩放的时候会更加跟手, 在高刷新率屏幕下却实挺舒服的, 但实际上也仅仅是感受的变化, 并不会实际提升手机的性能。 林婉却眼前一亮, 非常惊喜。 他反复地把一个APP给打开, 再删掉进城, 再打开, 再删掉进城, 玩得乐此不疲。 而后, 他又拿出自己最新的神华旗舰, 手机来对比了一下。 显然单说这方面的体验, 使AUTO科技的这台手机更胜一筹。 我觉得挺好的, 这很符合裴总一贯的设计理念, 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 林婉对此赞不绝口, 把手机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林婉得出结论, 似乎除了重合贵, 也没有其他太大的缺点了。 常有点点头, 话是这模说没错, 但是这两个缺点都不太好弥补。 当然, 我们手机初期就只产一千台, 每台售价8199, 因为产量少, 所以现在的做法倒也不是不行, 反正也不是面向大众的机型, 不追求千万销量, 我们就先几千, 几万台的往外卖一卖就行了。 哪怕重一点, 贵一点, 只要卖给对重量和价格不太敏感的人群就行了。 关键是, 这台手机有没有能吸引他们的点, 让他们愿意为此, 牺牲一些重量和钱包。 林婉点点头, 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他把一份表格推给常有, 解释道, 这是目前能为这款手机争取到的所有福利, 看看吧。 常有伸手接过, 发现这份表格上全都是之前说过的, 为AUTO手机用户定制的专属福利, 大致分成了机的大类。 游戏类。 热血战歌, 手游版, 可开启高帧帅模式, 各项测试功能优先试用。 飞黄工作室鉴赏家, 所有网剧免费看, 新电影上映, 附赠两张点印影票。 隐含福利, TPDB网站高权重用户, 生活嘞。 墨鱼网咖游戏达人, 消费七折优惠, 每天赠送一杯仁义饮品。 墨鱼外卖高级会员, 定期红包, 免外送费。 明云私储贵宾, 单次消费达到3000负赠一道菜品, 具体送什么, 是具体消费额度而定。 逆风物流, VIP客户, 优先收发快递。 其他类? 已旧换新, 在旧手机估值基础上, 额外优惠500。 只换不休, 手机费人为故障, 新机送货上门并进行数据转移, 旧手机回收, 人为原因损坏, 每年三次免费维修。 配件附送, 每年最多五次免费申领该型号手机贴膜和手机壳。 全品类消费95折, 可用于腾达相关产业, 存在于TPDB网站上的项目, 任意消费在原定折扣基础上, 在想95折。 终身福利更新, 当腾达美推出一项新的业务时, 都将为AUTO手机用户开放一项专属福利内容。 常有把这张表格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不由地感慨。 现在总算是配得上这个8199的价格了。 信不如命啊! 裴总之前要求这手机直接上到8000的档位, 常有还觉得很难,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现在看来, 裴总心里早就清楚, 有腾达集团的诸多产业在背后撑腰, 这手机确实可以卖到8000块。 这里面的优惠的涵盖范围很广, 有一些标准很清晰, 有一些标准则是较为模糊, 有凑数嫌疑。 比如这个终身福利更新, 只是承诺了以后, 腾达再有什么新的产业, 都要针对手机用户开放专属福利, 但福利的额度具体如何, 并没有承诺。 这主要, 也是怕话说得太满, 以后无法兑现, 那就尴尬了。 这些优惠, 基本上涉及到腾达的各个部门, 优惠幅度不小, 尤其是, 如果在荆州生活的话, 薅羊毛能薅个爽。 当然, 用户薅腾达的羊毛, 腾达反过来也在用这些福利拉新用户, 谁都不吃亏。 这些福利也不单纯是各个产业在对 AUTO科技书写, 让利。 这些福利都在手机的溢价里了。 这台手机的售价卖到8199, 比波罗、神华目前的旗舰手机还贵了两三千, 硬件配置底调品牌溢价之后, 就跪在这些附加服务上了。 手机售出后, 常有自然会将一部分利润返还给这些部门。 初期只卖一千台, 这种反例肯定只是聊胜于无。 但是如果以后手机的销量真的能达到十几万, 几十万部, 这部分利润将会是非常可观的。 至于具体的达成方式很简单, 手机里有NFC, 只要绑定身份和账号之后, 去网咖和线下店直接刷手机, 再网上一个腾达账号就全都搞定了。 常有又仔细看了看这些福利的详情, 有一些疑问。 这个GOG是什么游戏? 开放高帧率模式和专属优化。 难做吗? 林婉回答道, 就是腾达游戏部门最近正在开发的那款对战游戏, 简称GOG。 高帧率模式和专属优化都不难, 但是目前不打算给其他型号的手机开放, 因为高帧率模式对屏幕刷新率有要求, 而且耗电也会大幅提升。 GOG的手机版目前还没有完全开发完成, 可能要等手机正式发售之后, 再发布到手机的应用商店上了。 热血战歌倒是已经安排好了, 这游戏的高帧率模式可能噱头大于实际效果, 但也没关系。 这游戏的玩家多, 稍微宣传一下, 手机就能卖出去不少。 常有有些犹豫, 我有点担心欠别的部门人情太多了, 以后不好办。 林婉笑了笑, 你不用在意这个, 腾达内部各个部门没有亲疏之别, 只要AUTO科技能发展壮大, 以后手机像神华一样卖出去几百万, 上千万部, 那就是反过来用手机推广其他业务了。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只要把手机业务给做好, 就是最好的回报了。 对了, 目前规划了几条产品线, 常有沉默片刻, 暂时没有规划产品线的打算, 因为在裴总的规划中, 我们就只做高端机, 一台八千块的手机, 还要保证综合净利润率不高, 肯定要堆料。 而产品线规划, 主打商务, 拍照, 或者外观等等, 面向的是不同人群, 必然要对一些目标人群, 不纳膜重视的内容, 有所阉割。 比如给女生准备的拍照手机, 往往是颜值很高, 但不配置那磨好的旗舰芯片。 我们这款手机所有配件, 基本上都拉满了, 概括起来就是水桶, 直男, 产品形态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所以, 暂时还没想好其他的产品线, 还有没有规划的必要。 我找个机会, 再请示一下裴总吧。 最近他可能是在忙其他的工作, 一直联系不到。 林丸想了想, 嗯, 也对, 我想错了。 还没学会走路呢, 就先考虑起飞了。 咱们还是聚焦在这部手机上, 先把这一千台给卖出去再说。 那, 就叫, Auto E? 似乎有点奇怪。 林常说道, 叫, Auto E? 亦代表着英文中的Extra这个前缀, 比如, Extraordinary, Extravagant, Extreme, 表示我们这台手机是极端的, 奢侈的, 充满附加值的。 3月1日, 周二, 上个周末, 裴迁买的房子正式交房了。 找了个专门验收的公司正式验收之后, 裴迁拿到了这套房子的各种证件和钥匙, 只不过房子里的家居, 家电之类的, 一概没有。 裴迁本来就准备把这套房子给爸妈住, 也不打算按照自己的喜好购置家居, 家电, 所以特意回家一趟, 给了二老一人一把钥匙, 让他们有时间就到那边去帮忙收拾收拾。 裴迁的计划很完美, 就说自己工作繁忙脱不开身, 事实也确实如此。 所以, 房子买好了, 但末时间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让二老抽时间选一选家居, 家电之类的, 看好了之后, 裴迁来报销。 这样一来, 买到的家具风格会比较符合爸妈的审美。 全都收拾好了之后, 再让爸妈抽空过去住基天, 就说给新房子添点生气。 这样住着住着, 爸妈习惯了之后, 这房子就顺理成章地送出去了。 至于裴迁自己, 完全可以再想别的办法给自己搞个大点的住处。 忙活了一个周末, 完全把公司这些烦心事给抛到一边之后, 裴迁感觉心情好多了。 唯一不太开心的地方就是, 回家之后, 爸妈一直在追问飞黄工作室新电影的情况, 裴迁很无奈地说了实情, 结果二老非常高兴, 非要拉着裴迁再去看一遍, 还仔细地在幕后人员的名单里, 找到了裴迁的名字。 对于爸妈这种, 把幸福建立在自己痛苦上公开处刑的行为, 裴迁无话可说, 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哭泣。 总之,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 裴总满血复活。 接下来的一个月, 才是真正的硬仗, 直接决定着这一周期的成败。 腾达游戏和商阳游戏开发的两款游戏, 都会在这个月上线。 Auto手机应该也要开发部会, 正式开卖了。 这些都是裴迁曾经寄予厚望的项目, 如果全都裴了, 那完全可以抵消掉因为电影高票房所带来的伤痛。 小孙任真地开着车, 前往神华好景。 裴迁坐在后座上, 心血来潮地掏出手机, 想寻求一点精神安慰。 近期最让他满意的, 就是对终点中文网作者学习班的改造了。 自从向这个学习班传播了腾达精神之后, 所有作者的更新量, 就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越写越短。 就连曾经的劳谋名语, 现在竟然也不报更了, 每天就写个七八千字。 对于其他作者来说, 七八千字已经很多了, 但对于之前动辄就报更一万五的名语还说, 这个数字已然砍半。 裴迁对此特别开心。 虽然这些作者们更新变少对于网站的影响微乎其微, 对于裴总的裴迁大忌更是没事磨帮助, 但看到这种摸鱼的思想能够传扬开来, 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裴迁现在打开终点中文网的 EPIC根本就不是为了看小说, 完全只是为了看这些作者们今天的更新字数是不是又变少了。 莫办法, 裴总就是一个这魔枯燥, 这魔容易满足的人。 然而, 这次打开EPIC之后, 弹出的却不是书籍列表, 而是一个闪评推荐。 蝴蝶游戏, 上架! 蝴蝶扇动翅膀, 掀起一阵风暴。 连载以来, 打破网站多项记录, 火爆全网的全新都市题材。 收藏并订阅, 即可获得随机中点B里包。 裴迁愣了一下, 这个新书的推荐力度, 似乎也太大了点吧。 闪评可以说是网站最好的推荐资源, 上架就拿到这个资源的书, 似乎并不多。 蝴蝶游戏? 我怎么对这个书名墨印象, 是近一个月才出现的新书吗? 闪评上没写笔名, 是个新人作者吗? 如果书写得好的话, 可不能耽搁, 必须立刻拉过来学习一下腾达精神。 裴迁下意识地就点了进去。 然而看到作者的笔名, 裴迁愣了一下, 拼命马字的触手怪, 这不是崔梗吗? 他还在写书呢? 裴迁感到很困惑, 他对于崔梗这位作者, 可以说是青睐有加。 这主要是因为, 崔梗对于腾达精神在学习班中的传播,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但是, 裴迁对于崔梗的印象, 还停留在他的完本感言, 和特别观察员的职位上。 裴迁了解过崔梗的收入, 以他的军定和咸鱼一般的更新速度来计算, 一个月的收入满达满算, 也就万把快。 特别观察员的薪水, 虽然到不了这魔多, 但加上腾达的各项补贴和福利, 实际价值显然超过了。 而且, 他这个职位, 还没有特定的工作任务, 每天就算敞开了玩游戏, 这钱也还是一样挣。 这样一比较, 崔梗还有什么动力去更新小说呢? 裴迁有些困惑, 一个没有理由去更新小说的咸鱼, 开了新书, 还上架了, 这, 似乎哪里出了问题? 再一看这本书的字数, 二十六万字上架, 第一章是除夕, 二月二号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本书到现在为止, 写了不到一个月, 已经写了二十六万字, 而且上架之后, 还包更了十张, 加起来就是二十八万字, 一个月写了二十八万字, 这哪还是什么咸鱼啊? 这都已经能配得上, 他那个拼命马字的触手怪的称号了, 裴迁人有点晕, 莫不是这私赚了点钱, 膨胀了, 找代笔了? 转念一想, 也不能啊, 马一群不可能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再怎么说, 一个月码了二十八万字, 这显然不是裴迁认识的那个催梗, 要么就是催梗出了问题, 要么就是裴迁的认识出了问题, 裴迁赶忙点开蝴蝶游戏, 查看小说的正文, 一张一张的往后看, 从主角获得金手指, 倒阴差阳错地让一个本来根本没打算赚钱的游戏, 制作人赚得盆满钵满, 裴迁越看, 越觉得似乎有一种神奇的记事感, 这, 这特魔不就是我吗? 书中的内容似乎在反复不断地鞭尸, 而读者们的留言更是让裴迁感觉自己似乎在被无数人嘲笑, 爱马这书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鸽子精快点更新啊, 等不及看, 又有哪一位倒霉蛋被实现梦想了, 这主角可真有意思, 你说, 他在做好事吧, 每次都是脑补别人的愿望, 然后脑补到了相反的方向, 但是你要说, 他在做坏事吧, 他又却实让, 别人收获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配角, 真的很好奇, 鸽子精的脑回路是怎么长的, 这种沙雕剧情, 都能想得出来, 还叫鸽子精? 叫出首歌? 大哥报更一个月直接上架, 就问你服不服? 我一直想问, 这笔名是不是换人了? 文风和题材差异很大就算了, 就连态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前一天等到一更就不错了, 还经常被割, 现在经常一天四五张, 好像是网站办的那个作者学习班的功劳, 凡是去了那个学习班的作者, 书都写得越来越好了, 我这就去把我在追更的几本书挨个at一遍, 裴谦的目光快速浏览过这些读者评论, 看得胆战心惊, 似乎, 这书, 备受好评, 裴谦备受打击, 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可不仅仅是终点中文网多了一本好书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崔耿这个特别观察员到底称不称职, 一个突然开始勤奋马字抱更的特别观察员, 那还能叫观察员吗? 一天天光顾着马字了, 哪还有时间观察? 完全辜负了裴总授予他这个职位的期待, 裴谦很急, 结果顺手一刷新, 又多出来了一个单张, 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 从凌晨零点正式上传第一张VIP章节到现在, 刚刚过去了12个小时, 本书的首定已经达到了8000, 破了之前终点中文网的首定记录, 现在还有12小时, 估计最终的数据应该会定格在12000到15000之间, 对于我, 对于网站来说, 这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突破, 所以在最终的成绩没有出来之前, 希望大家都能点进来捧各场, 如果觉得这本书写的还行, 就定一下第一张, 让我们一起创造终点中文网的首定记录, 而我也在努力码字, 0.1过, 万字更新立刻送上, 感谢大家, 裴谦神情有点恍惚, 你码, 如果按照一般的自然增速, 后边的12小时肯定不可能再像刚开始增速那么快, 最后定格在13000左右的首定是个正常数据, 但是, 现在对于终点中文网来说, 这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所以, 蚂蚁群几乎在动用全网的一切资源为蝴蝶游戏进行推广, 剩下的这12个小时还有下午和晚上两个月读高峰期, 按照这种不要命的推荐额度, 说不定这首定数据还真能再翻个倍, 之前终点中文网最大的问题在于, 中低层作者的福利不错, 但从没有一本成绩真正大火的书, 崔耿原先的那本书均定5000左右, 已经在终点中文网排到了四五十名, 在所有参加学习班的作者中, 崔耿的成绩也是很靠前的, 这一点, 马一群很清楚, 裴谦也很清楚, 所以, 裴谦才拒绝了马一群去外战挖大神的请求, 让他把钱花在中底层作者的身上,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这个学习班搞来搞去, 竟然还是高出来了一个顶级作者, 如果是首定8000的话, 拿到这种大战可能也不算什么, 人家那边可能有几十个作者都能拿到这种数据, 但是如果首定能到15000左右, 即使在那, 也是相当受器重的作者了,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 终点中文网媒大神作者, 莫好书的情况, 就一去不复返了, 而且,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一点在于, 马一群用着魔多资源去推这一本书, 就是为了起到一种宣传效应, 为所有作者们树立一个标杆, 意思是, 看到没有, 在终点中文网好好写, 你也能写到15000的首定, 这个首定保持下去, 写到个三四万的均定不成问题, 终点中文网员本对中低层作者的福利待遇就不错, 很多作者不来, 仅仅是因为觉得这网站上线不够高, 但现在, 有人证明了, 这网站的读者群已经起来了, 上线也已经提上去了, 肯定会有一些作者过来, 对读者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 以前很多读者觉得, 终点中文网没有顶级的好书, 只是把这个网站当成备胎, 在那边看书, 看到书荒了之后, 才偶尔过来瞅一瞅, 但现在, 读者对于终点中文网没有好书的这重刻板印象, 自然也就得到了改善, 总之, 对于终点中文网而言, 崔耿的这本《蝴蝶游戏》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它标志着终点中文网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 裴谦看着崔耿发的单章, 漠然无语, 裴总的满血付出, 似乎不是特别顺利, 终点中文网作者学习班, 中午, 作者们围坐在长桌周围, 吃着墨鱼外卖, 所有人都关注着手机上面的信息, 时不时的还回复两句, 所有人看的都是同一个群, 终点中文网作者学习班, 总群, 群里有六十多个人, 此时几乎全都在线, 都在关注着崔耿新书的数据, 已经八千了, 崔耿牛逼, 无敌, 简直是我被楷模, 照现在的势头看来, 手定破万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就看能不能冲一下一万五, 把手定记录往上冲一大截了, 我何时才能拥有崔哥一半的实力啊? 大部分内容都是彩虹癖, 不过也有在认真讨论的, 比如分析崔耿这本书到底为神魔, 能震魔火, 在写作技巧方面, 有没有什么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这个场景看起来有点像是人类迷惑行为大上, 因为群里的大部分人都在这间屋子里, 当然, 他们这魔, 也是有原因的, 现在学习班已经办到了第二届, 参加学习班的作者名单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次, 第二届学习班的选拔, 颇费了一番周折, 竞争空前激烈, 马一群也很发愁, 一些成绩好的作者, 似乎应该参加这个学习班, 查漏补缺, 更进一步, 同时也能给其他成绩稍差的作者指点一下, 而一些成绩差的作者, 更应该参加这个学习班, 在短时间内冲刺, 提高一番, 总结起来就是, 似乎终点中文网的所有作者, 都应该来这个学习班历练一番, 手心手背都是肉, 马一群也是费了好大劲, 才选出第二届学习班的名单, 然后安抚好了那些落选作者的情绪, 提前将他们安排到了第三届学习班的名单中, 不过, 也有一部分参加了第一届学习班的作者, 继续参加了第二届学习班, 马一群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达成一种老代新的效果, 一对一辅导, 就能够更快地领悟腾达精神, 掌握学习班的学习节奏, 所以, 包括崔梗在内的许多第一届学习班成员, 都默在现场, 大家想要关注崔梗那边的实时动态, 就只能在群里聊天了, 一个作者有些好奇地问道, 名语句, 当时崔哥在学习班,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为什么进步这模块? 你是当事人, 能不能详细所说? 其他作者也纷纷看向名语, 对啊, 名语句你快说说, 具体是怎么回事? 听说崔哥还得到一个观察员的职位, 去腾达取材了? 发问的大部分都是新作者, 这些新作者没有参加上一届的学习班, 所以, 他们只是知道崔梗在参加学习班期间有所感悟, 成绩发生了一次飞跃, 但具体是怎么感悟的就不清楚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问一问知情者, 名语放下筷子, 沉默片刻之后说道, 这事啊, 说来话长, 最关键的, 应该还是那天裴总的到访, 他长话短说, 把当时的情形完全复述了一遍。 最开始, 大家都在小黑屋里闷投马字, 互相攀比水写得多, 虽然更新量上来了, 但并没有得到什么质的飞跃。 但就在此时, 裴总出现了。 裴总当时就以精敏锐地意识到, 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 所以定下了一个规则, 更新最多的作者休息一天, 更新最少的作者去接受腾达精神教育。 这个举动看似简单, 却蕴含深意。 在进行了腾达精神学习之后, 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错误风气被及时制止了。 迷茫的作者找到了目标, 咸鱼的作者充满了干劲, 一味求量的作者能够静下心来打磨剧情。 没有规划的作者开始学着认真吕大纲, 学习般的风气瞬间焕然一新。 最后, 明语总结道, 在这种环境之下, 崔哥写出《蝴蝶游戏》这样的爆款, 看起来是因为他个人的天分、 努力以及腾达集团提供了足够好的素材, 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但, 就算崔哥没有写出《蝴蝶游戏》, 早晚也会有另一个爆款出现, 因为网站整体的水平在不断增长, 水涨船高,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裴总在大方向上轻轻点拨了一下, 立刻就让这艘巨轮掉头, 开往正常的航向。 作者们认真地听着, 面露向往之色, 有几个甚至连加到嘴边的饭菜都忘了吃。 这魔神奇吗? 不可思议啊。 有个作者忍不住举手问道, 所以, 明语剧《腾达精神》到底是什么? 真有这种话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明语微微一笑, 呵, 何止是化腐朽为神奇, 他还能化神奇为更神奇。 但是, 他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每个人的特质不同, 所领会到的腾达精神也有有所差异。 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 那就亲自去腾达总部一趟, 看看属于自己的腾达精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 来到公司门口, 陪谦深吸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情绪, 这才迈步走路。 不知道为时摩, 总有一种小学生放完暑假开学第一天的那种感觉, 非常抗拒。 来上班的路上, 裴谦就已经被扎了一刀, 似乎有些出师不力。 不过裴谦现在, 也没时间去追究催梗, 因为他现在手头有一大堆的事情。 林婉已经发了好几条信息, 说, Be Quiet已经研发完成了, 需要裴总来确定一下前期的宣传策略。 贺德胜那边, 圆梦创投卖学霸快来项目赚了一千多万, 他想知道, 这笔钱现在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家投资公司, 让钱就这模, 一直在公司账户上躺着, 似乎是一种食辱。 常有那边, 希望确定一下开发部会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能推则推, 但这三件事情肯定推不得, 因为随便哪一件事情处理不好, 似乎后果都会很严重。 所以, 裴谦还是得来办公室一趟, 为这三件事情拍板。 裴谦跟三个人约好了时间, 常有是二点到三点, 贺德胜是三点到四点, 林婉是四点到五点。 正好, 一下午全都解决, 相当草率。 两点整, 常有准时到了。 裴总, 这次是想跟您确定一下发部会的大方向, 方向定下来之后, 才好做发部会上宣讲的PPT。 裴签一百手, 我知道。 你先说说想怎么办发部会吧。 常有以为裴总时间紧迫, 敢忙抓紧时间问最要紧的问题。 主要就是发部会开在哪, 规模如何, 发部会上的PPT具体, 从哪些方面介绍手机, 需不需要专门请个代言人到场之类的。 我的考虑是, 我们卖的手机不多, 又是个新品牌, 租个太大的地方, 似乎有些铺张浪费, 但是肯定也不能太寒酸了, 可能会让人廉价的不良印象。 所以, 发部会可以考虑在帝都或者魔都找个一般的会场, 多邀请一些科技评测媒体前来就行了。 然后我建议, 我们可以适当碰瓷一下神华或者波罗手机, 毕竟我们手机堆料对了这么多, 有很多地方单拿出来是超过这两架的旗舰机的。 这也是很多小手机厂商以小博大, 蹭热度的惯用手法。 至于代言人, 这个的花钱, 还是裴总你来拍板吧? 裴签陷入沉默。 一上来就是这磨劲爆的问题, 还真是对裴总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不过这些问题也都不难解决。 发部会这玩意, 那肯定得大操大办。 因为Auto手机的前期投入就那磨几百万, 一共才两产了一千台手机, 还不一定能卖出去几台。 找个大厂馆开各发部会, 租用厂馆的费用就能花一笔钱。 而且, 肯定不能去帝都, 魔都这种地方开。 就在荆州开, 邀请那些科技媒体过来, 给他们报销往返车票。 机票, 管吃管住, 又能花一笔钱。 至于普通观众, 直接在荆州当地送票, 绝对不收一分钱。 而且, 就算发部会开大一点, 关注度高一点, 又如何? 到时候, 肯定是一片打扰了。 大家知道了这款产品, 又不意味着, 就一定会掏钱买。 碰瓷更不可能, 裴总丢不起那人, 也不想要那热度。 不仅不碰瓷, 反而要在发布会上, 使劲讲自己手机的缺点。 人家的发布会, 都是现场带货。 Auto科技的发布会, 是现场拔草, 给你无数个不买这部手机的理由。 至于代言人, 似乎没有必要。 虽说请代言人肯定能多花钱, 但是万一这代言人的铁粉比较多呢? 要知道, 手机一共就一千台, 真有这种不理智的粉丝, 嗷嗷叫地冲上来, 一抢而空, 那岂不是很尴尬? 要是卖完了又不生产, 系统肯定不同意。 但是转念又一想, 有着磨多铁粉的代言人似乎也不多, 要不就找个没石磨粉丝的代言人? 考虑片刻之后, 裴千针着了一下措辞, 开始一一回答常有的问题。 发布会就在荆州开, 选最大的场地, 邀请科技媒体前来, 管吃管住, 现场的票值接送, 摸鱼网咖, 逆风驿站, 摸鱼外卖等等, 只要顾客感兴趣, 就送一张。 发布会上多搞点酷炫的大场面, 再给所有参加发布会的人, 准备一点小礼品。 发布会上的PPT, 我们不要去碰瓷任何的其他厂商, 你在红尘科技那边的陋席, 一定要改掉。 我们, 就指教我们自己, 有多少内容讲多少内容, 早讲完早休息。 讲PPT的时候, 要有一定的技巧。 凡是我们手机, 做得优秀的地方, 一语带过。 我们手机的部族, 着重讲讲。 要给消费者充足的知情权, 绝不能玩话术。 至于代言人, 我也没想好, 如果不急的话, 就再等两天吧。 裴千光速解决了所有问题, 常有眨了眨眼睛, 陷入了迷茫。 裴总, 你确定刚才说的是, 我们手机的部族, 着重讲讲。 有时候要对着, 我们手机的跌扬。 这是上头。 我们手机的手机, 感谢观看